第751章踏足无根岛 好了 这可不是玩的时候 我们先进去吧 李默笑着说道 话落 小黑和小精都化成巨龙姿态 驮着五人沿湖面飞去 很快便远离沙滩 直到不见了踪迹 湖面静静的 时不时围风拂过 才荡起些波澜 水色纯净 一眼望下去深不见底 这水是真的水 而且纯净之极 怎么连条鱼都没有 苏燕捧着水问道 很可能是受了当年爆炸的影响 李默说道 极品天气级的爆炸 其威力是难以想象的 很可能整个大湖都受到了波及 万物皆死也并不奇怪 甚至如今这湖里虽能细细游玩 但却并不适合生物生存 宋书瑶分析道 但是 这无边湖为何如此巨大 当年那些强者在里面 转游了几个月都没有找到边 莫非以前就是如此吗 台式书也受到了爆炸影响 柳宁玄则问道 李默摇摇头道 这一点尚不清楚 而且也没不要现在去搞清楚 眼下最重要的 是分析死光地图 这时 一直忙碌着的琴可儿 已将地图刻画进了空白的罗盘中 几人聚在一起 开始分析着死光地图 至于是新丹的解药 在移动过程中当然没办法炼制 而且因为时间关系 昨日才获得了临时的解药 所以接下来几天都不必担心 丹药会发作 几人只看了一会儿便都眉头高皱 死光区就是一个弧形的区域 沿着无边湖散开 密密麻麻的并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也很难从这画面上推断出是从哪个方向爆炸而来的 碎片 李莫突然间想起一事 对了 不只要看死光 还要看碎片的分布情况才是 因为死光和嗜血混顶应该是在同一时间里爆炸的 那么爆炸冲突之下 碎片和死光也会相互撞击 宋书瑶一下子明白过来 李莫立刻开始绘制碎片图案 待到将碎片图和死光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更为立体而完整的地形图呈现在了眼前 琴可儿眼睛微微一亮 深指顺着碎片群在死光区中拉出了一条条长线 所有的长线都指引着一个方向 小黑 调整方向 李莫大喜着下令 顺着李莫的指引 小黑展翼高速飞行 在湖面上划过一道长长的水痕 如此足足飞了一整天 小黑才停了下来 应该就是在这附近了 小粉有什么发现吗 李莫说道 琴可儿捧起寻宝龙来 小东西耸耸鼻子 只是摇头 看来无根岛是连气息都能够隐藏的 那么咱们分开来寻找吧 但是都小心点 那顶魂若存在 不知道会对外人做出什么举动 李莫说道 因为只有小黑和小金能够远距离飞行 所以便兵分两路 李莫和苏燕骑着小黑 柳宁玄三人则骑着小金 一路高飞而去 长空万里 远不见边 湖面亦是如此 无尽地延伸着 二兽在空中高速地飞行着 划过一道道长线 但是却没有任何发现 如此一找又是半天功夫 夜色落下时 李莫醋眉深思着 脸上亦不免带着几分忧色 一天多前 和雷恒一站的时候 他便试图剥取他的碎片 但是仍然差了一筹 这也就意味着他上需要一点时间再强化灵魂才行 雷王虽然又上了当 但他到底是一国之主 一旦镇定下来便会察觉到自己的意图 若然他再想到碎片分布图 那么要想找来那就简单了 时间所剩不多 他必须尽快寻觅到无根岛的踪迹 但是即使知道了无根岛在的区域 这样飞来飞去却也是漫步目标的 应该有着什么方法 有着什么东西 能够指引着无根岛 然后他突然间冒起个想法 说道死光 死光 苏燕扭头望着他 眼中有些疑惑 李莫说道 当初我们进来的时候 曾经分析过死光 他的结构近乎于传送阵 一旦被他缠上 当传送阵的能量足够强大的时候 就会令人消失 当时我们也推断 有可能死光是将人传递到了无根岛上 这么说 这推断有可能是真的 苏燕恍然道 李莫微微汗手 说道 之前我便有些疑惑 爆炸的威力虽然极强 但是不至于形成那么标准的死光区域 应该在湖面上也散落着一些死光才对 但是沿途过来并没有发现 所以很可能死光是受到什么影响 被吸毁了无根岛 话到这里 他一笑道 要证明这一点 自然简单至极 说罢 他在镜中介上一幅 一枚死光立刻从中冒出 死光一线 立刻朝着上空飘去 果然是他 李莫顿时大喜 要知道死光的飘浮速度极慢 但这枚死光移动的速度明显快了不少 于是 招呼着柳宁玄他们 几人一路上行 死光越飞越快 越飞越高 然后突然间空中闪过一片光晕 死光也消失不见 好厉害的屏障 连灵通眼都无法试破 李莫轻赞一声 几人皆飞过去 在寂静的距离下才能够隐约感觉到一层屏障的存在 待穿过屏障之时 一座巨大的福岛便呈现在了眼前 这座作为无根圣者修炼之地的岛屿 显得巨大无比 几人在这福岛前便宛如几只小蚂蚁般渺小而不可言 福岛上生长着繁茂的原始森林 明显可见山脉起伏之态 宛如异国之土 及其牧力都望不到边 这岛上怎么感觉阴森森的 好像有着一股可怕的力量笼罩着 苏燕敏锐地说道 我们还是小心围上 就走陆路吧 李莫点了点头 他亦能深深地感觉到有种毛骨悚然的威胁存在 如果这是鼎魂释放出来的力量 那么鼎魂只怕比雷王等人还要强大 于是 小黑二兽便落在森林的边缘处 巨木参天 漆黑的森林中空即无声 但四处都洋溢着危险的气息 似乎一草一木都是吃人的凶物般 让人神经紧绷着 曾经十三信徒的岛屿 不知缘由的爆炸 都让这里充满了神秘和危险 李莫几人小心翼翼地前进着 无感大放 不敢有丝毫的掉意清新 然后突然间 前面探路的小黑直起上身 身上的灵甲微微竖起 一副戒备的姿态 李莫几人立刻盯着前方 一个个都警惕着 然后突然间 西黑的空间中抖地闪出一抹光点 光点一经出现 立刻急速膨胀 此光潮穴 李莫抖地感觉到光点的真身 一声高呼 几人飞速后撤 捧 光点一瞬扩张足足万丈之地 然后消失不见 李莫几人站在更远的地方 亦不由得虚了口气 好在李莫反应得快 否则刚才已经着了道 而死光潮穴出现的瞬间 已经将万丈之土的森林吞噬一空 生生造出一片空地来 阳光洒落下来 四眼的亮场 这里果然暗藏杀鸡 李莫沉声说道 好 小黑徒弟昂起头 发出示警声 几人抬头一望 忽然见到半空中徒弟出现一抹光点 一瞬间已化作一座死光巢穴 紧接着 大大小小的死光从里面释放出来 就在死光释放的刹那 李莫抖地感应到什么 连忙大喝一声 退 次女哪敢迟疑 纷纷朝后撤退 修修修 但见无数死光犹如利剑般从高空飙射而来 那速度快的惊人 原本在外界 死光即使大风吹动 移动也很是缓慢的 但在这里死光却如急雨般迅速 而且这些死光一落地 更好似受力反弹般 朝着其他地方弹去 一时间 无数死光在森林中乱窜 那景况只是令人心惊肉跳 而李莫几人饶势退得快 却也被一大捧死光追击着 李莫立刻一仰手 镜中介如同流光般飞窜 在接触一抹抹死光的同时将其吞入镜中 待将袭来的死光吞噬之后 释放了足量的死光 巢穴也消失不见 天啊 这些死光简直就是冲着咱们来的啊 苏燕清虚一声 莫非是顶魂为了防止外人侵入 而在这里设下的防御 柳宁玄推测道 应该不是 死光和碎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呢 顶魂能够操纵碎片 但却操纵不了死光 宋淑瑶否定道 然后 他抖地一惊 朝着李莫望去 该不会 李莫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接下话来 你的意思是除了顶魂之外 还有着死光之气的气魂存在 若然和弑血魂顶是同一个极数的天气 那么也应该是通灵及天气 有气灵存在也是理所当然 宋淑瑶说道 确实 外界的死光是漫无目的移动着 但这里分明是为了针对侵入者 明显受到了操纵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有死光之气的气魂 李莫点了点头 那咱们要继续走吗 柳宁玄问道 李莫沉吟道 这样走下去 迟早会惊动气魂 到时候必定会和气魂对上 这死光太过危险 若是沾上一点不知道会引发什么后果 那只有绕路了 苏燕说道 李莫嘴角微微一勾 说道 如果两气之魂是个有地盘的话 那么咱们就走他们中间的路线 那一条路应该是最安全的 至于这条路还是交给雷王他们来走吧 第752章圣城宝殿 几人放弃了直线深入的路线 沿着岛屿边缘方向高速行走 森林中偶尔有死光巢穴被触动 不过李莫有镜中介在 倒不至于遇到危险 如此行径了足足半日之后 死光巢穴已久久未见 而前方涂生一变 一棵大树陡地拔地而起 化身成为一棵树人 无数只条宛如利剑般飞刺而来 恩 李莫图有感应 无知猛地一张 便见树干上涂地冒出一抹绿光 豁然乃是碎片 而碎片一经理体 那大树立刻轰然倒塌 看来我们是来到了顶魂领域的边界了 李莫沉生说道 果然和外界不一样 碎片在外界只能够依附在人体内 但在这里却连植物都可以依附 苏燕说道 不 这不是真正的碎片 李莫则眯着眼说道 化落 他无止化全 一股无形之力也将碎片握在其中 但听咔嚓一声脆响 那碎片净化为一堆粉末 这是怎么回事 次女吃了一惊 李莫沉生说道 这只是类似于碎片的物质 有可能是顶魂为了防御而制造出来的 如果我的推断正确的话 那么我们眼前这片森林里便满是这东西了 其攻击力虽然不算高 但是数量绝对可怕 柳宁玄接下话来 好在咱们已经到了两大气魂的中央区域 就这么摸索着前进吧 接着 几人这才朝着森林深处行进着 没走多久 便触发了死光巢穴 一大捧死光又如雨点般的飙落 躲避过死光巢穴的攻击 李莫几人立刻朝顶魂领域的方向移动 不久之后便又遭遇了数人的攻击 几人又朝着死光之气的气魂领域的方向移动 如此在森林中曲线移动 几人渐渐发现了两个领域交界的一些特征 有了这经验 行进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这日清晨时分 几人翻过一片高地的时候 这片浓厚如云的森林终于到了尽头 此刻 远方山巅上出现了一座城池 便好似一颗明珠般在出城的阳光下灼灼生辉 那就是无根门帝子修建的圣城 听说无根圣者居住的地方就是城中的宝殿 苏燕欣喜道 圣城破坏得很严重 果然是经过了一番大战的 柳宁玄瞪大眼睛望着 但见圣城里到处都是大小石堆 那是坍塌的建筑物 而一侧的围墙也倒塌了一大半 你们看天上 这时 清可儿说道 几人朝上空一望 豁然清虚了口气 但见长空之上分明地化为两种颜色 左边是绿 右边是白 天空上的气流缓慢地移动着 在绿和白的交界之地 细浪腾腾地交织在一起 好似无数张牙无爪的野兽般 占据了半片天空的绿色气流 明显有着一个中心 那似乎是一个漩涡般 再缓慢地旋转着 在漩涡中央有着一道绿光摄像 大地深处 另一边的白色气流也是一样 同样有着一个漩涡和摄下的白光 只怕那光束摄像的地方 就是两大气魂的所在地了 看样子他们离这里还很是遥远 李末说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宋书瑶问道 既然来了 当然要去看看 李末肃然说道 次女便都点点头 虽然这事情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但圣城静在眼前 又怎么可能不去呢 几人立刻下了高地 朝着山边方向赶去 这一路上岛甚是顺利 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直接便抵达了圣城 城门早被破坏 一节节的石柱凌乱地散落在地 杂草丛生 沿着大道走进去 两边曾经耸立的建筑也都是东倒西歪 成了一片片石堆 据记载 吴根岛是吴根门门人意外发现 耗费十年时间在其上建造成了圣城 作为吴根圣者的修炼地 当年吴根圣者居于此所之时 常在圣城宝殿中接见各宗门领袖 和其尊要 然而如今 这座繁华的城池以化为废墟 如此一路行去 为过多久便抵达了宝殿所在之地 但到了这里 几人都是心头一尘 传闻宝殿建楼百栋 内有藏书殿 炼器塔等等重要设施 乃是专为吴根圣者所建 在那里曾经出示了大量的质保 令吴根门在当时的世界拥有着至强的影响力 然而如今 百栋建筑早毁于一旦 这些建筑全都是采用了最顶级的九等矿石 更用密法精炼而成 映如天气 没想到居然破坏得如此严重 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莫促没深思到 要找线索看来只有在这些废墟中寻觅一下才行了 苏燕说到 李莫点点头 朝着柳宁玄说到 玄人你那里好像有归位阵吧 有是有 不过这么大规模的废墟 要想令其归位的话可得花些时间呢 柳宁玄说到 无妨 正好燕人在这里炼丹 有了解要 我们便没了后顾之忧 李莫说到 就在这时 土耳小黑低吼一声 身上的鳞片一下子竖了起来 众人连忙观望周边 便见到废墟竟然散发着淡淡的光泽 紧接着便有一抹光点从地下升起 不多时净化作一扇光门 这时 宋书瑶轻虚了声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咱们进去看看 李莫沉声说到 于是 五人带着小黑脊兽便跨过光门 一入光门 顿时间眼前视野皱地一亮 竟来到一片为恶的宫殿群前 这时 宝殿 李莫惊讶到 莫非刚才的废墟只是假象 真正的宝殿依然存在着 苏燕揣测道 或者说 刚才的废墟是真实存在 而我们眼前所见才是幻象 秦可儿说道 莫兄可能看出真位 宋书瑶问道 李莫摇了摇头 整个五根岛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笼罩 以至于灵通掩掩难起作用 画材落下 前方封闭的宫殿大门慢慢敞开来 露出一条通往深处的大道 走吧 李莫到了剧 几人便朝前行去 随着一扇扇大门的开启 几人穿过重重殿堂 越走越深 四周侧殿灵力 透着古仆庄重之色 这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 安安静静的 待穿过第十三座大殿的时候 前方便是一条数百丈高的石阶 其中刻着龙凤城祥的石雕 一根根白玉竹则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石阶的尽头是一座金光闪闪的殿堂 唯恶华丽 壮观之极 几人沿阶梯而上 待抵达殿堂之前时 豁然看到那宝殿之内 有一方万千诸域制成的宝座 而在宝座上豁然盘坐着一个 白须脱地的老者 其貌慈祥 双目为臂 一席白袍如雨智而成 散发着银银光泽 无根圣者 李莫清虚一生 心头着实一震 这老者的相貌和记载中的 无根圣者一模一样 更重要的则是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圣贤之气 让人顿生崇敬 莫非是残存的魂魄 苏燕低声说道 这自然并非不可能 十三信徒都是天王级的强者 而且都是距离灵近 只有一不知要的存在 对于这些人而言 即使肉身毁坏 灵魂却仍然能够存在于世 这时 但见无根圣者慢慢睁开眼来 那目光柔和之极 目落到众人身上 让人身心都感到温暖 同时 那眼中又似乎暗藏着几分灵力 一眼扫过 便将众人的里里外外都看了个透彻 然后 无根圣者淡淡说道 几千年一晃而过 你们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人 真是难得 前辈果真是无根圣者吗 李莫问道 当然 除了无根岛的主人 你们觉得还会有谁有资格坐在这里呢 无根圣者轻浮长须 含笑说道 淡淡的话语却蕴含着让人无可执意的威严 彰显着他身为无根岛主人的超然身份 令人不敢不信 几人听得这话 自也按耐着激动 那前辈可知道当年无限令之事 柳宁玄忍不住问道 无限令吗 原来你们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 那么你们身上应该带着无限令的碎片吧 无根圣者淡淡说道 晚辈这里却有一枚无限令的碎片 李莫答道 当年之事 如一场烟云 一晃已是几千年了呀 可否把这无限令拿出来让老夫重温一下 无根圣者说道 当然没问题 李莫恭恭敬敬地取出了无限令碎片 无根圣者眼中闪过一丝一色 无限令碎片一下子飞到了他的身前 这举动让李莫心头一跳 突然有种极为不好的预感 但这种预感和眼前这气氛又全然不合拍 这老者身上一身为然正气 凌凌然如圣贤 或许是他想多了 无根圣者拿起无限令碎片 唯唯汗手道 果然是他 没想到几千年之后 老夫还能够再次见到无限令 话到这里 他唯唯一笑道 你们一身领骨 资质卓越 几千年后的半届能够有如此人才出现 实乃我正道之幸 身为正道前辈 老夫自然也要助你们一臂之力 来吧 让老夫受些传承给你们 几人听得暗暗激动 若能得无根圣者的传承 那当然是天大的喜事 小兄弟 就从你开始吧 无根圣者和蔼地笑道 李末便走上前去 唯唯恭声道 多谢前辈后赐 无根圣者呵呵一笑 慢慢伸出掌来 然后突然间他脸上闪过一丝胸利 一掌重疾而出 不好 李末大吃一惊 但此时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 胸膛上顿受重疾 整个人如流星倒坠 接连撞毁三根垫柱 落地时狂吐了一大口血 第七百五十三章三魂之导 一变陡生 全然超乎所有人的预料 没有人会料到无根圣者 竟然会下手偷袭 次女皆是惊呼一声 一纵身飞过去 将扶起李末 鲜血止不住地 从李末嘴里涌出 足见伤势之重 还好 心脉无恙 苏燕一叹麦 大松了口气 然后连忙塞了磕丹药进去 试图帮他稳定伤势 李静敢偷袭诗歌 柳宁玄暴怒 背后五行之轮奏线 双手一推 棒棒棒 二十几个大阵在瞬间记起 围绕着无根圣者 区区小辈 也敢向本圣者动手 无根圣者围然坐在宝座上 脸上带着笑容 管你是谁 敢向诗歌动手 我就宰了你 柳宁玄力呼一声 十指绷直 眼生手镯散发着前所未有的光泽 但见大阵一变 演化为双细阵法 阵法一成之时便要爆炸 指 无根圣者不紧不慢地一束手指 怎么回事 柳宁玄顿时大惊 阵法似被一股无形之力所阻挠着 无法爆炸 区区雕虫小技 一眼就能看破 怎能对付得了我 无根圣者笑着说道 雷沙 急动 宋书瑶和秦可儿 同时发动神通 雷从九天而降 兵从四周聚合 但是 神通抵达无根圣者身前十丈的时候 竟然凝固在了那里 无法再朝前进 陈江 苏燕一世大喝一声 纯丹圣体爆发出的强大力量 催动着神通降世 陈江持刀狂斩 破坏力惊人的强大 然而 神江的刀也斩不进十丈 似乎任何攻击都在无根圣者意志之下停止了 快退 李莫喘着气说道 只是刚才那一掌便将他内脏震碎大半 若是换个人早就死了 而即使他有天气之深 伤势意绝对算得上重伤 光是这一掌就足以推断出无根圣者的强大 四女合力 即使再加上小黑脊兽都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跑得了吗 无根圣者却是一笑 那张原本慈祥的面孔突然间变得猙獰可怕 而周遭的气氛也一下子变得阴森森起来 明明庄严的殿堂仿佛化为一个魔窟般 让人不寒而栗 那种压倒性的强大令李莫几人直呼不妙 但此刻确实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谁先动就会成为对方先下手的对象 李莫猛吸一口气 站起身来 双刀入手 他沉声说道 你们先走 不行 怎么能留默大哥一个人在这里 苏燕直是摇头 叫你们走就走 只有我和他有一战之力 你们在这里会拖累我的 李莫沉声呵斥 只是四女岂不知道李莫如此重伤之下 是不可能在无根圣者手下逃生的 要死一起死 宋书瑶说吧 浑身雷光闪烁 已是一副拼命的样子 好 那咱们就拼了 李莫一咬牙 此时也是把心一横 这次就算拼死也一定要击杀无根圣者 但是 此刻他身受重伤 连战力都是靠主意致力 这种状态下即使强行催动类灵器 维持也不过一席时间 小黑和小金己兽也都化身成为巨龙姿态 准备一场撕死大战 不 还有几头龙 不过你们就是一起上 也不会是老夫的对手 无根圣者笑了起来 眼中流露着轻蔑 大战一触即发 生死只在一线 就在这时 突然间上方轰 各一声暴响 一道人影似极碎天空般落在了殿堂中 来者赤发红脸 身着铠甲 仿佛火焰照身般 微微然如巨神降临 他一落地 回头就是一掌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李莫几人顿被掌力轰中 亦是指示翻江岛海般 带到清醒过来时 豁然发现静仍站在宝殿废墟之前 而在废墟之上 刚才穿过的光门上安好的悬浮在那里 紧接着 光门陡然破碎 那红甲大汉从里面飞了出来 跟我走 他沉喝一声 飞身朝着北面而去 几人哪敢怠慢 连忙落在小黑身上高速离开 众人刚走 光门再度打开 无根圣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冷着脸说道 禀魂这家伙 又来坏我好事 说吧 他看着手中的吴县令 又阴斜斜地笑道 不过真是撞了大运 吴县令居然会主动送上门来 说吧 他仰天大笑 笑声直传至百里之外 另一边 在红甲大汉的带领下 几人一路越过森林飞行 直到抵达了一处高地上 这里有着一大片建筑 绿印重重 散发着祥和之气 带落地 红甲大汉看了李默一眼 说道 伤不要紧吧 不碍事 休息几天就能痊愈 李默答道 不 不愧是那有气魂之躯 和一般人类的身体 确实不一样 红甲大汉 唯唯点头 李默几人都心头一震 这大汉静一眼就能看出 他拥有火龙魂刀的气魂 该不会你是 宋书瑶陡然问道 红甲大汉便一笑道 无乃是是血魂顶的气魂 李默几人顿时吃了一惊 一路上想过和气魂见面之后 会是何等景况 但万万不曾想到 居然被他救了命 而且看大汉这样子 笑容可轻 并无想象中那般邪恶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但是前辈和我们所想的不太一样 李默镇定下来 直言道 顶魂便笑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觉得 识人是见识和我有关系吧 前辈知道识人的事情 苏彦忍不住问道 当然 这无边湖之内 但凡有碎天寄居之所 都是我的耳目 我不只知道发生的识人事件 还知道另外一路人马 已经抵达了无根岛了 领魂说道 必定是雷王他们一路人 柳宁玄立刻说道 始终还是来了 李默皱了皱眉头 眼下灵魂之力 未曾修炼到能够剥取 终其玄师碎片的程度 还身受重伤 而且又有个邪恶的 无根圣者 连无限令碎片都落到对方手里 这情形是来之前 万万未曾预料到的 他们心性阴邪 走得路四也运气不好 是灭神锤气魂的领域 顶魂在一边说道 灭神锤气魂 几人立刻望过去 顶魂便道 这么给你们解释吧 眼下无根岛上 有三大气魂存在 刚才你们遭遇的 乃是孟眼镜的气魂 孟眼镜 果然那不是无根圣者吗 李末眉头一皱 但是他装得太像了 否则师哥岂会上当 柳宁玄心腾道 顶魂说道 孟眼镜是主人 当年所炼制的 最后一件天气 也是威力最为强大的一件 他能够制造出孟眼空间 在那里孟眼拥有着 绝对强大的力量 即使是卫装成主人 也是四模四样 难以被察觉 唉 早知道就不该走进 那扇光门了 苏燕亦后悔道 不 整个圣城都是孟眼空间 在你们走进圣城之时 就注定了要和静魂碰上 好在你们惊动了 我不舍在外围的防御 否则我可能都赶不及 去救你们啊 顶魂说道 李末顿时恍然大悟 莫非不舍在边界的防御 不是针对外人 而是针对孟眼镜静魂的 顶魂肆然说道 正是这样 静魂一直都想吸收我和锤魂 当然我们自慰让他如愿 但为了安全起见 也不设下耳目以免他搞怪 几人听得明白 看来灭神锤锤魂就是操纵死光的人了 那么无根圣者是已经过世了吧 苏燕这时问道 顶魂点点头道 已经过世了 他的遗体应该就在圣城深处 那究竟是谁杀了他 李末连忙问道 顶魂却是摇摇头道 我虽为气魂 但在当年也只是拥有朦胧的意识 所记得的便是当年有一场生死大战 主人引爆了三件天气 他死后多年 我的灵魂才强大起来 那这么说 要寻觅到当年大战之时的真相 还是得去圣城才行 李末肃然说道 以你现在的修为 想进入圣城还安全离开是不可能的 孟眼镜的气魂是三大气魂中最强大 而且最有杀性的一个 这也是为何他会对你们动手 他会扼杀任何进入那里的人 至于灵神锤的气魂 只要不进入他的领域 他也不会多管闲事 只是在森林中遍布一堆死光巢穴罢了 顶魂说道 那雷王他们进入森林 必定会惊动灭神锤之魂 若是打起来的话 谁更有胜算呢 李末问道 这就难说了 通过碎片我能够感应到雷王他们的实力 几个加起来倒是可以和锤魂一拼的 不过锤魂散发出来的死光 拥有着将人传送的诡异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并非的传送 运至极限更能够将人直接消亡 打起来 谁胜谁负不得而知 领魂说道 一听这话 李末几人不免互望一眼 雷王两支队伍集合起来 也仅仅是和锤魂有一战之力罢了 那么比锤魂更强的净魂 便可想而知有多厉害了 眼下你们便别多想 好好养伤吧 这里是我的领域 净魂不敢乱来的 我会继续观察这时局 看看有何变化 领魂说道 那就叨扰前辈了 李末拱拱手 领魂虽非人类 但论年纪却比众人大上许多 叫声前辈却也自然 于是几人便在这里站住了下来 休养三天之后 李末的伤势已好止六成 行动无恙便加紧 开始修炼灵魂力量来 第四天 苏彦终于炼至好了解药 这时顶魂过来通知 说是雷王一行 已经距离锤魂居所很近了 第754章锤魂 那领魂前辈准备如何行事 李末问道 领魂说道 我和静魂 垂魂虽同出主人之手 但心性皆有不同 静魂是杀 垂魂虽杀性稍少 但却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侵入他领地的外来人 杀性一强 这么多年来 我们三人互有纠葛 但尚算安定 但现在却不一样了 先是你们 后又是雷王一行 岛上将会发生大变故 我等无意寻觅无根圣者的医保 只是想追寻当年圣者死亡之谜 李末正色说道 顶魂微微一笑道 我知道 否则的话我便不会出手救人了 李末按道他厉害 即使自己身体里没有碎片 但他似乎也能通晓他人之思想般 他便立刻问道 那我们跟前辈一路过去可好 你们想来就跟来吧 顶魂点了点头 于是 在顶魂带领下 一路人朝着南面森林飞去 很快的 便抵达了分界线上 再朝前走 就是锤魂设置的防御阵线 这里便不死光巢穴 任何侵入者都会被锤魂所知晓 顶魂说道 那我们这么走过去 岂不是就被锤魂知道了 苏燕说道 顶魂一笑道 自你们入岛 进入森林的一刻 就早被锤魂所洞悉 不过有我带路 他不会怎么样的 话落 顶魂飞升而起 朝着森林深处飞去 李莫几人骑着小黑尾随着 沿着略高于森林的高度快速飞行 顶魂似乎拥有着特殊的力量 遏止了死光巢穴的诞生 所以一路都顺险平静 直到抵达了一处高地 站在这里 可以遥遥望见前方山腰上的一片建筑群 此时 在山下的地方一团团死光从森林中游离出来 果然是雷王他们 看来是通过设置区光阵一路深入 耗费的时间比我们多得多了 李莫说道 不过这样一来 他们也没有损失人手 苏燕说道 说吧 几人便未在交谈 静静朝着远处望去 不多时 雷王一群人便已从森林中走了出来 这无根岛上的死光竟然如此诡异 幸亏咱们有趋光正在 否则要想进来可就真麻烦了 按慈悲沉着脸说道 就是不知道那小子一行是否到了这里 按三星接着说道 这一说 众人脸都顿时一黑 尤其是雷王 更是一脸目气 当日 他们出了死光区之后一路追捕 试图在李莫几人离开无边湖之前将其拦截 哪知道追了几天却没有找到半点蛛丝马迹 这时雷王才突然想起这可能是对方的吊虎离山之计 于是连忙赶回 这一赶回来立刻发现死光区有一部分死光已经被移动过了 那里必定就是李莫等人第二次进入的通道 雷王等人气得暴跳如雷 连忙赶到无边湖 一边在湖上行径 一边分析着地图 直到终于想起碎片图 将二者结合之后这才找到了无根岛的存在 我看到不必太过担心 虽然他手中那天气可以吞噬死光 但是只怕面对死光巢穴也是束手无策的 要想象咱们这样轻松行进是不可能的 按慈悲一脸乐观的道 众人听得便都点点头 自我安慰着 那就希望如天觉所言 雷王说着 眼中闪波一抹杀鸡 原本按照计划 在抵达无根岛的时候就要对天觉一行人下手 来确保顶魂可以落到自己手里 不过因为李莫的诡计 让他唯有和天觉一同行径 自然 按慈悲意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两队人马早已是个怀鬼胎 山腰上有一片建筑群 应该是圣城的附属城池 这时 雷恒有所发现 众人听得顿时精神一震 这也就意味着 圣城就在附近 于是一行人飞速朝着山上赶去 不一会儿功夫便已经抵达了建筑群外 当年无根门的人在这里建造了圣城和不少的附属城池 听闻埋藏有重宝 咱们既然到了 就把这里掘地三尺 好好地寻寻宝 按慈悲哈哈大笑道 这小声才落下 徒弟一道白光从建筑群深处冒起 一瞬砸落在建筑群前 落地十磅的一声众响 好似重锤砸地斑 整个山似乎都抖了一抖 来人身高涨于 全身上下都包裹在厚重的铠甲中 就连脸都不例外 甲片重重叠叠 只露出两只散发着白光的眼睛 而他的手上则握着一把三丈长的乌黑重锤 锤上有着一道道细小的缝隙 渗透着白光 好强的霸气 不愧是顶魂 真是太好了 一见来人 雷王顿时喜出望外 什么顶魂 我乃灭神锤锤魂 来人沉声说道 锤魂 众人已愣 这么说 这岛上莫非有两个气魂 雷王恍然大悟 是了 碎片和死光原本就属于不同的东西 这只怕是死光之气的气魂 按慈悲也明白过来 罢了 管他顶魂还是锤魂 只要是气魂便好 雷王又露出笑脸 朝着锤魂沉声说道 我乃天雷国国王 不日之后更将一统三国 锤魂你可愿臣服于我 与我一统开创盛世 去去凡人 也敢妄图降服本魂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锤魂确实嗤之以鼻 雷王脸色顿时一朗 按慈悲则不时时机的大叫道 锤魂 我乃按龙国天爵 你若臣服于我 我便能够打下半戒江山 天爵你 雷王顿时一瞪眼 没想到天爵这时发难 只是锤魂确实一声冷笑 一群碎片加深的鼠辈 也敢叫嚣统治半戒 真是可笑之极 天爵的胃口还真够大的 本殿吞不下的东西你也想要 听得这话 雷王痴笑一声 按慈悲此时也是撕破了脸皮 沉声说道 岛上两个气魂 莫非殿下就想独吞 你想要的应该是顶魂 这锤魂自然该本喉所得 本殿先碰上锤魂 自然要先的锤魂 至于顶魂 天爵现在就可离开去寻觅了 雷王冷冷说道 两队人马一下子处于敌视状态 气氛一时剑拔弩张 二人都很清楚对方的贪婪 一旦谁得了锤魂 就等于拥有了顶魂的权利 因此谁也不会在这里退一步 人类就是人类 就是喜欢窝里斗 只是本魂可没时间陪你们玩 都一起上吧 本魂一次解决你们 图个轻松 锤魂傲然说道 好大的口气 雷王脸一沉 殿下 你我在这里口头争执毫无用处 不如一同和这锤魂叫叫亮亮 谁若能情下他 他就归属所有如何 按慈悲说道 好 就依天觉的意思 雷王冷冷说吧 大手一挥道 雷恒 交给你了 是 雷恒应声 化作一道白光落在锤魂左侧 他身上雷光闪烁 手中光泽一闪 亮出一把杖掌的长枪 与此同时 两个被七鬼雷服术控制的傀儡将领也落在他身后 紧接着 便是天雷国剩余的十个将领 一个个拔气而出 浑身气息狂放 三星 你带队上吧 另一边 暗慈悲淡淡说道 暗三星唯唯一公身 猎龙团诸人便如同影子般一瞬便落到了锤魂右侧 同时 天觉府邸的将领连同被因失控魂术控制的傀儡将领也都加入了队伍 足足二十来人 其中 天雷国这边有中旗玄师四人 暗龙国这边亦有四人 再加上尚未参战的雷王河岸慈悲 足足十个中奇悬尸 远处 李牧几人观望着战场 皆是静带着事态的发展 锤魂迟锤而立 虽然面罩下看清楚神色 但那眼神里洋溢着的骄傲却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被这么多强者所围困 他亦没有半点心虚 反倒傲气纵横 然后 他说道 想找本魂的破绽 你们还早生一千年 直接来吧 好 就碎了你的院 雷神级 雷横一声力喝 双臂一盏 当即施展神通 且雷斩 电魂锁 排在前头的三个中旗玄师也在同一时间出手 天雷国四大强者联手发动神通 一时间天上的气流亦受到影响 剧烈地波动起来 再看锤魂 却是一动不动 就那么站着 轰轰轰 四大神通悉数击中锤魂 雷光暴射间 爆发出强烈的气浪 一众众刮过地面 将就近的剑竹吹得摇摇欲坠 待到气浪散去 众人在朝场中望去时 一个个豁然大吃了一惊 但见锤魂仍然屹立于原地 一动都没动一下 而他身上 开家展星星的 似乎也没有受到一点的损伤 怎么可能 雷横大受打击 一脸惊恶 当初和李牧一战 连续两招未曾得手 已令他脸面大失 大错信心 如今不想这锤魂更加可怕 四人联手居然都伤不到他分毫 太强了 就算是莫大哥怕也难在 四人联手之下全身而退吧 苏燕清虚一生 李牧微微点头 如果不剥取诸人的碎片 即使类灵气状态 也难以在四人联手下不受伤 当然他自也有击败四人的实力 只是难以做到像锤魂这样轻松自如的境界 这时 顶魂便说道 像他们这样的攻击是伤不到的锤魂 灭神锤的能力本来就是转移攻击 能够他人的攻击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所以四人的攻击看似打中了锤魂 但在打中的瞬间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第755章静魂插足 转移敌人的攻击 这能力太诡异了 柳宁玄听得头皮发麻 这么说 死光就是继承了灭神锤的能力 把人当成纯粹的能量给转移了 宋书瑶琢磨道 顶魂点点头道 正是这样 那被转移之后的人会是什么结果 宋书瑶追问道 顶魂淡淡答道 死亡 李牧几人互望了一眼 虽然早预感到消失的人不可能存活 但是听到顶魂证实这事情还是心头一沉 自古以来因为死光之事而失踪的人绝不在少数 而且都是这世间的顶尖强者 沉默一会儿 欣可儿继续把话题集中在了战场上 这一战 只怕雷王他们难逃到便宜 希望如此 李牧说道 这时 暗龙团终于发动了进攻 引杀术 按三星一声令下 诸团员一下子融入影子中 高速朝着锤魂弓去 就在距离锤魂仗雨的地方 影子纷纷离地而起 化作道道黑影撞击在锤魂身上 这影杀术亦是按龙团秘转之法 能够极大的提升速度和杀伤力 但是 这种攻击对于锤魂而言却是不痛不痒 在众人狂攻之下 他大笑一声道 就你们这种猴子把戏也想伤到我 真是一想天开 话落实 他抖地抡锤一杂 棒棒棒地面下抖地喷涌出无数道光束 每一道光束都带着至强的杀伤力 只一招便已有几人被光束砸中 大口吐着血 刷刷刷 两路人马力可发动全面进攻 一记记神通砸下 一把把天气带着流光飞窜 锤魂不时发出大笑声 灰锤横扫狂砸 力压猪墙 这一幕看得李默等人亦是深受震撼 并非是天雷国人或者说暗龙团实力太差 而是锤魂的力量异常强大 即使三十来人围攻 他亦能够毫发无伤 而目睹手下人一个个受伤甚至倒地 雷王河岸慈悲却都是一动不动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二人都是蓄势待发 一出手便是雷霆之势 然后就在锤魂又一锤砸地 无数光束永定而现之时 突然间暗慈悲已不见了踪迹 与此同时 天地间突然昏暗起来 但见天空上陡现一片黑影 竟使着天闭日 不消说 这黑影必定就是暗慈悲的化身 即使是暗三星能够化身的影子 也只是普通的人影 但是暗慈悲却能够将影子 扩展得吞天式地般的范围 指着一手便可以推断出 他实力比起暗三星高了不知多少 黑影遮住了阳光 以至于整个建筑群都照在了黑暗中 自然 建筑群前的战场也是如此 恶灵撕咬 黑影中传来暗慈悲的声音 便见大地上涌冒出无数恶魂 一瞬意铺满锤魂全身 呃 锤魂闷横一声 似乎受了伤 而他身上魂光暴射 将一众恶灵震碎开去 好厉害的一招 以魂治魂 远处 李莫看得明白 锤魂虽然厉害 但到底是灵魂之躯 而按慈悲这一手 同样也是蕴含强大的灵魂力量 直接攻击到了锤魂的身体 与此同时 一道雷光从雷王手中暴射而出 瞬间扎中锤魂 那是一把雷光闪烁的长枪 在扎中锤魂之时 强大的冲击力带着锤魂飞起 直接定在千丈外的石墙上 再强的敌人也躲不过 我们天雷国代代相传的英雷枪 锤魂你是我的了 雷王大笑一声 一闪身以高速朝着锤魂而去 陡然间 按慈悲一晃已拦在了他身前 终于露出獠牙了 不过你以为你挡得住本殿 雷王痴笑一声 殿下可别自视过高 按慈悲冷冷一笑 二人一杀撞击在一起 双拳接触间 一股股气浪犹如滔天海啸般掀起 哦 慈悲兄真是隐藏得好生啊 怪不得能够从暗王手中逃生 雷王说道 殿下何时也说起废话来了 按慈悲冷笑一声 就在二人准备动手之时 徒弟垂魂哈哈大笑起来 他一把拔出英雷枪 朝着地上一扔 胸膛上破碎的假片下 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缕缕 交织在一起的白光 那似乎就是垂魂凝脸出的身体 有意思 区区人类也能伤到本魂 不过 想降服本魂那可差得远了 垂魂笑道 雷王二人都脸一沉 二人全力出手地偷袭 对垂魂所能造成的伤害 却比想象中低了很多 然后 二人不约而同地朝着垂魂攻去 三人化作三道流光 在场中飞窜 发出震耳欲聋的爆响声 你们都退下 我们上 雷恒陈鹤一声 听雷国四大中齐旋 是一同加入战圈 与此同时 暗三星等四人一冲了上去 两国十大强者同时 向锤魂发动进攻 随着轰隆隆的爆响声 山腰的土地在不断地崩裂 很快地 便发生了山崩 一块块巨岩滚落下去 砸在森林中 激活的死亡巢穴 释放出大量的死光 又在释放之后消失不见 天空上的气流高速地旋转起来 其间雷光闪烁 黑影如龙 大战的规模越发地庞大 很快地将笼罩着整个大山 以至于两国人马 都已经退到更远的地方 轰 随着一声巨大的震响声 十道光束朝着四面八方飙落 落地时都炸出一个巨坑 雷恒等人身上伤痕累累 都受了不轻的伤 而在战圈中央的位置 雷王河岸慈悲也都负伤在身 而锤魂身上铠甲也碎裂大半 这么打下去将是两败俱伤之局 还是我出面去解决吧 炳魂说道 这话才落下 突然间他猛一抬头 眉头一皱到 净魂来了 李莫几人顿时心头一跳 前几天的一战上是历历在目 而天空上没有任何的征兆 但在半山腰的战场中 吹魂声音一抬道 净魂 李可真像条狗 闻到血腥味而就跟来了 雷王等人显然有所感应 一个个抬头望着半空 同时脸色骤然一沉 这时 半空中光点一闪 扩展成一扇光门 紧接着便见到一个白发老者 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相貌和蔼 一身圣贤之气 可不正是净魂吗 而唯有李莫等人见过净魂的真面目 心里更隐隐的有些不安 一见净魂出现 雷王等人都是脸色大变 一个葛飞式的后退 不是只有顶魂和锤魂吗 怎么还有葛净魂 雷王声音为颤 麻烦了 这无根岛上竟然有这么多气魂 但慈悲也是脸色深沉 这时觉得复杂大大超乎他们的预料 而之前是在毕德 如今却已经担心起自身的安全来 如果两个气魂联手的话 那么他们绝无活路可循 不过 净魂似乎并没有出手的意思 对于垂魂的奚落他也是复之一笑 说道 垂魂 你可真够狼狈的 对付一群区区人类有这么麻烦吗 少在一边说风凉话 有本事你上 垂魂冷冷说道 好 前几天打得不胜尽兴 今日正好活动活动筋骨 净魂笑道 垂魂冷笑道 你口气可是越来越大了 要知道这里可是我的领域 你能在这里发挥的战力连七成都不到 对付他们 何须七成战力 净魂笑了笑 接着一闪不见 一瞬已落到暗龙团的一个终极悬尸身前 十人终以雷王四人修为最高 受的伤也是最轻的 而其他人受的伤则明显要重些 而这个暗龙团的将领则是受伤最重的一个 他的右臂被一锤砸中 臂骨断成了好几节 而净魂则挑了最弱的这人下手 足见感知之敏锐 那将领直视下了一跳 立刻抽身而退 自不敢以一人之力和净魂独斗 净魂却也不追 只是脸上浮出诡异的笑容 他不紧不慢地一台臂 五指唯唯一张 啊 那将领一声惨叫 胸膛处一抹绿光喷涌而出 碎片 雷王等人只是大吃一惊 那绿光可不正是碎片 棒 净魂又一闪身 一掌重疾在将领的胸膛上 那将领哪里承受得住 随着一声惨叫飞落出去 竟是当场毙命 不好 快退 雷王等人下的面色全无 飞适地朝着更远的地方退去 远处 李莫等人也只是脸色一变 纷纷望向顶魂 昨天 李莫贤士曾和顶魂谈起碎片之事 从而确认了一件事情 那只有顶魂虽然有能力剥离碎片 但是净魂和锤魂都没有这个能力 就其原因 或是因为当年爆炸的影响 使得碎片对于孽神锤和孟眼镜 都有着强烈的排斥力 否则的话 锤魂要想对付雷王等人 那是相当轻松的 然而现在事情却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净魂轻轻松松就将中期悬尸的碎片 剥离了出来 净魂 你怎么可能剥离碎片 锤魂发出质疑声 剥离碎片有何大惊小怪 那我把碎片吸收掉 起飞要把你吓傻 净魂笑着 随手一招 将那碎片吸入手中 紧接着将它按在胸膛上 你再胡说什么 碎片对我们有着极强的排斥力 你根本不可能吸收碎片 锤魂沉声说道 那你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净魂低沉沉地笑着 然后便见那碎片慢慢地融入胸口 最终消失不见 怎么可能 锤魂脸色一变 另一边 雷王等人更是吓得狂退不止 都已经落到山腰的入口了 即使得得那么远 也清晰可见众人的恐慌表情 第756章三魂鼎立 不可能 净魂的力量什么时候强大到如此地步了 居然连碎片都能够吞噬 顶魂面露惊恶 李沫等人也都皱着眉 顶魂曾经说过 静魂是三魂中最强的一个 然而现在明显静魂的实力超过了之前的推断 这时 但见静魂长长地吐了口气 似乎享受了一番美食般 他慢慢睁开眼来 一笑道 没想到一枚碎片竟然蕴含如此强的力量 真是太好了 说这话时 他盯着远落在山口处的雷王等人 脸上的笑容看似慈祥 却分明又透着猙獰恐怖 不好 他是把咱们当成猎物了 雷王心头一沉 直呼不妙 那静魂如此轻松就剥取了碎片 又急速一掌震杀同伴 众人便都深知此人的可怕 如果被他尽身那就完了 但是 此刻众人明知道危险却也不敢乱动 生怕刺激到静魂 静魂又朝着锤魂笑道 现在该知道我的能耐了吧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考虑 站在我这一边 哼 想得美 垂魂冷冷说道 真是明完不灵的家伙 也罢 和你多说废话无用 只要把他们身上的碎片全都吸走 一只手就能够解决你 静魂笑了起来 话一落 他身形揍地一闪 撤 雷王慌张大叫 诸人连忙往后退 只是静魂却早料到众人的动作 已然现身在山道上 截断了众人的后路 雷王等人大吃一惊 唯有朝山腰上退 这时 垂魂一闪身落在了众人身前 他沉声说道 这里是本魂的地盘 他们的生死取决于我的手 何时轮到你来出手了 静魂低沉沉地笑道 垂魂啊垂魂 口气可别太大了 即使你挡路 你觉得我就不能吸收碎片吗 话落实 便见两国队伍中途地冒出一个光点 一瞬扩张成光门 几乎同时间 静魂的身前也出现了一道光门 但见静魂一伸手 伸进光门的手一下子 出现在了远方的光门外 那五指一张 就近的一个将领便发出一声惨叫 碎片被他吸入手中 雷王等人又只是吓了一跳 万没料到静魂的能耐如此诡异 静魂把碎片塞入胸膛 得意洋洋地看着垂魂道 怎么样 如我所言罢 你可是挡不下我的 垂魂脸色深沉 冷冷地盯着他 身上的气息如滚水般沸腾着 然后 他就一抬头 冷恒道 真是没完没了了 一个接一个地来 话落实 便见促道人隐落地 一见来人 雷王等人差点没有下晕过去 那个身着红色铠甲的大汉分明 拥有着和其他二魂一样的气息 多半就是顶魂 第三气魂的出现已经令人惊愕 更可怕的则是 李墨几人居然跟着一道出现了 哦 不愧是那有气魂之人 那一掌果然没能把你解决 静魂看着李墨说道 那还真是可惜了 难得那么好的机会 静魂都没有把握住呢 李墨冷笑一声 静魂 你该走了 顶魂沉生说道 怎么 你们两个准备联手了 静魂笑道 顶魂 这是我的事情 你来管什么闲事 垂魂沉生呵斥道 现在不是你我斗气的时候 你该知道让他一直吞噬碎片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顶魂沉喝道 垂魂脸一沉 出奇的没说话 静魂 你走是不走 顶魂冷冷说道 静魂脸上带笑 慢慢扫过众人 然后道 那就下次再见吧 话一落下 他已然消失不见 雷王等人则凭着呼吸 一个个警惕地看着周围 生怕静魂突然又出现在周边 怪了 他倒没耍花招 真格走了 顶魂说道 这话说吧 雷王等人大松了口气 但立刻又打了个哆嗦 现在两大气魂在这里 对方若有杀意 他们是跑都跑不掉的 更重要的是 即使跑掉了 还有葛静魂在暗处虎视眈眈着啊 以至于连同雷王在内 一群人都是面面相许 不敢轻举妄动 顶魂 你可知道静魂为何会拥有吞噬碎片的能力 锤魂立刻问道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按理说这是不可能的 无论他如何修炼都无法破坏岛上的定律才对 除非他是通过什么方法获得了新的力量 顶魂促眉说道 新的力量 这里哪有什么新的力量 等等 莫非是你们这群外来人搞的鬼 锤魂眼睛一瞪 目落到李莫几人身上 他们都是新善证职之士 岂会帮助静魂 顶魂肃然说道 闻起味道确实没什么邪念 和那波人导师两路祸 锤魂耸了耸鼻子说道 这时李莫几人则被锤魂的话点动 一下子想到一件事情 莫大哥该不会是 苏燕小心翼翼的问道 李莫眉头一皱 朝着鼎魂二人说道 我们之前去圣城的时候 在被鼎魂前辈所救之前 静魂从我手里得到了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鼎魂立刻问道 无限令碎片 李莫答道 无限令碎片 雷王等人都在竖起耳朵听 毕竟是官生死 如今听的这话一个个只是惊呼出声 在如今这个时代 已经少有人知道无限令之事 但是在十三信徒那个时代 却仍有和大宗派获悉此事 这事情也作为三大谷的上古密文代代相传 对于他们而言 这由临近强者传承 传说中能够一统半戒的无限令 那可是超越一切存在的至宝 而他的碎片居然在这青年的手中 当真是无限令碎片 丙魂二人都吃了一惊 千真万确 李莫点点头 若真是无限令碎片 那可就麻烦了 丙魂眉头一皱 这事情你该早告诉我才对 这却是晚辈的疏忽 只是当初我想着无限令碎片是无法使用的 所以便没提这事 李莫歉就道 丙魂摆摆手 说道 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倒也不怪你 而且你也并不知道 人类确实无法使用无限令碎片 但是 咱们气魂就不一样了 他开探一声道 我们三大气魂不只是通灵之气产生 而且在当年的爆炸中吸收了不少主人的知识 其中便包括各种秘法之学 其中有一秘法名为复魂术 此为气魂才能使用之法 以此数可以催动任何一种天气的力量 李莫几人听的都是心头一尘 暗呼不妙 无限令拥有着一统半截的力量 即使只是一枚碎片 其蕴含的力量只怕就是天王极数的啊 这样的东西为静魂所用那还得了 这时 锤魂说道 静魂刚才不战而退 足见他对于无限令碎片的力量尚未完全掌握 或者说激发的力量有限 顶魂点点头道 如此推断甚是合理 看来你我必须联手才行了 否则的话只怕要生大变故 好 我便破例与你合作 锤魂也知道事态重大 终是点了点头 接着 顶魂一扭头 目落到雷王等人身上 雷王等人顿势打了个寒战 一个个战力不安 雷王 这件事情都是你主使的 我本就对无根倒没什么兴趣 还有李兄弟 这一路上我可也没有亏待你吧 近日这事情不如就此算了如何 按慈悲挤着笑脸讨好道 放屁 来无根倒的事情分明就是你提议的 现在把脏水往我身上泼 雷王气得浑身发抖 然后又堆起谢美般的表情 李兄弟 不 李大哥 我是听了小人谗言才对你做出了不敬之事 你就大人有大量 放了我 至于天爵 他就应该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 毕竟按龙国之乱可也和他有关 两个堂堂三国的上位者 如今在生死观面前已然失了胆色 哪里还有来之前的豪情万丈 此刻都不惜撕破脸皮 推对方下水 为自己求挑生路 猎龙团和天雷国的强者们也都是一个 葛干巴巴求饶的表情 弓着身 抱着拳 只差没有眼泪汪汪了 正是一群懦夫 只懂得欺软怕硬 柳宁玄不屑地横了声 鼎魂在一边说道 李小碧 你想如何处置他们 一句话 雷王等人都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大声求饶 李末的实力他们都是见过了 只他一人就足以河岸三星一战 而且那还只是牛刀小事罢了 其真实实力如何难以推断 而锤魂顶魂只一人便可以和三十人大战而不落下风 这一场战斗若是开打 两国人马必死无疑 以前被的力量 取了他们的碎片倒也容易 不过眼下静魂力量强大 能够多一分力量便有一分把握 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控制他们 又能够让静魂无法吸收他们体内的碎片 李末说道 顶魂便道 自有这方法 只需要将碎片链化 与他们灵魂合二为一 这样子静魂便不可能吞噬碎片了 而要想控制他们那就更简单了 我可传一缕魂魄于你 相当于我的分身 有我的意识在 他们便不敢违抗你的任何命令 说吧 他并起二指 朝着李末而肩微微微一点 棒 李末微微一阵 更敢一股精纯至极的魂魄力量窜入身体里 在瞬间镶嵌在了火龙魂魄之上 受此一缕顶魂的影响 火龙之魂的力量似乎都在瞬间暴涨了一大截 这一刻竟直接令李末的灵魂力量强大到了能够剥取中奇玄师碎片的程度 第757章梦魇魁魂 轻轻吸了口气 他目落到雷王等人身上 这一眼看去竟直接感应到了他们体内碎片的存在 而且 他有着一种超然的直觉 似乎只要一个念头 便可以直接将碎片剥离出来 更重要的 则是他感觉到一股超乎以往的力量感 仿佛雷王等人的存在 令他的力量得到了更实质性的提升 这正是顶魂和镜魂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李末所早知道的一件事情 净魂只能够通过吞噬获得碎片的力量 但是对于顶魂而言 根本无需吸收碎片 只需要碎片存在于周边便能够增强力量 锤魂也是一样 他将死光散布在周边却丝毫无损力量 相应的 雷王等人则是面露惊恐 他们深深地感觉到碎片似乎和李末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感应 李末的一举一动 一念一想都影响着碎片 现在我便帮你们把碎片炼化 这样你们的修为又会大涨一劫了 李末唯唯一笑 雷王等人都猛打了个寒战 这原本该是好事 几千年来 三国的先辈们都在寻觅着炼化碎片 从而激发出碎片之力的方法 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现在 碎片立刻就会被炼化 从而达到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境界 但是此刻众人都笑不出来 受到顶魂力量的影响 他们将无法违抗李末的命令 雷王 就从你开始吧 李末唯唯一笑 一勾指头 仿佛有种魔力般 雷王竟无法控制身体 自动地朝着他走去 带来到李末身前时 李末五指一张 雷王顿时浑身颤动 随着碎片的炼化 一股股庞大的雷径 从体内释放出来 好了 下一个 李末唯唯白手 雷王便自动地回到队伍中 直到这时 意识才控制住身体 此时 他已是冷汗直冒 顶魂的力量竟然强大到如此境界 仅仅只是一丝魂魄之力 就让他失去了对肉身的控制权 那若是顶魂出手 又是何其可怕 这时 他才真正明白自己以前的想法是多么狂妄 竟然还想令顶魂沉浮 自然 连雷王都下的面无血色 更何况是其他人 一个个都四斗拜的攻击班 到了后面 甚至李末无需借助顶魂之力 众人都已没了斗志 好了 我们启程吧 顶魂说道 话落 顶魂和锤魂已化作一道红光冲天而起 小黑 李末微微一摆手 但见他身边的大黑狗 一下子变成千丈巨龙 龙族 雷王等人只是大吃一惊 不止一头龙 按慈悲倒抽招凉戏 刚才事态紧急 众人都没注意到 现在才发现李末身边有着几头小兽 分明就是缩小了体型的龙肿 其中一头更是中期级别 此刻众人都后悔得要死 早知道事态会演变到如此程度 早就该在无边湖入口就杀了他 结果因为一时贪念 被他花言巧语所骗 眼下便要落得当炮灰的下场 只是李末一声令下 众人却不敢不从 只能硬着头皮落到巨龙身上 很快的 一行人便抵达了圣城外 静魂 出来一站吧 锤魂抄着句锤大吼道 看来他是在圣城的深处 咱们进去吧 领魂说道 于是 一行人便走进圣城里 废墟中静悄悄的 破碎的建筑堆成起伏的坡地 一如李末几人之前进入的样子 只是没走几步 周边便传来嘻嘻索索的声响 紧接着在废墟里冒起来十几个老者 一个个都是容颜苍老 他们一惊冒出 便朝着众人跑来 一边跑一边大声发出求救声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爷上当 他们都是傀儡 顶魂沉声说道 动手 李末一声令下 他已然看出这些人眼神中的空洞 分明是受到控制 而且他们早已没了生命的气息 雷王等人哪敢怠慢 一个个神通大放 十几个老者盾被震得趴倒在地 真是不堪一击 还敢来偷袭 按慈悲不免笑了笑 虽然受制于人 但是这充满力量的躯体 仍让他感到满意 就在这时 突然间倒地的老者 一下则爆裂开 血肉横飞间 一道道黑影 以及快的速度冲来 众人顿时大吃一惊 连忙在师神通 十几道黑影在半途被打中 落在地上 却是一群形如蜘蛛般的异形 锋利而修长的钩爪 猪囊般的骨掌着身体 而即使被神通打中 有的异形都还没有死亡 抖抖身体竟然又站了起来 破坏他们的脑部 并浑尘喝道 猪人便在动手 这一次才将异形全部斩杀 这些是什么怪物 居然能够从人体内孵化出来 李莫簇没问道 禀魂便道 梦魇竟除了能够制造梦魇空间 进行幻化攻击外 他还能够在他人的体内肿下梦魇 这些人都是当年在死光作用下 移动到无根岛上的人 早已成尸体 我和锤魂都在领域里设下了阵法 一旦这些人移动过来 都直接送到尸洞中 但是 净魂却能够在这些已死之人身上 肿下梦魇 几千年过去 梦魇也已经成熟了 我明白了 他们就像灵魂一样 操纵着尸体 甚至可以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来迷惑我们 柳宁玄恍然大悟道 顶魂点点头 正是这样 静魂洞悉着人类的弱点 及此攻击 梦魇也是如此 而只有尸体受了重创 他们才会跑出来 这些梦魇已经成熟到拥有尸体 所以必须破坏他们的脑部 才能够令他们真正死亡 李末听得清楚 倒是一点都不意外 净魂的可怕就在于他的伪装 当初装成无根圣者是那么令人信服 否则他又岂会上当 那么只要瞄准他们的脑袋就行了 倒也没什么可怕的 雷王说道 垂魂痴笑一声 扭头说道 别以为梦魇只是净魂种下之物 就轻视他们 这些东西好歹存活了几千年 只是他们的强大与否和死者灵魂力量的强弱 有直接关系 你们现在遇到的不过是看门的 他们中最强大的足以和我都有一战之力 雷王等人听得顿时脸色大变 立刻收起了轻松表情 这时 雷魂朝着李末说道 你们要千万小心 梦魇的速度很快 一旦被他咬住 就被灼伤你们的灵魂 我们知道了 李末点点头 四女都神色为领 而雷王等人字更是脸色凝重 他们很清楚灵魂若被伤到可能引起的后果 那会给予肉身极大的伤害 不容众人多想 雷魂二人已朝前走去 不多时 又是一拨人从废墟中冒了起来 他们悲愧地叫喊着 宛如受人追捕的弱者 极具迷惑 雷王等人本来都是心恨手辣之辈 即知道这些本是死物 哪里会手下留情 一出手都是杀招 一如之前 这些尸体一遭受重创 孟严立刻撕裂肉身 从里面窜了出来 他们速度快得惊人 就宛如一道道影子般 有雷王等人出手 李末几人导是乐得轻松 快步朝前走去 没过多久 一行便抵达了一个巨大的深洞前 深洞开在地上 细黑黑地望不到底 细看洞壁的痕迹 很可能是在一场爆炸中形成的 顶魂二人一跃而下 众人便都跟着跳了下去 带落到实地时 已到了一个洞窟内 洞壁上有着上百个洞口 密密麻麻的好似风潮般 在一侧的地方则有着一条通道 通往更深的道路 此时 洞口里传来密集的响声 好似有着无数人在用指甲抓抱着坚硬的岩石 听得只是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静魂这些年还真是没闲着 养着这么一大堆梦魇 估摸着有些还是从咱们的诗洞里捡回来的吧 领魂笑道 来多少杀多少 一群梦魇有何可惧 锤魂一扬锤 傲然说道 李莫双刀入手 化身龙兽 似女皆手持天气 背靠着背 小黑 小金和古龙三兽也都化身聚龙形态 一个个发出嘀吼声 小粉早早溜进了琴可儿的腰囊中 雪球则在小黑的脑门上趴着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丝毫没有大敌临场的感觉 另一边 雷王等人更是严阵以待 谁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羞羞羞 一句句诗人才洞口中窜出 已落地便宛如野兽搬朝着众人扑来 此刻的傀儡们完全放弃了表情上的伪装 猙獰的发出嘀吼声 柯 前方 丙魂和锤魂同时出手 据顶如陀罗般飞旋 将诗人撞得粉身碎骨 锯锤杂地 冒起了道道光束破坏力惊人的强大 中间 李莫一仰手 双刀化作两道红光 以绝高的速度在周身千丈之外绕行 任何试图闯进者都是伸手分家 而这些诗人一落地 尸体炸裂间 一群梦魇便飙射出来 刺女同时出手 四大神通一放 将梦魇炸得粉碎 即使有残存的 小黑三手呼的一下飞过去 将其碾杀 后方 雷王等人全力出手 一个个施展浑身解数 但是 梦魇的数量足有数百头 里三层外三层地冲上来 很快有一个将领被梦魇咬钟 他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一时失去了战斗力 另一个梦魇扑上来 一爪子穿过他的喉咙 将其击杀 第七百五十八章 禁魇的野星 这场战斗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在众人强力的反攻下 随着梦魇数量的急速减少 众人呈现出了压倒的态势 直到最后一个梦魇被击杀 顶魂锤魂自是安然无恙 李莫几人也都只是消耗了不少体力 没受什么伤 唯有两国人马折损了近一半的人马 继续前行 魇过多久便抵达了另一个洞窟里 一入洞窟 诸人顿时眼睛一亮 但见洞窟里竟满是扎招数以百计的天气 每一件都散发出流光溢彩 万千光滑 这些光芒交织在一起 让人气血沸腾 其中更不乏有极品天气的存在 更引人垂涎的则是 这些竟然都是无主之物 这也意味着 只要任何人滴上一滴血 便可以将所需的天气纳为己物 而在这洞窟中心处立有一座石台 静魂正静静盘坐在上 眉长须白 如一位圣贤老者 他慢慢睁开眼来 微微一笑道 真是丢脸啊 身为天气之魂 居然还需要人类的辅助 顶魂淡淡说道 我们虽是天气之魂 但别忘了也是人类把我们创造出来的 借助人类的力量并没有任何丢脸的地方 静魂看着他 说道 我们出身确实靠着人类 但是身为天地之灵 便是超越了人类的存在 你们和我同属一脉 理应理解我的思想才行 现在还来得及 只要你们站在我这一边 站在你那一边 就是被你吞噬吗 你想得倒霉 垂魂吐了口唾沫 静魂含笑说道 垂魂你别误会 我现在已经没有吞噬你的想法了 你们这么快感到这里 看来应该是从这人类小子的口中 听说道我获得了无限令碎片的事情 有了这东西 我有了一个全新的想法 说到这里 他唯唯一抬手 一把天气离地而起 落入他手中 然后 他二指一并 朝着天气上一点 但见天气顿时释放出万千光泽 紧接着 一团磨盘大小的光球 从天气上浮离了出来 这是 气魂 李莫几人顿时睁大了眼睛 那光球就如同一个胚胎般 一股股纹路便宛如经脉般布满着光球表面 而半透明 红通通的光球内部 蜷缩着一条龙形生物 未成熟的气魂吗 你想做什么 顶魂眉头一簇 静魂一笑 说道 天气的气魂是需要在人类持有时 通过和其灵魂的契合而慢慢成长 但是人类一死 变成无主之物后 气魂也就处于沉睡状态 可以说 气魂的成长与否完全决定在人类的手里 但是 眼下我有了无限令碎片 便拥有了改变这一切的能力 说吧 他五指一张 掌心中喷涌出一股股的光束 扎进这光球中 顿时间 光球宛如心脏般发出一鼓一收 砰砰砰的跳动起来 而那龙形气魂则在高速的成长 不过眨眼间 光球已大了足足十倍 龙形气魂抖地破球而出 飞红的身体 粗犷如真的领甲 他仰头长笑 声波在洞窟里回荡着 令人心头一沉 无限令碎片竟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顶魂脸色一沉 这头未成熟的气魂至少需要几百年才能够成熟 居然在眨眼间就完成了 垂魂意识一脸惊讶 这头气魂的战力只怕是小黑这种极数的 李莫沉生说到 伺女为一簇眉 都清虚了口气 谁也没想到无限令碎片落在气魂手中竟然能够发挥出这么强大的力量 雷王等人更是脸色又一变 刚刚一番大战已经折损了一半人 而即使是活下来的也都耗费了不小的体力 想着到了这里应该轻松了 但谁能想到这镜魂竟有如此可怕的能力 镜魂站起身来 一伸手 那龙魂便低下头来 做沉浮之事 他扶须一笑 说道 当年的爆炸 不止令我们三魂成形 同时也令这无根岛的阵法产生了异变 将我们三魂封锁在了这里 一直以来 老夫都在寻觅着从这里走出去的方法 为了达到这一点才把心思放在你们身上 心想着若能吞噬你们 便应该能够具备这样的力量 这话说得李莫等人眉头皱得更深了 原本一直以来三魂一直待在无根岛上竟有这样的原因 而这镜魂显然野心勃勃 竟想从这里走出去 此人极善未装 又心性残忍 比起雷王等人更胜一筹 若然让他到了人类世界 那天知道会掀起多大的腥风血雨 这时 但听镜魂又笑道 不过眼下事情有了转变 我即有了无限令碎片 力量大增 已然不需要吞噬你们了 相反 我还能够轻松制造出新的气魂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老夫能够创造一个气魂的世界 创造出来以后呢 顶魂冷冷看着他 镜魂一咧嘴 脸上顿线争鸣 当然是让人类沉浮在咱们的脚下 你想得美 我们才不会沉浮在你脚下 柳宁玄大骂道 镜魂大笑一声 说道 小妹妹 这可又不得你啊 等到我把人类的天气全都转化出气魂 而气魂的强大更在人类之上时 人类想不臣服也不可能 话到这里 他唯唯一眯眼 你戴的手镯 腰间的飞刀都是通灵之物 气魂尚在萌芽 但是只要它们落到我手里 天可见我便可以让它们孵化成形 柳宁玄听得脸一变 下意识地将手朝后缩 镜魂低沉沉地说道 即使它们奉你为主 但一经孵化就拥有了独立的魂格 是了 我还能够感应到它们的能力 而它们孵化之后这种能力 可是能够十倍甚至百倍强度的增加啊 到时候你可不是它的对手 众人都是心头抽招凉气 镜魂的话并非唯言耸听 到了神通境这个境界 战力上主要分为三部分 一为神通 二为天气 三为功法 而实际上功法排在最末位 毕竟一般的功法都无法和神通争锋 而天气则是最有资格和神通争夺第一排名 而且甚至可以凌驾其上的存在 尤其是极品天气 其所蕴含的力量是庞大无穷的 气魂越强 天气的力量就越强 而那些拥有势主之力的天气更不消说 气魂一旦成熟将拥有可怕的力量 若真被镜魂得偿 万千气魂诞生 而且都受到镜魂操纵 那么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滔天灾难 李莫神色一领 目赤道 少做梦了 我们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镜魂听得哈哈大笑 少年 从你将无限令碎片交到我手上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把机会交给了我 李莫听得一咬牙 紧紧握着双刀 是啊 是他大意之下交出了无限令碎片 因此 无论如何他也必须阻止镜魂的野心 这时镜魂朝着顶魂二人说道 怎么样 二位兄弟 若然你们站在我这一边 日后我成为半戒之皇时 那你们也拥有无比尊要的身份 是天下唯一能够与我并肩坐上宝座的人 王你自认聪明 相处几千年了还不知道本魂的性格吗 和你打天下 我没有兴趣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只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锤魂吃笑道 顶魂冷冷说道 顶魂 主人乃是正道十三信徒之一 备受天下人敬重 即使死后几千年亦是如此 我不会让你坏了主人的名声 就算死也一定会阻止你的 顶魂脸色一沉 阴冷冷地笑道 好好好 你们果然听不进去 那也好 我便将你们两人吞噬掉 到时候便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了 顶魂冷笑一声 朝着李莫说道 小兄弟退后一些 我们来解决他 李莫点点头 摆摆手让四米都朝后退了退 让出一个足够大的空间的 但见顶魂五指一张 一个大顶于掌中浮现 这大顶并不完整 看起来残缺不全 有着大量破碎的地方 但是仍然散发着强横墨皮的力量 一股股血脉之气在顶上弥漫沸腾 周遭的天气竟然都有种遭受压制的感觉 这就是是血魂顶 李莫眼睛猛低一亮 这大顶原本已经损坏 但是显然在顶魂收集到了大量的碎片 将其重新注合起来 虽然在威力上和完整之气有着一定的差距 不过也绝对算得上顶尖级的天气 另一边 锤魂一声尘喝 但见手中的大锤不断释放着强烈的光泽 一道道死光从虚空中出现 聚集在锤子上 令大锤不断地发生异变 最终化作一把石杖掌的锯锤 显然 锤魂也利用能力中注了灭神锤 雷王等人看到这局面又是吓了一跳 当初锤魂和他们一战竟然未尽全力 若然以灭神锤一战的话 那能够站在这里的人只怕没有现在的一半 两气一线 沸腾地站立直冲洞顶 气浪沿着洞顶四处滚涌 而地面上的天气门街发出微微的震动声 似也受到了震哲 只是静魂却是哈哈大笑 两剑残缺之气也敢向本魂挑战 你们应该知道 当年一战 唯有我梦眼镜的碎片都落在了湖里 已然被我全部召回 话一落 他一仰手 但见一枚白光灿灿的宝镜浮于身前 虽然上面仍有清晰可见的裂缝 但却逐渐完整 而此近一线 周遭的天气发出更剧烈的震动声 仿佛随时就会离地而起班 第759张摩天那气 原来如此 是因为梦眼镜的碎片掉到了湖里 而让那湖变成了无边湖 李莫恍然大悟 话落实 三大气魂已经撞击在了一起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暴响声 沸腾的气浪带着呼啸之声扑面而来 沙沙沙 但见万丈之土上涂现无数眼睛 一只之似斗大斑 黑铜白人 每一只都仿佛拥有着惊人的魔性 顶魂一仰手 距顶中喷涌出无数利剑 垂魂灰垂狂砸 但见光束如地勇金莲 三大气魂之战凶猛之极 一时尖打得难分难解 气浪滚滚而来 这董窟之地犹如幻化成了暴风雨肆虐下的大海 处处都是惊涛骇浪 寸寸都是凶险恶地 苏燕几人渐渐承受不住这冲击 慢慢朝后移动 至于雷王等人 更是早退得远远的 气魂之间的战斗对于灵魂有种极强的影响力 对于已经和碎片融合的他们而言 受到的冲击力更大 唯有李莫定眼看着这战局 宛如泥塑般移动不动 三道身影高速地移动着 却又如此清晰地呈现在眼中 然后突然间 他背后双翼一斩 一瞬窜入战圈 一刀朝着镜魂斩去 恩 镜魂眉头一皱 李莫的偷袭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但令他的意外的则是李莫的速度超乎了他的想象 以至于身体的躲避都慢了半拍 霸王斩至后背扎入 刀尖直从胸膛冒出 好 锤魂大叫一声 一锤狂砸而来 棒 这一锤结结实实地砸在镜魂身上 镜魂顿时化为一堆泡沫般 转瞬间消失不见 凉的 跑得真够快的 锤魂骂了句 可惜了 一边 顶魂猝了下眉头 此时镜魂已经出现在了千丈外的地方 胸膛上的刀伤处渗透出一丝丝白光 他低头看着受伤处 朝着李莫冷冷说道 老师小看了你 竟让老夫受了伤 不过以牙还牙罢了 李莫收刀而立 淡淡说道 区区一个小辈 口气倒是够狂妄的 看来老夫也得拿出些真本事给你们看看了 镜魂低沉沉地笑了起来 这时 洞窟里的数百把天气都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似乎随时就要飞起来 想控制这么多天气伤人 太天真了 顶魂和锤魂二人都神色一宁 强大的灵魂力量散发出去 将一定范围内的天气控制着 李莫身上亦是火龙气息沸腾 扩张成一个巨大的气罩 令天气稳定下来 天真的是你们 我便让你们见识见识无限令碎片的力量 静魂仰天长笑 梦眼镜涂地抬升 重重地撞击在洞顶上 轰轰轰 洞顶受力之下立刻塌陷下来 此时月色出生 长空星光闪耀 映照在地下深处的天气上 闪烁着缤纷光彩 同时 星光照耀之下 镜魂的气息开始变得异常汹涌 一股股浑厚的气息释放出来 在地面上急速地蔓延着 难道无限令碎片镜能够吸收星辰之力 李莫暗暗吃惊 此刻 刚才已经被三人控制住的天气 竟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李莫顿感压力大增 有着无形的力量 在和他抢夥着天气的控制权 额头上冷汗渗出 机体上清津道道 李莫释放着十二成的真气 更将灵魂力量提升到最强境界 但即使如此 这些天气却在镜魂的影响下 变得越发的不稳定 一次次冲击着他的控制力 不好 顶魂脸色一沉 显然他那边也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一把把天气在镜魂的影响下 仿佛要突破风影般疯狂地震动着 李们先退 这里我来看着 锤魂沉声说道 不行 怎么可能留你一人在这里 顶魂直视摇头 若你我都死了 便没有人来阻止镜魂了 快退 锤魂瞪大眼怒喊道 李莫咬紧牙关 内心感动至极 没想到锤魂竟如此大意 欲以一死来为众人争取逃脱的时机 但是 他更清楚即使锤魂赴死 众人也休想全身而退 这里有数百见天气 若一起发动杀伤力是何等惊人 而只需要一半不到的数量 便绝对可以突破锤魂的防御 将其击杀 而剩余的部分则会追杀众人 即使是他都难自信 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 更何况试验人他们 必须要想方法阻止镜魂 但是 光凭实力要想和现在的镜魂 争锋是根本不可能的 李莫迅速地思考着 然后突然间 他冒出一个念头 摩天娜弃绝 扎鲁传授的摩天娜弃绝 拥有着吞噬十里之地 高于自身两极气息的强大力量 眼下镜魂释放气息 试图控制天气 如果通过摩天娜弃绝 将他的气息强行吞噬 化为己用的话 那么就可以减弱他对天气的影响 一念到此 李莫双臂一窄 一张口 强大的吞噬力将周遭沸腾的气浪 纳入体内 镜妄图吞噬老夫的气息 真是找死 镜魂痴笑一声 身上的气息不收反掌 疯狂地朝外涌去 李兄弟快停下 顶魂则是连忙招呼 要知道 吞噬他人的气息和吞噬天地之气 可是两个概念 后者乃是无主之气 入体即可炼化 前者则是有主之气 一旦入体便宛如将敌人的攻击力 引入体内 如果无法快速地消耗掉 那就会引发极度可怕的后果 但是 李莫兹不会停下 他大口大口地吞噬气息 身体释放出浓浓的红光 体内的真气在急速地循环着 将纳入体内的气息高速地消化 沉默 见到李莫大肆吞噬气息 却全然没有遭受反噬 镜魂脸色顿时一沉 爆喝一声道 好 我倒要看看你能吞噬掉我多少气息 他仰天咆哮 身上的气息更加疯狂地释放出来 李莫身上的红光也越发地强烈 以至于形成了实体火焰 熊熊燃烧起来 他身上的龙魂释放出来 不时发出咆哮声 龙族的威严不允许任何人来挑衅 而这龙威之强烈 以至于刚才被镜魂孵化出来的另一头龙魂都受到了震哲 身体瑟瑟发抖 全人 快帮忙 远处 苏燕连忙招呼 柳宁玄哪敢迟疑 背后五行光轮一线 立刻祭出一座座镜化阵环绕在李莫的周边 消化镜魂的气息 全二 我们来祝你 宋书瑶说吧 一掌按在他肩上 秦可儿和苏燕一世同时动手 将真气灌入他的体内 原本 三人属性都和柳宁玄不一样 但是柳宁玄的五行光轮却拥有着消化不同属性气息的特殊能力 如今三人之气急于他一身 释放出来的正法威力也达到了另一个强度 李莫和四女联手之下 令静魂释放的气息遭到极大的削弱 竟渐渐失去了对天气的掌控权 雷王等人目睹此景 一个个只是愣得发神 他们自是清楚吞噬他人的气息有多么可怕 那就是让敌人直接攻击到自己的身体内部 把最脆弱的地方暴露给敌人 再蠢的人也不会这么做 然而李莫做了 他不仅做了而且发挥了极大的功效 这也就意味着李莫的肉身强度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强度 即使是体内的经脉内脏都强如金刚般 好 鼎魂大喜 他和锤魂对望一眼 趁着天气上再稳定之时 同时一声大喝 嗜血魂顶和灭神锤同时砸向静魂 不好 静魂拿理料到二人突然出手 此时他正和李莫较劲 已无法及时撤退 顿被两大神气砸得正着 爸 静魂发出一声惨叫 重重地撞击在石壁上 然后化为一堆泡沫消失不见 追 鼎魂沉喝一声 二人化作两道红光冲天而起 这时 李莫已累得没了半点力气 以屁股坐在地上 次女连忙赶过去 苏彦塞了磕丹药给他补充体力 他究竟是什么人 居然能够这么肆无忌惮地吞噬静魂的气息 雷王颤颤说道 越和这青年接触便越发察觉到他的可怕 即使是雷王 此刻也深深感受到内心的战力 如果能够重来一次 他宁愿没有和岸慈悲合作 那便没有录台原之事的发声了 这时 却听岸慈悲苦笑一声道 我算是福气了 枉费本觉自以为天资过人 也曾妄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从这里出去 一统半戒 但是外界的强者只怕比我们想象中不知强了多少 就这么一个年轻人就强大如此 还谈什么去外界占那一席之地 这位野心勃勃 不惜谋反作乱想要上位的天爵 如今已被李默的实力大错了信心 锐气大失了 雷王听得沉吟不语 只是内心的雄心壮志也在不知何时消散大半 一会儿 他才说道 其实 何止是这李默 你看他身边的女子 哪一个不是绝顶的天才人物 话到这里 他不由得常常叹了口气 一副英雄迟暮的表情 诸人听着这话 亦是开叹不已 一个个平日里都自以为是国中顶尖强者 但和李默等人一比那却是差了一大截 然后雷王大步朝着前方走去 苏彦冷冷回过头来 一脸警惕 眼下李默体力消耗过多 难保对方想耍什么花招 却见雷王深深一败 一脸诚恳的道 本殿身为李小弟的能耐而折服 以往恩怨还请李小弟不要放在心上 从此本殿愿追随李小弟 绝不忤逆半句 别说苏彦几人一愣 两国人马也都是吃了一惊 万没想到雷王竟被李默所设服 第七百六十章九系灵术 这时 按慈悲也走了上去 公身说道 今日目睹李兄和静魂一战 才知道自己真是井底之蛙 竟还想妄图图谋天下 说来真是可笑之极 老夫是身为李兄的实力所折服 愿洗心得面 若要战便只为天下苍生 二人皆是一脸诚恳 目光真挚 李默便唯唯汗手道 二位若真如此想 那便是天下苍生之福 即是这样 那以往之事便也一笔勾销好了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麻 三人相识一笑 当时一笑敏恩仇 过往之事就此不提 至于两国的其他人马 对各自的主则本就是忠心耿耿 如今二人臣服 诸人自也不敢有半点一心 纷纷行礼拜倒 一脸谦卑 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上 唯有强者是永远受人尊重的 对于众人而言 即和所有人都不可能战胜的 敬魂却被李默一人所压倒 这种超然的实力是当之无愧的强者 两道光芒落地 正是顶魂和锤魂二人 看来敬魂是跑掉了 看着二人的表情 李默说道 敬魂的速度太快了 即使有伤在身 他要跑没谁拦住 而且圣诚早被他弄得千疮百孔 一时间要想找到他并不容易 顶魂说道 今次受的伤够他喝一壶了 现在他只怕窝在另一个老巢里秘秘疗伤 锤魂笑道 然后朝着李默说道 你身体无恙吧 没事 只是体力消耗过多 刚才服了丹药 已好了大半 李默答道 那便好 锤魂点点头 一脸的欣赏 这时 顶魂目落到洞窟的尽头 说道 只怕主人的遗骨就在这深处 李小弟不是想探明主人当年失踪之名了 不如现在就一起过去看看吧 李默立刻点头 几人随着二魂前行 都忍不住有些激动 带穿过洞窟 沿着爆炸产生的十道行径 未过多久就来到另一个洞窟中 这洞窟里竟布满了大量的经脉 各种颜色的晶体框外裸露在地上 散发着万千亿彩 而在洞窟的中央处 则盘坐着一具宛如金矿雕刻而成的尸体 那是一位七巡老者 端坐于此 相貌慈祥 和静魂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 自然就是无根圣者了 拜见主人 顶魂二人都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 李默诸人自也跟着行礼 一个葛街甚险虔诚 这位获得临近强者赏赐 获得十三信徒之位的顶尖人物 是这世间强者的象征啊 待行礼之后 众人这才走近 仔细观察无根圣者 便见他胸膛处有着一道明显的伤口 有东西 李默诸生说道 即使灵通眼受陷 他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伤口里存在的异物 一边 顶魂蕴掌一息 便见一枚乌黑的羽毛从伤口处慢慢移出 这羽毛仿佛钢铁铸成 散发着暗黑色的金属色泽 这东西一经出现 场中圣洁的气氛都一下子受到影响 永冒起浓郁的杀鸡 我想起来了 当年一战的时候 我虽然没有完整的印象 但是和主人打斗的是个黑乎乎长着翅膀的东西 垂魂徒儿说道 这么一说 我倒也有些印象 那明漫天地的黑色 即使是尚未苏醒的我也能够深深感觉到其间的可怕 顶魂追忆道 长着翅膀吗 李莫捏着那枚黑色羽毛 陈寅道 这倒是能够苏小范围 即使是在十三信徒的时代 能够长有翅膀的人也是少数 名气最大的知怕就是比艺人们还要早的门派 天人骄 苏彦说道 天人骄的创始者是十三信徒中排名第七位的宇华夫人 阿 记载中他确实被生双弑 其语乌黑 柳宁玄一锤拳道 李莫立刻问道 二位前辈可有更深的印象 会不会是这宇华夫人 顶魂摇着头道 当年我们意识上在萌芽阶段 记忆也很朦胧 无法判断是否是宇华夫人 不过十三信徒的排名是以修为而定的 宇华夫人确实具备有击杀主人的实力 无论是不是他 看来我们都得去天人交走一趟了 李莫说道 当年十三信徒中两人被杀 无限令碎铁失踪 除了邪道暗杀之外 其实内乱的可能性也并不小 因为当时被杀的二人 洞湖真人和林山隐士 可是排名一二位的顶尖强者 那是已经屹立在半界之巅的存在 要想杀死他们可绝不容易 但如果是信任者发动偷袭的话 那可能性就大大存在了 当然 这仅仅只是怀疑 因为十三信徒中任何一人都是得高望重之辈 都是由邻近强者清点的大人物 他们不只是实力的象征 更是正义的标杆 里面似乎还有东西 这时 顶魂徒儿说道 恩 我也感觉到了 咱们再往深处走走 锤魂说道 于是 众人继续前行 这洞窟大的惊人 经脉一直朝着深处延伸着 缤纷的四则在洞窟里汇聚着一道道彩虹 绝美之极 而带众人走到洞窟的尽头时 忽然发现这里竟生长着一棵参天大树 大树宛如经脉雕刻而成 一如无根圣者般 那缤纷的四则流淌在树干和枝叶上 好似一件无价之宝的艺术品 而在大树的顶端 生长着九枚四则不一的果实 九系灵树 李莫清绪一生 诸人皆是浑身一阵 一个个眼珠子瞪得直直的 上古时代 那么多强者趋之若物的感到无边湖 便是因为除了这里变生至宝外 还有两样珠强者梦寐以求之物 其一 乃是龙族 龙族全身是宝 能够降服一头更是绝对强者的象征 其二 便是传说中生长在无边湖中的九系灵树 要知道 黄极玄门之地也不过是五系顶多 也就是六系灵外 而占据此地便创造出统一一国的宗门 而在半界之土 最高等级的则是九系灵外 但是 九系灵外可谓极其稀罕 即使如今燕山国 商天国这些黄极玄门所在之地也都只是八系灵外 九与八之间 仅仅一个数字的差距却有着天壤之别 而在九系灵外中孕育出来的九系灵树乃是集合最为纯正的天地之气的顶级宝树 那结着的果实便是玄师们梦寐以求的至宝 九系灵果 主人虽死 灵树却仍在繁衍 或也是受了主人的庇护吧 丙魂感叹道 说吧 他朝着李末道 九系灵果已经成熟了 再不采摘便会衰退 这东西咱们也用不上 李兄弟就别客气了 度谢二位前辈 李末大喜 他带着四女立刻飞升而上 将九系灵果一一采摘 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四女皆是小脸掌红 透着激动 只要服下九系灵果 那他们的修为会立刻突破境界 达到中期 接着 众人这才返回 告别无根圣者遗体之后 又重新回到了洞窟中 这些天气都是无主之物 而且皆已诞生出气魂萌芽 可不能浪费了 李兄弟 你们不如挑些撑手地使用 领魂说道 大碗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李末拱拱手 然后 他朝着雷王等人说道 你们也一起吧 我们 可以吗 雷王等人一时意外 当然可以 你们极愿追随于我 那我自不会把你们当成外人开带 有福字要同享 李末唯唯一笑 诸人直视感动 于是散开来 寻觅着所需的天气 虽然三国遗留着上古时代的筑器树 而且这里盛产各种矿藏 但是外界几千年的发展 广袤的半界之土出产的各种特产这里却也是没有的 因此有些天气比其手上的更要成熟些 正在挑选时 突然间 外面传来一声惊天动的巨响声 诸人连忙飞身上行 带落到地表上时便豁然见到远方的天空上黑烟滚滚 蔚蓝的天空中净裂开了一个大洞 不好 是静魂 鼎魂大吃一惊 怎么可能 他受了那样的重伤 竟然还能够打破封印 锤魂脸色一沉 洞口在收缩 李莫敏锐地察觉到天空的异象 立刻大声说道 走 鼎魂沉喝一声 化作流光朝着高空飞去 众人不敢迟疑 纷纷高飞而去 破碎的大洞正在高速地愈合着 即使众人速度极快 但这天空却是远得非常 而此刻 众人更清晰地看到静魂正在洞口外的位置 就在众人快抵达洞口时 洞口已经消失不见了 哈哈哈哈 静魂放声大笑起来 然后一脸鬼笑道 你们以为老夫受了重伤就该洞弹不得 找个地方藏起来疗伤吗 你们啊 真是太小看无限令碎片 有他在 这漫天星光就能给予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就这么惠尔功夫 我的伤早好了大半 李末等人皆是心头一沉 暗呼不好 万没想到静魂竟狡猾如此 料到他们所想 光顾着去探险去了 却没想到静魂趁此机会打破了封印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你们就在这里一直待到死吧 至于老夫这就要到外面去了 那里有着无数的天气等着我转化成气魂 或许有朝一日你们能够出来 但到时候老夫已经成为天地之主了 第761章圣者分身 话落 静魂大笑着飞升而去 很快已没了踪影 喝 锤魂爆喝一声 据锤重重砸在无形的屏障上 但那屏障却是丝毫未动 别白费功夫了 这屏障有多厉害你我心里清楚得很 就算所有人合力也休想突破它 看来无限令碎片能够增加的并非是力量 更是有着异度的破坏力 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就打破屏障 顶魂沉声说道 那现在该怎么办 眼睁睁看着他出去作乱 锤魂无喝道 这一下可真是麻烦了 他既能打破这里的屏障 只怕突破三国设下的封印也不在话下 那一出去怕就是一番腥风血雨啊 李莫促起眉头 眼下翼王他们应该已经回国了 留在无边湖入口的只是一些将领 那些人是打不过静魂的 雷王在一边摇了摇头 这屏障好生复杂 另一边 柳宁悬意在短短时间内对屏障进行了分析 眉头粗的老高 若是你服下酒系灵果会不会有帮助 苏燕问道 只怕不行 这屏障复杂的不止结构 而且其间蕴含的力量也甚为复杂 柳宁悬摇了摇头 领魂说道 小姑娘说的没错 这屏障原本是难进而易出 只有得到许可的无根门门人才可能进入这里 而要离开也原本方便 只是受到当年三气爆炸的影响 使得岛屿的阵法发生了异变 反倒是一进而难出 我们三气的力量交织在一起 要想破除并非那么容易 那莫非就找不到一点办法吗 李莫急道 顶魂略意沉吟 看着他道 办法倒不是没有 那就是成为无根岛的主人 无根岛的主人 李莫唯唯一愣 顶魂神色一素 说道 无根岛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岛屿 在岛屿的深处遍布着复杂的法阵结构 那是由108个大阵集合而成的阵法系统 而唯一能够操纵系统的人就是我们的主人 无根圣者 现在无根圣者已过世 那么无根岛理应是无主之物才对 这么说只要将阵法系统收归己有 就可以成为无根岛之主了 李莫琢磨道 顶魂点点头道 正是这样 但这又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垂魂接口道 在阵法系统的核心处 有着主人留下的一件上古天气 这件天气据说乃是由临近强者亲自锻造而赏似之物 虽非通灵之气却拥有超越通灵之气的存在 而主人为了令其更强大 则分出了一缕魂魄在其之上 要想成为无根岛之主 控制阵法系统就需要将这件天气纳为己用 诸人听得皆清晰一声 临近强者所住 无根圣者的魂魄 这两样加在一起就注定这件上古天气的绝对强大 顶魂说道 当年静魂曾经妄图收归阵法 结果便吃了那天气的亏 既然方法找到了 那怎么说也要试一试 李莫肃然说道 看来李小弟是心意已决 既是如此 我们就走吧 顶魂也不罗梭 更知道眼下事态的紧迫和重大 于是 一路人便离开洞窟 朝着圣城更深处的地方行去 穿过一片片废墟 直到抵达了另一个洞穴外 只是站在洞穴入口 便深深感受到里面传来的骇人气息 这种气息不像凶物般那么猙獰可怕 那是单纯的强大 强大的令人心生站立 进入洞穴 沿着宽敞的石道朝深处走 这里显然也受到了爆炸的影响 石壁上有着明显的裂缝 有的更长达百丈 以至于让人怀疑这石道是否可能塌陷 抵达洞穴深处时 便是一个树直的大洞 直抵地下深处 在周边原本有着几根巨大的镇柱作为保护 只是如今已经裂成一堆碎石了 众人跳入洞中 带落到石壁石变 见前方又是一条通道 一扇厚重的大石门裂成几块 露出朝深处的道路来 行径甚是顺利 并无阻碍 原来这里该是机关重重 只是受到爆炸影响 除了屏障法阵上在运行之外 其他的法阵都已经停止了 如此小半个时辰之后 众人终于抵达了 政法系统的中枢地带 这是一个庞大的洞窟 里面布满了巨型镇柱 地面上也刻画着复杂的纹路 即使政法处于停滞状态 但众人仍能感受到 这些政法中所蕴含着的强大力量 如同巨浪呼啸而来 让人心惊肉跳 李末和柳宁玄都是 政法大宗师级的人物 这一眼望过去 不由得只是点头 以二人的眼力足可变出 这些政法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可以说即使是半届 黄极玄门的政法规模 也丝毫不足以和这里比较 这座岛屿简直就是一个 移动的堡垒 极坚固无比 又充满杀伤力 沿着镇柱间的道路行进 抵达中心地带时 便见到那里 只有一方杖高石台 在石台上插着 一把三尺掌的金剑 其通体散发着古仆之色 宛如在陛下尘封多年的古物般 有种苍老之极的味道 此剑对于灵魂有极强的杀伤力 尤其是对于气魂 有着非常强的压制力量 当年镜魂试图控制它 结果遭到反噬 只怕是休养了百年才堪堪复原 李小弟 你可得小心 顶魂叮嘱到 李末点点头 大步朝着石台走去 剑似在沉睡 一路走过去 并没有感受到半点威胁 李末一步踏上石台 深吸了口气 一刀割破了手指 渗出的一滴鲜血落在金剑上 若是服用了九系灵果 那么降服此剑当更增胜算 但是 消化九系灵果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而眼下最缺的就是时间 在削叶滴在金剑上的刹那 李末陡然间感觉一股庞大无极的力量牵引 灵魂一瞬间脱离躯 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中 周遭皆是茫茫百物 波雾渐云 无边无际 好强大的灵魂力量 李末不由轻虚了口气 即使他做足了准备 将灵魂力量提升到最强境界 但仍是在一瞬间就中了招 可以明确的是 这里应该是无根圣者那缕魂魄制造出的空间 仅仅是一缕魂魄就强到如此境界 十三信徒的强大可想而知 传说中无根圣者为人亲和慈祥 若这缕魂魄当真是他的 就按如其分身般 不会不讲道理 这么一想 李末立刻大声说道 晚辈李末求见前辈 话落下 周遭竟悄悄一片 然后突然间 风卷云涌 视野一下子变化 已然来到了圣城宝殿之前 但见宝殿之内盘坐着一个白发老者 可不正是无根圣者 李末恭恭敬敬的一行礼道 晚辈拜见前辈 贸然闯入时是有大事发生 还请前辈见谅 无根圣者慢慢睁开眼来 唯唯一扶须道 你不必说了 我都知道了 一听这话 李末只是大松了口气 果然 这缕魂魄继承了无根圣者的人格 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 而且 显然作为针法钥匙的气魂 这缕身更清楚地知道 近魂已经打破封印逃跑的事实 他便拱拱手道 晚辈斗胆 为了挽救苍生性命 请前辈赐我此气 缕身看着他 淡淡说道 你可知此气为何物 李末答道 传闻此气乃是由 邻近强者亲自锻造之物 乃是一把虽然无魂 但却胜过万千通灵之气的天气 缕身点点头道 此气名为天赐 乃是当年灵近强者所赠之物 那你可知道 为何此物无魂 请前辈明示 李末摇了摇头 以灵近强者的修为铁定 是可以铸造出通灵之气的 但这传承下的天气 却并无气魂 这一点确实难解 便分身说道 通灵之气因为气中有魂 因而能够释放出 比一般天气更强大的杀伤力 而天气威力的大小则 和气魂与使用者灵魂上的 默契程度有直接的关系 李末何等聪明 听到这里以下明白过来 晚辈知道了 分出自身魂迫济于气中 便可使得和天气的气魂 默契度达到最高境界 分身含笑说道 正是如此 同时 这样的天气也有着一个定律 一旦天气要响一主 那便需要清除里面的气魂 前辈的意思是 李末听得眉头一皱 分身为宜速容道 老夫的意思是 你只有将我抹除掉 才能够成为这把天气真正的主人 这 这万万不可 李末大吃一惊 吞声唯唯一笑 说道 你不必多愁善感 生于死本就不过这世道轮中的一环 而且我的存在 本来就是为了迎来更强者 无根倒几千年来皆为无主之物 如今也应该有一位新的主人了 话到这里 他神色又一肃道 不过要想将我抹除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当年禁魂进入这里 也想成为此气之主 老夫也告诉他了这番话 当年一战他被我打伤只至少百年才能复原 以至于余下几千年他都不敢再涉足此地 想要成为无根倒的主人 你就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李末听得神色一宁 分身灵魂力量的强大不言而喻 而且听对方的口气也是绝不会放水的 要想成为天气之主 唯有一战 即使是将这位爵士强者遗留于世的最后一丝存在抹除 他深深吸了口气 朝着分身一拱手道 那就请前辈四教了 第762章实体龙魂 洞窟里竟悄悄的一片 空气中泥漫的气氛却越发地严峻起来 李末竟站在石台上 一手轻搭着剑柄 眼神中透着空洞 远处 丙魂等人都肃然不语 但不少人手心里都已经渗出了冷汗 谁都清楚此刻李末是处于天人交战之际 那是一场无形的灵魂之战 却比起任何现实中的战场更加残酷而艰险 而他的成败决定了三国的命运 当然 还有他自己的命运 要知道当初禁魂失败都耗费了百年时间修补灵魂 对于人类而言 需要这么长时间修复灵魂的伤势不知道严重到何等程度 但是众人唯有将希望寄托在李末身上 诸人不言不语 紧紧地盯着李末 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此刻在灵魂世界中 化身巨兽之躯的李末正在向分身发起猛攻 左手血灵刀 右手霸王斩 在李末强大意念的支撑下宛如实物般散发着强横的杀伤力 七杀苍龙斩 吞磨刀法 一记记神通记记起滔天杀气 万丈之欲刀器密布 似乎整个空间随时都会撕裂开 但是 如此灵力知己的攻势却没有伤到分身分毫 那分身副手而行 宛如一缕清风轻飘飘地飞着 四漫十块的速度让李末的刀器连他的边多沾不着 想要趁我松懈的时候再全力发动攻击 这策略倒是不错 不过对我而言可起不了作用 分身含笑说道 既然如此 那便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被一口道破心思 李末尘喝一声 麦伦丁释放 一瞬间真气净化成为类灵器 杀 他速度斗增促背 一闪已落到分身之前 哦 分身眼中一彩大放 微微一台臂 一道直径足足胀掌的光硬拦下了李末的刀 崩 那光硬坚硬的令人难以想象 一刀斩上去非但没有破碎 反倒将李末导振出半尺 还不够 继续来吧 分身招招手 李末二话不说 一纵身冲上去 又是一刀斩在光硬上 这一次虽然未将光硬震碎 但硬生生将它震开出去 不错 小小年纪便有如此修为 一身真气更似有灵气之影 分身轻赞一声 为一扶手 顿时十几道光硬朝前飘去 喝 李末一声抱喝 运足力道将这些光硬震开 但是 分身释放出的光硬竟在不断地增加 从刚开始十几道到后面居然增加到上百道 而且 光硬不只是数量的增加 速度也不断飙升 为过多久 李末便被一道光硬打中 意识顿时一颤 差点双刀就要脱手 他梦一咬牙 稳定心神 拉开了二人间的距离 小心了 一旦你的意识不稳而从这空间脱离出去 那么你的灵魂就会归位 分身沉声说道 督谢前辈告诫李末一挥刀震退袭来的光硬 他很清楚 要想战胜分身只有一次机会 宝殿之前 大战如火如荼 李末施展浑身解数 虚空瘦爪 地龙甲密技都毫不保留地施展出来 但是 他非但没有讨到好处 反倒被一大堆光硬砸得头晕目眩 身上伤痕累累 不多时已是喘气如牛 这时 分身停下动作 轻轻摇摇头道 可惜了 你资质卓越 乃人中之龙 但可惜还是太年轻了 以你现在的修为时难击败我 不如你就此退去 等到修炼好了再来吧 不行 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 李末摇着头 眼中透着决然 这时出去 再服用酒系邻果 耗费的时间难以想象 那个时候三国不知道会在静魂手里发生何等惨剧 正是因为他交出了无限令碎片财令进魂修为大掌 因此他绝不能够让悲剧发生 有心是好事 但在这样打下去 你只会落得灵魂重创的下场 分身沉生说道 李末沉着脸 他很清楚和分身之间实力上的差距 那么要想在短时间内弥补这个差距就只有一个办法 火尼谷 一念到此 他做地爆喝一声 灵魂力量沸腾燃烧起来 火龙之魂仰天咆哮 引动着肉身内的真气 真气重重地砸在火尼谷上 一次 两次 三次 在第十次撞击之时 火尼谷抖地一阵 已然从沉睡中醒了过来 随着一缕光泽的释放 火尼谷强大的力量释放出来 沸腾的灵气带着强大的灵魂残影同时爆发 李默立刻大口吞噬着灵魂残影的力量 顿时间灵魂力量疯狂地飙升 好小子 竟然还有如此潜力 分身眼睛一亮 透着含有的惊讶 而与此同时 李默的身体却遭受着致命的威胁 即使这只是一枚灵兽之骨 其上残留的灵气并不算太过强大 但是 即使是一丝纯粹的灵气对于反土中人而言也是致命的 即使李默修炼到了类灵气之境 但肉身仍然无法吸收灵气 他身体上顿时出现一道道红光 仿佛裂痕斑不满全身 裂痕上渗透出的光泽越来越强烈 身体随时可能承受不住 不好 这是怎么回事 感觉到李默肉身的异状 顶魂只是大吃一惊 好像他身体有种庞大的力量在爆发 一旦支持不住只怕就会爆炸 锤魂脸色也是一变 该不会是 苏彦精绪一生 四女都知道火尼谷之事 此时感受到那种纯净而庞大之极的火焰力量 几乎直觉地想到了火尼谷 当初早在扎鲁施展买谷之术时 就曾经告诫顾李默千万不能触碰此谷 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但是眼下李默为了获取更强大的灵魂力量 来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却将自身推到了濒临崩溃的境地 大家一起出手 压制灵气 送书瑶当机立断 诸人立刻飞落在十台周围 同时出手 近二十个强者合力之下 释放出庞大无比的力量 经由柳宁玄设下的阵法再度强化 试图压制火尼谷之力 但是 灵气的力量和真气原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灵气带着的穿透力和强度 完完全全超越了众人的想象 以至于合力之下 非但没有有半点压制灵气的现象 反导令灵气更加暴躁起来 李默身上的火纹越发的透亮 灿灿的红光从体内崩射出来 那光芒的强度更令众人不敢直视 不好 这样下去就真的完了 苏燕产生教道 诸人皆是神色凝重 都知道事态大为不妙 但是此刻却也找不出其他方法来 事情危机之极 李默的肉身随时可能爆炸 肉身的爆炸必定影响到灵魂 到时候很可能是人形俱灭 就在这时 一道白光涂地落到十台上 正是雪球 雪球 快帮忙 只有靠你了 苏燕连忙大叫 要知道 雪球可是灵兽 这种情况下能够救李默的也只有她了 喵 似乎听懂了苏燕的话 雪球高亢地应答 紧接着 她身体微微地抖动着 然后背部渐渐冒起两个凸起 最后捧的一声竟然化为一对翅膀 洁白的翅膀不过齿长 但散发着圣洁的光泽 竟令这场中紧张的氛围一下子缓和了不少 紧接着 雪球一跃落到李默的头顶上 双翅一盏 十掌的翅膀一下则扩展成六尺有余 双翅一盒 将李默包裹在中间 羽毛上释放出的道道光泽顺着裂缝 进入道李默的身体里 渐渐的 火尼谷的力量变似受到了恶指 慢慢地收敛起来 直到再度进入沉睡 与此同时 灵魂世界中的李默长长的吐了口气 身后的火龙魂魄通过吸收了火尼谷的力量 彻底转化成了实体 实体魂魄 分身亦不免倾虚一生 眼中惊讶之色更浓 火龙魂魄 原本是火龙魂刀之气魂 因为李默和火龙魂刀合二为一 因此依附在了李默的灵魂之上 是纯粹的附庸 但是现在 吸收了虎尼谷力量的火龙魂魄 竟然转化成了实体 也就是说它修炼出了肉身 肉身级的火龙魂魄 可以从李默的身体分离出来 自由活动而不受限制 就像鼎魂它们一样 拥有着完全独立的意识和力量 而分身虽然拥有着强大的力量 但是却是没有修炼成肉身的气魂 因此和眼下的火龙魂魄 便已经不是一个极数的了 呼 李默长长地吐了口气 唯唯一伸手 身边的火龙便低下头来 将脑袋递过去 任由它轻轻抚摸 当年吞噬火龙魂刀时 李默就已经征服了龙魂 而这些年来 龙魂依附它而成长 早已是它为主 即使如今进入肉身之境 这忠诚亦不会有半点改变 前辈 李默看着分身说道 不必多想 来吧 你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格继承天赐 继承无根岛 数千年之后 能够目睹一位少年强者的诞生 也是一件大姓事啊 分身和许地笑着 早是堪破生死 李默神色一肃 把心一横 抖地一生沉喝 无极窄 火龙魂魂魄力笑一声 呼啸着飞了出去 场掌的龙区带着先天的狂风 无量破天印 分身亦没有留守 双手一合 施展出毕生最强的招数 杀时间 无数光阴迷漫长空 光泽闪烁折射间 万丈之地化为一片杀鱼 火龙一头撞进去 引动光阴密集的爆炸 转瞬间 整个宝殿都已经化为一片废墟 带到尘埃散落 气浪剑消之时 便见到分身站在废墟之间 身上已没了之前的光滑 淡淡地宛如一抹随时要消散的影子 第763章无根道之主 前辈 李莫嘴唇一颤 朝着他深深一拜 去吧 分身唯唯一笑 身如泡沫般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李莫灵魂归位 一瞬视野已回到了洞窟之内 莫大哥 苏燕和柳宁玄眼泪汪汪地扑上来 弄得李莫一愣 然后笑道 这是怎么了 见他没事 宋淑瑶和秦可儿也都松了口气 便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李莫听得清虚一声 他当然知道激发火尼鼓可能带来的麻烦 但没想到是如此严重 而且还多亏了雪球出手 他将小东西从脑袋上抓一下 碰碰他的小脸道 雪球 多谢了 雪球此时背上的翅膀已经恢复了齿鱼的大小 听得李莫的感激 他喵地回应了一声 然后拍着小翅膀在周边转了起来 显然对这一对新生的翅膀甚为满意 小黑和小金见到他长出翅膀 也有稀奇得很 纷纷露出双翼 在空中嬉笑打闹 李小弟 可在其中见到了主人的灵魂 顶魂忍不住问道 有幸见了前辈一面 得他嘱托 我必定会将近魂捉回来 李莫肃然说道 这话是轻描淡写 但是众人却都很是清楚这一面的威胁 那分身是不可能那么随便就交出阵法的控制权 那是难以想象的灵魂之战 而李莫更是胜出了 这时 李莫一手按在剑上 意念一动 顿时间 周遭的镇柱宛如灯火般被依次点亮 地面的镇纹也亮长长地朝着远处延伸开去 这一瞬 李莫的意念仿佛扩张到了整个无根岛上 岛上的镇法 森林 城市乃至万物 皆已落入眼帘中 好似他和整个无根岛都和二为一一般 感受到李莫成为无根岛之主 顶魂二人顿时神色一素 恭恭敬敬地拜道 参见主人 二位前辈这是做什么 李莫蹉了下眉 顶魂肃然说道 如今李兄弟承袭岛主之位 我等身为岛上弃魂 自当奉李兄弟为主 还请李兄弟不要推辞才是 借二人一本正经 那口吻更不容拒绝 李莫便终是点了点头 说道既是如此 那就一二位吧 这时 雷王河岸慈悲几乎不约而同的扑通跪地 大声说道 老朽也怨奉李兄弟为主 誓死追随 扑通 十几个强者跪倒一片 人人目录敬畏 这话更是发自内心 刚才李莫为了战胜无根胜者 竟然引动了体内的灵气 而且身边还有一头小兽 居然连灵气的泄露都能够遏止 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灵气 那可是只有灵敬强者才可能拥有之物 光是这一点众人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 看着众人 李莫为为汗手 如今岛屿需要重建 也需要不少人手 既然你们愿意留下来 那就如你们愿吧 多谢主人 雷王等人大喜 接着李莫为一扶手 身前便出现了一个圆盘 他朝着前方轻轻一条指头 洞窟便发出微微的震动 导动了 苏燕敏锐地察觉到这动静的来源 没错 我们就坐着导去追近魂 李莫微微一笑 众人听得只是振奋 李莫这么说自然有他的把握 无根岛的速度只怕是不慢的 接着 李莫便下了令 由顶魂二人主导 雷王等人开始对圣城进行重建 与此同时 李莫则和四女开始服用九系灵果 李莫身具火水晶三气 原本该服用火系灵果 不过他如今体内有着火尼谷之气 大增火焰力量 反倒是其他两气欠缺 因此服用了水系灵果 酥叶乃纯单胜体 单以火为主 服用了火系灵果 柳宁玄乃五行之体 按理该服用金木水或土五系灵果 但是九系灵果的服用是有规则的 那就是一人只能够服用一颗 所以柳宁玄选择了木系灵果 宋书瑶和秦可儿则不必多说 选择的是雷系灵果和冰系灵果 灵果入体 几人立刻进入到完全入定状态 在这种状态之下是不能够受到任何打扰的 否则对灵果的吸收会前功尽弃 而即使乘坐无根岛 只是移动到无边湖入口就需要促日时间 所以李末也是趁此机会想要有所突破 水系灵果入体 身体便沉浸在纯粹的力量中 待到李末醒来时 已经过了整整六天 水系灵果的大部分力量已被身体所吸收 修为又猛涨了一劫 但是神通境中起本就是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 很多人都需要数百年的光阴才能够有所突破 因此即使服用了这等上层灵果 距离后期境界仍然有着很长一段路要走 相比起李末而言 修为逊色一筹的四女吸收灵果的速度尚且缓慢 还在入定之中 这时 李末便出了修炼场 寻到雪球之后 带着他一路朝着圣城而去 六天时间里 圣城的修复工程进展得很快 三分之一的地方都已经复原完成 细事建成 李末朝着更废墟更深处的地方行进着 直到抵达了一处深谷间的山壁前 他轻轻一扶 山壁上一片光纹散开 出现了一条深长的通道 待李末慢慢走进去 不一会儿便到了一个巨大的洞窟内 这洞窟中满至着书架 里面放置着一侧侧古朴的书籍 不愧是无根岛 李末望了一眼 不免清虚一生 脸上带着喜色 这是无根岛除了圣城书库之外的另一个书库 所葬的是在上古时代都十分珍贵的书籍 而留存到现在更是珍贵之极 一侧便可价值连城 更何况是这么满满一大洞窟 而这些书籍 就连在各大皇级学们的顶级宝库中都难以寻觅到他们的存在 李末慢慢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拿起一侧侧弥足珍贵的古书 翻阅着 聆听着前辈们满满的智慧 一侧侧度来 仅仅只是阅读都让李末获益飞浅 没过多久 李末便找到了分身大战时所使用的五绝无量神印 这侧脱胎于临近五绝而成之学 乃是堪称半届顶级五绝的存在 尤其是在和分身一战中 李末更深深感受到此绝的厉害 绝对不比吞魔刀法逊色 而且 如今他已经涉足吞魔刀法的最后仪式 更有空闲时间来修炼这无量神印 他将侧子收入戒指中 借着继续朝前走去 待抵达洞窟尽头的时候 这里已无去路 不过 身为无根岛主的李末却知道 这里还有路 他信手一服 石壁上光闻如波澜起伏 露出一条通往更深处的道路来 待穿过这石道后 便来到了另一个洞窟里 这洞窟亦如书库 这有大量的石架 只是石架上放的并非是书 而是促以千计的各类灵宝 一件件西式绝伦的宝物 获至于宝和玉侠之中 或裸放在石架上 道道光滑映射 即使半届一路走来收集了 大量至宝的李末也难掩激动 这些除了无根门贡献上来的宝物外 还有无根圣者在近千年时间里的收藏 大量的九等领宝都是上古时代的珍品 尤其是那些随着存放时间价值 更会倍增之物 很可能是这半届之土的独一份人了 而如今身为无根岛主的李末便是这些财富的主人 他行走在宝库里 扫过一样样之宝 内心的激动意久久未曾平复 好一会儿之后 他渐渐镇定下来 接着开始寻觅起来 直到停在了第三排的石架前 石架上放着一个蓝玉制成的宝匣 带到匣子打开 便见里面放着一枚眼睛般的宝石 天眼菩提石 李末露出浓浓的笑意 早在他成为岛屿之主的时候 不只是整个岛屿的设施 连同这里所葬的万物都映入脑海 其中最吸引他注意的两件东西 一件是无量神印 一件就是这枚天眼菩提石 天眼菩提石 传说乃是一位灵境强者死后所化之物 若将此物相遇而心之上 便能够令人增加一样神通 也就是说获得第二神通 但是因为此物拥有着庞大无穷的力量 传说有着无数强者被此物反噬而死 因此此物在历史记载中 也是一件沾满血腥的凶器 而在触摸到这东西的瞬间 李末便明白过来 这石头上残留着淡淡的灵气 也就是说它和火尼谷其实性质相同 想要将这种东西那为己用 那就是拿着性命在开玩笑 但是雪球似乎有着特殊的能力 能够遏止灵气对肉身的侵蚀 而且要想战胜拥有了无限令碎片的禁魂 光是靠着无量神 硬怕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李末也急切更强的力量 此时雪球正为这里出现的大量灵宝而兴奋 挥动着出生的小翅膀在这里飞来飞去 李末一招手将它吸过来 拍拍它的小脑袋道 现在我就要镶嵌这天眼菩提石 若有危险的话就靠你了 喵 雪球听明白李末的话 高呼了声 接着 李末便取了天眼菩提石 此时一贴近额头 李末便顿感到一股强大 自己的力量渗透进来 似乎要将大脑摧毁掉 好在他的身体已经承受过一次 火尼谷灵气的释放 肉身因此锻造到了另一个强度 而灵魂也因为吞噬了火尼之魂的力量 变得更加强大 因此这一次冲击虽然猛烈 却也没有让它受到过多的伤害 而天眼菩提石一接触皮肤之后 自动地开始渗入 一和额头下的血肉接触 李末顿时瞳孔大放 残余的灵气力量经由额心渗入 猛烈地摧毁着过往的经脉和肌体 第764章追集 随着天眼菩提石缓慢的渗透 李末直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舟 强大的残灵气息汹涌之极 试图摧毁肉身乃至灵魂 感受到李末身体的异样 雪球一展翅 将它包裹了起来 顿时间 一丝丝精纯的气息渗透进了心 那天眼菩提石很快安静了下来 李末大松了口气 按道雪球不愧是灵兽 这能耐当真惊人 不过一会儿功夫 天眼菩提石墨入鹅中不见 与此同时 额上灵光大闪 李末顺利地获得了第三神通 轻轻吐了口气 李末睁开眼来 雪球也收起了翅膀 带出了宝库 来到外面山地上时 李末这才一病止 随着额上灵光一闪 神通发动 周遭并没有任何异象发生 但在这一瞬间 李末已经明了了神通的奥妙 同时嘴角露出一抹笑意来 第三神通 竟是复制 能够复制他人的神通 并且完美施展 不愧是天眼菩提石 激发出来的神通 果然非同一般 李末满意地点着头 接下来两天时间里 李末开始修炼无量神印 并且用通天悟道 攻修炼第三神通 进展也甚为神速 就在这日凌晨的时候 无根岛终于抵达了封印地带 巨大的气罩犹如钢铁铸成的屏障 阻碍着无根岛的前进 破印阵 发动 李末站在岛屿之前 一声令下 便见岛屿上一根根巨型阵柱 从各处冒起 阵法启动之时 在岛屿前端凝聚成一把剧刀 随着岛屿的前进 锋利的刀子在气罩上切开了一条口子 让无根岛的以轻松穿透封印 雷王等人目睹此景 不由得惊虚连连 要知道这可是集合三国顶尖力量 制造而成的阵法 却没想到被这么轻松就给突破了 足见无根岛阵法系统的强大 一出了气罩 便很清晰地看到了三国在入口附近的营地 李末和顶魂二人飞身落下去 落在了一人国的营地里 尚在千尺高空 他便已经看清楚了营地的情况 不由得眉头一皱 营地里驻扎的一人国将领 已经全部惨死 而且天气也明显都不见了踪影 一悔而攻附 雷王河岸慈悲也都从两国营地赶了过来 顶道的情况也早在推断中 两国人马也都遭到了袭击 全部战死 天气丢失 净魂的残暴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杀人夺气竟不留一个活口 顶魂沉生说道 这些人多是一招致命 看来净魂的实力在这短短促 日时间里又大涨了一劫 锤魂则担忧道 李莫说道 没想到净魂的速度进这么快 看这些人的状况至少已经死了三天了 而且不知道他究竟朝哪个方向去了 顶魂则道 要变轻方向导致不难 只需在周围转上一圈 我便能够探查到他留下的痕迹 而且主人不必过多担心 他在这里杀人是为了毒气 但到了三国地界之后应该不会这么放肆 毕竟那里人多是重 即使是净魂也不是没有顾虑的 所以他很可能要做的便是找各地方藏起来培养气魂 李莫点点头 说道 即便是这样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 是啊 当初在洞窟的时候 净魂培养气魂也就花了那么一点时间 几天时间下来足以让他培养出一只气魂大军了 雷王在一边说道 那就不耽搁了 禀魂你们先去探查吧 李莫摆摆手 是 禀魂二人立刻行动 朝远处赶去 这时 雷王公深说道 主人 当初我和慈悲兄来这里的时候 还在距离这里无理地的地方还藏有一些人马 若他们没被禁魂发现 或许现在还在 我和慈悲兄商量了下 准备将这些人都带过来 一起伺奉主人 好 你们去吧 李莫点点头 如今雷王等强者都忠心臣服 那么他们的手下自然也不会有半点异议 眼下岛上急需人手 有这些人加入岛也是件好事 没过多久 雷王一行便赶了回来 带来的人马足足有上百人 其中包括猎龙团精锐 还有雷王的护卫队 都是两国的顶尖强者 见到李莫 众人脸上皆带着震撼 显然雷王等人的臣服是他们万万不曾想到的 不过 众人却也没有迟疑 主子都臣服了 他们这些坐下沉的又岂敢忤逆 一个个行了大礼 就此归于李莫麾下 不多时 秉魂二人也赶了回来 他们顺利地寻觅到了静魂留下的痕迹 确认齐驱的方向是义人国 李莫立刻发动吴根岛 高速朝着义人国前进 义人国是三国中最接近北疆高原深处出口的国家 如果时间晚了 让静魂毁掉了义人国 那么他下一步必定就是半戒了 促日之后的深夜 义人国王都离里外外都是戒备森严 防守力量比起平日里增加了一半 此刻大殿中 义王眉宇深锁地坐在宝座上 左边坐着男义侯义方和女儿义木雪 右边坐着东义侯义斩驳 自当日李莫以龙细续迈 救了义斩驳一命之后 经由这些日子的调养伤势已好了大半 两久之后 义王才开口道 这道宝之事就没有一点线索吗 义方摇摇头道 丙殿下 宝库中并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 经过严查也不存在内外勾结道宝的情统 那么库房里上百见顶级天气为何又会不翼而非 义王眉头一皱 这义方和女儿对望了一眼 皆是摇着头 义斩驳开探一声 这还真是多事之秋 刚刚出了难义侯这事 如今又发生这事情 话到这里 他徒儿说道 莫非是猎龙团搞的鬼 义王冷冷说道 猎龙团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在我王都盗宝 更何况还没有留下半点蛛丝马迹 这倒也是 那究竟是何人搞的鬼 别的东西不到 专门盗走天气 这也令人费解 义斩驳说道 不管是谁 这件事情关乎我国颜面 无论怎么样都要查个水落石出 义王沉生说道 三人字都点点头 就在这时 外面有侍卫匆匆赶来 禀告道 丙殿下 大事不好 无边湖方向营地发生惨案 所有将领全都战死 什么 义王豁然起身 指着他叫道 你再说一遍 大侍卫连忙答道 不只是我方营地 其他两国的营地也遭到了袭击 人马全都战死 究竟是什么人竟敢下如此毒手 义方冷着脸呵斥 这件事情必定和王都道保安有关 只怕这道保的凶手 就是杀了三国人马的凶手 义木雪说道 传本殿命令 立刻派人马赶往封印地 着手调查此事 义王大声下令 侍卫正待领命而去时 又有侍卫匆匆赶来 禀告道 领殿下 雷王求见 雷王 义王眉头一皱 雷王竟然神不知鬼不叫地 到了我国王都 他究竟一遇何为 义方大吃一惊 按理说 雷王这样的身份过来 必定是要事先通传的 这样秘密赶过来 便显得事情诡异之极 不管他来意如何 既然来了 就没道理不见 义王说罢 不多时 几人走进大殿里 领头的果是雷王 雷王可真是好闲情 心里迢迢跑到我王都 不知所谓何事 义王一脸警惕地看着他 雷王微微一笑 拱拱手道 深夜来访还请殿下见谅 本殿过来侍奉了主人之命 请殿下一步一续 主人 一王几人互望一眼 对这个称呼感觉到诧异 堂堂雷王居然称呼他人为主人 然后 一王冷笑一声道 雷王 你究竟想搞什么鬼 雷王一本正经的道 殿下莫要误会 本殿并无任何恶意 只要殿下见到主人 自不会有所猜忌了 见到雷王这样子 一王等人都是眉头皱的老高 印象中的雷王飞扬跋扈 傲慢之急 然而如今他却好似换了个性子似的 不仅说话平平静静的 而且态度温和 那样子 便好像一头被驯服了的恶犬 莫非 这雷王当真沉浮于人 还是说 他有着更深的阴谋 虽然心有疑惑 但是一王到底也是一国之主 自然不怕雷王有何恶意 他便沉声说道 既是如此 你就带路吧 雷王微微一笑 朝外走去 已到了殿外广场处 雷王便停了下来 身边的将领吹起口哨 但见长空中传来几声英明 紧接着几头大鹰落在地上 雷王骑上鹰背 朝着一王一笑道 殿下请随我来 话落 大鹰展翅高飞 只朝天际深处而去 哼 我便要看看他搞什么鬼 一王冷冷一笑 背上双翅一展 尾随而去 一方三人自也展翅跟随 同时一起行动的 环有殿内的促使葛侍卫 一路高飞而去 直上九天 待到抵达一片浓密的云层地带时 雷王一行这才停了下来 一王等人速度极快 一直紧跟着他 并未落后分毫 雷王 你究竟想带本殿去哪里 一王冷冷直问道 雷王微微一笑 说道 殿下莫及 已经到了 话落实 便见云层中光纹荡漾 一座巨大的福岛 在转瞬间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第765章 再回王都 这 这是 一王等人 只是大吃一惊 以众人的眼力 自然能够看出 这岛屿乃是真真切切存在之物 而并非是什么幻象所成 这就是无根岛 雷王含笑说道 什么 无根岛 众人又吃了一惊 等等 莫非雷王 你竟然闯进了无边湖 一王徒儿醒悟过来 这事情说来就远了 请诸位随我来吧 主人正在圣城中等着呢 雷王微微一笑 成婴儿行 无根岛上本无蛮兽 也是受到了当年爆炸的影响 将蛮兽体系摧毁殆尽 如今 李莫一路过来 便顺便抓了一堆蛮兽放入岛中 如此岛上便多了不少生气 随雷王带领 一王一行展翅高飞 俯瞰着这方岛屿 脸上惊讶之色久久未去 不多时 一行人便抵达了圣城 经过十来日的修缮 圣城已修复大半 可除亏当年的模样 如今 大门敞开着 一条大道直底宫殿群 沿途走过去 不少两国人马正在修建城池 见到雷王来了 皆纷纷行礼 一王等人看在眼里 眉头皱得深深的 这里不只是雷王的部署 更还有猎龙团的人 原本这些都是凶神恶煞 阴沉郁郁之辈 但现在却好似都脱胎换骨似的 在这里敲敲打打 凤逢补补 甘起粗活人来 未过多久 一行终于抵达大殿外 一个红甲齿发的大汉 从里面走了出来 一王立刻意躬身 说道 丙魂前辈 我已经将一王一行请来了 这是 戏魂 一王端详了一下大汉 陡地心头一震 什么戏魂 一方等人也都大吃一惊 并眼看着大汉 果然发现此人异于常人 诸位请吧 主人已经在里面久等了 顶魂笑了笑 反身朝礼走去 一王等人满怀疑惑走进去 带来到宝殿外食 便见一个青年坐在宝座之上 闭目养神 微微然如帝王般 地点 一目雪直视惊呼一声 李莫睁开眼来 微微一笑 时间有些紧 我忙着修炼功法 所以没能亲自下去 姐姐可别介意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雷王他们竟会称呼你为主人 一目雪按捺不住疑惑 连忙问道 一王诸人也都瞪大眼睛望着李莫 急切地想要得到答案 李莫含笑说道 姐姐别急 殿下你们也请先坐下 带我细细到来 带到众人坐下之后 李莫便将无边胡一事一一到来 众人一听得开始便已是惊虚连连 万没想到雷王和天爵 也居然联手潜入 幸亏李莫足智多谋 这才避免了祸端 而后 听到李莫在死光区调虎离山 将雷王一行耍得团团转时又固有大笑连连 再后来 听到李莫深入圣城 背径魂疾伤又紧张地捏了把汗 听到无限令碎片那更是深感震撼 随着李莫的叙述 众人的呼吸也越发的急促 顶魂的出现 雷王与锤魂一战 再到后来一系列的事情 带李莫说完后 诸人也都久久未曾回过神来 然后 义王长长吐了口气道 真是不可思议 没想到无边胡竟然隐藏着这样的秘密 贤职的能力真是令人佩服至极 也怪不得雷王和天爵都悉心臣服啊 诸人此时看李莫的眼神 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饱含着深深的敬畏 和当初在露台园上一盏雄风时相比 此时的李莫已经占到了另一个高度 义木雪则恍然大悟道 这么说 宝库被盗取的天气应该就是这镜魂所为了 李莫点点头道 正是 一切也如顶魂推断的 看来镜魂并没有贸然发动进攻 而是盗窃培育弃魂 那这可麻烦了 王都周边这么大 要想在短时间内寻找到镜魂的藏身地 并不是件容易事情 义王担心道 李莫则道 殿下该担心的并非是找不到镜魂 而是如何对付镜魂 如今贤职集得了圣者传承 应该能够力压镜魂了吧 义王立刻问道 李莫肃然回道 若是在吴根岛上打起来 我或可利用这里的阵法对付他 不过镜魂没那么傻 他见到吴根岛出现 必定知道有人成为了岛主 不会跑上来的 所以 对付镜魂只能够是在地上 当初伤到镜魂是因为镜魂 才刚刚获得无限令碎片 而现在过了这么久 他对于碎片的力量只怕更加娴熟 能够有多强很难估量 这时 顶魂在一边说道 他所培育出的气魂也都不可小亏 气魂操纵起天气来能大增威力 尤其是触发天气上硬科的阵法时 更是如此 天啊 宝库中丢失的天气都是历代先被留下来的精品 其中不乏是主的凶器 若是这些气魂都成行了 那还得了 一方直视焦急起来 这时 一目雪问道 那弟弟就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他吗 当然有 我这么急着过来就是为了对付他 不过要对付净魂不能急在一时 还需有所筹谋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李末说道 时间 众人听得都有些疑惑 李末说道 要想击败净魂需要一样东西 而此物的使用需要一定时间 所以必须争取时间 因此我们必须要把这阵仗弄得大一些 这样一来便可迫使净魂继续盗器赔魂 以争取时间 贤侄怎么说 本店就如何做 你就说说方法吧 义王立刻说道 李末便道 等惠儿殿下回去 以宝库重宝失窃 事态重大为由 立刻派人赶往暗龙国 我也会让雷王传令下去 召集天雷国精锐过来 这消息传到净魂尔多里 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好机会 可以一下子对付三国的高层 所以他必定会等待 本店明白了 那我这就传令下去 义王说道 李末微微一笑 说道 传令迟一会儿并不成问题 我倒有件事情想告诉殿下 贤侄尽管问 义王说道 李末便道 雷王他们已经和碎片合二为一 这么做会大大提升修为 同时因为和碎片融合 也再不会受到碎片本身的限制 义王浑身一震 惊颤道 贤侄的意思是 李末目落到硬木雪身上 韩笑说道 这样一来就可以自由离开这高原深处了 义木雪嘴唇一颤 义航青泪滑落 他和林子冲因为碎片之事分别百年 远隔万里 如今终于洞悉了成为自由身的方法 一下子难以自制 呼 义王等人也都是长长的吐了口气 这消息来得太过突然 以至于他们受到的冲击力也绝不小 两久之后 义王站起身来 朝着李末深深一拜道 碎片虽然给予了我们无穷的力量 但却也将我们祖祖辈辈困在了这里 千辈们担惊结律 思考着离开之法却终是无解 如今贤侄有此能耐 能解除束缚我足数千年之苦 请受我一拜 李末微微一笑 走过去将他扶起来 若无殿下助我进入无边湖 那我又怎么可能成为无根岛之主 这一点殿下就别多想了 我先把这事情说出来 就是想听听殿下的意见 一旦你们能够自由离开 那么你们的存在被半戒的人所知 也就是迟早的事情 到时候可能引发的波动可想而知 话到这里 他神色一速到 邪道窥探也就罢了 尤其是现在半戒魔使作乱 更连异国的皇级玄门都给攻了下来 可谓猖獗之极 我这无边湖一行 更难料外面会乱成什么样子 一王便肃然说道 除谋未到 乃是我们正道的本分 虽然几千年来 我们因为困于这里而多耗在了国战上 但是我们本就是半戒之名 当然要去外面 见一见先辈们的土地 李末点点头道 如此我便知道了 那就请殿下挑选王都精锐来这里 由鼎魂将其碎片炼化 以此来对付那弃魂大军 接着一王一行者才离开 待返回王都之后 立刻派人赶往暗龙国和天雷国 同时 秘密调集精锐送上吴根岛 与此同时 李末则离开了吴根岛 赶往了王都周边 设置对付靖魂最强有力的武器 第二天 关于盗宝之事就传得沸沸扬扬 而关于益王召集三国王者过来商议大事的事情也火速传开 一切都如李末所料般 禁魂果然没有露面 而在王都各处都出现了天气失窃的事件 一时间王都李怡云重重 如此一晃又是半个月 暗王带领着星烈龙团的成员抵达了王都 与此同时 星自赶回天雷国的雷横也带回了一大只精锐 这日正午 三国高层在王都大殿汇聚一堂 翊王 雷王和暗王并排座在上位 旗下一人国三大义侯 天雷国两大神将再加上暗龙国帝爵和新任猎龙团团长 可谓强者如云 暗王精神抖擞 看来国内局势已然平稳了 翊王含笑说道 暗王傲然说道 天爵一跑 剩下的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收拾他们没多大困难 话落 他瞥了雷王一眼 冷冷说道 雷王 暗慈悲是不是跑到你们天雷国去了 他并不在天雷国 雷王摇摇头 哼 你倒回答够快 不过本王可不会相信你 入台原一事本王迟早要找你算笔账 暗王沉生说道 那事情确实是本殿有错在先 但要追究这事却不及在这一时 今日过来可是有大事相伤的 雷王说道 听到雷王居然认错 暗王不由得一皱眉头 然后又朝雷王说道 殿下突然邀请本殿过来说有要事相伤 却没有吐露半个字 现在可能明说了 第766章殿前对质 雷王神色一速道 今次请暗王过来却有要事相伤 而这事情更关乎到我们三国的存亡 见雷王一脸严肃 暗王也挣着脸道 请雷王如实相告 接着 雷王便将无根岛一系列的事情说了一遍 待说完时 暗王张大着嘴巴 一时间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他尚且如此 随行的地角等人更是吓得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 这事情的内容太过震撼 牵扯着无根圣者 三大气魂乃至无根岛 而雷王河岸慈悲更被李莫所收服 成为了麾下之臣 如此故事即使一部分都已是惊天其闻 更何况如此多玄妙的事情集合在了一起 两久之后 暗王望着长空 颤声道 这么说 无根岛现在就在咱们头顶上 一王点点头道 正是 他便藏在白云深处 别说在这里了 即使靠近时障眼难以寻觅其踪迹 暗王常常吐了口气 这才稍稍镇定下来 太叹道 李贤侄当真是人中之龙 也怪不得暗慈悲 那么野心勃勃的人居然会败倒在他麾下 虽然本王力是要将他捉拿回国 不过眼下这结局倒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上天有好生之德 若留他一命让他能为我挣到苍生谋福 确实是好事一桩 一王说道 暗王又道 那么 今天咱们过来就是充当诱饵了歌 一王一笑道 正是如此 据李贤直估摸着 我们三方集会之时 静魂必定会出动 到时候再来个瓮中捉鳖 暗王便也一笑道 那看来今日是有一场好戏要看了 一王笑了笑 望着远方 一时也意气风发 于是 诸人便在大殿里闲谈些事情 甚是和睦融洽 这气风可谓前所未有 要知道 这几千年来三大国摩擦不断 使有小规模的战事发生 甚至几经演变成了国家级的大战事 像这样三个国家的领袖坐下来笑谈显示 拉拉家长那是绝无仅有的 尤其是雷王 自臣服于李末之后 力气尽失 和以前的骄横全然判若两人 时间一晃便是半个时辰过去 这时徒友侍卫匆匆赶来 禀告道 禀一王 有自称静魂者抵达内城入口 说是无边胡来人 欲拜见殿下 果然来了 让他进来吧 一王冷笑一声 不多时 便见一位老者漫步而来 一身白袍 特法童言 宛如天上仙人 一身圣洁浩瀚之戚 殿内诸人都不由暗虚了一生 果如李末所言 这禁魂一副圣贤姿态 极容易让人看成正道 待禁魂走到殿外 一眼扫过三国强者 然后扶须一笑道 老夫乃是无根圣者坐下的禁魂 经从无边胡而来 出闻三国之事 如今三国诸君汇聚一堂 特来拜访 述本殿孤陋寡闻 却是未曾听过圣者 座下有名为禁魂者 而且 阁下显然并非人类 若本殿猜得没错 应该是天气之魂吧 翼王说道 没错 老夫乃是圣者 所炼制之梦眼镜的气魂 禁魂淡淡笑道 那么 无边胡封印外 三国营地朱将领的死亡 和最近我王都盗弃事件 和阁下又有什么联系 翼王神色渐素 禁魂庞若无人地笑了起来 一幅虚道 这些都是老夫所为 那你还敢来我宝殿 翼王双目一瞪 禁魂笑道 区区一些无关紧要的性命 翼王何必如此动怒 今天老夫过来 可是要重要的事情 要和诸位商量呀 话落 他沉生说道 今日 你们三国诸君都要沉浮 在老夫麾下 三国一统 奉我为主 真是好大的口气 暗王大声呵斥道 禁魂仰天长笑 唯唯眯起眼看着诸人道 一群井底之蛙 就算你们家在一起 也并非老夫的对手 而且对付你们 海上无需老夫动手 话一落 他一扶手 但见一把把天气凭空而现 天气一现之时 释放出道道光华 紧接着 一个个形态各异的气魂 便从气中现身 或为兽形 或为异类 或为人形 足足上百葛 饶氏翼王等人早的吩咐 如今见这情形仍是抽了口凉气 他们深深地感觉到这些气魂的强大 那是无法用正常的修为来衡量他们的 他们和天气乃是一体 能够将天气的威力最大化地激发出来 而这是人类无法做到的 若是真的打起来 这上百葛气魂变族有将三国人马击败的实力 如此也怪不得净魂如此猖狂了 怎么样 老夫略失小数 你们便以目瞪口呆了吧 还不乖乖缠服于老夫 静魂的意洋洋的笑道 翼王肃然说道 凭我们确实难以和你争锋 不过自有人能够对付得了你 静魂放声大笑 一副手道 有什么能人你尽管请出来 老夫倒要看看他有多大能耐 好 那你便抬头朝天上看看 翼王冷冷笑道 天上啊 静魂傲笑一声 果是抬头望天 这一望 豁然间瞳孔大放 师生叫道 神吗 此时 殡内珠墙也都纷纷望上长空 但见一座巨大的福岛 慢慢在空中亮出身形 朝下一动而来 天空上巨岛出现 顿时整个一人国都沸腾了起来 大街小巷 王都内外 所有的人都睁大着眼睛 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在三国的古卷记载中 曾经便写着关于福岛之事 和学们一样 福岛在半届也是特殊的存在 甚至可以说是身份和权势的象征 只有大宗门才有着建造福岛的能力 只是三国各宗门 关于福岛的制造技术早已失传 因此如今福岛一线 自是引来轰动 怎么可能 吴根岛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静魂恶然失声 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 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 不过一悔而攻附 吴根岛已落在了北面一片公园之上 这时 在岛首的位置上 清晰可见一行人马 大领头的青年正是领没 在他身边是刚刚突破了境界 同时达到了神通境 忠奇修为的苏彦四女 在旁边就是顶魂和锤魂二人 在一行人身后则是天雷国 按慈悲和猎龙团和一人国精锐队伍 一共上百人 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逃出来 是谁成为了吴根岛的主人 静魂脸上的镇定早不见了踪影 雪儿来之是争吟的愤怒 你说呢 李末站在导手的平台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是你 你这小辈怎么可能击败主人的魂魄 静魂恶然大叫 你做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你既然还称呼圣者为主人 就该知道你犯下的罪行 是他绝不可能饶恕的 李末沉生说道 放肆 你区区一个小辈有什么资格教训老夫 静魂勃然大怒 放肆的是你才对 和你说话的可是主人的继承者 是吴根岛的新主人 顶魂立鹤一声 新主人 静魂徒儿低沉沉地笑了起来 大笑之后道 真是天助老夫 几千年梦寐以求的岛屿 居然有了这个小辈当主人 那么 只要我击败这小辈 便可以将岛屿收入囊中了 静魂 你犯下累累杀戮之罪 原本天理不容 但是如果你愿意臣服于我 我们可以一同慢慢偿还这罪孽 但是若然你仍是执迷不悟 那我唯有代替圣者前辈取你性命 李默肃然说道 少废话 就凭你也想取我性命 别以为得到主人认可就有多了不起 别以为得了无根岛就是天下无敌 我有无限令碎天在身 谁也不会是我的对手 静魂傲然说道 然后他朝着李默一直道 你若然乖乖沉浮于我 老夫导可考虑留你一条小命 否则的话 只怕今日岛上要失手遍地了 那看来是谈不拢了 李默轻叹了一声 静魂虽恶 但到底是无根圣者苦练之气所化 几千年受缘何等罕见 但眼下却不容他留守 于是 他一挥手 顶魂二人带着一群强者已落于大殿之前 雷王带着阴神将一行加入了队伍 不 为了对付老夫专门都将碎片炼化了吗 不过 老夫现在培育出来的气魂可合之前不是一个极数的 静魂嗤笑一声 奏一仰手 上百气魂顿时化作道道洪光朝前冲去 人与气合二为一 煞气瞬间布满全场 上 顶魂沉和一声 百名将领一涌而上 大战一开始便是一场白痴化的大战 静魂通过无限令碎片培育出来的气魂 大多拥有着神通静中旗的战力 再加上对于天气潜力的完全释放 使得他们的战斗力达到惊人的程度 可以说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 是一人国将领中排名前十的强者 而上百个前十强者一起发动进攻 声势和其浩大 不过 李莫这一边的阵容也绝对不差 顶魂和锤魂字不消说 比起任何一个气魂都要强大 几千年来沉淀出的战力和战斗经验 是这些出生的气魂无法比拟的 而雷王 阴神江 暗慈悲和暗三星等两国强者原本就够强 经过碎片炼化又经过这么一大段时间的修炼 修为更达到了一个层次 而一人国挑选出来的将领们经过碎片炼化 又在无根岛堡地中修炼半月 战力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这一战 只是打得天崩地裂 鬼哭狼嚎 第七百六十七章在战境魂 好可怕的气魂 殿内 一王眉头一簇 暗王等人都没说话 但一颗心是悬在嗓子眼里 胸腔里只是惊心动魄 大战一开始 令他们震惊的便是雷王等人的战力 一冲上去就是全力猛攻 毫不留守的攻击 神通一个接着一个狂轰乱炸 原本三国里的顶尖强者就那么多 大家都是知根知底 对方有多少水准 心里再清楚不过 然而如今 雷王等人展现出来的实力 一下子越至另一个急促了 这个时候 众人看到以前那个雷王的影子 凶猛地犹如狂尸里横冲直撞 猎龙团的人马则快得及其目力 才能够勉强跟上他们的速度 这令新建猎龙团的众人 一个个身感震撼 但即使如此 气魂的队伍竟未在这样的强攻之下溃散 相反 他们稳稳地站住了阵脚 气魂并不通小五角 但随手一招一式本能的攻击 却带着威慑灵魂的力量 天气已超越人类控制 促背的速度和杀伤力 在场中穿梭 尤其是天气上硬科的法阵 以高频率的方式不断爆发 那场面直视显相还生 店内强者尚且如此 店外广场边上的侍卫们更是看得目瞪口呆 即使是陆台原之战 比起这一战都逊色不少 李末站在吴庚岛上静静看着这场面 表情平静至极 那眼神透着深邃的则是对于全局自信满满的把握 没过多久 大战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戏魂一个接着一个被击杀 那场面看得三国人马振奋欢呼 就其缘由甚为简单 戏魂经过长期时间培育出来的不只是力量 还有着完善的心智 静魂通过无限令碎片 虽然令大量气魂在短时间内成熟 但是这些气魂的心智都仍然处于萌芽状态 他们虽然强大 但攻击方式就那么及格套路 而无论是顶魂还是雷王等人 则都有着足够而丰富的战斗经验 一旦把握了对方的攻击套路 那么要寻找突破口也就理所当然了 眼看手下的气魂一个个被斩杀 静魂顿时脸色一黑 大手一挥道都回来 刷刷刷 一大堆剩余的气魂全都撤了回来 一个葛慎显狼狈 另一边出战告捷 三国强者们都暗松了口气 这时几道人影从天而降 正是李末和四女 静魂看着他冷冷说道 倒是小看了你们 居然能够把炼化碎片的人训练到这地步 不过这些不过都是开盘小菜 老夫所道之气可远远不止这一百件呢 李末淡淡说道 静魂 你既想当无根岛的主人 不必那么麻烦 你我一战 你若能胜出 我把这身份拱手相让 好 你既然想这么简单让位 那老夫就遂了你的愿 静魂咧嘴一笑 李末朝着四女微微汗手 四女便朝后方移动开去 三国人马则退得更远的地方 把殿前广场完全空了出来 静魂五指一张 梦眼镜现身 另一边 李末信手一扶戒指 三道光滑闪现 雀灵刀 霸王斩现身 二气一线释放出浓郁的光滑 道道流光环绕 犹如先品 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二气已经进入极品境界 双刀环绕着李末 缓缓移动 而在李末手中则是一把金色长枪 此气正是李末在静魂洞窟中所获的极品天气 其名为灌神枪 其乃是由上古名师所著 采用了神龙之脚链化而成 拥有着极度强大的穿透力 只要被这一枪尽身 随时可能把人捅葛窟 被奉为上古时代的神器之一 只是此物早早失传 如今偶的李末寻货 于是 双刀为辅 神枪为主 李末持枪而立 身上赤火沸腾 壁水悠悠 其间金光灿灿 三气合一而成的真气洋溢而出 浩强 翼王不由脱口而出 比起当初陆台渊一战 李末现在释放出来的战力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尤其是服用了水系灵果 令他的真气浓度大幅度提升 解除 随着李末一声尘喝 脉轮定在瞬间解除 顿时间真气净化成类灵气 一股纯净之急又蕴含着霸道无边的力量 一时不满全场 呼 翼王等人直视清虚出生 虽然早有预料 刚才李末力量的释放仅仅只是开始 但万不曾想到他力量提升的幅度竟是如此可怕 而且他释放出的气息明显不能够用真气来形容 那是一种凌驾其上的物质 这种状态下的李末已经拥有着完全超越众人的强大 但这尚未结束 但见玉兽魂界和巨人指环同时发动 李末豁然化身巨型龙兽 一身气息更增添了三分狂暴 与此同时 火龙魂魄从他的身体里脱离出来 化身成为火龙坐骑 哗 全场顿时间惊呼声不断 一个个瞪大着眼睛 深深感受着震撼 实体龙魂 镜魂眉头一皱 显然也没料到李末居然把衣服的龙魂都修炼到了实体的境界 怎么 怕了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李末坐在火龙身上 俯瞰着他 也太高估自己 你这点实力吓唬他们还行 要想吓唬老夫还早着呢 镜魂却是吃笑一声 耳后坐地发出一声厉笑 他身上光泽大作 喷涌出一道光柱直冲九天 杀时间 明亮的天空一下则变得漆黑无比 唯有一颗颗星辰上闪烁着光芒 刷 李末坐地一仰手 冠神枪脱手而出 一瞬和梦眼镜撞击在一起 棒 大地爆裂的声响犹如在众人身体里 引爆似的 让人心头猛地一颤 然后还没反应过来那滔天的气浪以滚滚肆虐而来 棒棒棒 李末坐在火龙身上 双手急动 冠神枪和双刀如金红般穿梭来去 和梦眼镜不时撞击 每一次接触 大地上就出现一大条裂痕 生生如聚骨震天 众人只是心跳剧烈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这看似简单的天气交锋 每一席却都是生死相斗 镜魂沉着脸 虽然他一动不动 便可以操纵梦眼镜护体袭敌 但是眼前这形式却是他之前未曾料到的 眼前这小辈和当初被自己一掌重创时简直判若两人 修为已然和他是一个高度的存在 然后突然间 李末二指已病 但见镜魂身前徒弟出现了一个金甲神僵 他一出现便挥刀狂斩 神通 镜魂一皱眉 退得倒也极快 一瞬便已经脱离了金甲神僵的攻击范围 这事 一网等人看得都是一呆 纷纷朝着苏燕望去 但凡是经过陆台园的人都曾目睹过苏燕的身手 便很清楚他的神通就是释放神僵 攻击力相当可怕 此刻 苏燕二指倾触在耳间上 耳上光泽闪烁 但是这神通却绝不是他释放出来的 因为他距离战场非常远 不可能把神通释放到镜魂之前 而且 动手施展神通的明显就是李末 而令诸人更稀奇的 则是除了苏燕 其他三女也都是手放而尖 一副施展神通之态 就在镜魂一退之时 李末上又是光泽一闪 一道奔雷从天而降 什么 镜魂脸色为变 显然未料到这一手 这一退就是七大步 七道奔雷接踵而来 最后一道更是披在了他的衣袍上 虽未伤到他却令他显出几分狼狈来 雷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贤侄为何能够施展他人的神通 义王忍不住问道 这一问 诸人都竖直了耳朵 雷王微微一笑 解释道 这便是主人的第三神通 复制 诸人听得直施打了葛基灵 再看李默时那眼神中透着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没有碎片的玄师根本不可能触及第二神通 这个景区般的领域 然而李默居然领悟到了第三神通的境界 而且 这个境界太过可怕 居然是复制他人的神通 这样一来他的神通简直就是防补圣防 另一边 看着烧焦的衣服 镜魂脸一下子拉了下来 却又忍不住疑惑 怎么回事 你不可能施展这么多神通 想知道吗 李若奉我为主 我便告诉你这个小秘密 李默唯唯一笑 放肆 管你有天大的能耐 其实老夫之敌 镜魂听得脸一黑 全身光泽大闪 但见那八掌大小的梦眼镜涂地体积暴涨 一瞬已被化成了百掌大小的宝镜 天地皆我目 他一声大喝 宝镜光芒狂闪 与此同时 在万丈之土上奏地出现无数只眼睛 眼睛一现 便朝着视野前方喷射出巨大的光束 全体防御 顶魂大喝一声 三国人马哪敢迟疑 纷纷聚合真气 构造成一个覆盖广场的庞大气罩 无数光束交错喷射 撞击在气罩上 饶尸在场三四百人合力之下 这气罩竟仍是摇摇欲坠 使难想象李默将会应对如此可怕的攻击 就在这时 但见一道耀眼之极的神光涌冒而出 他如鞭子般肆意横扫 速度快如雷电 竟将周遭一切光束碾成粉末 气罩终于承受不住冲击 轰然崩溃 三国人马连忙飞退 带落到外围宫殿群上时 神光和光束同时消失不见 但见尘埃慢慢散去 广场早已塌陷成了一个巨坑 首先浮现在众人眼前的视镜魂 他副手而立 脸色深沉 巨大的梦魇竟悬浮在前方上空中 发出噼里啪啦的雷响声 紧接着 便是其着火龙悬停在远处的李默 他一手持着灌神枪 身边双刀环绕 直如天神下凡般 第768章九龙线 竟魂灭 杀 二人在对峙半席之后 又瞬间交错在一起 紧接着化作两道红光冲天而起 但见无数道光束交错 在长空中引发阵阵爆炸 只是绵延百里 伺女飞升而上 贴在战圈边缘处 以便李默能够复制他们的神通 这第三神通虽有复制之能 但也有着不少的限制 各种神通不能共存 要复制其他神通 就会把之前的神通覆盖掉 上百气魂和三国珠江 也都分站在广场两边的宫殿群上 一个个喘着粗气 刚才静魂那一集对于众人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攻击 但这样的攻击竟然能够连续释放 而李默手持冠神枪 枪枪暴射神光 火龙不时喷吐出赤燕龙席 一人一龙游走天地 和静魂打得难分难解 天空中轰隆隆一片 漫天都是赤色火焰和白色光滑 宛如两个巨神在展开生死搏斗 每一席都是震折人心 然后轰得一声巨响 两道光影子九天而落 分别砸落在两座殿堂中 随着宫殿塌陷成废墟 又轰然爆炸 尘埃迷漫间 二人各自走出 静魂身上一刨破碎 肉身上一道道裂缝 渗出隐隐的白光 另一边 李默也是伤痕累累 鲜血淋漓 短短时间居然能把修为提升到这境界 若留着你 日后必定是大麻烦 静魂冷冷说道 静魂 你不会是我的对手 还是趁早投降为好 李默淡淡说道 哼 别以为这个时候和我打个平手 就觉得有胜算了 本魂可还没有露出真本事 静魂傲然说道 这话一落 众人都是大吃了一惊 二人的战力都到了惊人的地步 可以说以一人之力横扫一国都不在话下 而静魂居然还隐藏着更强的战力 这时 便听李默说道 你的打算我清楚得很 不过就是想吞噬你所培育出来的气魂 静魂宁笑道 你倒是够聪明 没错 老夫所培养的气魂极是单独的战力 同时又是老夫的补给品 只要老夫将它们吞噬掉 那么要想收拾你便不过是件简单事情 众人听得脸色一变 如果静魂能够完美吸收气魂的力量 那么能够增幅到的修为简直难以想象 却见李默神色平静地道 可惜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不会给我机会 小辈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静魂狂笑一声 周边上百气魂立刻围在他身边 里三层外三层的 有本事你就在我吞噬气魂前闯进来 静魂吃笑道 不好 贤侄 咱们一起上吧 翼王立刻叫道 即使李默修为再高 经过这一番大战之后要想在短时间内突破百人防御那也是不可能的 而一旦静魂吞噬成功 那么这一场大战的胜算会被大大的削弱 不必了 我早有对策 李默回头唯唯一笑 对眼前的事态并没有多大担心 好 我便看看你能有什么对策 静魂一声力笑 一手抓在身边一个气魂 那气魂迅速地缩小 直到完全不见 与此同时 静魂的修为则猛涨一劫 而时间不过就那么一顺 李默一动不动 就这么静静看着他 两个 三个 四个 几席时间里 静魂一口气吞噬了四个气魂 修为狂涨不止 笑声更是直冲就消 但李默还是没有动静 众人则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虽然知道李默或有举动 但还不知道他的底牌 之前却对眼下的状况担心不已 然后突然间 在城外的方向图第一道光束冲天而起 冲破浓浓的云层 紧接着 第二道 第三道 足足九道光束冲天 然后光束骤然调整方向 以平行于地面的角度汇聚在了上空 化作一个巨大的光影 正法 静魂仰头望天 然后大笑道 小辈 你没有这么天真吧 以为一个正法就能够将我击败 一个正法就足够了 李默淡淡说道 辞政万年未现 今日一出只为对付你 仅凭这点你也确实有骄傲的理由 化落实 但见光影中斗地涌冒出一头巨龙 以快如奔雷的速度呼啸着朝地上坠来 恩 静魂奏一抬头 脸上流露出几分凝重 巨龙一线 整个阵法给人的感觉一下子发生了变化 整座城池都被笼罩在了可怕的杀气中 那巨龙便好似一座大山斑压下来 令人呼吸一紧 曲曲一头龙 看我如何破拟 静魂怒笑一声 冲天而起 在半空中和巨龙撞击在一起 竟将对方震得粉碎 静魂浑身一颤 显然也受到了不少的冲击 然后他咧嘴一笑道 老夫说过 一个阵法修想起什么作用 你以为这个阵法就这么简单 这不过刚刚开始 李莫微微一笑 话落实 光影中奏地冒出第二头巨龙 这一头比起上一头体型更大 速度也更快 哄 他犹如流星坠落 一瞬一句地不过百丈 什么 静魂脸色一沉 一边记起梦眼镜 一边将两个气魂吸过来 吞噬气魂间将巨龙在半空震碎 紧接着 第三头龙 第四头龙 静魂力笑将二龙震碎 但此时已是气喘吁吁 他不断吞噬气魂 但却跟不上巨龙力量提升的速度 待到第五头龙降下之时 天地间已是一片火海之井 龙落之时王都亦是遥遥欲坠 龙身上聚合的力量之强大 即使远隔万丈众人便能够深深地感觉到 那是一种能够摧毁万物的能量 磕 静魂怒笑着冲向巨龙 轰 魂龙撞击间 爆发出巨大的冲击波 将万里之内的万物一瞬间碾碎成粉末 几十个气魂也在爆炸中被震得远远的 巨龙消失时 静魂重重摔落在地 挖得狂吐鲜血 似乎连战都站不稳 就在这时 李莫悚然一动 一瞬落到他身前 右手如刀扳扎入他的胸膛 一把抓住了他体内的无限令碎片 休想 静魂大惊 欲出手阻拦 但他重伤之下 岂是李莫的对手 李莫一把抓出无限令碎片 同时胸膛中抖地冒出虚空兽爪 什么 静魂哪料到李莫有着手 更被两只兽爪打得正着 在空中打着转 重重落在废墟间 好 众人只是欢呼大叫 一旦静魂失去了无限令碎片 那就再没有能耐和李莫争锋了 此时 李莫手持着碎片 一不免按探了一声 差点就注成大错 另一边 静魂站起身来 勃出一大口血 那血纯白如光 落地便消失不见 说是血 其实就是纯粹的能量 怎么会这样 看着李莫手中的碎片 静魂颤着声音 然后大叫一声道 上 去把碎片给我抢回来 诸气魂齐应一声 正待一涌而上 却听李莫轻横一声 二指朝天一指 光映上第六头龙出现 呼啸而来 巨龙一顺据地百丈 犹如神龙现世 发出一声惊天咆哮 狂乱的气流场中乱窜 朱气魂被吹得东倒西歪 难以靠近李莫 不好 静魂则仓皇大叫 此刻眼中才流露出深深的恐惧 但是 以他现在的体力 连躲避巨龙的机会都没有 哼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响声 一堆气魂被高高掀起 而静魂所在地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坑 周遭万物被碾至沉渣 而一心想要创造气魂帝谷的静魂也彻底消失在这世间 李莫仰望长空 随脚扶起笑意来 新生说道 不愧是九龙浮屠阵 当初他预料到光凭自己的实力难以急杀近魂 因此便萌生了借助九龙浮屠阵的想法 以前的他要想建造此阵 需要促越时间 而随着他修为的提升 对九龙浮屠阵的掌控力也越发的强 如今仅仅花了半个月就成功设阵 如今引动阵法 仅仅花了六龙之力就急杀近魂 而近魂此刻的修为已经是站在中期修为的巅峰境界了 然后 他目落到一群狼狈的气魂身上 一手高举无限令碎片 沉声说道 尔等还不速速臣服 诸气魂目睹近魂被杀 而他们更本能地感觉到无限令碎片和他们之间的关联 一个葛顿遭振折 纷纷扶在地上 做臣服之态 哗 全场顿时爆发汹涌的掌声 翊王等人纷纷赶过来道贺 一个葛目光崇敬之急 贤侄 这是龙之阵莫非竟是传说中上古十大阵法中的九龙浮屠阵 翊王见识广博 忍不住问道 正是 李莫点点头 听闻此言 众人又是浑身一阵 这可是连天王级的强者都能够斩杀的阵法 斩杀近魂也就理所当然了 只是此阵居然在李莫手中 这意识让人惊叹 然后 翊王涂地攻身 朝着李莫深深一拜道 此番权靠贤侄支柱 才挽救了我国土无数子民 仅仅只是感激之言难以表达本殿的心情 话到这里 他微微抬起头来 一脸真挚地道 我愿如雷王一般 奉贤侄为主 我国臣民当世代追随 永不背叛 此时周边一人国将领们早跪倒了一大片 听得一王之言皆没有半点意义 樊岛纷纷激动着 浮身大喊道 我等愿世代追随 永不背叛 一看这局面 暗王也浮身跪地 恭敬道 我等也愿是死追随 永不背叛 一时间 寒生震天 皆是发自肺腑之言 第769章出山 都起来吧 李莫微微一笑 收起龙须 同时将火龙魂魄纳入体内 他没有拒绝一王等人的请求 眼下碎片炼化之法已有 三大国和半戒的接触已成为必然 有自己参与到这股势力中 对于半戒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 眼下半戒的局面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也难以预料 有三大国的人马于自己麾下 对于正道也有很大的帮助 接着 一行人随李莫返回吴根岛盛城 第一次踏足此地的暗王等人都按捺着震惊 谁也没有想到在吴边湖那里竟有如此庞然大物的存在 待进入圣城 李莫高座齐上 三国人马各择齐坐 李莫说道 关于碎片炼化之事我已经和一王说过了 这事情暗王可知道了 刚才在大殿里听一王提起过 听说只要炼化碎片便可以获得自由之身 暗王有些激动道 李莫微微汗手 说道 正是如此 那暗王可有何想法 老朽及奉贤职为主 自是一切仅听贤职安排 暗王拱拱手道 二王及朱江也都跟着点头 一脸听讯姿态 李莫便道 此番我来吴边湖就是为了寻觅无根圣者的踪迹 调查当年无限令碎片失踪之谜 如今出有所获 便要离开这里 既然你们能重获自由 我相信也愿意到外面去看一看 更重要的则是外面邪道猖獗 作为正道也理应尽一份力 所以即日起 三国挑选人马 组成先遣队 随我离开 是 诸人皆公申应答 接着 李莫便将这里的事情交给顶魂来处理 由他在 吸收碎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而死光之事则交给锤魂 由他吞噬三国境内存在的死光巢穴 不仅可增强修为 而且可以减少这里出现意外的情况 挑选人马组成先遣队 又要将消息传递回国 稳定三国局势 这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到的事情 李莫趁着这时间则要做另外一件要事 即是修炼复魂术 禁魂正是因为通晓此术 这才获得了使用无限令碎片的能力 李莫也在无根圣者遗留的宝库中获得了此术的秘卷 此术非常人所能修炼 唯有其魂可修 而恰恰他的火龙魂魄已修炼至实体境界 借龙魂而炼之 吸收无限令碎片而挤用已成为可行 如此又过了足足一个月 关于王都大战的各大消息 早传遍三国境内大小城池 消息所到之处无不引人震撼 当初 李莫作为一个外来人插足路台园大战 以不取碎片之力震惊世人 引起一系列的猜测 待到他独自进入无边湖之后 围绕着他的讨论也渐渐停息 大部分都认为那么多先辈们都未曾在无边湖讨到好处 又何况是这年轻的外来人呢 打之道促悦之后 李莫敬摇身一变成为了无根岛的主人 更拥有着解除众人碎片诅咒的方法 震惊之后 很快变成狂喜 众人都在耳闻了一位绝顶强者的诞生而兴奋 尤为获得自由之声而激动 而就连雷王河岸慈悲这样的强者都折服于他 三国强者们史无前例地统一在了一起 接着 三国君主纷纷传位于继承人 率领先前队登上无根岛 随李莫一同出外而去 剩下的北疆高原酷热之急 轮盘山外围的山脉上人击罕见 动物更是没有半个影子 而此时在一片高地上 却有着几个人在那里驻守着 一个个穿着黑袍 戴着鬼脸面具 正是鬼脸们不属 当初 阎魔出世 随手及杀殷师公两大太岁及诸多强者 令殷师公元气大伤 司空协主招揽群协会于殷师城 却引来了有着图谋的石轨道 仅存的鬼脸太岁罗千兵案中投靠了石轨道 却不想最终因为李莫的插手让他被司空协主摆了一道 大战之后群鞋猖狂逃窜 罗千兵带着残暴跑到北江高原这里 却恰恰发现了李莫的行踪 自李莫进入轮盘山迈起 他便一直派人在这里监视着 一晃就是近半年 要我说 这神勇王只怕早就死在里面了 一个鬼脸门门人嘀咕道 这可真不一定 神勇王是何等人物 咱们殷师公这么大 他这么一插足就给捅得可稀巴烂 真是谁惹上他谁就麻烦了 另一个门人则咬着头 是啊 你看他近半届才多久 闹得是一件比一件大 即使这高原深处有着不解的失踪之谜 倒真不见得拦得住他 旁边一个门人也赞同道 这话才落 他徒弟发现了什么 连忙一俯身 有人 几人连忙盯着轮盘山方向 但见几个人影从里面飞了出来 速度快得惊人 背上的翅膀在猎羊照射下散发着白色的光芒 是寿人 几个人互望了一眼 门主说过 只要这里有动静一定要去禀告 这样子 我去禀告门主 你们分成两队 一队在这里继续监视 另一队追踪这几人 看看他们去哪里 一个门人沉声说道 于是 诸人兵分三落而行 此时罗千兵正在深山密地中修炼 听到这消息立刻一蹴霉道 一旁 一个黑脸老者沉声说道 门主 据这半年咱们监视的情况 并没有这样的人进入轮盘山 不急 等等看他们究竟是赶往那里 既然形色匆匆 应该是有个目的地的 不过 这事情确实有点古怪 人生亦无非两途 一为功法 二为寿人 此类功法罕见 说起来那神勇王导士会这功夫 罗千兵琢磨道 黑脸老者立刻说道 门主是认为这些人和神勇王有关 这可能性我以为很大 毕竟轮盘山内似乎并没有受人种群存在的传闻 若真是那就太好了 本门主可要和这小辈好好算算这一笔账 罗千兵冷冷说道 未过多久 另一路人马便赶了回来 禀告道 门主 那些人直接赶去了水火门 果然和那小辈有关 走 咱们这就去水火门一趟 罗千兵豁然起身 脸上浮着猙獰的笑意 另一边 张铁成带着徒弟李大雄和林大虎匆匆赶到了林子冲锁在的山头上 一眼就看到洞府外的一泽一行 一个个都是身着黑衣 双语收起 师兄 他们就是殿下派来的人 张铁成激动道 对 林之冲点着头 脸上红韵微笑 一泽一行的到来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一目血随着李默一行正在出山途中 这消息令他几乎不敢想象 差点就要叫出生来 此刻也才刚刚缓过继耳 太好了 我这就立刻调集门人 张铁成欢喜着 又不免多看了一则几人一眼 虽然听林之冲说过一人门之事 但亲眼看到还是甚有震撼 这能被声语义的功法确实太过神奇了 没过多久 二十来个门人便都赶到了山头上 得知李默归来的消息都激动得很 当初李默被物谷出手历届 镇折住了为山门和千山岛的人 自此之后 在高原地带的一些门派都赶过来 和水火门建立了联盟关系 并以水火门马首是瞻 这是张铁成等人之前从未想过的景况 如今李默归来 自然要好好感激这恩人 待人马骑了 张铁成便说道 则兄弟殿下可是从轮盘山入口那里过来 我们这就敢过去迎接他吧 殿下有令 请诸位就在这里等候便可 一会儿他自可到达 一则含笑说道 即是这样 那咱们就准备准备 张铁成说道 这话才落 便有弟子慌张赶来 大叫道 师叔 不好了 鬼脸门的人闯进来了 什么 鬼脸门的人 张铁成大吃一惊 他赶到山路上朝下一望 一大群鬼脸门人正朝着上面赶 鬼脸门的人竟会在北疆高原这里 这下可麻烦了 子冲师兄 你快带着大家先退 张铁成连忙说道 好 林子冲肃然点头 即使因师公如今名存实亡 但对于他们这样的小宗派而言 一个鬼脸门都是他们惹不起的 不好 后面也有鬼脸门的人 有弟子又从后面赶来 则兄弟你们先走 张铁成当机立断 我们怎么能走 这一仗要打也是一起打 一则虽然说道 话落又朝着来路方向望了一眼 说道 顶多半炷香时间 殿下就会到这里 我们只要撑过半炷香就可以了 这话让众人多少松了口气 一个葛街严阵以待 未过多久 上百个鬼脸门的人便已经抵达了山头上 其中一个煞气腾腾的黑衣人从中走了出来 目落到一则一行身上 陈生问道 神勇王呢 原来是朝着殿下来的 一则吃笑一声 朝着天边一直到 半炷香时间后 殿下就会到来 若不急的话 阁下可以等等 不急 当然不急 本太岁等了半年 也不在乎多等着一时半刻 罗千兵哈哈大笑 接着 旁边的人抬来一张黄金大椅 罗千兵大肆坐在上面 鬼脸面具遮住了脸 看不清楚表情 但那眼神中流露出的杀鸡 却是腾腾如废水 鬼脸门上百人的队伍成弧形散开 一个个也都是煞气腾腾 第770张鬼脸太碎的妄想 这样下去可麻烦了 师兄 我们得想个方法逃出去 张铁城小声说道 林子冲也点着头 咱们在这里就是被当成了人质 到时候殿下过来必定投鼠忌器 我们万万不能让殿下落到这境地 这时 一则则含笑说道 二位不必担心 他们此举不过是自寻死路 以我们可是半点都威胁不到殿下的 我们就这么等着吧 听得一则这么说 张铁城二人都心生惊讶 虽然知道李末的厉害 但是鬼面太岁一行可也不好惹的 这百来人中除了鬼脸太岁是神通境中奇 还有另外两人气息也明显达到这程度 就这三人就足够对一个中等门派进行压制 远处见几人细细思语 罗千兵悠哉哉的坐在宝座上 邪笑道 我劝你们别打什么逃跑的主意 就算是你们这些长了翅膀的 本门主也敢保证你们非不出百丈 话落 他朝着远方望去 自言自语的道 神勇王啊神勇王 若非是你横插一族 本门主又岂会落到如此田地 如今终于找到几乎 必定让你尝一尝我神功的厉害 旁边的黑脸老者听得明白 抬了抬脸上的半张面具 恭维道 如今门主神功大成 什么使鬼道三猴 罗刹老祖 西沙老魔都全可不放眼中 而这神勇王也不过是鬼杀猴一个极数的 即使在这高原深处有什么修为 也决然不是门主之敌 只待门主斩杀他 并能引得群邪尊崇 独立门户成为一方之主 这一席话说得罗签兵哈哈大笑 诸鬼脸门人也听得仔细 一个个都兴奋至极 在这里窝了半年 如今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 时间慢慢流逝 很快就过了半炷香时间 指头敲动着一把 罗签兵按捺着心头的激动 山头边缘的地方 几个鬼脸门门人正在四处张望 搜寻着来人的踪迹 又过了一会儿 罗签兵终于忍不住了 朝着一则沉声问道 你说他半炷香就会到 现在人呢 一则微微一笑 朝着天空一直到 殿下可不是从陆路过来的 要找他的朝上面望 上面 众人听得一愣 纷纷朝上方望去 但见长空之上 万里无云 炙热的阳光四亿地放着热量 当然以众人的目力 不至于畏惧着光芒 但一眼望过去 天空中别无他物 然后突然间 一道阴影渐渐从天空中露了出来 随着阴影面积的不断扩张 众人的嘴也随着张大 到最后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宛如泥塑般愣神不语 那是一座庞大无边的浮岛 足足遮住了半个天空啊 而浮岛一经出现之后 便缓缓下沉 直到抵达了山头上方 井井百丈的距离 这时 众人清晰地看到岛手上 有着一大群人马 这些人马分明分为三队 一队皆被声羽翼 如一泽等人一般 一队身穿黑衣 胸口上绣着龙形图案 一队则身着白衣 手持雷光闪烁的长枪 只是这些人马一线 鬼脸门上上下下都倒抽了口凉器 百来人的队伍 竟然是清一色的神通镜修为 而且其中中期修为者超过二十人 如此可怕的阵容是鬼脸门的人 万万未曾想到的 要知道 即使是紫鼎国皇级悬门的原甲宗 神通镜者的数量也不过二十来位 当然 这是一年多前的统计 自半届的进入条件降低至零俏进后 几乎每个月各大宗派都有神通镜者诞生 大门派更不止于此 因此如今这个醋也该翻上一番 但即使如此也不过四十来位 然而 眼前这岛上的阵容就完全超过了这个醋 尤其是中期修为者更是让人心计 而且罗千兵更深深感觉到 这些中期修为者的实力 一个个不止拥有卓越的战力 而且还都是身经百战之辈 尤其是三支队五领头的三个人 更有几分王者之尊 光是那眼神便令人心头发寒 木雪 灵芝冲则一眼看到队伍里的一目雪 浑身顿时一颤 队伍中 一目雪嘴角含笑 眼泪汪汪 这时 岛上似有了另外的动静 三队人马都攻身相迎 一脸尊崇 不多时 并见一男四女连同两个大汉出现在导手之上 那一席轻衣 神色淡定的青年男子可不正是礼墨 他俯瞰山头 然后一笑道 这不是鬼脸太岁吗 真够有闲情的 罗千兵咽了咽口水 一时见口干舌燥 脑袋里一片混乱 甚至难以组织其语言 想他等待这么久 就是为了拿下李墨 借他重建威名 原本在他推断中 这并非是什么难事 这高原深处的地带不知道埋藏了多少强者 李墨之难而退也是理所当然 退一万不讲 即使他在里面闯荡 出来时说不定也是身受重伤 再加上他原本有功法要修炼 因此这一等就是小半年 如今终于等到李墨出来 哪知道场面竟是如此可怕 就算对方的人马削减一半 那这阵容也绝非鬼脸门诸人所敌 当然 这还是罗千兵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而鬼脸门其他人 不少都打着哆嗦 尤其是那些修为财灵俏进的门徒 在悬门之地那是呼风唤雨 但到这里却是垫底的角色 面对如此多神通敬者 那早是丢了魂人 原本考虑着将张铁城等人当成人质来要挟 但现在这距离下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李墨轻飘飘地落在山头上 淡淡看着罗千兵 罗千兵这才回过神来 他大喊道 神勇王 有本事就和我单打独斗 仗着人多算什么本事 听到这话 李墨不由得一笑 说道 那就如你所想 我一个人来会会你 好 你堂堂殿下可要说话算数 罗千兵眼一亮 陡然底气一下又足了起来 鬼脸门诸人也都仿佛寻到一线生机似的 只要罗千兵能够击败李墨 那么这件事情便有了大转机 当然算数 李墨笑了笑 唯唯一摆手 于是 一则等人便带着水火门的人登上无根岛 鬼脸门的人也退得远远的 将整个山头空了出来 罗千兵暗吸了口气 双目一凝 身上黑气腾腾冒起 在背后幻化出一头魔神之影 刹那间 整个山头上阴风阵阵 笑声连连 仿佛万千厉鬼要被召唤出来似的 一看这景象 张铁城等人都脸色一沉 不免为李墨担心起来 李墨仍在阴风呼啸中 稳如泰山 面对这狂乱的冲击力是一动不动 他 眼看李墨副手而立 未有动静 罗千兵眼中闪过几分脑目 但同时又有着几分窃喜 李墨越是托大 自己的胜算就越高 他坐地双臂一盏 八把长剑顿时在背后现行 随着他一指朝天 咻咻咻 八把天气剑坐地冲天而起 在高空划过一道弧线 落在李墨周边千丈之外 待天气扎地立直 罗千兵便发出哈哈大笑声 他一脸俱傲地看着李墨道 神勇王 任你有多厉害 如今被我八剑封在其间 任你有千般本事也必定败账 李墨则是一笑道 那你何必罗嗦 有什么招尽管施展出来吧 哼 我便让你大开眼界 密法八剑生魂 罗千兵一声利笑 八把天气狂震不止 随着一股股煞气的飙升 转瞬间以汇聚成衣 投投凶魂煞影 哦 气魂 李墨哑然失笑 算你有眼力 没错 这就是气魂 罗千兵大笑道 百年前本门主便获得了生魂秘卷 这百年间凑齐了这八把特殊的天气 如今以秘术将其气魂引出 如今只待本门主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扑上来把你的灵魂咬得粉碎 诸鬼脸门人都是精神一阵 这些气魂都是处于灵魂的状态 是普通攻击无法伤害到的存在 那么 鬼脸太罪何不试一试 李墨笑道 死到灵头还嘴硬 罗千兵痴笑一声 双手捏硬 一声沉喝 剑魂催杀 八头凶魂立刻呼啸而起 朝着李墨飙射而去 不好 岛上 灵之冲惊慌大叫 一旁 一目雪则轻轻笑道 不必担心呢 这样的雕虫小记岂能伤得了地点 这话才落实 便见李墨动了 轻描淡写的一幅袖子 八个凶魂便宛如受到惊吓似的 徒弟掉头就跑 窜入气中不见踪影 什么 罗千兵只是一瞪眼 嘴巴里只是塞得下个鸭蛋 这八件天气每一件都是凝聚了成百上千的尸骨柱具而成之物 内藏百炼凶魂 煞气滔天 他可是耗费了百年时间才陆续将这些凶魂收服 如今借助秘法之力将其释放 也是背负着被凶魂反噬的风险 然而 李墨就那么轻轻一拂袖 居然就把八头凶魂给吓回到了气中 怎么可能 罗千兵一声利笑 食指一张 一股股乌黑的真气带着精神力量缠绕在八气之上 一声咆哮 八剑生魂 杀 秘法催动之下 八头凶魂再度从气中冒出 但是他们一经出现立刻又像受到惊吓时的掉头钻入气中 又不见了踪影 这 罗千兵只是傻了眼 愣得半天回不过神来 第771章罗千兵之死 然后 他又起急败坏的大叫道 八剑生魂 强催精神力量 再度将凶魂强制引出 而这一次他的精神力量也达到极限 以至于凶魂也难以回到气中 只是 每一个凶煞之急的气魂却分明在瑟瑟发抖 仿佛见到了什么可怕之物般 剑魂催杀 罗千兵怒笑发招 八个凶魂简直就是硬着头皮再度朝李莫冲去 而李莫一脸带笑 仍是那么轻轻一挥袖就把凶魂吓得掉头狂奔 这些凶魂虽然在罗千兵的密法之力下能离弃而出 但距离真正的实体形态都有着极远的距离 对于普通人而言 确实带有极强的杀伤力 但对于拥有实体龙破的李莫而言 这些凶魂却深深感觉到他身上隐藏着恐怖 凶魂再度回气 罗千兵已经愣得说不出话来了 两只眼睛直盯着李莫 仿佛见了鬼似的 还有招吗 没有的话 我便要出手了 李莫淡淡说道 罗千兵嘴角一抽搐 连忙将八剑收回 准备迎接李莫的攻击 但见李莫身形一闪 一瞬意落在他身前仗鱼 不带罗千兵做出反应 抬手就是一掌 棒 掌心中喷涌而出的巨大光影阶阶势时的砸在他胸膛上 罗千兵被打得高高飞起 远远摔落在地 仅仅只是一掌 便已受了不清的内伤 怎么会 这究竟是什么掌法 罗千兵大吐了口气 眼中透着深深的惊恶 李莫出掌的速度 力量都完全到了一个他没有想象到的境地 无量神应 李莫微微一笑 罗千兵抖地浑身一震 目落到福岛上 响起了一个古老的传闻来 但是 他已经没有说话的时间 李莫又一闪身落到他身前 抬手就上一掌 棒棒棒 鬼脸太岁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力 被李莫一掌掌打得节节败退 狼狈不堪之极 无论是鬼脸门还是水火门的猪人 都只是看得目瞪口呆 怎么也没有想到 二人之间的实力悬殊 竟然到了如此境地 随着一声巨响 罗千兵再度落地时已没了气息 他瞪大的眼睛里流露着死前的绝望和震惊 这时 李莫转身朝着鬼脸门一行人 冷冷说道 你们还要打吗 猪人浑身一抖 纷纷跪倒在地 磕头求饶 你们之中谁的职位最高 李莫问道 大戴着半边面具的黑脸老者颤颤答道 小的赵林铁任左护法之职 目睹殿下神威 愿喜心得面 改邪归正 望殿下放晓的一条生路 张铁成等人看在眼里 都不免嘖嘖惊叹 这赵林也是个名声极大的邪道魔头 如今竟被李莫振折的跪地求饶 想活命 就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李莫沉生说道 是是 小的必定之无不言 赵林连忙答道 我且问你 司空协主现在何处 李莫问道 赵林立刻答道 回殿下话 当日大战之后 我们就随着门主一路逃窜 没敢和殷尸宫的人走一道人 生怕他们来找麻烦 那这半年里 你们就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李莫眼神一鸣 赵林打了个寒战 慌张答道 门主确实下令我们收集殷尸宫的情报 根据所的情报推断 司空协主他们很可能逃往了金尸国 金尸国吗 那倒是顺路 李莫唯唯捏起眼 在无根圣者遗体中发现的黑色羽毛 再加上顶魂二人的正言 把嫌疑指向了当年另一个修炼 有语义功法的宗门天人骄 而十三信徒中排名第七位的 宇华夫人就是天人骄的创始者 天人骄的发源 并名为天人圣玉 那李献如今属于金尸国境内 而听到金尸国 张铁城又皱了皱眉头 李宇道 若真是这样 那事情就更棘手了 他虽在岛上 但李莫耳朵尖得很 清楚听到这话 便回头问道 莫非金尸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铁城点点头道 自半年前东海国黄吉玄门海王宫 被鬼斩门攻下 天王敖战重伤之后 整个东海国已经落入到了鬼斩门手里 有魔使撑腰 这样的局面并不意外 李莫说道 想当初十二星象利用魔削之力大掌修为 那还是在对魔削力量 未完全了解的情况下 如果魔将黑明亲自来做这事情 那么只怕可以轻松将人提升到神通境界 从而大增邪道实力 张铁城又道 就在这个月初 鬼斩门兵分两路 一路抵达金尸国 一路抵达宝岳国 如攻城掠地一般深入 前几天得到的消息 金尸国东边的大宗派天涯谷已经被攻陷 他们的胃口倒是挺大的 李莫冷笑了一声 大帝七国以紫鼎国和九川国为中心地 其西为燕山国和商天国 其东为金尸国东海国和宝岳国 对方吞下东海国之后 趁势上下两路侵入金尸 宝岳二国 若这两国沦陷 那么大帝三分之一的土地就已经落入到鬼斩门的手里 这时他朝着赵林问道 关于殷师公的事情可还有其他情报 赵林达道 导师有一个未经确认的消息 说是罗刹劳族可能在云霄山 云霄山 李莫维维尼奇也来 若我没记错的话 此地应该是在金尸国西部边境 和子鼎国接壤之地 赵林达道 正是 云霄山山主铁无陀听说和罗刹劳族有很深的交情 应是成一战 应是公已是一盘散沙 罗刹劳族本就是为了修炼资源投靠司空协主的 应是公成了这样子 罗刹劳族很可能没有再跟随司空协主 而是另谋了出路 东行进入金尸国的话 最大可能就是去了云霄山 这分析导师合情合理 我听说云霄山也是个三不管的地方 那铁无陀为人亦正亦邪 是个黑白两道都不敢惹的人物 李末说道 赵林立刻达道 云霄山有着世代传承的两尊山神 寿远几千年 听说其神力可摧天地 而山主又有着一山秘术 拥有一山田海之能 再加上云霄山地形陡峭复杂 乃亦夫当官万夫莫开之地 其周边有着十几个上古时代的战场 可谓步步杀鸡 这一代山主铁无陀据说资质 也是历代山主最强的 早在三百年前就进入了神通境中旗境界 网罗了大量人马在山中 势力庞大足可和一线大宗门抗衡 一线大宗门吗 李末唯唯一笑 随行的人们也都笑了起来 以无根岛上的阵容 可以轻轻松松摧毁一个一线大宗门 而这笑声令鬼脸门诸人都心头发麻 一个葛之士站立不安 然后李末一摆手道全都给我绑起来 听后发落 一众人马便从岛上冲下 众鬼脸门人哪敢反抗 一个个老实糟情 接下来 李末这才回到岛上 朝着张铁城一笑道 城师哥 好久不见了 殿下平安归来 实乃苍生之福 张铁城一脸激动 然后又忍不住惊叹道 没想到在这深处地带之内竟有如此一座巨大的福岛 竟然还能够移动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垂火门的人都只是点头 脸上流露着震惊 要知道 虽然建造福岛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但几乎所有的福岛都是极由庞大的法阵 靠着高消耗的能量悬浮于空中的 光是悬浮就已经耗费了非常大的能量 更何况是移动 而且这座福岛大的好似没有边 这么飞过来只是占据了半座天空 足见其庞大程度 要想催动这样的福岛在空中行进 消耗的能量是难以想象的 李末微微一笑 说道 此岛确实来历不凡 竖起来城师哥当也听过 它便是无根岛 什么 无根岛 张铁成等人听得浑身一颤 半会儿说不出话来 消失了几千年的无根岛 竟然藏在北江高原的深处地带 而且还未礼目所得 这期间的经历是何等的传奇 好一会儿之后 周人才镇定下来 张铁成目落到三国人马身上 说道 这么说这些就是在深处地带生活的同道了 一王微微一笑道 我们都是在身处世代繁衍的子民 如今的殿下支柱终于可以走 出这片地带 说起来咱们还是邻居 日后可要请城师弟多多关照才是 张铁成连忙拱手道 客气了 即使同道又是邻居 自当相互关照 说吧 一笑道 听冲师兄说起深处之事时 我倒也真想有机会进去看看 一王寒笑说道 如今前往深处的死光都已经被清除了 城师弟随时可以进去 那实在是太好了 张铁成大喜道 另一边 林之冲和一木学早是手腕着手 情意绵绵 百年未见 眼中尽是相思 这时 李末说道 原本此番出来 我是想在这里停留一下 和城师哥贤虚一阵 不过眼下这时机却不甚好 殿下礼当以大事为重 你我日后再去便是 张铁成笑道 那我便将鬼脸门的人交给你了 李末说道 殿下放心就是 我即可去通知其他门派的人过来 把他们一并压解到附近的大宗派 张铁成说道 即是这样 那就告辞了 李末说道 于是 张铁成等人都下了岛 目睹着岛屿缓缓移动 直到速度不断提升 化作一道光影消失在远方 众人久久不语 于后满是虚声 而一木学一流了下来 他和林之冲之间自然有千言万语要谈的 第772章云萧成 近世国地处大地东部 有着三千年的悠长历史 乃是东部三国中最为强盛的一个 凡土的强盛铸就了悬门的昌盛和半界的辉煌 如今在半界这东部区域里 近世国的正道势力非常强大 正道昌盛 邪道凋零 可谓一方净土 但眼下因为魔使作乱 鬼斩门集合大量邪道宗派在近世国大肆扩张势力 尤其是天涯谷被攻陷之后 近世国三分之一的土地都已经落入到邪道之手 地处京师国中心的黄吉玄门神师门开始集结正道大军 准备全力对抗鬼斩门 一时兼京师国内硝烟弥漫 国土西部边境的云霄山 因为山高千丈 直如云霄而背负盛名 在云霄山山顶之上设有一座繁华房室 名为云霄城 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势力范围 即使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 云霄城仍是热闹 而且远胜之前 这日傍晚时分 吴根岛已经驶进了云霄山脉之外 巨大的云霄山脉犹如山海般广阔 其间险境无数 尤其是在高空上俯瞰下去 更能够看到其周边遍不着的上古战场 那里煞气腾腾 白影绰绰 似乎有着无数怨魂行走在其间 而在山脉之上则是中年不散的风暴云层 它覆盖着整片长空 乌黑如墨 宛如千块般厚重 其间不时奔雷闪过 发出隐隐的轰鸣声 李木稳坐圣城宝殿之内 一个意念发出 阵法中的防御系统发动 依重重厚实的气罩将无根岛包裹起来 随即 无根岛开始朝前驶入 一进入风暴云层 那能够撕碎万物的飓风便在周遭袭来 重重的撞击在无根岛上 不过 相不起岛屿的防御系统而言 这种程度的撞击完全在承受之内 撞击来的力量被阵法所吸收更转化成为岛屿的动力 朝着云层深入 飓风时被极数的加强 一道道雷电放肆的轰击下来 蓄满力量要将侵入者击毁 但是 这样强大的攻击力却令岛屿连斗都没斗一下 无论多强的攻击都被悉数转化 如此在风暴圈里经过了一天多的行程 这日半夜 无根岛已经抵达了风暴圈的边缘 李末这才走出圣城 抵达了岛屿前端 站在这里俯瞰下去 云霄城清晰的落入眼帘 云霄山不仅高 而且壮阔 修建在顶部的云霄城依山顶而建 说是城时 更好似是将山顶部分挖空城城 险境中带着神秘 而其占地面积 和悬门皇城相比也是一点都不逊色 如今夜色深深 城里却是灯火辉煌 车来马行 喧嚣不断 自天门权杖改变了进入半界规则 时间已过了一年了 眼下的半界已经换了新的面貌 最显眼的就是人口的大量激增 以前 半界只能神通静者进入 神通静者和灵峭静者之间 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无法跨越 如今这条鸿沟被迅速的填埋 灵峭静者和神通静的接触已经非常紧密 大量的灵峭静者正在借助前辈的经验和半界丰富的灵物提升境界 五到九境 灵峭神通原本是处于金字塔最顶端的 数量也是最少的 然而因为半界规则被打破 神通静的数量发生变异式的激增 这也带动了整个金字塔的变化 大量的半界物资流入悬门 引动了各大急促悬尸数量的增加 眼下 就是这么一个城池里 街道上的人便足足几千 数量可观之极 殿下 咱们就这么攻过去 暗王在一边询问道 李末微微摇头道 铁无妥此人虽亦正义邪 不卖正道的账 也没行邪道恶事 攻打云霄城民不正言不顺 再说了 在和鬼斩门接触之前 我上不想曝露我方的实力 尤其是无根岛的存在 那殿下的意思 咱们先把这里调查清楚 暗王若有所误 李末点点头道 先摸清楚云霄城的情况 尤其是要确认罗刹老祖的存在 一旁 按三星拱拱手道 那属下亲自领队前去刺探 李末微微汗手 猎龙团刺探的功夫字不消说 有他们上他岛也放心 于是 乘着夜色 猎龙团一行十人的队伍 在按三星的带领下离开无根岛 悄悄落到云霄城边缘 此时云霄城早是大门紧闭 城墙上也设有大片守卫 不过这里九位精战士 守卫们都是三五城群的闲谈说笑 猎龙团一行轻松潜入城中 很快已不见了踪影 李末这才返回圣城 盘坐修炼 养精蓄锐 即使如今修为长了大一劫 炼成实体龙魂 又相有无限令碎片 更涉足了无量神印 但是即将到来的对手 必定更加强大 通过魔族力量 提升了战力的邪道们 已经站在了另一个高度上 否则的话是不可能 在短短时间内横扫三国的 次女亦是如此 早早就闭关修炼 他们虽然借助灵果之力提升到了中期境界 但修为尚不稳定 更需要长期闭关以消化体内残余的果粒 第二日一大早 按三星便赶了回来 禀告道 禀殿下 经过我们收集情报 在半年前却有一大支队伍进入了云霄城 被铁无驮封为贵宾居住在内城深处 虽说铁无驮下了封口令 但是我们仍打听到可靠的消息 这些人就是罗刹公的人 这么说 罗刹老祖果然就在云霄城里了 李莫唯唯汉手 按赞列龙团的效率 按三星达道 十有八九是这样 只是和松懈的外城相比 内城因为地处山体内 进出都需要特殊的令牌 而且关口非常严密 要潜入上需要一点时间 没必要潜入 既然确定了罗刹老祖在云霄城出现过 那么咱们就直接过去便好 李莫说道 那属下这就把人先调回来 按三星说道 李莫点点头 这时得到消息的翼王等人也都赶到店里 听到这事情之后 翼王便说道 殿下准备带多少人马过去 那铁无陀吉让罗刹老祖藏身 殿下若要去索人的话 只怕他不会轻松放人 就让按三星他们跟着我便好 李莫说道 诸人自知他的实力 倒也没有担心 于是 待按三星一航返回之后 李莫便出了无根岛 落在距离云霄山上 有一段距离的山谷中 进而沿大道上行 一路进到云霄城 白天的云霄城仍旧热闹 街道上铺面甚多 车水马龙 云霄山脉壮阔 物资丰富之极 这里有着大量他储没有的特产 吸引着周边正道宗门 邪道流派的涉足 因为云霄城有着严格的规定 不允许街头泄斗 因而正邪两道在这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共存 而大量来历不明的物资也在这里被洗白卖出 使得这里的商业甚为繁荣 李莫一路行来 很快就到了内城入口 这入口整个就开凿在山体上 除了这条路别无他路可进入内城 而且地势甚为险峻 带一行人走过去 门口的守卫立刻一束长枪 陈生说道 出事入城牌 无牌者进入内城 按三星则肃然说道 燕山国燕黄门的神勇王殿下特来拜访云霄城主 而等还不速速去通报 众守卫顿时大吃一惊 即使在这京师国里神勇王也是有着赫赫威名的 领头的守卫不敢怠慢 亲自赶去内城 没过多久 便有一个四巡大汉走了出来 白脸青衫 一脸微笑 他一走出来 立刻一眼落在李莫身上 李莫覆手而立 不动分毫 连眼神也没有丝毫的变化 但自为然间有着一股灵天霸天 令来人心头一颤 竟不敢直视 大汉立刻一拱手道 在下云霄城主是李中枢 特来迎接殿下 李莫微微汗手 便随着他步入内城 这里的山体已然完全被掏空 走进之后便是一座巨大的城池地带 两边建筑伶俐 格局森严 相不起繁荣的外城 这里更多了几分庄严肃穆 来往的人也都少了许多 但修为也都分明高了几个档次 殿下经过殷师公一役 再度名震天下 威名之大 真是如泪灌耳 立中枢笑着说道 李莫微微一笑 说道 不过区区虚名罢了 云霄城主的大名也是久有耳闻 今日过来一看 确实经营得不错 在下必定将这话转告给城主大人 立中枢说道 右言 城主大人恰有要事在身 现在恐怕抽不出时间 所以由在下先带殿下去别管站住 还请殿下见谅 无妨 我是客人 自当遵从主便 李莫笑了笑 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自己的突然到来对于铁巫婆而言绝对是一个意外 他会揣测自己的来意 甚至去找罗刹老祖商量一下对策 这时 立中枢便又问道 城主还问起 不知殿下此行过来是有何要事 这话听起来自然 但用意在明显不过 分明就是投石问路 李莫便深邃的一笑 说道 本店听说有一位故人曾落脚云消成 所以过来问问这事情 立中枢眼神明显变了变 又问道 那不知这故人是何人 你把这话传给铁城主 他自然知道 李莫笑了笑 立中枢低下头来 仿佛怕被李莫看破心思 而他这举动李莫看在眼里 心里已是有数 第773章借刀杀人 没过多久 李中枢便将李莫一行带到了别馆区 悠悠竹林 常常溪水 处处都是雅致别径 和喧嚣热闹的其他地方一笔 只是令人眼前一亮 李莫随便选了监院子 待李中枢离开后 按三星便问道 殿下 要不要属下潜入这里面看看 去吧 一切小心为上 云霄成能够在这里屹立千年不倒 也飞浪的虚名 李莫叮嘱道 是 按三星打坝 人已没入影子中不见了踪迹 虽是叮嘱 但李莫并不担心 猎龙团的人格格都是精通刺探的高手 而且按戏功法更是独立于酒戏之外的存在 另一边 李中枢一出了别馆区就匆匆朝着城池深处赶去 经过重重岗哨 直到抵达了一处僻静的公园里 待通报后赶进去 但见大厅里坐着两人 左边一个铁面大汗身高九尺 骨子里透着威武凶悍 正是云霄山山主铁武佗 右边则是个轻面老者 脸如驴长 一脸阴邪 皮肤上布满寿灵 正是罗刹公之祖罗刹老祖 见李中枢到了 铁武佗立刻问道 你可问了他来这里的墓地 李中枢答道 回山主 他说是来听闻一位故人来过此地 说告诉山主山主就会明白 铁武佗肃然说道 果被我了中 他真是朝着你来的 罗刹老祖阴沉沉地说道 好可神勇王 这耳朵可够灵的 居然能够查到我在这里 不过 来的当真是神勇王 他敢到我门前所人 只怕是本尊无遗 铁武佗说罢 那 罗刹老祖说道 铁武佗摆摆手道 你无需担心 我这地方可不试验黄门 即使是神勇王 也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的 这一点我当然不担心 只是这神勇王并非普通人 只怕不是铁兄 三言两语就能够打发的 罗刹老祖说道 然不成他还敢在我 云霄城撒野 铁武佗傲笑一声 他名气是大 不过我这云霄城 也不是谁都敢乱来的地方 你就安心在这里休养吧 那就多谢铁兄了 罗刹老祖笑道 你我是过命的交情 何必客气 只是 还请你遵守我这城中规矩 不可杀人啊 铁武佗说道 铁兄放心 我必会约束手下 绝不会在这里闹乱子 罗刹老祖点着头 带到铁武佗走了 罗刹老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声音唯唯一抬道 立刻召集武毒部来见 罗刹公以罗刹老祖为尊 旗下分歇 蛇壁虎 武功和禅除武毒部 当初因施工一战武毒部都损失了不少人手 不过作为中间力量的武毒部首领们都成功脱逃 不多时 武毒部五大首领便都陆续抵达大厅 率先抵达的是禅除部首领挖千古和歇部首领歇无畏 此人天生其丑 无短身材 放到哪里都不起眼 却因为或其人传承 修炼一身制毒其功而晋级天下高手之列 那些无畏一脸尖脸 续着的长辫子犹如膝尾般拖在身后 整个人阴沉沉地透着寒意 接着是无功部首领无千手和壁虎部首领壁龙 这无千手身材修长 全身裹在黑袍中 只是若仔细看去 便能看到那黑袍下豁然有着好几双手 这些手都是因为修炼了特殊的功法而长出来的 壁龙相貌要端正不少 身材高大 此人出身名门正派 只是心性邪恶后来坠入邪道 最后到的是舌部首领舌娇娇 论长相堪称妖媚 扭着水舌妖走进来 诱人之极 只是即使其他四毒部首领也不敢染指他 只因他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女魔头 论杀性论凶狠犹在四人之上 听得罗刹老祖把事情一说 诸人顿时大吃一惊 咱们入城的消息是严加封锁 这神勇王居然能够打听得到 这可真是见贵了 挖青骨皱紧着眉头 神勇王若真是朝着咱们来的 还胆胆直接上门要人 那只怕是带了不少人马 吴牵手摸着下巴思寸道 听说他只带了十个人 当然都是神通镜 听说领头的那个还可能是神通镜忠习 罗刹老祖说道 只带十个人就敢闯云霄城 神勇王的胆子可真不是一般大 不过 铁山主只怕也不敢动他 说到底眼下神勇王可是正道天才的象征 尤其是天门权杖一事 戏国的正道都要卖他几分面子 皆无畏说道 蛇娇娇却是一笑道 看你们一个二个都好似吓破胆似的 那神勇王如今没了原甲宗大军的支持 也就是十个人的队伍 怕他作甚 要我说 这倒是个好机会 若然能够杀了他 那咱们罗刹公必能扬威天下 话落 罗刹老祖服徐说道 娇媚此言甚何本作心意 那神勇王如今闯上门来 若本作真当个缩头乌龟 那岂不被天下人笑话 诸人对望一眼 便都点着头 罗刹老祖说道 你们都给我想一想 要如何对付这神勇王 哇千古琢磨道 那神勇王虽然击败过鬼杀猴 不过咱们五不联手必定能够压制他 问题在于 咱们是在铁山主的地盘上 这事情闹大了倒不好给铁山主交代 说起来这神勇王却也不是普通人物 听说他有万毒不清之躯 打起来咱们的毒公威力减半 而且他有两大神通 一可降低周身百丈万物的速度 二更可遏止他人神通 即使我们五人联手 怕也不是三五招就能解决的 必须找一个足够安静的场所才行 无牵手说道 罗刹老祖敲着指头 也犯难道 铁山主这边确实是个麻烦事 这家伙就任格死理 谁敢破坏了这里的规矩 他便绝不会放过 这时 蛇娇娇嬉笑道 老祖 不如咱们不动手 不动手 罗刹老祖微微一愣 然后恍然大悟道 你是说借刀杀人 蛇娇娇便道 正是 如今神勇王在等待着铁山主会见 铁山主考虑到老祖的事情 只怕会突延促日时间 想着这神勇王若是等不及 自己走掉了那便是最好的结果 那么咱们不如驾传消息 将这神勇王带入云霄城境地 哇千古几人对望一眼 暗道这蛇娇娇果然够狠毒 罗刹老祖听的眼睛一亮 但听蛇娇娇咯咯笑道 神勇王闯入境地 无非三个结局 要么死在境地里 要么闹出洞 竟被铁山主知道了 那按照城里的规矩 铁山主必定不会放过神勇王 而且铁山主也不会怀疑到咱们身上 因为神勇王来这里 本就是针对咱们 铁山主遍而不见 那么他自己潜入搜寻也不足为奇 一边 挖千古接口道 即使他侥幸从境地跑了出来 那咱们再给他最后一击 相信铁山主也不会有意义 而铁山主肯定不想 急杀神勇王的事情落到他身上 那咱们就顺理成章结果这事情 说神勇王是咱们所杀 相信也无人怀疑 如此一说 众人都直赞好计 罗刹老祖说道 要将神勇王顺利带到境地去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只怕要做这事情 还需要铁山主来办 挖千古一笑道 那铁山主虚虽对铁山主忠心 却是个贪婪之辈 只要有些好处给他 相信他不会有意见 那这事情就交给你去办 要那立中书把这事情 给我办得妥妥贴贴的 罗刹老祖说道 于是 诸人就这么散去 接着 挖千古赶往立中书府上 一张大网正在暗中朝着李墨撒开 第二日清晨 暗三星带回来了好消息 经过一夜的搜寻 锁定了罗刹公一些人马的位置 而这些人所在地的深处 必定就是罗刹老祖的所在 李墨不免称赞几句 这样一来和铁无陀对上时便也有了本钱 就在这日傍晚 立中书再度抵达了别馆区 到了便说道 殿下久等了 山主命我过来请殿下到观星台一序 那就有劳立主事带路了 李墨点点头 咱们城里有城里的规矩 还请殿下一人随我前往 立中书说道 既有规矩 自当遵从 李墨淡淡一笑 朝着暗三星摆了摆手 是以他们就在这里等着 见到李墨这么爽快应答 立中书眼中闪过一丝窃喜 然后将他带离别馆区 一路深入宫殿区 越走越是偏僻 两边见不见守卫 重重树林遮天蔽日 李墨徒有欲感 微微一笑道 这观星台倒是挺偏僻的 立中书笑答道 殿下有所不知 观星台乃是由初代山主所见 观星向立大势之地 地处山中深处 以求清静 每每山主遇烦恼大事时 都会前往观星台 话落 他又一脸羡慕地道 实际上 殿下是自山主继位 以来第一位邀请到那里的外人 这可是咱们都羡慕的福分啊 既是如此 那我导真要谢谢山主的一番美意了 李墨笑道 未过多久 便已来到了一座小山下 但见一条石阶直通山顶 此时月光透过山体上开凿的洞口设下来 把山顶处照得亮长长的 山主就在上面 殿下请吧 立中书说道 李墨点点头 便延时接而上 没过多久便已抵达山顶 一走到山顶上 便见地面上抖地光泽大闪 一大片星辰图案随着闪现 果然有鬼 李墨冷冷说吧 人已被地面冒起的大团白光包围 转瞬消失在了山顶上 这时山脚下的立中书发出一声音效 走到一边将一片树藤移开 但见那里立有一块石杖高的石碑 其上写着四个大字 山神禁地 第774章山神禁地 然后立中书图有感觉 朝着一侧城鹤道 什么人偷偷摸摸的 话落 从阴影中走出来的五短三粗的汉子 正是挖千古 挖兄 我不是说过了吗 这里是本城禁地 非外人可以进入的 立中书一脸不悦的道 挖千古英笑道 立兄可得体谅体谅 兄弟我也不过是打下手的 老祖有令让我确认神勇王进入禁地 我总不能抗命不尊吧 罢了 趁着没人发现 咱们赶快走 立中书皱了下眉 挖千古确实不动 一笑道 立兄别急 咱们要在这里等着 立中书却也笑了 说道 你们可不知道山神的厉害 即使现在还是没有解除封印的状态 不能够施展完全的力量 但是即使如此 那神勇王也绝对不是两尊山神的对手 正因为如此 那就没有任何必要担心 但是 若然能够在山主发现之前 把他的尸体移出来 却也少了一桩麻烦 不是吗 挖千古说道 立中书听得眉头一皱 这时陡然又感觉到什么 脸一沉道 又是谁 这时 在阴影楚又走出来一个黑袍人 一脸死气沉沉 正是无公不首领无牵手 哼 你们还真是没将本主事的话放在心上 立中书沉着脸 挖千古笑道 立兄别动气啊 老祖说了 待是成之后必有重宝相赠 绝对亏待不了你 听到这话 立中书脸上的欲怒明显少了几分 他板着脸道 事已至此 那就这么着吧 我先去打点一下 你们就在这里等着 虽说神勇王必定不是山神的对手 不过我们还是天亮钱再进去 以免出了岔子 当然 一切都听立兄安排 挖千古点点头 带到立中书一走 挖千古便笑咪咪的说道 吴兄 咱们这次可是捡了个好差事啊 吴千手脸上也露出难得的笑意 明笑道 最好进去的时候神勇王还剩半口气 咱们若能亲手杀了他 那日后传出去必定脸上有光 二人对望一眼 都笑了起来 与此同时 李木经由山顶的阵法已经进入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建筑 地面的石砖厚重而巨大 一块块整齐地铺垫着 两臂上的挂灯放置着千年不灭的宝珠 但是这光线并不亮 昏昏暗暗地让人有种睡意 李木慢慢朝前走去 地面平整地朝前延伸着 而两臂上渐渐出现了精美的浮雕 其内容似在讲述历代城主英勇的事迹 而在城主的身边有着两尊巨大的石人 估摸着就是传说中的山神了 如此一路走来 仿佛跟随着壁画走过了数千年的光阴 带到壁画不见踪影 两边开始出现一片片的大坑 每个坑里都是一堆堆的瘦骨 阴暗的光线下尤为恐怖 不过这对经过了大风大浪的李木而言 当然不会在内兴起任何的波澜 而他更敏锐地察觉到前方有着什么 待抵达道路的尽头时 是另一个巨大的洞窟 一走进去便见在洞窟里坐着两尊石人 齐足高三百丈 身上冷颜凌寻 因为存在的时间太过久远 以至于上面都长出了大片藤蔓类的植物 从身体各处垂落下来 额间灵光一闪 灵通眼瞬间启动 山神三分之一的躯体犹如透明般被李莫的目立所贯透 这一看 这山神的身体并没有任何机关存在 竟真格是由一块块石头组合在一起 这是灵外岩 李莫稀奇道 所谓灵外岩 指的是大地灵外衍生出来的岩石 拥有着异常坚硬的质地 八等以上灵外所衍生出来的灵外岩 上屏以下的天气都很难损伤对方 当然 令李莫稀奇的并非是灵外岩本身 而是这山神当真是由石头组成的 在他想来 原本以为这石人很可能是机关兽的净化体 内藏各种机关或者阵法 赤野在朝上移 这一次山神一半的躯干落入眼中 一如之前 这半个躯干也是由石头组成的 在朝上移 山神胸口及以上的位置落入眼中 这一看 李莫顿时恍然大悟 同时眉头也微微一蹴 轻轻吐出两个字 石灵 但见山神的胸腔中有着一枚拳头大小的荧光 细看之下其内似有一只小动物蜷缩着 看似受魂 但李莫却清晰地断定了此物乃是山神之灵 山神之灵的厉害 李莫实在清楚不过 当初在五集宗遇到石灵的时候 他便借其之手施展过领域之力 这一下子 李莫已完全明白了过来 为何云霄成能够数千年屹立在这里不倒 原来竟然是寻觅到了石灵 石灵乃是这一方土地之主 拥有石灵就拥有了领域之力 在这一方土地上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不过 在山神的胸口上分明刻画着法阵 以李莫的眼力立刻判断出这是一种封印法阵 似乎是遏止着石灵的力量 他迅速地将木光落到右边的山神上 这座山神的体内豁然也有着一具石灵存在 原来如此 李莫立刻明白过来 一山不容二主 石灵也是如此 在一方土地上只有一个石灵的存在 如果出现了两个 那么其中弱者便会自然衰退 最终消失不见 但是 初代云霄城主似乎用了什么方法将石灵控制了起来 使得两个石灵同时并存 并被封印在了这十人的体内 了解到这一点 李莫也暗暗松了口气 半界之大 果然无奇不有 即使修为到了这境界 仍然处处皆是险境 如果这里只有一个石灵 并且拥有着完整的领域之力 那么要想对付起来就麻烦了 不过 两个石灵共存 即使其拥有一定范围的领域力量 但并没有完全成熟 要对付起来就简单多了 就在这时 左边的石人抖地一睁眼 石眼上渗出红光 他或地站起身来 提起身边的巨斧朝着李莫走来 那三百丈高的体型虽然巨大 相比之下李莫就像只小蚂蚁似的 而这十人至少中万顿 那一步走起来 地面上发出的震动就令人心惊肉跳 李莫却是一动不动 微微捏去眼看着这山神 山神眼中红光抖地亮了三分 李莫陡然感觉到一股庞大的力量 突然束缚住了身体 令人无法移动 与此同时 山神奏一台斧 巨大的斧子竖直地劈了下来 厉害 李莫轻赞了一生 即使是未完整的领域之力 却也拥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 若是换了其他人想要脱身 还真够难的 不过 确实难不倒他 麦伦丁解除 李莫暗和一生 一瞬进入到类灵气境界 一运进这才将束缚挣扎开 然后朝前轻轻一跃 从斧刃边上擦过 山神唯一扭头 盯着李莫 那股无形之力又骚然降临 好似无数根绳子似的将李莫死死缠住 不愧是施灵 这不过未成熟的力量想要控制我还差一点呢 李莫微微一笑 类灵气蹦发 再度将这力量震碎 棒棒棒 山神速度并不快 但每一招的攻击范围都十分庞大 一斧头斩下去可不止是斧刃伤得了人 那斧头落地之后力量沿着地面高速扩散 足足弥漫万丈之地 也幸亏这洞窟的石头坚硬无比 否则挤斧头下去这洞窟就毁了 李莫不紧不慢地移动着 轻松避过山神的攻击 与此同时思索着击倒山神的方式 要知道 现在石灵的力量是被封印着 山神的苏醒和攻击只是一种本能的防御 如果使用过于强大的力量会令石灵苏醒 到时候打起来可就不是这么轻松了 当然 李莫自信能够取胜 不过如今进入这里分明是中了罗刹老祖的陷阱 若闹大了起不碎了对方的怨 所以 李莫要用最简单的方法将其击倒 那么就必须对山神的身体进行极深度的研究 有了灵通眼 一切皆为可行 没花多少时间 李莫便已经看到了山神的弱点 山神的身体是以石灵为核心 石灵散发出来的气息灌透着整个山神的身体 这些气息的存在成为了山神的感知系统 而只要将其气息阻断 令石灵悟以为外界没有威胁 那么便会自动停下来 一想到这里 李莫非时地闪落到山神后背 二指一并 泪灵气瞬间灌透进去 化为锁链般掐住那一股股犹如脉络般的气息 果不其然 山神的动作一下子停了下来 失去了感知力 他便察觉不到外人的存在 然后奏一转身 慢慢回到了座位上 这时 另一尊山神眼中红光衣闪 豁然站了起来 一起伸 手中数百丈丈的石枪刷得出手 那动作和速度比起前一尊山神明显快了不少 很显然 这尊山神里的石灵是两个石灵更强的一个 李莫闪身避过石枪 飞落到他身上 二指猛低一点 泪灵气强行灌入 掐住脉络 但这山神的力量显然更强 泪灵气刚刚掐上去 便被气息震碎 哦 李莫眼睛微微一瞇 嘴角勾笑 指上力道再提升三分 这一次 泪灵气死死掐住了气息 山神这才做了回去 李莫轻轻吐了口气 重新练回麦伦丁 恢复到正常状态 即使是泪灵气 封住他们的时间也不过半炷香 不过既然碰到石灵那道的好好研究一番 李莫低估着 石灵可是千载难遇的 通过对他们的研究自可大增之事 以后若再遇到对付起来就简单多了 第七百七十五章三邪 山神境地外 三人一等就是两个时辰 也已过大半 看着盘腿人入定的李中书 吴谦手咳了一声 朝着蛙千古地了个眼色 蛙千古便微微一笑道 李兄 我看咱们没必要等到天亮吧 李中书睁开眼来 问道 蛙兄觉得老夫修为如何 李兄能够在云霄城任职主事 当然是一等一的好手 你我若打起来的话 应该是伯仲之间 哇千古如实打道 李中书声音一沉 老夫遇上山神 却非他一招之敌 什么 哇千古二人都吃了一惊 李兄你不是开玩笑吧 以你的修为当真不是山神一招之敌 吴谦手追问道 李中书说道 老夫何必自己贬低自己 而且这只是一个山神出手 说话间 他脸上还带着油然的恐惧 二人对望一眼 都是暗暗惊讶 然后又带着喜色 云霄山的山神果然名不虚传 那这么说那神勇王就算是有翻天的本事 也休想活着离开了 哇千古说道 当初因施宫一战 使鬼道三侯曾经目睹过神勇王击败鬼杀侯 不过即使如此 即和咱们三人也足有和他一战之能 既然李兄连山神一招都敌不过 那么神勇王此番壁无火路 吴谦手点点头 然后又皱眉道 那么李兄也未免太小心了 既然山神如此厉害 咱们为何又要等这么久 李中书看了他一眼 冷笑道 你以为我等这么久是想着神勇王能坚持到这时候 当然不是 我所说的岔子是指咱们的安全 哇千古明白过来 对了 据说山神只听从于山主的命令 这么说 即使是李兄 也只会遭到攻击 李中书点头道 正是如此 唯有天色泛白之时 山神会进入一小惠儿的沉睡 这个时候方可安全进入 但即使这样 只要有半点风吹草动 他们也都会醒过来 所以 你们还是老老实实等着吧 出吧 他并目不语 挖千古二人便也没再多说 如此又耐心等待了一个多时辰 天边终于引有一丝白光 李中书适时地睁开眼来 站起身道 时间到了 我们进去吧 不过你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一旦惊动了山神 你我都跑不掉 二人都缩然点头 李中书本不是多话的人 如此反复叮嘱足见山神的厉害 如此三人沿阶梯而上 借助阵法进入到了地下宫殿中 沿路而行 三人都把步伐放得轻轻的 生怕惊扰到这大殿内可怕的存在 如此小心翼翼 终于抵达了最后的洞窟 两尊山神安安稳稳地坐在石座上 李中书 清晰了口气 朝着二人递了个眼色 三人便在洞窟中寻觅起来 看看神勇王的尸体会在哪里 这洞窟甚大 并非一眼就能望尽 而在三人想象中 李莫若警惕性高很可能窜到边缘地区 但是三人走了一大圈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尸体 该不会被碾成粉末了吧 吴千手低声说道 这倒有可能 山神的攻击是非常可怕的 你们看看这地面 这可是用千钢矿石铸链而成的石板 这上面一层层尘埃那都是石料被碾碎的痕迹 李中书点着头 那这可麻烦了 把神勇王打得连扎都不剩 老祖可说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啊 没有尸体在 怎么心里都不踏实 哇千古犯难道 这话才落 徒儿有人嘘了一声 这声音不大 但突如其来的发出 令三人只是吓了一大跳 饶是三人修为高强 竟差点把魂给吓飞了 群生而去 但见洞窟一侧的岩壁上有着一处突起 此时一个青年盘腿人坐在上面 正朝着三人做着虚声的手势 神 神勇王 李中书一见他 只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哇千古二人一听 更是吓得连退三步 李末坐的地方并不算高 而且距离其中一座山神连十几丈都不到 而看他那样子 衣服完好 一脸平静 根本没有半点战斗过的痕迹 我估摸着你们也快到了 不过别急 稍等一会儿 我正研究山神呢 李末笑了笑 目光又落到山神身上 你起眼琢磨着事情 咕噜 李中书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脑袋好似生锈了斑 有些转不过弯来 眼前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身为云霄城主是 他对山神的了解远比外人多得多 他很清楚山神的真实面貌 那可是石灵 而且是指臣服于历代山主的石灵 石灵拥有的领域之力一旦发动 令人根本如在泥沼中 难以动弹半步 他曾经亲眼见到一个个强者毫无还手之力地死在山神手里 如今想起来还寒毛直树 然而 李末这个外来人却在山神的巢穴中待了整整一宿 他不仅没有受到山神的攻击 居然还安稳地坐在山神的近处 研究对方 利兄 挖千古逼声叫了句 啊 什么 利中书这才回过神来 不管出了什么状况 但好像你们这山神没起作用 那你我三人联手将他拿下 挖千古陈生说道 利中书一皱眉头 挖千古二人不像他这么深知山神的厉害 以至于对这眼前的状况把握不足 不过 他怎么也不相信李末有着驯服山神的能力 或许他身上带着什么西汉林宝能够令山神沉睡 这么一想 他觉得想到了要点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有这等林宝岛也并非不合理 这么一想 他便点点头 说道 是到如今 看来不能不打 不过有件事情我的先弄清楚 这时 李末微微一笑 似了悟到了什么 然后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撇了挖千古二人一眼 最后目落到利中书身上 但笑道 利主是真是用心良苦 让我有机会一睹山神真面目 那眼神中暗藏李光 令利中书心头一颤 但此时却也只有硬着头皮问道 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让山神没有攻击你 李末一笑道 你说呢 利中书眉头一皱 此时已是杀星大起 或者说事情到了这地步根本已没有后路可退 他便冷冷说道 看来只有一战能够把这事情搞清楚 神勇王 咱们把战场移到稍远的地方如何 客随主便 利主是请吧 李末一副手 悠然笑道 利中书三人立刻飞升而退 一直到了刚才阵法传送进来的地方 这里地势也甚为空旷 李末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三人立刻将他团团围住 挖千古围围攻着身 圆鼓鼓的肚子一起一扶的 活像一只癞蛤蟆 另一边 无千手将黑袍一脱 露出上身来 但见他背上豁然长着六只手 每一只都长着乌黑的壳 修长如爪 利中书双拳目紧 拳头上真气凝聚 化为两个巨型拳头 三人都续足了利道 一出手必定就是绝顶杀招 神勇王 如今你是瓮中之鳖 不如老实投降好了 挖千古陈生说道 李末听得唯唯一笑 说道 罗刹老祖这一招原本高明 不过只怕你们三个过来倒 还真是太小看我了 你们以为我是瓮中之鳖 但在我看来 你们却是囚笼之鸟啊 了字一落下 无千手已骚然出手 八只手猛地扎入地下 一瞬间里莫周边的地面裂开 八只手一下子将他死死缠辅住 不 这就是诗人爪 以尸体之臂膀为材料锻造而成 硬如天气 又任性如斯 不过光凭这东西可困不住我 李末一动不动 平头论足 然后 一股强横末皮的力道突然从体内蹦射出来 瞬间将八只手臂震的弹倒在地 血肉模糊 八 无千手脸色一变 发出痛苦的身影 千锤百炼而成的诗人爪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密法助毒树 挖千古这时一声尘喝 身体一瞬收缩 肥胖的身体一下子化成了竹竿般瘦弱 与此同时 李末身体唯唯一晃 这一次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挖千古咧嘴一笑 助毒树乃是用特殊的功法将自身体内的毒素一瞬间转移到对手的体内 其伤害性可想而知 即使李末有着万毒不清之躯 那么带来的伤害也绝对是可观的 但是 他的笑容很快收敛起来 不为别的 只因为李末除了身体一晃之外并没有任何反应 那庞大的毒素对于李末产生的伤害竟然仅仅是一晃 这时 立中书已突然出现在李末伸手的位置 两只巨拳狂杂而来 聚集十二成力量的拳头足可绷扇 尤其还是采取了偷袭的攻势 更是令人避无可避 棒 然而李末的速度快如鬼魅 闪电般的一旋身 一个飞腿正中立中书的肚子 将他一脚踢飞了出去 啊 立中书被踢飞出百丈远 重重摔落在地 更止不住地挖得吐出一大口血来 这 这怎么可能 挖千古这才发现事态的不对劲 李末的实力显然在他们预料之上 而且超过太多太多 李776张罗叉老祖 但很快的 挖千古镇定下来 李牌未出 他还有几分底气 他立刻问道 李兄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是他的速度倒真超乎我预料 李中书吐了口血痰 脸色阴沉至极 他万万没想到那么快的偷袭 居然都会被李末成功反击 那便好 挖千古点点头 朝着李末说道 不愧是神勇王 果然用普通的方法难以对付你 但是我们施展神通 你就休想这么轻轻松松过关了 吴牵手收回八臂 阴冷冷地说道 听说你有名为沉默的神通 但是 那只能对付一个人吧 李末听得一笑 说道 没错 我的神通一次只能对付一个人 这也就意味着你们有两个可以施展神通 话到这里 他效益更浓了 你们该不会以为这样就有胜算吧 别以为击败了鬼杀猴就有多厉害 我们五毒部的厉害你还没有领教过 挖千古力和一声 朝着立中书叫道 立兄 这次该你了 好 神通摆拳乱打 立中书抱贺道 沉默 李末淡淡到了剧 化落之时 立中书的神通果被遏止 与此同时 挖千古和吴牵手在瞬间出手 神通画骨水球 神通牵手牵刺 庞大毒液组成的水球一瞬间将李末包裹起来 同时无数光似以急速扎进去 发出噼里啪啦的巨响声 招数未完 二人已是哈哈大笑起来 想着李末在如何厉害 被二人的神通同时击中 不死也是重伤 毕竟神通的攻击力比起之前可是提升了醋倍呢 叫霸之时 毒球慢慢散去 三人睁大眼睛朝里望去 陡然间脸色一变 只因为散去的毒球中空无一物 虽说这毒球却能将人腐蚀成渣 但那也只是对普通人而言 对李末这样的高手而言 即使他人死了 尸体肯定是还存在的 一股凉气骚然间从三人背后冒起 然后立中书和吴牵手同时望向挖牵鼓 发出一声惊叫 怎 怎么可能 此刻 挖牵鼓也感觉到了背后的异常 震惊之下 他机械性地扭过脑袋回望 但见李末正站在他背后 副手而笑 那笑容温温柔柔的 但此刻在挖牵鼓的眼中 却好似恶魔的微笑一般 令人毛骨悚然 他抖地打了葛寒战 刷得一下拉开距离 落地时暗喘了粗气 此刻三人的表情都已经没了自信 剩下的都是惊慌 李末的速度竟快到在三人眼皮底下离开 而三人还自以为将他困在了神通中 这样的速度简直太可怕了 现在该我出手了 三位可要好好防御啊 李末微微一笑 三人直视打了葛基灵 连忙运足防御 眼珠子睁得大大的 刷 李末悚然间出现在挖牵鼓身前 快快得好似他原本就在这里似的 棒 挖牵鼓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应变 本能促使着大脑下达命令 但这命令还没有传到身体 李末的一拳就已经重重砸在了他的胸口上 咔嚓 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地在脑袋里回荡 挖牵鼓只觉得身体好似轻盈的如蝴蝶般飞了出去 然后重重摔落在地 身体仿佛散了架式的 痛得身影出声 待到挖牵鼓忍着痛爬起来时 看到吴牵手和立中枢刚摔落在地 痛得吃牙裂嘴 再看李末 仍是站在之前的地方 腹手而立 脸上仍然带着微笑 好可怕 挖牵鼓打了葛哆嗦 这才知道为何李末能够在身途煞穴 研磨这样传说中的强者手下活着走出来 这家伙根本就是个变态的强敌 分明进入半界没多久 竟然强横到如此地步 难怪鬼杀猴会被他打跑 他自检身体 刚才那一拳将三根肋骨震断 如此霸道的拳净令他心里冒着寒气 可以说如果李末发动追击的话 将三人在此斩杀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此时 无牵手二人也都爬了起来 脸上都透着恐惧 李末淡淡说道 放心 我现在不会杀你们 因为还要让你们带路呢 立主是 带我去罗刹老祖的住处 一听这话 三人顿时寻到了一线生机 迅速地对了下眼色 殿下 请吧 立忠叔走到一边 启动了法阵 带出了阵 已抵达了山神境地之外 此时 天色刚蒙蒙亮 静地外安安静静的 李末一走出来 便微微一笑道 三星 辛苦你们寻找了 立忠叔三人听得吃了一惊 这是一旁的邻间传来动静 但竟按三星一行从中走了出来 属下间殿下久久未归 一路寻觅过来 在此等候殿下 按三星恭敬回道 李末点点头 说道 来了正好 咱们就一路吧 立忠叔看得眉头直皱 要知道这一路过来是穿过了城池宫殿区的要地 处处守卫森严 三岗五少 但李末这行随从居然能够寻到这里 而且看着情况城里还没有被惊动 就这能耐便令人暗暗吃惊 此时 在内城北侧深处的宫院中 罗刹老祖一行聚在大厅里 正在等待着好消息 七五位低沉沉地说道 天快亮了 挖兄他们说天亮时就会进入山神境地 估摸着现在正在给神勇王收尸 毕龙则谨慎道 那山神当真如此厉害 罗刹老祖神色疑诉道 你们是不知道山神的真面目 若是知道的话可是会吓一跳的 那山神乃是石灵的化身 石灵 持无畏二人都吃了一惊 罗刹老祖服须说道 这事情知道的人少 不过但凡知道这一点就绝不敢在云霄城里乱来 即使是本作也不敢说对付这石灵就有石成的把握 话到这里他徒弟眉头一皱道 娇妹子你该不会是早知道山神的秘密吧 一旁的蛇娇娇眼嘴人一笑道 我也是偶然得知 什么偶然得知 我看你还真是不记嘴 只怕云霄城里哪个当官的成了你的美食吧 罗刹老祖脸一沉 眼中煞气如刀 蛇娇脸色为变 连忙扶身解释道 老祖放心吧 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官 只是他知道的秘密导致不少 哼 你还真是不把本作的话放在心上啊 罗刹老祖声音见利 身上煞气腾腾 蛇娇娇顿路巨色 连忙求饶道 老祖息怒 我再也不敢了 罗刹老祖盯了他一会儿 摆摆手道 罢了 看在你这次立了大功的份上 这事情我便不追究了 多谢老祖 蛇娇娇喘了口气 刚起身 外面便有大汉赶了进来 禀告道 雲老祖 八大人和吴大人回来了 好 罗刹老祖顿时大喜 大汉却又面有难色的道 除了二位大人 还有立主是和 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说完 罗刹老祖不耐烦的道 和神勇王一行 大汉迟疑道 什么 罗刹老祖脸色一沉 李氏说神勇王没死 蛇无畏立刻问道 是 神勇王活得好好的 导师挖大人 他们三个好像受了伤 大汉回道 真是荒唐之急 罗刹老祖怒斥一声 一掌重重急在桌上 怎么会这样 那神勇王能耐再大 也不可能从山神手里逃生的啊 蛇娇娇惊讶道 老祖 虽然现在事态不明 不过咱们仍有大把胜算 便让这神勇王进来好了 碧龙则道 好 他胆敢过来 本作我莫非还怕他不成 罗刹老祖冷笑一声 大手一摆道 放他进来 是 大汉松了口气 生怕罗刹老祖暴怒下 把他当成出气筒 此时快步离去 未过多久 一行人便抵达了院落前 走在最前面的 正是李忠书三人 三人一到了这里几乎剑步飞入 拉开和李末的距离 生怕他突然吓杀手 一看三人这举动 罗刹老祖等人都是眉头一皱 三人平日里何曾如此模样 这分明是被吓破了歹 再看李末 一身白衣不染仙尘 一脸笑容如雅而淡定 他身边一行十人的队伍 一个个黑衣罩身 但即使隔得老远都能够感觉到 他们身上有种阴暗至极的气息 神勇王 罗刹老祖沉着脸 吐出三个字 仅仅只是三个字 但却好似三把尖刀般呼啸而去 罗刹老祖 李末微微一笑 画如微风拂面 将那自眼间暗藏的杀气化解至无形 一招无功 罗刹老祖眉头微微一簇 冷冷笑道 怪不得鬼沙猴会败在你手里 确实是有几分精良 这话似是称赞 但明眼人却听得出来话中的不屑 要知道 鬼沙猴虽在邪道中也是大魔头 而且位居使鬼道四大猴之一 地位和其高 不过罗刹老祖确实受援近千年 隐世数百年的老魔头 在辈分上比起鬼沙猴高了太多 因此对于这样的后辈 他可是从未放在眼里的 老祖能够从因施工大战中活着逃出来 能耐也不可小亏啊 李末含笑说道 这话说的罗刹老祖额头上顿时冒出一条条黑线 让他忍不住怒斥道 区区小辈竟敢嘲笑老夫 持无畏等人都眉头一皱 按道这李末当真胆大包天 罗刹老祖被分何等之高 修为更是高深之极 即使他们五人一身感畏惧 而这李末居然敢当面嘲讽 第777章逼供 我是正 你是邪 对于你这样的老魔头 我嘲笑几句又如何 莫非你以为我是过来找你喝茶的 李末听得大笑一声 罗刹老祖脸色更显深沉 冷冷说道 好好好 你倒是把事情看得明白 那今天你便是有来无回 话落 他朝着挖千古沉声问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挖千古连忙低声将事情说了一遍 声音不大 但是大家都听得清楚 待话完之后 一个个都皱着眉头 原来如此 你手里有能够让山神沉睡的领宝 这一点本座倒是真没想到 罗刹老祖说道 李末摇摇头道 我手里可没有这样的领宝 对于你们而言山神或是多厉害的东西 但是并不见得就能难倒我 哼 真是个满口大话的小辈 你觉得本座会信吗 罗刹老祖吃笑一声 诸人也都以为李末是在掩盖事实 更认定他是身怀一宝 李末淡淡一笑道 你信不信都没有关系 我此番过来只为两件事情 其一 找你问清楚司空协主的去向 我和司空协主早已分道扬镳 他去哪里和本座没有关系 原本告诉你也无法 不过你可有命把这消息传出去 罗刹老祖说道 既是这样 那么事情就简单了 我来这里第二件事情就是取你性命 你们罗刹公在子鼎国北部为祸一方 不知多少无辜之人死在你们手里 今次既然被我碰上了 那么断然没什么好说的 在你死之前 我再问清楚司空协主的事好了 李末说道 话到这里 罗刹老祖已是放声大笑起来 好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 以为击败了挖千古三人就敢在我这里放肆 我罗刹公的可怕你还没有领教过呢 一边 挖千古安吐了口气 为了保全颜面 他把三人与李末的战斗小小的改编了一下 说成三人轻敌而受伤 事实上三人可是卯足了净都败在李末手下 不过 即使李末再强 如今在这里却也没有任何生路可循 就在这时 又有人匆匆赶了进来 禀告道 禀老祖 铁山主来了 话财落下 外面已传来脚步声 紧接着便见铁无陀带了一对人马走了进来 他一出现 便一眼钉在了李末身上 眼神中透着几分利涩 身边人也都是一副剑拔弩张的姿态 似乎只要铁无陀一声令下 便要冲上去似的 对于铁无陀的出现 李末并不意外 从自己到山神境地这一片地方 立中书肯定是打点好了的 但自己带着一对人马赶到这深处地带来 必定有人马赶去通知他 立中书连忙赶了过去 扑通跪地道 这神勇王竟悄悄潜入我城中要地 被属下意外发现 然属下修为在他之下 被他以性命要挟 最终将他带到这里 请山主责罚 铁无陀脸色顿沉 神勇王 你竟敢在我这城中肆意妄为 可知道破了我城中规矩会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李末冷笑道 立主是你这嘴上的功夫可真不错啊 明明是你把我幼稚境地中 想让我被山神击杀 如今却倒打一把 说是我暗中搜寻 有铁无陀在这里 立中书此时底气大足 一挺妖道 真是笑话 我若真把你幼到境地里 你还能活着回来 铁无陀也冷冷说道 神勇王 你撒谎的功夫可真不高明 可知道我山神的厉害 你是有命竟没命出 立中书立刻接口道 山主明鉴 即使他真的寻到了境地那里 那也是他自己偷偷摸过去的 居然往我身上泼脏水 真是用心歹毒 另一边 罗刹老祖等人都是一脸冷笑 笑李末自以为聪明 结果跑道着来 却是作茧自伏 被立中书一阵诬陷而白口莫辩 立主是 你觉得当真可以瞒天过海吗 李末淡淡说道 我的话本就是句句属实 立中书昂着脸 眼中闪烁着嘲讽 是么 李末痴笑一声 朝着暗三星微微汗手 暗三星奏第一俯身 双手插进身边一个同伴的影子里 那手豁然从百丈外的 立中书的影子里冒起来 一把抓住他的脚 什么 立中书只是大吃一惊 还来不及反应 更被突入影子中 待影子消失之时 他已被按三星从同伴的影子里脱了出来 一把尖刀横在他的脖子上 放肆 神勇王 铁乌托抖地暴怒 一闪身已落到李末身边 一掌狂杂而来 显然他是想击退李末 再将立中书救回 只是他速度快 李末的动作也绝不逊色 同样一掌袭来 棒 二人掌力相撞之下 各退了十掌 一落地 铁乌托脸色做地一尘 周遭众人也只是大吃了一惊 一是吃惊于李末居然敢在这里突然动手 二吃惊的则是他手下人的能力 竟然能够透过影子将人擒住 而且立中书的实力在云霄城那可也是排在前卫的 三更惊讶的则是李末的实力 刚才铁乌托寒怒出手 长径和其巨大 但李末居然和他打了个平手 以至于连罗刹老祖都皱了下眉头 山主 救我 立中书哪里料到徒生如此变故 吓得脸色大变 陈勇王 你还不放人 铁无驼一掌无功 目气更涨三分 李末则淡淡说道 铁山主莫及 待我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可会感谢我的 话落 他扭头朝着立中书望去 嘴角抹着一层含笑 立中书抖地打了个寒战 眼中竟是惊恐 你 你想要干什么 立中书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其一 说出事实真相 我放你走 其二 你若执意诬陷于我 那我便取了你的性命 李末冷冷说道 立中书嘴角一颤 眼珠人立刻一转 大叫道 好 好 是我骗你去的山神禁闭 李末听得摇头直笑 立中书 你该不会因为我这么天真好胡弄吧 你一句话就能把事情了结 想要活命 就说出让人幸福的话 话到这里 他眼中已透着凛冽的杀鸡 那腾腾杀意笼罩着立中书 令他顿时毛骨悚然 陈勇王 你若敢杀我城中之人 那今日便休想活着离开 铁无陀勃然大怒 李末却是充耳未闻 冷冷看着立中书道 命是自己的 你可不要寄托在铁山主身上 我敢向你保证 铁山主动手之时便上你魂飞西天之时 立中书听得一哆嗦 他很清楚李末并非在开玩笑 从出手擒拿他开始 和云霄城之间便只有一战 在青年凌厉而冷酷的眼神下 立中书终于屈服了 他产生说道 是罗刹老祖派了挖千古过来 许诺给我十枚黎玄珠 让我把你带到山神境地去 立中书 你可不要乱栽赃 罗刹老祖脸色一沉 只是立中书此时在死亡威胁之下 去哪里还顾得上和他的交易 被李末一瞪眼 立刻大叫道 证据就是我把从别管区到山神境地 一路的守卫都下过严令 他们都亲眼见到过 我把殿下带到了境地 铁武陀脸色顿时一变 立刻一声道 立中书 你所言当真 立中书哭丧着脸道 属下一时鬼迷心窍 被奸人所诱 请山主责罚 铁武陀冷着脸盯着他 见他这样子心里已经了然大半 只要审问昨晚那一路的守卫 自然可以明白事情的真相 立中书把这一点说出来足见是真话无疑 然后 他扭头看着罗刹老祖 老祖 我是看在你我以往的交情上 冒着被正道讨伐的危险让你在此休养 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别坏了我城里的规矩 罗刹老祖则虽然说道 铁兄可知道放虎归山 让神勇王活着离开将会引来多大的祸患 我山门传承数千年 什么阵势没有见过 这一点还无需你担心 今日之后 就请你即刻离城 铁武陀冷声说道 汤 罗刹老祖吃笑一声 说道 既然铁兄都下了逐客令 那么本作也不会久待 不过 这神勇王当着你的面如此放肆 你又该如何对待呢 这时 李莫微微摆手 按三星收起尖刀 立中书连忙跑开 只是庆幸捡了一条命 立中书 看在你多年为我诚实效力的份上 我不责罚于你 你立刻给我滚蛋 铁武陀怒斥道 立中书哪敢停留 如丧家之犬般仓皇而逃 这时 铁武陀沉生说道 神勇王 即便你是受了陷害 也万不该在我面前请我手下之人 逼他之功 坏了我诚实的规矩 李莫听得直摇头 铁山主虽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奈何如此不通变故 既是如此 你我就打一场好了 按三星等人也都皱着眉 这铁武陀当真是不通情理 按理说帮他纠葛内奸出来 该好好感谢才对 却仍旧一根筋要追究李莫的责任 正有此意 铁武陀眼神一鸣 这时 二人身边的人马都朝后退去 让开一个空旷的场地来 一个是年纪轻轻变明镇天下的神勇王 一个则是占据着云霄成一席之地的枭雄 这一战必定是惊天动地 没有任何人敢插足 另一边 罗刹老祖阴沉沉地看着二人 盘算着更恶毒的计划 旁边的五毒部诸人也都是转着眼诸儿 打着自己的算盘 第七百七十八张顽固的山主 铁武陀身上的气息无形皆弥漫出来 犹如天边的云团翻滚不定 他眼神中透着灵力 紧紧地盯着远处的青年 相比之下 李莫则显得淡定太多 就那么副手而立 气息说淡不淡 说强不强 但就是那么恰恰地把对手的气息挡下来 铁武陀醋了醋眉头 他身为云霄成几千年来资质最高的一个 早在数百年前就踏入了中期境界 这么多年前修秘法 修为更是达到了他人难以想象的高度 称霸这一方之地 绝非浪得虚名 但是 眼前这青年比他年轻几百岁 但那四弱四强之气息所透露出来的强劲力量 却让他深深感觉到对手的不简单 而且 能够在自己的气势压制之下还能够如此镇定 这更让他不得不刮目相看 这时 李莫唯唯一笑道 铁山主 请吧 哼 铁无陀横了声 人如光影一抹 一瞬间和李莫撞击在了一起 掌力相处间 巨大的冲击力扩散出去 诸人游在狂风凛冽间 被吹得一袍框框作响 铁无陀明显眉头一皱 蓄力一掌之为讨回之前一掌的颜面 当时虽是含恨出手 力道极大 但如今这一掌更是蕴含了九成功力 只是李莫居然稳稳地将他的掌力接了下来 连半步都没有退 铁山主 就这种程度的掌力可是打不败我的 李莫笑了笑 看来 我倒真是小瞧你了 铁无陀脸一冷 一闪身拉远距离 二指一并 密法一扇 话落之时 但见半空中抖地出现一个直径足足万丈的风头 随着他一翻掌以闪电般的速度朝下压去 多 李莫仰头上望 眼中带着几分光泽 原本他以为这一山术不过是通过气息凝聚而成的山体 但没有想到的是 这当真或真价实的山体 铁无陀随手之间 居然真的将一座风头移到了这里 有点意思 李莫笑了笑 就这一句话的功夫 风头已经距离头顶不过丈瑜的距离 但见李莫眼神一凝 体内溜到天火沸腾而起 揍地一拳朝上砸去 拳头砸在山底 仅仅只是震出了一条细小的缝隙 你是打不破这山峰的 只要我手在朝下压半分 你便要被接接实实地压在下面 铁无陀脸上露出骄傲的笑容 不愧是一山秘法 一边 罗刹老祖微微汗手 挖千古等人都是一脸喜色 没想到这一山秘法如此厉害 要想挣脱开这一座大山可不是一事 这书 便听李莫一笑道 谁说我打不破这山峰 话落 他坐地化身龙兽 拳头上力道抖地狂增不止 那风头底部的裂缝急速蔓延开去 不过眨眼功夫 风头已轰然爆裂 化为一堆堆碎石滚落下来 恩 铁无陀眉头一皱 显然没想到李莫居然这么轻描淡写地 击碎了山头 而深知此数威力的云霄城 诸人也都是脸色大变 要知道这被移动过来的山头 都是重达万顿 而且质地异常坚硬 即使手持天气也不见得将其轻松破坏 然后 他脸色一沉 揍地成河 三山连击 但见三座风头接踵而来 那闪电般的速度造成的气压令人深深感觉到不安 李莫却是长笑一声 连灰三拳 硬是将三座风头砸得粉碎 此时整个公园里到处山石溅落 把周遭的房子压得东倒西歪 眼看李莫三拳震碎三座风头 云霄城里的人都看傻了眼 这是什么样的拳头竟然能够强横到如此地步 其实 若是换作进入无根岛之前 李莫要想打碎这山峰必须要施展泪灵气 但是现在 因为龙魂进入到实体境界 而玉兽魂界是根据魂魄力量发挥出相应的力量 因此李莫意识实力大增 好葛神勇王 不过移山术可不是这么容易就会被迫的 移山术聚山级 铁无驮暴鹤一声 但见周遭破碎的山石突然朝着李莫飞去 随着密集的暴响声 四座山峰竟在瞬间聚集在了一起 将李莫掩埋其中 铁无驮双手续暗 强大的真气罐透在山石中 令其不断地挤压 朝着中兴处产生的压力到达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好一招聚山级 即使是本作也不敢说能够在这一招下全身而退 神勇王再厉害 也必定在这一招下深受重创 目睹此景 罗刹老祖一脸自信地下着判断 另一边 铁无驮沉声说道 神勇王 你是逃脱不开我的束缚 你若现在投降 乖乖接受我山门的惩罚 那么我便无需下重手 否则的话 休怪本山主无情 铁山主未免太小看我了吧 这等束缚尚且难不倒我 山石里传来李莫的笑声 哼 满口大话 铁无驮冷恒一声 身上真气沸腾 整个山体散发出浓郁的光泽 一块块山石蕴含着更强的力量朝内挤压着 然而突然间 山石的缝隙间渗透出一道道神光 一股庞大之极的力量从中涌冒出来 沉默 铁无驮脸色为变 他双手分明在战斗着 那是因为山石内部的冲击力令他难以压制 退 暗三星斗一挥手 身边人如光影般飞退不止 快退 罗刹老祖也眉头一皱 闪身飞退 他一退 挖千古等人哪敢迟疑 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 一见到两边人马都退了 云霄城的人这才感觉不妙 连忙飞退 就在这时 但听一声巨响 无数山石喷射出来 如同流星搬砸在周边 那没有葛山石落地时都发出巨大的震响声 更带着强横的力道 任由这里的地面甚为坚硬 也被砸出一个葛大坑 周边猪人都被这景象吓了一大跳 同时按道庆幸 幸亏是退了 否则若被这些山石砸中那还得了 不死也是重伤啊 待到最后一波山石落地时 众人连忙朝着场中望去 但见李莫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 脸上带着微微笑意 没有使用天气 仅仅是用一双肉拳就将铁无驼的攻击化解 另一边 铁无驼脸色深沉 如同见鬼般地盯着李莫 身为秘书的传人的他更清楚这一招的强大 被如此轻松地破解让他一时间难以接受 这小子 罗刹老祖身皱着眉头 李莫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一次次超过推断 就眼前这么一手 那已经是和他一个级数的实力了 铁山主的一山秘书果不简单 这一场切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 李莫淡淡笑道 他并不想和铁无驼过多的纠缠 毕竟本来就没打算攻下云霄城 更重要的当然是对付罗刹老祖 只是铁无驼却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 他眼中勇冒着腾腾战役 双手食指一张 沉河一声 山神线 但见天空上方抖地出现两尊石人 缓缓地落到了地上 攻迎山神 云霄城诸人纷纷攻身 一个个脸上透着振奋 李莫神色唯唯一速 说道 铁山主 你要维护山门的规矩 我也陪你打了一场 李若这么执意下去 非得想击败我 只怕最后的结果会让你失望的 让我失望 你以为破了我的一山秘书 就能够在我城中肆意妄为 倒是你才要乖乖束手就擒 否则山神一出手 你非死便是重伤 铁无驼沉声说道 一边 罗刹老祖大声说道 铁兄 他身上带有能够令山神沉睡的灵宝 不 原来如此 所以你才能够从山神境地中全身而退世吗 不过那东西可是不会再管用的 山神一旦解除封印 就会呈现出真正的力量 铁无驼吃笑道 铁山主 我劝你不要这么多 因为即使是我 要和山神真正打起来也只有毁掉他们 到时候失去了山神的庇护 你祖先世代积攒起来的家业只怕也难以延续 李莫肃然说道 我的家业还轮不到你来关心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的小命吧 铁无驼却哪里听得进去 他双手结印 爆喝一声 封印解除 但见两尊山神胸口上的阵法散发着耀眼的光泽 身上似有着一道道无形的锁链断裂掉 山神眼中透着浓浓的红光 身上浑厚而粗叶的气息犹如山红般爆发出来 令全场诸人顿受振折 虽然事情有些曲折 但结果倒是不错 只要山神出马 神勇王就完了 罗刹老祖笑了起来 挖千古等人也都轻吐了口气 刚才见到李墨震碎山石时还是吓了一跳 不过解除了封印的山神拥有着的领域之力 却是李墨绝难对付的 这结果显而易见 另一边 云霄城上上下下都是目录重敬 对他们而言 山神的存在就真如同神一般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抗衡的 铁无驼嘴角勾笑 一脸傲然 奏意挥避上 左边的山神眼中红光大放 一瞬锁定李墨 同时猛地挥动巨斧朝着李墨斩去 一如之前在洞窟中 李墨顿时受到领域之力的束缚 移动都不能动弹 而且这种力量比起之前要强大促背 四看出李墨的意象 铁无驼冷冷说道 现在知道山神的厉害了吧 由山神发动的领域力量 可以让任何人难以动弹分毫 就算你再强 那也有挨打的份 斧头以惊人的速度朝下落去 粗糙的任边和风力无缘 但若被这斧头斩中 却足以让人变成肉酱 团长 一个猎龙团团团员忍不住紧张道 放心吧 殿下能够从山神境地中走出来 那自然有对付山神的力量 即使是领域之力也一定能够破解掉 按三星则平静地说道 眼中流露着对李墨的崇敬 第779章杀山神 不过一席间 斧头距离李墨已经不过齿余 那斧头上膝带的庞大压力渗入地下百丈 隐隐抖动的大地似乎随时会承受不住而开裂 在场诸人皆紧绷着神经 深深感受到斧头上害人的力量 能够在这一斧之下全身而退的人也只有铁乌陀和罗刹老祖了 麦伦丁解除 李墨眼神一宁 真气瞬间进化之类灵气境界 呼啸的灵气如风暴般卷起 将领域之力震的溃散 同时 一把神光闪烁的长枪出现在他手中 但必朝上一举 拒斧重极在长枪上 通龙 狂勇的力量犹如开闸泄洪般袭来 即使是铁乌陀这样的强者都身体猛低一晃 至于其他人更是纷纷踉枪狂退 有的更直接被这股冲击力高高掀起 待其浪剑停之时 众人定眼朝前望去 但见李墨单手持枪 竟稳稳地接下了山神的一击 这时 另一尊山神也发动进攻 数百丈长的石枪如奔雷般朝他射去 李墨如幻影般一纵身 一枪横扫 硬是将这石枪震的岛飞出去 刷刷刷 两尊山神一黑一白 黑山神动作缓慢 但每一次的攻击都凶猛之极 一斧斩下来整个乘车似乎都要抖上一抖 白山神动作极快 石枪犹如闪电般射来射去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而相比之下 蚂蚁般大小的李墨却以一人之力 独斗两尊山神 一时奸杀得难分难解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区区小辈竟然能够不受领域之力的束缚 目睹此景 铁无驮一脸惊恶 任由着烈烈狂风吹动衣袍 远处 罗刹老祖脸色更显阴沉 挖千古等人则都看得呆了 以他们的实力修想在山神手上走过一招 光是要挣脱山神的领域力都不可能 但是李墨却以一跌二不落下风 如此实力之高原比武独步首领加在一起更高 然后 罗刹老祖沉声说道 铁兄 这样打下去只怕山神威名要遗落千丈了 铁无驮脸色一冷 坐地一声大喝 双神何急 两尊山神顿时发出咆哮声 黑山神的速度陡然间提升到白山神的境界 挥动巨斧狂斩不止 白山神双臂一斩 身上喷冒出无数石枪 密密麻麻地朝着李墨射去 棒棒棒 但见李墨所在第一时间烟尘滚滚 细浪先天 黑山神一路狂斩 似乎已经将李墨剁成了肉酱 再加上白山神秘籍的进攻 李墨断然没了生路 就在罗刹老祖等人露出笑意时 斗听烟尘中一声长笑 破神杀 化落之时 灌神枪上的刻印法阵发动 一道巨大的神光从滚滚尘埃中喷涌而出 一瞬间射中黑山神的胸口 什么 众人顿时瞪大眼睛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李墨一枪竟然在黑山神胸口上穿了一个洞 那黑山神的躯体何等坚硬 竟然都承受不住这一枪 若然这一枪打在人身上那还得了 以至于罗刹老祖都心头一颤 为这一枪之力而震惊 此时 更让众人惊讶的则是在胸膛上浮现着一团光芒 那正是在灌神枪一枪之力下仍然存在着的石灵 没用的 这样的攻击杀不死山神 铁无驼大鹤道 划落间 周边的山石已迅速地被吸到山神胸膛处 高速地修补着伤口 赤马 烟尘消散间 露出李墨的身影 但见他一枪处地 棒棒棒 但见一根根阵驻徒地从山神周边冒起 震城之时 喷射出一道道强光射进伤口处 石灵斗地膨胀 然后一瞬间化作尘埃消失不见 山神如同失去了支撑般轰然倒塌 化作一堆碎石 怎么 怎么可能 铁无驼直是惊呼出声 眼珠子都瞪直了 这结果是他万万不曾预料的 李墨的强大他多少是推断得出的 但是万不想尽强大到能够击杀山神的地步 我说过 这结局怕是铁山主你不希望看到的 李墨一扶手 将一根根阵柱纳入戒指中 即使是灌神枪的刻印法阵 也难以对石灵造成重创 但是在李墨在山神禁地中对石灵进行了分析 准确地捕捉到了他的弱点 从而利用灭灵阵法将其震杀 神勇王 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惨重的代价 你的招数不可能第二次管用 铁无驮暴怒道 看着他这样子 李墨摇摇头道 可惜啊 世人都说你是云霄城历代山主中最有资质的一个 但依我看却是最愚蠢的一个 给你台阶下你却非得钻牛脚尖 如今到了这局面居然还搞不清楚即将发生的事情 白山神给我上 杀了他 铁无驮狂笑道 星光普照 却见李墨五指一张 镶嵌在龙魂之上的无限令碎片发动 骤然间整的天空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光 紧接着一道星光破空而来 射在了白山神身上 白山神顿时仰头望天 在照耀下散发着浓浓的异彩 怎么回事 白山神 给我上啊 眼看这一态 铁无驮直视失了镇定的咆哮 但白山神却是一动不动 静静地享受着这星光 李墨冷冷说道 你还不明白吗 之所以你们能够控制两尊山神 是因为两个石灵都未成熟 但是如今弱小的石灵被我斩杀 剩下的石灵有了成为成熟体的机会 我引星光而来 促进它成长 很快的它就可以跨越十年 百年甚至千年的时间 净化成为成熟体 你已经失去了控制它的资格 神 什么 铁无驮听的张大嘴巴 浑身都在颤抖 而众人则是心头狂跳不止 李墨不紧强 力量更达到诡异的程度 竟然还能够引动九天星光 促使石灵成长 这哪是玄师的能力 分明就是诸天万神才能拥有的神力啊 李修想把石灵从我手上躲走 铁无驮一声力笑 飞适地朝着李墨席去 李不是我的对手 李墨冷笑一声 身上皱地红光大放 实体龙魂从身体里分离出来 一张口便喷吐出汹涌的龙席 铁无驮即使已然疯狂 但又岂能感觉不到龙席的强大 慌张飞退 而众人目睹此景又是大受振折 谁都知道李墨身边有兽宠 但是眼前这火龙却分明乃是气魂之躯 而且到达了实体气魂的境界 而这种事情向来只存在于传闻中啊 铁兄 我来助你 罗刹老祖大喝一声 以飞身袭来 他很清楚 这个时候是攻击李墨最好的时机 若失去这个机会的话 那只怕留下大祸患 神通万鬼缠身 罗刹老祖抱喝声中 神通发动 沉默 李墨看也不看他 二指一束 神通发动时 恶指住了罗刹老祖的神通 神通九山连贯 铁无陀趁机发动神通 九天之上四有九座山峰引线 万鬼缠身 但见李墨二指一点 铁无陀所在之地骚然间万鬼永茂 呼啸着缠住他的身体 怎么回事 铁无陀大吃一惊 连忙中断神通 施招对付恶鬼 这 这是 罗刹老祖只是愣得说不话来 李墨竟然会施展他的神通 咱们一起上 蛇娇娇叫了声 五毒部众人便是一拥而上 准备围攻李墨 刷刷刷 暗三星等人一闪身 恒拦在了前方 一个个神色阴朗 杀气腾腾 这一战 这一战若打起来必定是生死之战 毕竟五毒部中是有着五个神通 镜中其强者 而猎龙团这边只有两人 而此时 云霄城的人马也都一起攻了上来 事情到了这局面 众人已经顾不得脸面 要群攻上来击杀李墨 就在这时 突然间场面一下子急进下来 铁无陀 罗刹老祖 五毒部和云霄城 众人都一下子停下了动作 不为别的 只因为一股股强者的气息 骚然间出现在了周边 此刻 足足上百人的队伍 落在了周边的建筑物上 众人聚合而成的战力汹涌滔天 宛如骇浪般眷习着众人 别说一般手下了 就连铁无陀二人都感觉到 发自内心的战力感 这些人中至少有二十个中其修为者 而且有几个完全都是 罗刹老祖这种级别的 这些人加在一起 若动其手来的话 在场所有人面对的都将是被秒杀的局面 这时 一个老者恭恭敬敬的拜道 为得殿下之令我等便贸然现身 请殿下恕罪 诸人便都恭身同海 请殿下恕罪 只一句话 铁无陀直视双脚一软 两眼一黑 差点晕倒在地 怎么可能 罗刹老祖张大嘴看着周边珠墙 震惊之余心情早晨到古地 这里莫莫非是将一国的兵力都搬到了这里来 否则岂能聚集这么多强者 若早知道他带来这么多人 他哪里还敢在这里酒带 早就一溜烟跑得没影了 但现在知道这事情却已经太晚太晚 现在是想跑都跑不掉的 这时 李莫随手收起龙魂 微微一笑道 罢了 你们也是担心我的安全 然后 他便不再多说什么 继续引动星光帮助石灵成长 场面激进无声 但云霄城和罗刹公的人则都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这场面甚是煎熬 想逃跑都没有机会 而李莫不说话 也没有任何人敢坑一声 尤其是站在暗龙国身边的人 更是深深感觉到这些人身上散发出的灵力杀气 似乎只要有一点轻举望动便要被击杀 第780张神师门 时间慢慢地流逝着 然后突然间山神的躯体开始崩碎 随着一块块岩石掉落 最终只剩下一团光芒 光芒中的小兽清晰可见 随着光芒碎裂 他化作一个三尺高的兽人落在地上 然后跪倒在李莫身前 显然 石灵很清楚是借助了李莫的力量 才突破了束缚 达到了成熟的境界 李莫一挥手 天空乌云进去 光明重现 然后 他又一挥手 刷刷刷 摆明强者涂地动身 一个格落在罗刹公诸人身边 将对方置住 罗刹老祖被一王 暗王和雷王三大顶尖强者围住 一瞬就被控制住 他即如此 其他人又怎能有反抗的机会 这时 李莫淡淡道了句 走吧 话落实 他已冲天而起 朝着九天之上而去 诸强者抓起罗刹公的人 随他飞上天空 然后那时临近也呼的一下飞上天 明明晴朗的天空 但一大群人飞到一定高度时 却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 地上一片狼藉 一番大战之后的宫殿群早成了一片废墟 铁屋陀昂头望天 嘴巴张得大大的 然后一下子瘫坐在地 嘴唇用力地抽搐着 然后仰天大笑起来 只是那笑声充满了无尽的悲凉 他原以为李莫一番好言好语 不过是实力不足找葛台阶下罢了 而他则仗着有两尊山神在咄咄逼人 非得要击败李莫 如今山神不在 实力已追随李莫而去 而李莫大闹一番 亦成功地捕获了罗刹公上上下下 此一事传出 云霄成数千年威名注定毁于一旦 而没有了山神的支撑 光凭借着一山秘书想要统治云霄山已是不可能了 祖辈见下的基业就这么走到了尽头 这是铁无陀万万不曾想到的 正如李莫所言 这结局是他不想看到的 一番固执竟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 另一边 李莫一行已然抵达了无根岛上 一上岛 罗刹老祖等人都大吃了一惊 万没想到这天空上竟然还藏着一座福岛 此时 李莫回头看着跟上的石灵 微微一笑道 你若愿意跟着我 便以这福岛为家吧 石灵欢呼一声 一头扎进岛中不见了踪迹 李莫一脸欣慰 这石灵虽非人却是如此重情重义呢 有他在这无根岛上 那么无根岛将成为他人难以侵入的禁区 这时 他朝着罗刹老祖说道 现在咱们来继续之前的问题吧 司空邪主现在何处 罗刹老祖早成了斗败的攻击 小命都在对方手里 哪敢不服 暗叹一声 老实答道 当年我和殷师公的人马逃离之后 一路东行到了这金师国 到了这里后便分道扬镳了 司空邪主的具体所在我并不清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必定是在这金师国内 李莫定眼看着他 又问道 那么 司空邪主可是去投靠鬼斩门的 罗刹老祖摇摇头道 司空邪主一心称霸一方 岂会投靠到他人门下 到金师国原本是因为老巢被端 想寻隔地方重新发展罢了 只怕他也没有预料到鬼斩门的人会打进金师国 这么说 他是藏在暗处养金序瑞哥 李莫琢磨道 罗刹老祖答道 多半是这样 李莫沉吟不语 如果司空邪主投靠了鬼斩门 虽然鬼斩门因此大增了实力 不过至少人在明处 想方法对付就好了 但如果司空邪主藏起来 日后再度付出的话又是一番心风邪雨啊 那么关于使鬼道你又知道些什么 一顿李莫又问道 罗刹老祖答道 封邪王带着四侯也进入了金师国境内 但是究竟他们身在何处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封邪王也不是向人低头的人物 只怕也是和司空邪主一样打着直服的算盘 听到这里 李莫摆了摆手 三国人马便将罗刹老祖一行压解入城 然后李莫这才继续驱动正法 令吴根岛朝着东面航行 直朝着金师国腹地而去 半界之土皆为灵界陨落之地 其中不乏藏有灵界之物 位于金师国腹地的神师山脉 据说就是由一头灵境师寿演化而成 以灵兽之血肉之躯为土壤 令那里成为了半界绝顶的宝地 自神师门诞生起 便注定成为了金师国的中流砥柱 以黄极玄门之名镇者四方 如今神师门比去 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闹 四面八方的宗门来客涌入到这里 一支讨伐鬼斩门的大军 正在迅速地成行 与此同时 占据了金师国三分之一土地的 鬼斩门正在高速地吞并沿途的正道宗门 距离神师门已越来越近 此时盛夏天气燥热 因为东面战时的缘故 这里的气氛也显得甚为紧张 一个个中小宗门覆灭的消息传来 让宗门的人都为之惊动 李末正在这种处境下抵达了神师山脉 吴根岛秘密地在天空中性静着 直到抵达了神师门的外围领地 这里群山如海 放眼望去是一片片的建筑群 庞大的神师门在这里建造着一个小小的国度 宛如独立的王国似的 当然 这也是这一两年来生出的变化 正因为灵翘静玄师步入半届 使得各个宗门都建起了更加庞大的建筑群 这时距离云霄城一战以国了一个多月 修为最高的苏燕和宋书瑶率先出关 二女一个是纯丹圣体 一个是集雷灵鼓 在吸收灵果药效上速度都是最快的 李末带着二女 连同按三星一行落在外围领地的一角 沿山落而上 朝着神师门山门而去 小黑脊兽跟着一行上路 一路上东窜西跑 欢乐之极 维俄的山门气势雄壮 九层牌坊上刻着神师门第一任门主写下的大字 至今仍能感受到那笔处间蕴寒着的强大力量 山门前 一行神师门门人矗立在两侧 作为灵翘静出席 在玄门之地那都是宗门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到了半届那就是压底的货色 但自然 即使是充当守卫 这也是其他宗门的人羡慕万分的 前往山门有左右两条路 如今左边这条路上却被几个黑衣人拦了下来 几人身着黑袍 胸口上绣着一头麒麟土案 一个格冷面肃煞 一只十来人的队伍站在左边路口外静静等待着 领头的是一个相貌慈祥的老者 随行的人都是灵翘境界 一看就是小宗派的人 见到李默一行过来 诸人都朝后退了些 老者扭头望过来 一见李默一行皆气势不俗 便微微拱了拱手 这位师哥看起来是在让道 李默问道 老者点点头 望着空荡荡的右边路上说道 是麒麟宗的人 麒麟宗吗 李默念了句 他对金师国的势力并不算熟悉 不过这麒麟宗显然是个大宗派无疑 这路这么宽 他干嘛霸着不让人过去 苏燕在一边问道 老者确实一笑 说道 几位只怕不是我国中人吧 我们确实来自远方 李默回道 老者便解释道 那么几位不知道也就正常了 这让道不是因为麒麟宗势力大 够霸道 只是因为他们饲养的麒麟乃是能够与龙种争锋的顶级蛮兽 那东西凶性极强 遇到生人就容易发狂 所以即使他们不拦着 咱们也都得要离得远远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 李默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这时 右边路上已传来低沉的咆哮声 那声音如滚滚云雷而来 引动山峰呼啸 气势十足 好 感受到对方的凶性 小黑脊兽立刻做戒备状 一个个都攻着身 都给我安静下来 这里可不是打闹的地方 李默沉声说道 小黑和小精他们便蹲下来 一个个摇着尾巴 未过多久 便见到一行人马赶了上来 人群中有着几头十丈高的麒麟兽 全身火纹缭绕 头升脚 脚踏云 勇武之急 但同时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凶性也是极强 几头麒麟兽一下子就发现了小黑脊兽 立刻发出凶猛的吼声 只是小黑他们早得了李默的训事 根本不搭理对方 脑袋一扭 岛市老者一行的灵俏竟 玄师们都被这绝顶凶物下的脸色大变 对于他们而言 这种神通劲的蛮兽只要冲上来 他们有十条命兜得玩玩 快走 朱玄师发现麒麟兽有发狂的迹象 立刻沉声呵斥 这训斥自也管用 麒麟兽按捺着怒气 乖乖地朝前行进 岛真是非凡的凶物 李默看在眼里 不由得微微汗手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这些麒麟兽所蕴含的力量 虽然比起自己的实体龙魂上逊色一筹 不过若是小黑脊兽碰上他们 打起来还真难说谁胜谁负 有宗门能够寻服此物 那么能够成为大宗派导 也是理所当然了 带到麒麟兽走远了 小黑这才哼了声 一脸不屑 李默看得好笑 小黑他们虽是凶猛蛮兽 但论性情却真和小孩子差不多 刚才因为自己训斥了 而没去争个高低 现在人家走了 也得横横两声 仗掌自己的气势 这时 老者才说道 这位师弟 咱们现在可以上路了 李默点点头 和老者攀谈起来 一路上导是知道了 不少金师国的事情 第781章两宗之争 严山落而上 蜿蜒曲折 处处却皆是无限风光 让人不由唏嘘于这一方宝地的美景 不多时已到了山头上 山头仅有一座殿堂 无门无户 一条路直通山边 一条金光闪闪的浮桥连接着更远的山头 那里建筑成群 喧嚣震震 唐内设有桌椅 一个白衣老者坐在那里 正对过往人员进行登记 两边各有几个门人束手而立 一脸严谨 老者先走过去 报了宗亥名字 立了宗门文碟 接着 李末这才上去 取出神勇王的令牌朝上面一放 白衣老者或地站起身 瞪大眼睛看着李末 再看看桌上的令牌 然后大叫一声道 快 李末则做了葛须生的手势 唯唯一笑道 不必惊动太多人 是是是 白衣老者深吸一口气 只点着头 即使在金师国 李末的名头也是响当当的 在半届他所涉足的事情 哪一桩不是惊天动地 尤其是对于林俏敬玄师们而言 没有李末从身途杀穴手里夺过天门权杖 那么他们是不可能有机会进入到半届的 因此 即使这老者年龄远比李末大上百来岁 但眼中却充满着崇敬和感激 他立刻叫人过来站待位置 然后亲自领着李末朝福桥那边走去 前面的老者一行回头望到这景象 虽有惊讶但倒也没多想 毕竟李末一行非本国人 或是带了什么机密情报之类 有专人接待倒也正常 如此一路抵达远处的山头 老者便说道 李师弟 我还要赶去和同门会合 就先走一步了 袁师哥慢走 李末拱拱手 目送他远去 然后 白衣老者则领着李末朝另一条路走去 很快地便到了一个公院前 带朝守门人说了几句 那守门人连忙赶进去 不多时一个身材修长的中年男子赶了出来 一眼落在李末身上 顿被他超然的气质所振折 三步并着两步过来 恭敬说道 神师门下肚策见过殿下 一个皇级悬门的神通竟强者 那地位何等之高 但是和李末相比起来 却又要逊色一筹 以至于肚策都是屈身行礼 策师哥客气了 李末唯唯一笑 见李末半点架则都没有 如此温和 杜策更增好感 说道 请殿下随我前往凌云峰 那里是大宗门客人的住宿区 请侧师哥带路 李末点点头 于是 随着杜策穿过几个山头 不多时便来到一座清静之地 周遭大树参天 凌目遍野 和风徐徐吹来 甚显幽静 言大道而行 远远可以望见陵中的建筑 一座座都修建得甚为别致 此时 前方传来一阵争吵声 带朝前行去 便见到两路人马正在道路上对峙着 左边一行正是刚才在山门路口遇到的麒麟宗诸人 几头麒麟身上火光腾腾 领头的一个黑衣 老者冷脸上目 右边一行有男有女 一个个看起来也气势不俗 领头的则是一个二十七八的少妇 貌若春桃 眼睛似勾魂般的惹人心动 不好 是麒麟宗和烟雨门的人 肚侧低呼一声 烟雨门 李莫明白过来 在来山上的途中他听远老书起过一些麒麟宗的事情 这麒麟宗和烟雨门源于一派 后来因为修炼理念的不同而分裂成为两派 由于祖辈积怨甚深 因此时常有所纠纷 最近更因为一枚稀有寿源时的争夺大打出手 此宝最终落入烟雨门手里 惹得麒麟宗宗主杀清俊大怒 甚至扬言要攻打烟雨门 当然 烟雨门门主恐惧也不甘示弱地发话 麒麟宗胆敢侵犯一步 必定要携洗对方 这事情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便发生了天涯谷被鬼斩门攻陷的消息 如今 两大宗派的人在这里撞上 那气氛只是剑拔弩张 杜侧快步走到前面 朝着二人笑道 于师兄 严师妹 在这里站着干嘛 快快里面请 黑衣老者冷冷说道 侧师弟就别来躺这浑水了 今日我是非的和颜小燕 这小女子把事情给说清楚 娇妹少妇笑道 我说于官 你有本事就别扯嘴皮子上的功夫 你我就在这里打一场 看谁把谁打趴下 老夫正有此意 于官冷着脸说道 来来来 把你养的畜生都带上 看能在本姑娘手里走上几招 颜小燕一脸轻蔑 于官顿时火冒三丈 拳头捏得卡卡作响 对付你这小女子 何须动用宗门神兽 就这一双拳头就够你喝一壶了 此时两边人马不仅没有阻拦 反倒纷纷为二人助威 一看这事态 肚侧便摇着头走了回来 苦笑道 殿下 看来咱们是要在这里观战一场了 李莫微微一笑道 无妨 倒正好开开眼界 苏燕泽说道 这言师姐真是够豪爽的 说打就打 一点都不托你带水 肚侧回道 言师妹是烟语门孔门主的亲妹妹 别看长得跟朵花儿似的 这打架可从来不含糊 不过 于师兄可也不是好惹的 他是麒麟宗杀宗主的小师弟 一身功法可是凶猛之极 宋淑瑶此时问道 这两宗派集因为理念不同而分家 如今修炼的功法应该也是大有差别吧 肚侧点着头道 正是 麒麟宗修炼的是有着极高风险的十八类凶兽咒 通过将灵魂不断朝着兽魂转化 从而让身体爆发出与蛮兽媲美的强大力量 同时他们又专门驯服凶性残暴的蛮兽 其中便以麒麟最为著名 玉兽流派分支众多 不过转化灵魂这事情我倒还是第一次听说 李末说道 毕竟这在咱们金师国也是独一户呢 杜侧笑道 然后又道 至于烟语门 他们修炼的是分支庞杂的控魂功法 通过控制蛮兽并且以密法将其继伸在肉身内 从而达到人寿合一的超高境界 两个宗门各有所长 这几千年来争斗也都未曾真正的分割高下 这时 但听于观一声爆喝 双臂上衍生出一道道青涩的纹路 他眼神作地清光直茂 一股股凶满的野兽气息从身体里释放出来 站立陡地狂飙不止 另一边 颜小烟也收起笑意 双手一变 生出道道灵片 手掌化为尖锐的鹰爪 二人同时移动 化作两道红光在场中打斗起来 一股股澎湃的气息夹杂着碎石飞溅 两大宗派的人纷纷纳威助阵 二人修为四在伯仲之间 而十几招过去 同时站立又开始飙升 相应的二人的身体也在发生异变 于观身上的纹路已经蔓延至上半身 就连脸上都布满轻纹 身上轻光阵阵 皮肤上更冒出一枚每尖刺 灵魂不断朝着受魂转化 导致她的肉身也在发生着巨变 另一边 颜小烟身体的受化也在加速着 两只手臂和脚都已经转化 同时背上更生出两只翅膀 两宗人马的助威声越来越大 大家眼中都透着崇敬之色 对于他们而言 二人的修为是他们望尘莫及的 不愧是金师国的一线大宗派 不简单 李默看得不免轻赞一生 二人虽未尽全力 但是在神通境出席这个急促上 已是非常拔尖的了 而且二人的功法都是干净利落 简单而粗暴 但他们这样打下去 只怕难分割高下 苏燕轻声说到 他如今修为提升一级 眼界也到了另一个层次 这言师姐那离岛也罢了 功力发挥不仅稳定 而且精细神也非常稳 只是这于师哥的精神 似乎受到凶兽咒的影响 心性越发残暴起来 宋书摇敏锐的察觉到 二人之间的区别 杜侧在一边听得清楚 接下话来 凶兽咒虽然威力巨大 但一个把握不好便会彻底暴走 这也是燕雨们并不赞同 修炼此法的重要原因 只是麒麟宗认为 这是先辈所传古法 实意修炼 这不出事也罢 一出事可就麻烦了 这话才落实 但见于观仰天咆哮 一道道青色的光纹在周遭炸开 在他额头上顿时裂开一条缝隙 化为第三只眼睛 不好 是凶兽眼 这东西一张开 就代表着人进入了狂暴状态 已经失去理智了 肚侧大吃一惊 于师哥抱走了 麒麟宗的人也都大惊道 此时 于观抱笑一声 凶兽眼中 骚然喷射出一道强光 只朝着严小燕射去 严师姐快躲 燕雨门这边 以众人直视大叫道 只是那强光直射而来 速度快得惊人 严小燕想要躲避 却仍是慢半拍 只是大呼糟糕 轰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响声 消烟滚滚生疼 众人连忙朝着燕尘之地望去 一个个都担心之极 待到燕尘消散时 却见严小燕一脸惊讶地 站在原地 而在他身前 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白衣青年 面如刀削 硬朗中透着儒雅 可不正是李莫 在刚才严小燕 要被打中的一瞬间 他横拦在了他身前 为他挡下了这一击 这时 于观却不知何时已冲了他身前 聚合权力的一拳 朝着李莫狂砸而去 那呼啸的拳竟煞气腾腾 让人闻之变色 一个个惊恶失声 快躲 严小燕大惊着喊道 李莫却是唯唯一笑 一动不动 任由着这一拳 重砸在胸膛上 吃 拳头砸上去 却好似火苗熄灭般 发出轻微的声响 又好似一颗石头 落进了深井中 带起唯唯风声之后 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第782章大义赠古卷 众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是修为高深到了 何等境界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啊 而李莫此刻才徒弟出手 一直点在于关的额头上 强大的灵魂力量狂涌而入 令于关的灵魂如遭重创斑 兽化状态迅速地崩解 凶兽眼也转瞬消失不见 然后 他做地打了葛基灵 从狂化中恢复过来 一时力气大失 麒麟宗一堆人连忙赶过来 将他扶住 于关一脸复杂的表情 喘了口气道 我们走 一行人便立刻匆匆而去 这时 严小燕轻横一声道 真是一群好没规矩的家伙 连声谢谢都不会说 然后 他拱拱手 柔声说道 多谢前辈出手搭救 否则刚才可真是糟了呢 李莫唯唯一笑道 严师姐不必客气 不过举手之劳 听得这青年自降身份 以师姐相衬 严小燕倒是一脸糊涂 这时 杜侧则走过来介绍道 严师妹 这位就是燕皇门的神勇王殿下 李就是神勇王 严小燕大吃一惊 眉目里顿时洋溢着浓浓的光泽 李莫笑着点点头 严小燕轻嘘一声道 我就说麻 什么人如此厉害 能够这么轻松挡下于老头的一击 亏得于老头没再发狂 否则可就吃大亏了 严羽门的人都只是点头 尤其是那些女子一个个盯着李莫 眼睛都看直了 然后 她一扭头落到苏燕二人身上 嘖嘖惊叹道 早就听说殿下身边有四位佳人 人人国色天香 如今一见真是让人自残行愧 苏燕微微一笑道 严师姐说笑了 师姐貌美如仙 我等见了才是惭愧呢 严小燕玩耳道 妹妹真会说话 难怪殿下痴心一片了 几句话 三女便好似混熟似的 笑谈起来 这时杜则说道 殿下 严师妹 咱们别愣在这里 先去住处吧 于是 众人便一道前行 途中闲谈几句 笑声连连 待到了住处 苏燕这才一笑道 这严师姐的性格和玄人道 有几分想象 说起话来叽叽喳喳 讽刺人可是毫不留情啊 道还真是 亏得玄人没来 否则他们碰到一起那还得了 光用嘴就能把人说趴下 李默笑了笑 谈笑间选好了房间 诸人便在这里住下 没过多久 按三星便进来禀告 说是麒麟宗宗主杀青俊和燕羽门 门主孔婿都前来拜访 带李默来到大厅时 便见两路人马刚到厅口 左边一路人多穿黑衣 冷面煞目 一身受气腾腾 领头的却是一个中年书生 相貌俊秀 眉宇间洋溢着鹦鹉之气 右边一路人自视烟雨门的人 一个个表情那就柔和多了 领头的则是一个娇媚女子 相貌和燕小燕谷有几分相似 二人是货真价实的亲姐妹 只是一个随了父姓 一个随了母姓罢了 带一见到李默 两个宗门的高手都是眼睛一亮 李默身上虽然气息淡淡 但那身经百战而锤炼出的气势 却拥有着振折人心的力量 饶是眼前两大宗派中 至少有四个神通静中奇的强者 但面对李默时仍被他的气势所设 久闻殿下大名 乃后起之秀中的凤毛麟角的人物 今日一见果是一身皇家气势 孔旭娇声说道 李默唯唯一笑道 孔门主过奖了 大驾光临 没有出门相迎 还请见谅 孔旭眼嘴人笑道 殿下可真客气 虽说咱们不是一国 但同属正道 你是皇级玄门出身 理应高咱们一份人 哪敢让你来迎接 这话倒是大实话 要知道金诗国国力强盛 在凡土那也是北方一霸 靠着北方肥沃土地的资源强兵胜国 在半界上 金诗国诸宗的实力也都非常强 光是一线大宗派就有足足酒葛之多 但是一线玄门和拥有着天王的皇级玄门始终有着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 因此李默身份高于众人也就理所当然了 这时沙清俊声音一台 今日多谢殿下出手帮忙 否则我这小师弟恐住成大祸 说吧 他脸一沉道 还不出来道谢 于关一脸羞红地走出来 朝着李默拜道 多谢殿下 李默按道这沙清俊导师有一派门主之风 行事大气 当然这事情他原本就没放在心上 便唯唯一笑道 沙门主太见外了 任谁见到那情形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沙清俊说道 殿下所言极是 只是那种状况下不是谁都有实力去插手的 说这话时 他脸上也流露出几分庆幸来 要知道 当时那种场合下 如果于关处于狂暴的状态下肯定会急杀炎小烟 虽说两个宗派平日里纠纷也不少 甚至扬言要护工 但是也多是停留在嘴皮子上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惨案 那事态必定恶化下去 而且 这里还是在神师门的地盘上 如果伤了神师门的人 那事态就更麻烦了 说到这里 他不由得瞪了余观一眼 这么大的年纪居然如此冲动 差点诸成大错 李默看在眼里 便道 沙门主 我这外人本不该说些什么 不过这凶兽咒确实风险不小 殿下真是明白人 这凶兽咒非常注重个人的性情修养 向某些人一声火爆脾气 在如何控制 打着打着不知不觉就过了界限 孔序接口道 杀青俊横了一声 又叹道 殿下所说之事众所周知 只是殿下呀 这乃是我们先辈所遗留下来的古卷宝法 乃是多少代人的心血 我们遵从古训而为之 虽却有不妥之处 但却从未做出诱如先辈之事 李默点着头道 沙门主的心情我甚是理解 我想贵门应该也一直对凶兽咒进行过研究 加以改善吧 当然 明知道有风险又怎么可能不想着方法去规避呢 杀青俊肃然说道 只是 这十八类凶兽咒都是古法所著 虽能领悟其所学 但要将其改良却并非朝夕之功 我说杀青俊 你就别寄希望再改良上了 你想想咱们分宗都有三千年了 那凶兽咒根本就是一点都没改良过 孔絮冷笑道 杀青俊脸一沉 又横了一声 说道 即使没有改良 我们也从未放弃过 这时 李默便道 那么 除了改良之外 沙门主就没有想过用其他的方法吗 我记得有一类天气名为归零锁 此所可定心智 专除狂暴 若有此物的话 那么即使修炼凶兽咒也可大大降低暴走的几率 杀青俊苦笑一声 此物我也听闻过 只是其制作方法早已失传 而其他的此类天气 本宗门也历代有所研究 只是收获甚为 李默含笑道 那可真是有点巧 归零锁的方法我恰是知道的 当真 杀青俊听得豁然起身 李默点点头 在无根岛的藏书中却有关于归零锁的制作方法 请殿下务必将此所之法交易给本门 本门愿出高价购买 杀青俊连忙说道 李默微微一笑道 杀门主见外了 这东西留在我手上也没什么用 交到柜门手里才能大放光彩 即是如此 赠送便好 何必买卖 这 杀青俊听得一愣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孔婿等人也都轻嘘一声 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何等的胸襟气魄 要知道 凶兽咒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其会引发暴走 但是归零锁能够大大降低这风险 有了这东西会将凶兽咒的力量大大提升出来 从而大涨宗门实力 更别说此气质法失传 当真卖什么天价都可以 而且麒麟宗就算轻易宗之财力也必定想买到手 但是 李默却是如此轻描淡写 将这能够影响一个宗派命运的宝物相赠 殿下白白相赠 我如何好收下 杀青俊一愣之后 只是摆着手 收这么大件礼物当真不安 李默含笑说道 如今大敌当前 多一份力量就能够增一份胜算 沙门主就当是为我挣到苍生着想 收下此物吧 说吧 他拍拍掌 暗三星便走了进来 他一走进来 整个厅内的温度似乎骤然下降 那是一种有别于寒冷的气息 让人陡然寒毛直竖 两派高手都不由得盯在他身上 深深感受到他恐怖的战力 但见暗三星压低腰身 恭恭敬敬敬行礼 众人更是暗暗惊讶 这样的人物竟然屈身在李默席下 足见李默的实力又是何等高深了 李派人去走一趟 通知顶魂 让他到书库里把归零所的古本抄路一份带过来 李默吩咐道 是 按三星功身而退 李默说道 约莫半个时辰 此法就会送过来 还请沙门主稍等一会儿 多谢殿下 杀清俊直是激动之急 站起身来深深一败 多少年来宗门先辈都想解决的难题 如今在李默随口谈笑就已经有了着落 只待归零所入手 大批量铸造之后 整个宗门的实力会翻上一番 到时候可以立刻将排名提升到九大一线宗门的中间行列 另一边 烟雨门人都轻虚招凉气 谁也没想到李默出手如此大方 如此重力白白相赠 然后他们又立刻感觉到危险 一直以来两宗实力持衡 若然麒麟宗实力突然暴涨 那对于烟雨门将会是很大的威胁 严小燕便高声叫道 殿下 你送了麒麟宗这么大份礼 若是他们以后来找麻烦那还得了 第783章诗新神木 李默听得一笑 说道 听你这么说 我倒是真有些厚此薄彼了 就是 严小燕嘟着嘴人 李默略一想 便说道 好 那我也送贵门一份礼物好了 这话说的烟雨门诸人都是精神一阵 连忙忘了过来 这时 便听李默说道 若我没猜错的话 贵门的秘法应该分魂术一类之物 通过控魂术完全控制蛮兽 再以分魂术分离出蛮兽魂魄 基于肉身之上 从而达到激发肉身异变的目的 孔絮一脸佩服道 无愧是殿下 一眼便看得透透彻彻的 李默接着说道 如此做法 虽然能够稳定地催动受魂增强战力 但是两具灵魂容纳在肉身中 对于身体本身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受魂不能够持久地待在体内 相信一定时间之后就需要将受魂放归到满受体内 孔絮又点点头道 正如殿下所言 李默便含笑说道 如此一来 因为肉身所受压力 所以难以发挥出受魂完全的力量 我手里有一上古单方 名为七贤强魂丹 不知孔门主是否听说过 草卢老人的七贤强魂丹 孔絮惊呼一声 没错 孔门主果是博学呢 李默唯唯一笑 孔絮的动容自是在所难免的 草卢老人乃是十三信徒 同一时代的人物 曾经研制过无数灵丹 其中之一便是能够大大增强魂魄力量的七贤强魂丹 据说他以此丹更曾经降服过恶龙 足见此丹功效之强猛 但是 这丹药自是早已传 殿下当真有此丹 孔絮暗奈着激动 他很是清楚这丹药可以弥补宗门功法的缺陷 其中价值不可估量 绝对不逊次于归零锁 李默笑而不语 只是拍拍掌叫来按三星 吩咐他派人去取丹方 一时间两宗人马都激动不已 没想到普普通通的一次拜访 居然会改变宗门命运的大转机 如此继续闲谈着 众人心里又泛起了嘀咕 无论是归零锁还是强魂丹的书籍 那必定都是放在严密监管之地 李默却派人去取来 莫非他在这附近还有固定的居所不成 不过李默不说 众人也没多问 如此一晃小半个时辰过去 猎龙团的人先后回来 带回了气方和丹方 东西一交到二人手里 整个门派都一下子沸腾起来 殿下赠此大礼 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 二人一口同声地说道 二位不必客气 这两件礼物就全当是我的见面礼了 李默唯唯一笑 这时半三星赶了进来 禀告道 神师门前七圣天师度天书求见 快请 李默肃然说道 不多时 并见一行人马进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乌冠老者 一双丹凤眼寒微不漏 拜见杜前辈 李默唯唯公身 在玄门之地 七圣天师奶门中最强者 而在半戒之土上 卸任的七圣天师地位也非常崇高 因此 前七任天师亲自过来在黄极玄门而言 那是非常高的荣誉了 杜天书和蔼地笑了起来 挽着李默的手走到厅里坐下 说道久闻殿下大名 今日一见可算是了了庄心愿 坐下后又道 杀宗主和孔门主也在这里 喜乐融融 真是难得 于是便随口谈起些事情 从天门权杖到殷师公一战 即使诸人早听过诸多版本 但从李默口中听闻仍是震惊不断 而此时 显然云霄成一战的事情尚未传到这里 否则的话众人的惊讶又不止于此了 一会儿之后 杜天书说道 其实今晚过来除了看看殿下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想请殿下过目以下 说吧 他朝外招招手 便有人捧着个匣子进来 待将匣子一打开 但见里面放着一枚拳头大小的金石 通体流光一彩 宛如世间几宝 一时间 听里的人都伸长了脖子 瞪大了眼睛 揣测着这究竟是何宝物 而李默定眼一看 然后微微一蹴眉道 这是虫卵 一句话顿时让众人大吃一惊 这金石分明乃是一宝 怎么会是虫卵 只是李默所看到的却和众人所见全然不一样 灵通眼透过这层层外层便见到这内核里一只蜷缩着的小虫子 杜天书眼睛微微一亮 赞道 果然如传闻一般 殿下一双神也能探万物 书诗歌 这当真是虫卵 孔虚忍不住问道 杜天书神色一肃 点了点头 然后朝着李默说道 请殿下随我去个地方 话落 又招呼道 二位宗主既在场 那也随我一道吧 于是一行人便随他而去 越过几座风头 辗转之下已到了一片荒屁之所 渐行渐远越发远离喧嚣 不久之后 前方出现一座古塔 塔前有着两对守卫 见到杜天书来了立刻攻身相迎 古塔之下一条通道直往地下深处 周遭古藤岩避而长 处处透着苍老古仆的气息 待抵达一个洞听之时 诸人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在这洞听中央豁然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灵树 其是冲天 枝繁叶茂 一道道七彩光滑丛中释放出来 而在那树干上豁然依附着一枚枚拳头大小的金石 和杜天书之前拿出来的那虫卵如出一彻 这该不会是诗心神木吧 杀清俊徒而想到一物 脱口惊呼 杜天书微微汗手道 没错 这正是诗心神木 一旁 孔旭四知道李末不清楚这事尔 便小声解释道 当年神诗陨落 化为这一方山脉之时 其心脏中生长了一棵灵树 便是这诗心神木 李末点点头 说道 即使被这么多重卵寄生 仍然散发着如此磅薄的生机 却乃天地其真 虽然尚不知道此数的能力 但这绝对是和九系灵树一个级别的存在 光这一点就足可见神师们的强盛了 这时 只听杜天书说道 神木一千年一结果 每次只结一枚果实 此果对于本门来说意义重大 非比寻常 但是眼看时间要到了 这神木却连一个花苞都没有 后来这树上便长出这些金石 经过宗门长者诊断 才断定这金石乃是虫卵 能够依附在神木身上 这虫卵究竟是何物 李末好奇道 杜天书确实摇摇头道 书来惭愧 集合本宗诸长者之力 却尚未断明此虫的来历 而且 眼下最为棘手的便是如何清除虫卵的问题 咱们从这上面剥离的虫卵已经有几十枚 但是剥完之后第二天 新的虫卵又会长出来 这么说 虫卵并非是寄生在表面 而是在神木的内部 李末若有所悟 杜天书点点头道 正是如此 只是神木并非一般人能够窥探到其内部 我们也尝试过各种方法 但所能感知的范围也仅仅是半尺罢了 话到这里 他朝着李末说道 所以今日请殿下过来 便是想借助殿下的神木来寻觅这重病之源 那在下敬礼仪式 李末说罢 并朝着林木走去 带来到诗心神木之前 聚起灵通眼一看 木粒顿时渗入齿鱼之地 仅仅只是发动木粒 穿透性就已经远远超过他人 这正是神通的妙处 但是 李末所看到的除了神木表层的结构外 还有着一条条细小的纹路 那纹路正是虫卵行进的通道 可以断定的是虫卵是从更深处的地方过来的 李末清吸了一口气 聚集真气集中在耳心之上 额上灵光大放 灵通眼的力量在不断地增强 可以窥探的深度也在持续增加 但是 真气力量达到顶峰 渗透之距离也不过三尺 仍然没有触及虫卵一开始存在的地方 脉轮钉解除 李末身体微微一抖 脉轮钉释放的瞬间 泪灵气沸腾而起 神木竟也是受到什么感应似的 散发出更加浓烈的光泽来 这是 杜天书感觉到李末身上气息的变化 免不了清虚一生 至于恐恤二人自然也是如此 眼中透着深深的惊讶 到达了他们这种修为 当然很清楚地感受到 李末的气息和真气的迥异之处 全面爆发力量 灵通眼再度提升 目力一下则洞察一杯有余 深入到神木表皮下六尺之地 这时 李末豁然看见了一眉眉细小的结晶体 密密麻麻的衣服在神木体内 数量惊人的庞大 而且 这还只是仗鱼的视野 围绕着神木 李末慢慢地移动着 目光所及之处 虫卵密集地存在着 带道环绕着神木走了一圈 他脸色已然凝重 接着 李末背上双翼翼窄 飞至仗鱼之地 到了这个高度 在巨木一看 眉头又是一皱 虫卵仍然存在 他展翼冲天而起 目光过楚 虫卵无处不在 待落地时 李末不由得唏嘘一生 这虫卵竟从树桩一直衍生到树顶 团团环绕 犹如铠甲般 如此庞大的规模 数量岂非万计 若是几生在一般树木上 早将吞噬得一干二净了 但这神木依然生机勃勃 果然非同反悟 殿下 情况如何 杜天书连忙问道 虫卵的数量非常庞大 最乐观的估计 也是醋万 李末沉生说道 话一落 沙青俊二人只是惊呼出声 杜天书眉头用力的一皱 悲叹道 天啊 情况竟乐化到如此地步 若是任由这些虫卵生长的话 那本门神木只怕要不存余事啊 第七百八十四张血球除虫 畜生虫害 尤其是寄生在树皮之下者最难清除 关键是不知道这虫究竟为何物 竟然能够寄生在诗心神木上 沙青俊说道 杜天书又叹了声道 这虫卵异常坚硬 即使上品天气也难以损伤其分毫 我们还是动用了宗门至宝天气 这才将其切开 只是这卵一破 虫子也化为液体 而且用什么方法都无法阻止它的融化 这也是我们未曾搞清楚此虫事和来历的重要原因 这一说 即使李莫也面犯难色 明明知道神木虫病作乱 但是却偏偏没有办法来解除 就在这时 突然有咔嚓咔嚓的细小声响起 众人寻生而去 便见在神木一角之地 一只白花花的小猫正在啃着虫卵 可不正是雪球 这 这怎么可能 杜天叔只看了一眼 就大吃一惊 明明天气难伤的虫卵 居然被这雪球轻轻松松地咬开 不过眨眼功夫 虫卵就只剩下半个 虫子早已化为液体 雪球舔了口 美滋滋地发出喵叫声 吼 一旁 小黑发出声音 看那表情似在询问这东西好不好吃 雪球很是大方的将虫壳推过来 小黑舔了口 两只眼睛直放光 小金和古龙也都凑过脑袋抢拾起来 喵喵喵 雪球发出声音 朝着树干上一大堆虫卵一指 似在说东西多得很 不必抢 然后又抓了一枚虫卵下来 几口便僵壳破 看着众兽吃虫的样子 杜天叔三人都已经是目瞪口呆 然后才一个葛望向李莫 殿下 这小猫究竟是何莱莉 竟有如此厉害的牙齿 杜天叔问道 这大黑狗莫非就是殿下身边的暗斗龙 还有那金狗应该就是黄金巨龙吧 这小猫竟然能够让三头龙浮浮贴贴 真是闻所未闻之事啊 孔虚亦清虚道 只是一头不知莱莉的小兽罢了 李莫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 不过它的牙齿确实厉害得很 这小东西若对虫卵感兴趣的话 说不定能够想个方法把这虫害给制住 当真 杜天叔大喜 李莫便走过去 朝着雪球问道 你既喜欢吃这虫子 可能把这树皮下的虫子弄出来 喵 雪球把牙齿敲得棒棒直响 李莫立刻摆摆手道 不行 不能破坏这棵树 雪球听得一歪脑袋 然后小爪子一束 发出高亢的声音 那么立刻做吧 李莫见他想到方法 立刻点点头 刷 雪球一下子动了 化作一道白光窜上树 一个葛依附在树上的虫卵都被抓了出来 滚到地上后 小黑三兽兴奋地直叫 冲上去大口一咬 硬是把这虫卵咬裂 身为成年龙族 小黑三兽的牙齿虽然比不上雪球 却也是相当坚硬的 接着 雪球停在了树枝上 他背上的翅膀慢慢地展开来 逐渐扩张成长于大小 然后 翅膀上释放出一股股精纯的气息 顺着虫卵在树皮上钻出的细小缝隙进入到树干中 那气息便好似触手般 将一枚枚葡萄大小的虫卵从缝隙里扯出来 雪球的动作非常快 而且释放出的气息足足上百条 一扎进去一拉 那虫卵便成一串的给扯了出来 好 太好了 杜天叔看得只是大喜 而天上下起了虫雨 小黑三兽也欢喜至极 直接张开大嘴在地上接着 李莫在一边看得好笑 这三个小东西向来胃口大 若非自己有着尽忠借在 要想养活他们可还真不容易 如今这衣服在神木上的虫卵 那也绝对是大补之物 让他们吃掉倒也是不浪费 而雪球可也没闲着 这捞出来的虫卵一半丢下来 一半可就近了他的肚子 如此耗费了半个时辰 雪球终于将整个大树中的虫卵清除一空 他似从未做这么累的活儿 直接趴在树上喘着气 小黑三兽也吃得肚子长鼓鼓的 大字形地倒在地上 那虫卵虽小 但蕴含的能量却绝对高呢 这时 李莫围着神木转了一圈 韩笑说道 虫病已除 这树里没有剩下一枚虫卵 画落实 神木散发出万千光泽 百道七彩虹光交织在一起 令人眼花缭乱 似乎就这么灰儿功夫 树上的叶子也绿了不少 看 花苞 孔旭徒儿叫道 诸人顺着他手指望去 便豁然见到一个树之上 果实冒起一朵小小的花苞 殿下 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才是 杜天书紧紧握着李莫的手 一脸感激 书前辈何必客气 我这也是凑巧能帮上忙 李莫笑了笑 凑巧帮上的忙可是解了我宗门的大危机啊 此树已有万年之灵 乃这方土地之源 若他衰败 那么整个神师山脉便会成顶级宝地化为一片废土 断了我神师们繁衍之根本 杜天书肃然说罢 又道 此时我必定如实禀告给天王 到时候必有众谢 杜天书坚持如此 李莫便也没再推辞 于是 一行人这才离开 辗转上了地面 又朝来路而去 与此同时 在遥远北面的一处山头上有着一片住宅 数量不多 皆为平房 这里地势并不算高 周遭望去全是良田果园 住宅区中最大的宅子里有着不少黑衣人 显得戒备森严 在最深处的一个修炼间里 此时一个黑衣男子正在闭关修炼 他身前置有一个黑色的炉子 释放着腾腾的黑烟 顺着他的呼吸进入身体 此人头戴阎王冠 身着阎罗袍 大脸上续着浓浓的黑胡须 可不正是使轨道的首领封邪王吗 炉子的黑烟渐渐地微弱 直到消失不见 封邪王睁开眼来 眉头唯唯已醋 沉声说道 叫死猴来见 话落实 外面的黑衣人立刻领命而去 未过多久 一行四人便已经赶到了这里 正是黑服猴聊公仆 灰狼猴冒絮 花蛇猴崔絮絮和金光猴经不换 隔着门 封邪王说道 石灵虫已被人清除掉了 这怎么可能 按照时间推算 石灵虫在诗心神墓中已繁衍至少十万美卵 这些卵所吞噬的气息传至这西灵虫 李公邪王疗伤 如此多美虫卵 那只有将神墓的树皮全部拔下才可能清除干净 但是 神师门的人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辽公仆惊讶道 封邪王沉声说道 这石灵虫乃是上古一物 据说乃是依附在灵兽身上之物 他有多厉害本作当然再清除不过 不过如今西灵虫没有气息传来 足见石灵虫已经全军覆没了 这神师门里竟如此藏龙卧虎 连石灵虫都能够消除掉 报许说道 这一点也善让本作意外 虽然本作手里还有一枚石灵虫卵 不过只要对方掌握了清除的方法 那么就没用了 封邪王说道 那邪王的伤势 崔絮絮关心道 这些日子靠着神木之力 我的伤势已大欲 眼下没有石灵虫了倒也没什么关系 不过我担心的是 如果神师们在清除此虫的时候 察觉到乃是人为 封邪王说道 邪王放心 我们有着完美的身份掩护 他们即使查过来也查不到 聊公仆笑道 封邪王导也点点头 说道 想当年为了钳制殷师功发展 本作才在这金师国中布下一枚棋子 没想到如今逃难时却还能派上用场 邪王这一手真是高明之极呢 谁也没想到咱们使鬼道的人就在神师们之内 暴絮笑道 这时 金伯焕说道 邪王如今即伤势大欲 那敢问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封邪王低沉沉地问道 你说呢 金伯焕便道 因师功一战 我们不仅损失了人手更名气大错 如今鬼斩门这么一闹 更是让我们身处正邪两道的夹缝中 要想让使鬼道重现辉煌 唯有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封邪王说道 看来 你已是心里有数了 金伯焕公为道 属下也只是揣测邪王的心思 这一点邪王早在来之前便早有打算 可谓未雨绸缪啊 封邪王笑了起来 说道 没错 虽然因师功一战损失了不少人手 但是因师功伤得更重 而且弃朝而逃进入了金师国境内 那是咱们占据子鼎国邪道的好机会 不过 本座察觉到鬼斩门的企图 这才当机立断进入到了金师国 果如所料 鬼斩门并不满足于区区东海一国 还朝周边国家发动进攻 若是任由他们发展下去 咱们迟早也会被吞并 所以 本王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重建威名 收纳金师国的势力 那究竟要如何重建威名呢 二人在这里打着哑谜 辽公仆忍不住问道 封邪王声音一沉道 攻下神师门 三猴听得顿时轻虚一声 然后又抖地恍然大悟 暴虚一拍脑门道 属下明白了 如今神师门集合大军而动 就是为了和鬼斩门决一死战 他们这一出发只怕连天王都要跟随去 到时候神师门剩下的就只有少数人和宗门大阵 这宗门大阵原本难破 但是他们万万料不到咱们已在宗门内部 大阵对我们已是无碍 太好了 这样可以轻松毁掉神师门 把这里洗劫一空 到时候不愁威名不增啊 崔叙叙兴奋道 第785章神师门大会 不要急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养精蓄锐 以待时机 要等到神师门大军和鬼斩门干上在行动 否则的话那便是帮了鬼斩门的大忙 封邪王说道 邪王所言极是 伺侯一口同声的道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你们都不要妄动 现在宗门里人多口杂 一点点风吹草动可就容易引起麻烦 总之 你们各奸其位 各认其职 切不可做多余之事 封邪王说道 尊命 伺侯都功功身 如此两天风平浪静 两天之后 神师门的大会终于召开 这日锣鼓齐名 号角震天 在神师门主殿内外早早已是诸宗会聚 这一次响应神师门号召抵达的宗门大大小小共有几十个 其中九大一线门派的人就来了四个 可谓阵容庞大 李默熙二女坐在大殿前排 备受瞩目 虽然关于云霄城的消息尚未传来 但是他本身名望甚高 加之私下又流传着他一到达这里便帮助神师门解决了一件难题 更是引得猜测云云 虽然谁也不知道这难题究竟是什么 但是能够被神师门称为难题的那又岂是普通事情 除此之外听闻麒麟宗和烟雨们也得了他的好处 如今遥望这位短短时间崛起的青年俊才 诸宗人马都是议论纷纷 相比之下原本地位崇高的九大门派中人反倒关注度逊色一筹 但当然这些人的来头也绝对不小 排在前卫的两位一个是仙海楼楼主淫末 一个是帝台宗宗主越千丈 那都是跺跺脚就能拎着一方大地抖一抖的人物 殿外 数百人马聚集 声势重重 天王驾到 有人高呼一声 诸人便走起身相迎 不多时 便见一个威武老者从身处而来 白衣黑发 蒙眉虎目 一身为然之气宛如一座神山朝着众人移动而来 正是天王肚狂 更在他身边的是宗门诸多强者 其中便也有前任七圣天师杜天书在内 待杜狂于宝座坐下时 诸人这才依次坐下 接着 杜狂缠声说道 刚刚得到的消息 鬼斩们已经攻陷了昭阳山 一句话顿令场中猪强大吃一惊 这昭阳山正是九大一线门派中的一个 宗门繁衍数千年 和其强盛 但是 就在神师们集结队伍这短短月把的时间里 昭阳山便被攻陷 这时 杜狂一挥手 便见虚空中骚然出现了一幅地图 他朝其一点道 鬼斩们在攻陷昭阳山之后 会沿路挺进 在他们前方的宗门就是白雾谷 我们便将会在那里和鬼斩们较量 众人议论纷纷 线海楼主银莫说道 百物谷遗留有上古时代的迷宫群落 可以很好的分化敌人 在那里打对我们而言可谓占据地势之力 旁边 地台宗宗主越千丈一点着头道 如今咱们集结这么多兵力 无论鬼斩们多强 必定都能够让他们吃吃骨头 这时 李莫在一边问道 不知道鬼斩们的兵力情况如何 杜狂便道 据眼下的来的情报 鬼斩们有兵力两千余众 竟有两千人这么多 众人听得又是吃了一惊 鬼斩们光是在东海国内巩固势力 便需要极多的人马 即使在京师国有不少邪道势力投靠 但要积攒这么多人马还是令人吃惊 不过对方如此强盛 那么朝阳山被攻下倒也没有那么稀奇了 即使加入了灵俏竞选师 一个大宗派的人马也不过两三百人 敌人的兵力是他们的十倍 这时 李莫又问道 那不知鬼斩们领头的是何人 杜狂回道 领头者乃是鬼斩们鬼皇旗下三大鬼王之一的巨鬼王护裕 此人原本是神通境中奇 但是据说他获得了魔使四语之力 已经晋级成为了后期强者 听到这话 众人又不免心虚了声 不过想想倒也并不意外 如果鬼斩们里没有天王级的人物在 那么是绝对不敢大肆进军的 杜狂接着又道 据鬼王麾下有四大鬼猴 十八鬼将 皆是凶猛角色 而且一个格斗大大提升了修为 孔絮忍不住问道 天王 这魔使所赐之力究竟是何物 众人便都竖其耳朵来 便听杜狂神色一速道 据眼下得知的情报 那魔使给予的乃是魔族之血 魔族之血 诸人皆导抽招凉器 唯有李莫最清楚这其中的事情 神色平静 这时 杜狂又说道 关于魔族尸体的运用 邪道早研究了几千年 但是魔师难得 而且使用是有着极度的危险 不过似乎这魔使精通了魔师的使用方法 因而令服用魔学者实力稳定提升到另一个境界 而且 魔学赋予的不仅仅是力量的提升 这使得邪道的能力大大超过了预想 因此这一战是不容有任何疏忽的 诸人都肃然地点着头 不敢再有半点轻视之心 这时 图有门人从外匆匆赶了过来 小声在杜侧身边耳语几句 杜侧听得一脸惊异 深深看了李莫一眼后赶到了杜天书身边 杜天书听罢 便说道 天王 刚从西边传来一个消息 云霄山山主铁无婆将罗刹老祖 四大邪侯一行人马藏在云霄城中 这话一落 杜狂便冷冷一横道 豪格铁无婆 形势越发的嚣张了 罗刹老祖屠毒多少生灵 杀了我们多少正道 如今是过街老鼠 人人必知不及 他却敢将他藏起来 只是眼下咱们要应对鬼斩门那边 否则的话大可去云霄山闹一闹 只要天王下令 那铁无婆有天大的胆子 也得把罗刹公的人给放出来 银莫冷声说道 月千丈则促眉道 话虽如此 但云霄山数千年积业 尤其是那两尊山神据说乃是石灵所化 厉害得很 真要打起来怕也要费一番功夫 店内众人都点着头 尤其是那些从国土西部过来的中等宗门 更是清楚知道云霄山的厉害 那可不是什么人都敢乱闯的地方 这时 杜天书便一笑道 这事情诸位不必担心 我刚才说的只是消息的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就是有人最近大闹云霄山 击败铁无婆和两尊山神 在云霄城朱强的眼皮子底下将罗刹公一行请走 哦 什么人竟有如此本事 杜狂听得都眼睛一亮 诸人字也都竖其耳朵 同时揣测着这事情 杜天书扶须一笑 朝着李末说道 这事情还是由当事人来讲最为合适吧 店内外顿时惊虚声一片 谁也没想到这事情竟是李末做的 别的不说 光是击败铁无婆和两尊山神 就颠覆了对李末实力的姑娘 李末微微一笑 说道 原本我也想借着今天这机会送神师们一件礼物 不想消息刚好传过来 既是这样 那在下也就不遮遮掩掩了 话落 他朝着店外的暗三星摆摆手道 立刻传令下去 压解罗刹公一行入山 是 暗三星一公身 掏出烟火释放入半空 待到烟火起时 在遥远的山外半空中也冒出烟火来 来人 传令下去 大开山门 杜狂大手一挥 不多时 便有一行人马压解着罗刹公一行而来 但见往日凶名远扬的罗刹老祖 四大邪猴等恶徒全都在列 诸人又不免嘖嘖惊叹几分 在半届历史的正邪之战中 邪道魔头们的寿命都是非常涨的 即使是当初有着天王参战的殷师公战场上 也有那么多魔头逃跑 如今 李末大破云霄城 捉拿这么多魔头回来 这攻击可谓令人羡慕之极 好 好一份大礼 杜狂放声大笑 大手一挥道 来人 全都给我押入苦修山 待到罗刹老祖等人被押走后 杜狂木落到李末身上 含笑说道 李师弟出来我金师国 先解本宗一难 又送本宗一份大礼 如此后赠岂能不还 话落间 他一仰手 但见一枚金光闪闪的令牌落入他手中 但见牌上写有神师二字 此乃神师令 使此令者等同我宗门之人 于玄门而言有如荣誉长老的身份 自此你我当是一家 杜狂唯唯一笑 度谢天王后赠 李末拱拱手 顿时殿内又是一片欢呼声 人人羡慕之极 要知道 神师令是由神师们先祖打造 一共只有三枚 其中两枚所赠者都是天王级的人物 唯有这一枚是给了修为稍低的李末 虽说他的权限仅仅代表着荣誉长老的身份 但是这令牌本身的价值却是神师们最为尊贵的一类 堪称与其圣天师之名并列之物 李末能得慈保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杜狂感谢他救了师新神墓 这一点自然不足为外人道 接下来众人又商谈了一下行军之事 接着这才离开 而在李末招呼下 天王和四个大宗派的人则都留了下来 李师弟是有什么密室需要和我们商谈吗 杜狂问道 李末含笑说道 正是 不过在这之前 还请诸位随我去一个地方 那李师弟带路变好 杜狂唯唯点头 于是 在李末带领下 一路人秘密出城而去 沿落而下 一直抵达了山外之地 第786章泄露的秘密 到了 来到一片山地间 李末到了聚 诸人都是一脸迷惑 左望右望 周遭空无一物 只是些凌乱三十罢了 搞不清楚李末将他们带到这里来是做什么 路要密谈 审师门里多的是地方啊 就在这时 但见上方徒弟出现了一座庞大的岛屿 饶师杜狂等人都是见过诸多大事面 站在这半界巅峰上的人物 如今目睹这一幕亦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时 一众人蚂蚁站在岛首之地 朝着李末攻身相迎 好一座维俄浮岛 杜狂轻叹一声 天王里面请李末微微一笑 领着众人进入福岛 诸人一上去 福岛的隐身法阵即刻启动 立刻消失在山野间 这些应该都不是紫鼎国的宗门吧 杜狂扫了周遭的人马一眼 这有的背声双翼 有的释放着岸戏气息 和印象中的紫鼎国门派全然不一样的 李末便说起了北江高原之事 当然只是随口谈起 只是说在深山中有着这么一波移民守护着吴根岛 如今随自己出山罢了 即使这么简略的介绍 也引得众人情绪一声 万万不曾想到自己所占之地 竟然就是吴根圣者的吴根岛 殿下真是天运加深纳 竟然能够获得吴根岛 杜狂亦免不了轻赞一声 眼里还有几分羡慕 吴根岛不只是一座能够移动的福岛 更是吴根圣者的象征物 更别提这岛屿之上藏有多少穀物了 这时孔旭则大喜道 殿下手下有如此多人马 这样一来咱们和鬼斩们打起来 胜算又要增加几分了 这一说 诸人顿时精神一震 李末便道 我请诸位过来也就是为了谈这事情 云霄城一战 关于我带了一堆人马的消息还在蔓延 不过我们明日起兵 应该能够赶到消息扩散前抵达白雾谷 这样一来 鬼斩们所能断定的人马 就是神师们眼下集合的队伍 杜狂明白过来 琢磨道 那么 殿下所带的人马便可以作为一只骑兵 杀得他们可措手不及了 李末微微一笑道 正是如此 所以才请几位过来密谈 说吧 他便将诸人请入圣城中 神师们北面广袤的山域都是植物种植区 各种林田林树划分的整整齐齐 每一个山头上都有着专人助手 巡视良田 在以前 神师们是神通敬玄师轮班管理 到了现在 则是由大批的林俏敬玄师管理 这里可谓是神师门里一块贤地 已含有神通敬玄师到这里 而没有人想到 石轨道一行邪道却藏匿在这期间的一座山头上 平日隐匿行踪 闭门不出 一到晚上这才稍微热闹些 此时在大院深处里 封邪王闭门不出 三大邪猴早早猴在门外 唯独不见金不患 封邪王询问了些事情 三猴皆一一作答 直到问完了 金不患这才赶到 金光猴 你那里没出什么乱子吧 封邪王问道 金不患立刻回道 丙邪王 并未出乱子 只是属下帮晚送果实去仓库那边时得知了一件大事 沉默事封邪王问道 金不患立刻答道 罗刹老祖连同席下午独步共五十来人 今日被押解到神师门 如今关押在苦修山 是何方人马洞的手 罗刹老祖也是个老狐狸 要把他一窝端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神师门忙于对付鬼斩门 不会心思动众对付罗刹公 应该是其他宗门吧 封邪王说道 金不患说道 邪王必定想不到是谁 带住他们的是神勇王 神勇王李末 封邪王声音一沉 三猴也都是脸色微微一宁 李末这名字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枚心头刺 当初鬼杀猴夺取天门权杖不利 便是因为李末横插了一脚 导致使鬼道失去了掌控半界的机会 后来因尸宫一战 四猴联手破阵时也是李末打败了鬼杀猴 拖延了时间 这么说 他现在就在神师门 封邪王冷冷说道 正是 金不患点点头 这小子真是哪里都要插上一脚 这次及时遇到了便必定不能饶了他的性命 封邪王沉声说道 聊公仆便道 但是邪王 咱们眼下肯定不能动手对付此子 等到神师门大军离开后 这小子必定也随军行动 也没有对付他的机会了呀 封邪王沉吟不语 收拾李末和端起神师门确实难以同时进行 这时 金不患说道 除了这事情外 属下还得知了和此子有关的另一件事情 听说他是带了一大队人马杀入云霄城 将罗刹老祖一行请走的 这神勇王向来独来独往 莫非子鼎国的宗门人马跟着他一道过来了 崔叙叙稀奇道 金不患说道 奇怪的就在这一点 如果真是子鼎国的宗门 那理应进入神师门入住才对 但是 他带来的人将罗刹公的人马压解之后 就立刻离山 然后便不见了宗颖 不见宗颖 封邪王亦起了兴趣 金不患说道 恰恰当时有仓库的人在山外之地搜寻猎物 恰恰目睹这些人飞天之后便不见了踪影 属下根据他们所言推断 似乎在那半空中藏有什么那人之所 哦 热眼看不到的地方吗 封邪王鼻鼓起来 这事情显然怪异 三侯也在窃窃私语着 不多时 门开了 封邪王从里面走了出来 说道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本座要去苦修山走一趟 是 赐猴公身相送 那封邪王一瞬已消失在空气中 距离种植区百里之外便是苦修山 苦修山自古便是神师们用以关押邪道之地 那里设置着大量的震邪石 震着着邪道的力量 令邪道在那里尝尽苦头以其可改邪归正 当然 对于罗刹老祖这些老魔头而言 脑袋里想的所有事情就是从这里闯出去 此时 罗刹老祖等人都被关押在一座风头的石壁囚牢中 不大的老师对于享受惯了奢华生活的他们而言 真可是一番苦修 同时 他们心里又充满着绝望 在神师们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从苦修山里跑出去 以至于罗刹老祖都唉声叹气 一身的美落 这时 但见老前黑光一闪 露出风邪王的身影来 风 风邪王 罗刹老祖只是大吃一惊 罗刹老祖 可真是狼狈啊 若是当初在殷尸宫的时候你投靠我 那么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风邪王看着他道 风邪王大驾光临就是为了嘲笑老夫 罗刹老祖脸一沉 额头上扶着几丝黑线 确实 当初若是跟随风邪王 或许不会落到这般田地 不过 谁又能够想得到那里墨镜如此厉害 敢在云霄城里那般放肆 当然不是 虽然老祖你没有归顺于我 不过本作可也没有见死不救的意思 风邪王说道 你 当真愿意救我 罗刹老祖眼中带着几分狐疑 风邪王是个手段极为凶残之人 尤其是对于不归顺自己的人 下手是从来不留情的 当初他站在殷尸宫就等同是站在他的对立面上 更何况当初一场大战可也没少杀石轨道的人 如今风邪王突然是好 让他不由得生疑 风邪王淡淡说道 眼下无论是我使鬼道还是殷尸宫都是元气大伤 急需壮大 因此以往有的规矩不要也罢 只要老祖你愿意归顺于我 那么就你不过就是台首间的事情 好 若然邪王不计前嫌 那么老朽愿在邪王坐下校全马之劳 罗刹老祖回道 好 不过今日我确实不能动手 要等到神师们大军离山之后才行 风邪王说道 这次是当然罗刹老祖字也晓得这其间厉害 即使是风邪王 若在这里闹出什么动静的话 那也难以全身而退的 这时 风邪王又道 我此番过来除了这事情外 还有另一件事情需要向老祖你求证 若然我知道的必定不会隐瞒 不过 我确实不晓得司空邪主人在何方 罗刹老祖回道 风邪王一笑道 你误会了 我要问的不是司空邪主 而是神勇王 一提起李末 罗刹老祖脸色又是一变 羞怒之色异于言表 他隐居数百年出山 围得便是一阵威名 哪知道李末那么一脚合 便一路逃窜 到如今又成了阶下囚 造成了邪道的笑话 风邪王则沉声问道 那神勇王听说身边带了不少人马 这些人并没有住进神师门 也没有住在山外 那么他们究竟住在什么地方 罗刹老祖这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风邪王会来救他 原来是得了这消息 不过他自然也没有什么选择 此时神色一速道 风邪王只怕听到要大吃一惊 那神勇王得到了吴根岛 吴根岛 风邪王声音一抬 眼中闪烁着贪婪和惊讶 吴根圣者的吴根岛 没错 就是吴根圣者的吴根岛 罗刹老祖沉声说道 真是天助我也 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得知了吴根岛的消息 风邪王低沉沉地笑了起来 对于风邪王的企图 罗刹老祖在明白不过 任谁都想获得这绝世岛屿啊 他便说道 邪王若想得到吴根岛 我应该能够帮上不少忙 第787章据鬼王呼吁 好 明日他们兵发之时 本作就过来救你 你若真助我拿下吴根岛 那么我便封你侯卫 作为五大邪侯之一 封邪王说道 邪王放心 我虽被关在吴根岛 但是对岛屿却也有着不少了解 必定能助邪王成功夺岛 罗刹老祖信誓旦旦地说道 如此一晃便是第二日 沈师门及诸宗派的联合大军上千人离山东行 半个月之后抵达了白雾谷 大军驻扎在谷外三里地 李末等诸宗强者则一道抵达了谷外高峰之上 放眼望去 白雾谷被一片白茫茫的雾气所笼罩 雾色浮沉 似那千里之地 其间偶有山峰冒出来 随着白雾移动又渐渐没去 白雾谷是上古时代的一个神秘宗门 其宗派以山为柱 设下重重迷宫法阵 意境难出 在两三千年的时间里成为了这一方地域上的强盛宗派 但是 最终白雾谷宗门内乱导致了门派衰败 最终只留下这么一个庞大的法阵 为了叹息法阵中的奥妙 几千年来不知道多少强者深入 死在了里面 但最终这里的秘密也被诸多大宗派所获悉 沈师门自然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 杜狂一扶手 前方便出现了一片萎缩形的立体地图 其上一座座山峰林立 深渐恶水诸多 杜狂说道 白雾谷在这里所设下的是其先被研发出来的独门法阵 经过本门上千年的研究 认为此阵是脱胎于九星八十八阵 此谷中有大小山峰九百座 以其中八十八座为阵柱构造成了这么庞大的阵法 而这八十八座中又有其中九座同属阵盒 除非八九座阵盒全部破坏掉 否则便无法破坏阵法 诸宗人马都仔细听着 可谓出闻这密室 唯有像沙清郡 孔旭等九大门派的宗主们则显得更为冷静得多 他们这些大宗派自然对白误故也有深入的研究 杜狂继续说道 鬼斩们起源东海国 虽为邻国邪道 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并不算深 再加上他们有魔削之力和两千多人马 因此我们要利用对白误故地形熟悉的优势 将敌人的兵力不断分化为攻 诸人又都点了点头 接着对白误故一些事情做了讲解之后 众人这才离开 回到山下的时候 这里已经建造起了一座城池 周边上在不设攻击类的阵法及各种攻势建筑 李末和吴根岛的存在是此战的秘密武器 作为最高机密只有杜狂等少数人掌握着 大战未始 李末也不急着回到吴根岛 而是在城里和诸人商讨着战况 未过多久 侦察队便发回来消息 鬼斩们一行已经在距离白误谷外的十里地驻扎 距离大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此一晃便是半夜 李末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便准备回岛 就在这时 突然间杜狂豁然起身 人一闪已朝城外飞去 他突起来的举动令众人吃了一惊 诸人立刻飞身跟上 未过多久便抵达了城头上 杜狂冷脸盯着前方上空 白茫茫的长空上一片漆黑 然后突然间 一道黑光从天而降 悬浮在城外万丈之药的虚空中 这是一个身高不过齿鱼 连脸都白白嫩嫩的一个小娃人 看起来似乎不足十岁 只是他身着金颠黑袍 头戴飞龙王冠 一身阴沉沉的煞冷之气 覆盖着半面天空 饶是众人站在城头上 也感觉到一股骇人的压力袭来 据鬼王护玉 李末沉生说道 传说中 护玉虽有据鬼王之称 但实际却是个诸如小儿 但他修炼有一种邪功 能够化身巨人 因而得名据鬼王 护玉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孤身前来这里 杜狂沉生说道 护玉操着同音笑道 我这么过来度天王该高兴才是啊 你若杀了我 那么这一战你们可就大增胜算了 好 那你就接我一招试试 杜狂冷恒一声 一掌杂出 哄 一头庞大的冰龙呼啸而出 一瞬便已经抵达了护玉身前 护玉大笑一声 屈指一弹 一道剑光沙时间穿透冰龙脑门 整头冰龙一下子崩坏成道道碎片 紧接着 他就一斩臂 但见背后出现一个巨大的光轮 无数剑光喷射 直朝城池而来 杜狂二指一台 一道巨大的冰墙瞬间凝聚 挡下了剑光 二人闪电出手两招 可谓不分胜负 而城墙上的诸人都深深感受到天王级别的战力 怎么 杜天王就这么点本事 连伤我都伤不到啊 护玉笑霸 李们都退到后面去 杜狂沉着脸道 李默等人知道他要全力一战 便都飞升而退 同时诸人气息凝聚 构造成一个巨大的屏障 以防止二人大战摧毁掉城池 杜狂身上的气息 这才毫不顾虑地释放出来 化作光柱冲破云霄 煞时间天地间一片冰寒 仿佛到了寒冬腊月般 与此同时 护玉身上则散发着越发黑暗的气息 身体迅速地发生着异变 一席间已化身成为一尊百丈高的魔神 头伸双脚 飞铃遮体 背上更有着两对翅膀 二人的气息在城门之前撞击着 大地发出隐隐的轰鸣声 仿佛随时会被撕裂开 神通千龙是神 杜狂一声咆哮 八等神通发动 顿时天地间无数冰龙土现 以闪电般的速度环绕在护玉周遭 这场面太令人震撼 堪称神力 而护玉那边却没有任何的动静 似乎就认自己被这无数冰龙吐刺 带到冰龙渐渐消散开去时 只见浮在半空的护玉身体渐渐崩碎 一刹已恢复成了小孩的样子 然后 他挖得吐出一大口血 接着阴沉沉的一笑 不愧是神师们的最强者 这神通果然够静 但是还不至于杀得了我 有古怪 后方 李莫目睹此景 眉头唯唯一皱 作为族能够影响到 这一场战争胜负的主帅 呼吁没有任何理由 会硬承受这一招 那么 他中招的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借招使招从而重创杜狂 这一点 显然杜狂也在清楚不过 他冷冷说道 少废话 有什么招使出来吧 那杜天王就好好享受 这一场盛宴吧 神通魔血涂成 呼吁狂笑一声 化落之时 但见他吐落在地的那一滩血 陡地化为汪洋大海 一下子掀起千万丈高的血浪呼啸而来 其声势之强横 竟游在杜狂神通之上 杀 杜狂手中白光一闪 亮出一把长刀 到其之时无数冰龙咆哮而起 撞击在血浪上 但饶是如此 仍有不少血浪突破重围撞击在城池上 那血浪所蕴含的力量庞大之极 城墙一欲就塌陷下去 紧接着撞击在李末等人连纵而成的屏障上 棒棒棒 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穿透而来 令众人全都身体一震 肉身乃至灵魂都受到了震动 不过 索性众人合纵之力强大 倒是将这部分血浪给挡了下来 待到血浪落下帷幕之时 城墙已倒塌大半 杜狂手持长刀悬在半空中 一脸煞冷 所谓天王 也不过如此 明日一战 我将取你首级 护玉则是狂笑一声 化作一道黑光冲天而起 半空中传来一声售吼 一头一兽驮着他狂奔而去 一瞬不见了踪影 回去吧 杜狂收起刀 淡淡道了句 李末等人互望一眼 都眉头深皱 护玉的实力简直超乎想象 而且可以断定的是 魔血的力量甚至强化了他的神通 城里朱宗派的人马早被惊动 也目睹了这短暂的一战 如今诸人离开 便都纷纷赶过来修建城池 这看似牢不可摧的城池 居然连那鬼王一招都承受不住 这令众人心头皆是一尘 不多时 李末一行已经回到了城中大殿 一步走进殿内 杜狂涂地偶出一大口血 天王 杜天书大吃一惊 我没事 杜狂摇了摇头 走到上座座下 然后沉生说道 那护玉竟然厉害到如此程度 论神通高下我竟不及他 足见摩血之力所改造的不仅仅是他的肉身 还有着神通啊 众人听得都神色一素 神通的强大于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玄师的强弱 摩血增强的神通这让众人都有种不妙的感觉 当然 这句鬼王在如何厉害 也休想过了我这衣冠 因此更重要的则是诸位的战场 杜狂沉生说道 我等定将竭力而为 誓死也不会让邪道穿过白雾骨 诸人皆肃然回应 好 诸位有此信心便是在好不过的事情 杜狂微微汗手 又道 说实话 以我们这些人马要想击败邪道确实有不小的难度 不过所幸的是殿下这里有一路骑兵 这便是咱们翻盘的筹码 杜天书等人这才精神一阵 纷纷望向李末 请天王放心 我一定会阻止邪道 李末肃然达道 他手里的兵力都是上古移民 这些杜狂等人都是知道的 但他们并不知道的则是关于碎片之事 三国强者和碎片的融合使得他们的力量提升到另一个高度 而且不少人也因此掌握了第二神通 有碎片力量在 当可合服用了魔血的邪道有一拼之力 更别说李末手里还有着另一股为为人知的力量 那就是禁魂利用无限令碎片诞生出的一百多气魂 他们的力量也是绝不容小亏的 第788章第一场战役 第二日清晨 神师门上千兵力已然集结在了白雾谷城池之内 大殿之中诸宗强者灵力 而在殿内则设有一枚罗盘 释放出白雾谷的地形图 此时在上面上有不少红点在移动 这些红点便是派遣出去的侦察兵 与此同时 在城池上空那茫茫云层之中 无根岛隐匿着其存在 李末坐在圣城宝殿之内 苏燕四女左右并坐 席下是顶魂锤魂集三国强者 这阵容比起神师门集结的诸宗兵力 可谓一点都不弱 在殿内 亦有着同样的一个罗盘 显示着白雾谷地图和侦察兵的动向 除此之外 尚有着一些白点 这些白点乃是一网属下的一些人马 早早潜伏在了白雾谷前端各地 侦察敌情 相比起金师国诸宗的侦察队而言 这些艺人们的移民有着天生的优势 背生双翅 再加上物色的隐藏 使得他们可以很好的移动和传播情报 相比之下 侦察队虽然都是由各宗神通竞选师组成 也可以进行短暂的飞行 但是速度和时间都非常短 电内静静的 李莫耐心地等待着大战的开始 昨天既然互预料下狠话 今日要取杜狂的人头 那么今日一战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他明知道在白雾谷开战 对他们而言甚为不利 也必定会冒险涉足 这清晨一晃便到了大中午 一人国人马力克赶来通报 鬼斩门大军正在开始移动 终于来了 李莫神色微微肃起 随着侦察队的报告 鬼斩门大军很快就已经抵达了白雾谷之前 禀殿下 鬼斩门分出一只三百人的队伍 进入白雾谷 领头的是四大鬼猴之一的鬼陆猴 侦察队远回到 听说鬼陆猴善寻陆仕途 砖破幻象 护裕这一手还真够高明的 李莫摸着下巴 一点都不意外 昨晚护裕孤身前来示威 看似鲁莽但实际上是为了击败杜狂而打压众人士气 可见此人擅长兵法之道 如果让鬼陆猴一路开道 那么白雾谷的优势禁除 这是在逼迫我方出兵 宋书瑶分析道 李莫点了点头 说道 若我猜的没错 天王应该派遣杀清俊领兵出马 这话财落下 又有侦察队员回报 果然杀清俊领了150人的队伍朝着白雾谷赶去 麒麟兽凶性惊人 而且靠着动物的本能难以受到白雾谷的前置 便可发挥出完美的战力 再加上杀清俊等人的魂化之力 当有何鬼陆猴一战之力 走吧 咱们到岛首去 李莫说了句 话落实意念移动 连接到阵法中枢系统 催动无根岛朝前移动 待到诸人抵达岛守卫之的时候 无根岛已经移动到了白雾谷的正上方 接着 李莫微微一束手 无根岛的底部射出一道强光 直射在浓浓雾气之上 这光芒和刚刚从云层里冒出的阳光别无二样 难以察觉到其蹊跷之处 而这强光直接穿透雾气 众人的目力便随着强光一路延伸 将谷地之井收入视野 此时 鬼陆猴一行正在缓慢行径 沿途插着旗子 那旗子显然有着特殊的作用 将周边的雾气驱散 形成一条安全的通道 然后突然间一边陡声 一枚枚火球从两边山壁上呼啸而来 砸落在地时便发出巨大的爆炸 一时间烟尘滚滚 有几个邪道猝不及防 竟被炸得血肉模糊 而发射火球的正是麒麟兽 他们一张嘴 一个个火球就好似连珠炮式地喷出去 爆炸的威力相当惊人 而进攻一下子 麒麟兽立刻掉头狂奔 让邪道的攻击全都落了空 侯爷 要追击吗 一个邪道将领立刻询问 不必了 他们是想借此机会将我们又离大道 分而及之 全体戒备 见到有异常就发动进攻 鬼路喉岛也谨慎 大手一挥 人马继续行进 莫大哥你快看 那是柳宁悬途而发现什么 朝着烟尘散去的爆炸圈中一指 恩 果然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李莫微微猝起眉头 弹剑爆炸圈中 刚才被火球击中已经死掉的几个邪道 此时慢慢地站起身 接着赶上已经走远的队伍 当年木魁门之战和后来的十二星象之战 都是魔师惹出的祸患 木魁门中服用了魔血的死士短时间高速提升实力 更拥有了复活的能力 后来还是被李莫以无上龙气碾碎 从当时两场战役上看 魔血赋予的复活力量限制在神通境界以下 但是眼下神通境者分明已经具备了复活的能力 这也就意味着 众人所要面临的并非仅仅是两千人马 这个数量要翻上几番 立刻把此事通知天王 李莫一摆手 立刻有一人国将领飞身离岛 直朝着白雾谷外城池而去 与此同时 鬼路侯依旧在缓慢前进 杀清郡岛也并不着急 一路派遣麒麟兽发动偷袭 这麒麟兽速度快的惊人 一冒出头 不带邪道有所反应就立刻发动猛攻 不过 麒麟兽的数量并不算多 再加上邪道有所防范 造成的威胁也并不多 这么下去可不是办法 那些邪道根本不追及 眼看鬼路侯不上当 苏彦不免担心 杀宗主是个聪明人 应该能够想到解决的办法 李莫则镇定地说道 时间慢慢地推移 鬼路侯一行持续行进 沿途插旗 而杀清郡这边的偷袭 似乎越发的武力 就在抵达一个十字路口时 杀清郡领着一对人马 突然冒了出来 恒兰在邪道之前 终于等不及了吗 就凭你们这点 人马也敢和我们打 鬼路侯哈哈大笑 朱邪道也是放肆大笑起来 杀清郡却也笑道 兵不在多而在京 你带着一群酒囊饭袋和我这一群精锐打起来 谁胜谁富可是一目了然的 哼 少在那里成嘴皮子功夫 我便取你首级 为本站立下手工 鬼路侯晨生说道 杀清郡笑道 就凭你也想杀我 还是多修炼百年吧 再说了 你要担心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那具鬼王会不会取你的脑袋 你来这里是为了铺设道路 这路若是完不成 据鬼王可会怪罪下来 这话一说 突然间后方传来哄哄哄的声音 不好 有人在拆棋 有邪道大叫一声 李竟如此大胆 鬼路侯陡然明白了杀清郡的手法 他竟然分出一支队伍赶到他的后方沿途破坏阵棋 现在知道已经晚了 给我上 杀清郡大吼一声 以众人马力克一勇而上 和邪道队伍激斗在一起 岛手上 李末微微汗手 笑赞道 不愧是杀宗主 这一手果实厉害 邪道300人的队伍在这白雾谷中和其渺小 战线在短时间内就会拉得很长 那么之前设置的正棋就会处于无人看守的状态 而杀清郡凭借着对地形的了解 派人绕道抵达了邪道来路的后方 大肆破坏正棋 这样做当然有风险 因为呼吁随时可能派遣出第二支队伍进来 他们沿着正棋可以高速行进 一旦被他们碰上 那想要逃生是很难的 不过杀清郡大胆地利用了护裕 还未派兵的这个时间差进行破坏 杀了鬼路侯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要想胜过邪道并不容易啊 目睹激烈的战士 苏燕为猝眉头 其实魔血力量的邪道修为都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 不只长了神通之力 更拥有了复活的力量 李末沉吟不语 此刻的战士杀清郡等人已经感觉到了相当大的压力 急杀一个邪道之后 那邪道几乎会在瞬间复活 短短一炷香的交锋 邪道竟未死一人 反倒是正道这边 伤亡了十几人 这样的战士蔓延下去对正道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杀清郡等人并没有因此退缩 一个格斗奋力作战 勇猛之极 因为他们很清楚 这一场战役不只是不能输 而且还必须通过这一场战役来获取敌人能力的宝贵资料 终于 一个邪道在第三次被击杀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 人一下子化作一道黑烟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们只有两次复活的机会 一个麒麟宗长者大叫一声 朱正道虽然伤亡率比起邪道多得多 但是一个个听闻此事都振奋不已 只要对方不是不死之躯那么就有机会胜利 与此同时后方的轰鸣声不断传来 大量铺设的正旗被破坏着 可恶 先保护正旗 鬼路侯一看正道这边如此难缠 这才大喝一声 领队冲出重围 直朝来路而去 好 沙清俊大笑一声 朱正道皆是一个个扬眉吐气 这第一场战役总算是取得了胜利 接着 他又匆匆发出命令让破坏正旗的队伍赶快撤离 带道消息传回到城池中时 朱宗派的人马都大为振奋 虽然邪道的复活之力让人意外而吃惊 但是沙清俊凭借着智慧还是力压了邪道 虽非大胜却也值得骄傲 但是 欢喜之于诸人的心情却绝不算轻松 他们凭借着一场战役在试探敌情 护裕同样也是如此 经此一战 他对正道这边的战力有了更深的了解 下一场战斗必定是雷霆暴风般的凶猛 第789张封邪王的夺岛计划 被破坏的正旗尚未修补完毕 第二支300人的队伍在鬼属猴的带领下进入到了白雾谷 与此同时 正道这边增兵150人 由烟雨门门主孔旭带领 这是自麒麟宗和烟雨门分宗以来的第一次合作抗敌 鬼路猴缩短了战线 鬼属猴充当起了前锋 两路人马在白雾谷东面地区里展开激烈的交锋 随着时间的推移 第三支队伍 第四支队伍 最后据鬼王呼吁亲自出动 带领着剩余人马进入到白雾谷中 自然 正道这边的千人大军也都悉数投入战场 一切如之前预料的一般 敌人的兵力被诱引分化 战圈在白雾谷中不断地扩展 大大小小的战事遍布各个风头 但是情况却绝对不容乐观 被强化了战力 神通和拥有了两次复活力量的邪道相当于数千人的战力 一时间厮杀生四起 硝烟腾腾弥满天地 无根岛上 一道道强光射入戊团中 让站在岛首的李默等人能够纵观全局 然后 李默缠声说道 翼王听令 领兵抵达左翼之园 是 翼王应声 一群人跃下岛屿 展翅冲入戊团中 雷王听令 领兵抵达右翼之园 暗王听令 领兵抵达中路之园 两声令下 雷王和暗王一行人马纷纷落下戊团 赶往战场 三路人马一经抵达 立刻掀起一番腥风血雨 这些经由碎片之力提升 包括神通在内全面站立的上古移民们 原本就是邪道了解之外的存在 他们的肉身强大的能够和邪道硬打硬撞 而使用的上古功法更是比邪道更要诡异三分 仅仅百人的队伍一加入三面战场 立刻将正道的烈士生生扳回 咱们去战场中心吧 李末说道 那里是整个大战的中心地带 遍布着双方实力最强者 此时 翼王等强者也正在从三个方向朝着中心处移动 只要击败了巨鬼王护裕 那么这场战斗就能够取得胜利 就在李末话落完 四女和鼎魂二人都准备跃下倒雨时 突然间李末一仰手 冷冷说道 看来有不速之客来了 赤鬼斩门的人 他们竟能发现无根岛 苏燕惊讶道 不 鬼斩门不可能获知无根岛的存在 不过 很快就可以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了 李末昂着头回望长空 弹剑扑扑声响 一道道黑光穿破隐身屏障 落在岛屿上方 来者足足上百人 领头者头戴阎王冠 身着阎罗袍 满脸黑须浓密 正是风邪王 持鬼道 李末声音一沉 然后 他一眼就看到罗刹老祖一行 顿时恍然大悟 接着 他冷冷说道 罗刹老祖 你罪恶多端杀你百变也不畏过 但我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 放你一条生路 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如今却勾结石鬼道来对付我 可知这一次谁也就不了你 罗刹老祖放声大笑 神勇王 你都死到临头了还说什么大话 话落 他朝着封邪王一拱手道 邪王 这神勇王就交给属下来对付吧 近日说什么也要一报当日支持 此时 邪道朱强气势汹汹 谁也没有将李末几人放在眼里 对于他们而言 所担心的无非是岛屿上一百多个强者 但是因为这场大战 这些人全都投入到白雾谷的战斗中 更不可能了解到岛屿上的危机 而李末此时身边的人不过就是四个丫头再加上两个老者 就凭这区区七人又岂会是石鬼道诸墙之敌 封邪王则是一百首道 本座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 神勇王 你立刻把岛屿的所有权转交给本座 那么本座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李末放声大笑道 封邪王的胃口可真是够大的 只可惜这无根岛你是夺不走的 夺不走吗 没想到本座也有被小看的一天 你可知道 就算你这岛屿上藏有石灵 那也不会对本座起到任何的威胁 封邪王阴沉沉地说道 当然李末明白这话 石灵刚刚成熟 论修为不过神通境中奇 以这种程度的领域之力 很难束缚住封邪王这样的高手 但是他嘴角一勾道 不过这岛屿上有的东西可不只是石灵 话落之时 便听轰轰轰的声音从岛屿四周冒起 紧接着天空上出现了一大片雷云 劈啪 无数道雷光破空而来 朝着邪道珠强砸去 强横的雷进凶猛之急 别说灵翘近者了 就是一般的神通竞悬师都脸色奏地一变 但剑锋邪王一仰手 三大邪猴同时出手 三剑天气冲天而起 撞击在雷光之上 随着轰隆隆的雷暴声散发出万千光滑 带到雷云散去之时 三邪傲然而立 和立之下轻松及退阵法 岛屿的阵法和岛屿主人的力量息息相关 就凭你这样的修为修想商道本座分毫 风邪王说道 李默确实一笑 风邪王急什么呢 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呢 话落实 他眼神坐地一宁 六道天火沸腾而起 玉兽魂界和巨人指环同时发动 一顺化为巨型龙兽之躯 紧接着 麦伦丁解放 泪灵气疯狂释放 恩 风邪王眉头一皱 眼中亦闪过浓浓的惊讶 对于罗刹老祖辈情之事 他只当是李默仁多事重而为 但全然没有想到 这个曾经击败过鬼杀猴的青年 如今修为居然高涨到如此程度 而且 他释放出的气息纯粹 游在顶级真气之上 让人难免产生一种不安之感 好 李默仰天狂笑 天空雷云再聚 一道道笔之刚才粗壮十倍的惊雷 再度袭来 辽宫仆三猴神色大肃 全身气息狂放 直气入天 同时释放神通攻击惊雷 但是三人合力之下 虽然挡下了大部分的雷击 却仍有三成的雷电破空袭来 众人目睹此景之事大吃一惊 阵法在李默的催动之下 竟然强横到了这等程度 此时罗刹老祖既起天气 这才将最后三成雷电震碎 轰轰轰 道道雷柱疯狂袭来 三猴连同罗刹老祖合力抗衡 生生狂震穿云金石 待到最后一波雷光落下时 四个老魔头都不由得暗喘了口气 就这么一波阵法 却也耗费了不少的力气 好 不愧是无根岛 这时 却见封邪王放声大笑起来 此岛在你这小辈手里都有如此威力 那若落入本王手中 岂非有毁天灭地之能 到时候足能和鬼斩门一针高下 众邪听得皆是精神一阵 只要有封邪王在 那么任李默能够操纵多强的阵法 也无法阻止他的脚步 只怕你没这好命 李默冷冷说道 我没这好命 怎么 莫非你以为就凭这阵法的威力 就能够阻挡下我 封邪王哈哈大笑 凭一次两次阵法攻击 要伤到你确实不易 不过 若是十次百次呢 那可就不一定了 李默说道 封邪王又笑了 你以为本座会老老实实 站在这里任由你攻击 还是说 你觉得凭你身边这几个人 就足以拦下本座 众邪道便都哈哈大笑起来 李默要操纵阵法 尤其是这么强大的阵法 那么在操纵时间内 是无法移动的 这样一来就只有靠身边几人 这几个加在一起 那可都不是封邪王的对手 更何况还有这么多邪道在 只要大家一勇而上 立刻能够将几人击败 李默深邃的一笑 以我们这几个人 要拦下你们确实很难 不过 你们觉得我这岛上 就没有其他人在吗 少在这里为言耸听 你这岛上的人也就这么点 全都派下去作战了 罗刹老祖高声喊道 李默看了他一眼 微微点头道 你岛是没在岛上白呆 对这里的兵力状况 岛是了解 只可惜 却也是一知半解啊 华落他奏一仰手 便见圣城方向涂地传来密集的声响 眨眼功夫便见上百把天气呼啸而来 悬浮在半空中 众人一看这情形又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罗刹老祖捧腹大笑道 神勇王 你居然把天气当成兵力 真是可笑之极 可笑的是你才对 李默冷冷一笑 声音一抬道 都给本殿献身 话落实 众天气顿时散发出万千光彩 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气魂纷纷纷现形而出 气魂 众邪道顿时大吃一惊 一个个只是豁然变色 眼前这些是只在记载中存在的气魂 而且其中还有着不少神通境中奇级的存在 这让他们都只是瞪大了眼睛 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事实 之前 众人并没有发现气魂和顶魂身围气魂的事情 只因为这里覆盖着石灵之气 掩盖住了二人异于常人之地 但其实二人只要离开无根岛 那便可以清晰地被认出来了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李默大手一挥 朱气魂手持天气一涌而上 将上百邪道团团围住 气魂引发出的天气之力散发着前所未有的光泽 诸魂力纵横一线 构造成一个庞大的气息屏障 风邪王就交给你们了 李默沉生说道 放心吧 默师哥 保证把那老魔头困在里面 柳宁玄挥着小拳头 三女都是神色中透着战役 一个个刚刚提升到神通境中奇 正想大战一场 即使对方是使鬼道之手 却也未有半点畏惧 第七百九十章戒阵法 逞威风 李默二指一并 九天之上立刻扶上一层黑色的云团 杀时间一头头黑龙呼啸而下 声势凶猛之极 论威力更绝不逊色于之前一个阵法 吴根岛上有十大杀阵 每一个阵法都是上古一物 攻击方法霸道而诡异 在李默操纵之下 第二个法阵已经发动攻击 风邪王脸一沉 大手一挥道都给我冲 话落 诸邪道皆狂吼一声 上百人同一时间发动神通 五花八门的神通朝着外围的气魂凶猛攻去 气魂也根据自身状况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有的气魂直接一仰手 天气已比神通更快的速度直接杀过去 令邪道不得不终止神通 有的气魂则干脆缩回天气中 那神通再厉害打在天气上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而神通一落气魂再冒出来发动攻击 天气的刻印法阵发动威力比起神通也绝对不弱 有的气魂更仗着新练出的强横肉身硬抗神通之力 一时间场中光则耀天惊鸿四剑 棒棒棒三大邪猴连同罗刹老祖冲在队伍的最前方 而八个中旗气魂则将他们硬拦了下来 两大气魂对付一个一时间打的也是难分难解 不可否认的是四格老魔头的修为都相当高深 对于这些出生的气魂而言还是有着相当的压力 但是气魂非同人类不能够用普通常理来判断 尤其是他们能够发动天气最强的力量 硬打硬拼也能够支撑一段时间 至于罗刹老祖旗下的五毒部诸强翼 有着一堆气魂将他们拦下 想拦下本作没那么容易神通鬼市 风邪王狂笑一声但见一个巨大的鬼头呼啸而来 似要将天地万物啃食一空 神将急动次女催动心物而成的四等神通 合力拦截与此同时 顶魂祭启噬血魂顶 锤魂祭启灭神锤 两大残缺神器呼啸砸去 这时小黑三兽也没有怠慢 一个个张口喷吐出龙袭 即使六人三兽合力之下 鬼头仍在不断推进 但是他也在巨大的攻击力下不断地产生裂痕 谁也没有后退的意思 这种场合下一旦谁退了 那就是失败的开始 而这对于四女等人而言 其危险性绝不可谓不大 一旦被鬼头砸中的话 那必定就是重伤 毕竟他们和风邪王之间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后者那可是堂堂天王的级别 眼看鬼头越来越近 诸人都是紧绷着神经 龙魂 李莫立刻一声 实体龙魂从身体里分化出来 呼啸而去 撞击在鬼头之上 这一集终于打破了鬼头的防御 那鬼头在距离众人十多丈开外的地方轰然爆炸 掀起万千众巨浪 沉默 风邪王怒目瞪直 万万没想到李莫竟然内藏气魂 而且将气魂修炼到了实体的境界 与此同时 随着轰轰声 无数黑龙涌下 一堆修为低的邪道都遭了殃 要知道 刚才第一阵是有四摩联手挡下 但是现在突围其间 谁都不能兼顾他人 持轨道连同罗刹公一行足有12030人 但是其中神通静者只有一半 而这些灵俏竞玄师哪里有能耐承受无根倒法阵的攻击 一个格惨叫连连间 当场毙命 可恶 风邪王怒声咆哮 一道星红的天气落入手中 其形如鬼师铸造而成 张开的大口中吐出刀刃 正是极品天气使鬼刀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够挡下我多少招 风邪王狂怒出手 使鬼刀带着滔天怒意呼啸而来 次女和二魂全力阻挡 与此同时 李莫一边催动第三道法阵的降落 一边一仰手一道神光标射而出 正是灌神枪 实体龙魂龙尾一扫 重疾在灌神枪 将其朝着使鬼刀撞去 棒 诸人合力之下 又是一招硬抗下风邪王的攻击 轰轰轰 第三道沙阵引动的飓风从天而降 又带起一阵惨叫声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一个个沙阵接踵不断地袭来 斜道这边灵翘尽玄尸已纷纷惨死 剩下的神通静者也是苦不堪言 饶是风邪王都在众人强攻下被阻挡了下来 更何况是其他人 无论是三大邪猴 罗刹老祖还是席下五毒部 都被气魂可怕的攻击力压制着 他们一边要面对这些强敌 一边还要挡下天降的法阵 此刻脸上早无傲益 剩下的只是忐忑不安和极力妄图突围的心思 这是抵达这里之前万万想不到的 谁也没想到无根岛在李末的控制下竟然能够发挥出如此可怕的威力 但是此刻李末的心情也是甚为凝重 十大沙阵已去其六 居然未曾伤到风邪王分毫 而且对于其他老魔头的伤害也并不算大 始终他的修为不足 难以让无根岛的力量发挥到极限 即使这个时候已经发动了无限令碎片的力量 但是无限令碎片在白天能够发挥的效力是极其有限的 只有在夜晚时才能够最大规模的借助星光之力 而眼下这炽热高涨的大阵舞 无限令碎片难以帮上太大的忙 就在这时 他脑海里涂地闪过一丝触动 然后眼睛一亮 好 太好了 话落 他双手一抬 但见九道光柱冲天而起 在半空中聚合成一个巨大的光影 正是九龙浮屠阵 自当初在北江高原一站使用九龙浮屠阵之后 阵法的能量消耗大半 他掌管了无根岛之后 耗费了诸多力气才将九龙浮屠阵安插在了岛上 要知道 整个岛屿遍布法阵 而且都是上古时代的阵法 这些阵法严丝合缝的组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阵法系统 即使李莫身为岛屿之主 要想安插进九龙浮屠阵这样庞大的阵法也是非常难的 好在他有时灵支柱 令岛屿的一些部分产生了变化 这才安插进去 而九龙浮屠阵入岛之后 一直都在吸取岛屿能量 如今在这个关键时刻终于成功复苏 这岛屿上的阵法其实有两个大阵在威力上都绝不逊色于九龙浮屠阵 但是它们都是大范围的攻击 而九龙浮屠阵除了大范围之外 却可以听从李莫指挥攻击谋得点 朝着风邪王 李莫立刻一声 光映钟龙笑声起 一头神龙呼啸而下 直朝着风邪王砸去 想击败我 你还早得很 风邪王一边应对四女等人的攻击 一边朝上方轰出一记掌镜将神龙震得粉碎 别急 这才刚刚开始 李莫沉喝一声 第二头第三头 一头头神龙接踵而下 蕴含的攻击力越发的强悍 风邪王脸上的神色也越发的凝重起来 待到第八头龙砸下之时 他已经豁然想起了一个可怕的阵法 这是九龙浮屠阵 没错 还有两头龙 你就好好享受吧 李莫大喊道 第八头龙砸下 风邪王整个人冲天而起 双掌震碎神龙 但身体也止不住地重重一晃 实体龙魂看准机会 一记冠神枪标射而去 饶是风邪王臂的快 左臂也被枪刃擦过 鲜血顿时染红臂膀 可恨 风邪王暴怒 只是此时第九头龙带着更加强大的威力将士 天地动容 万物呼啸 第九龙的威力等同于前八头龙的合力 神龙位将之时 众邪道都已是面色大变 想着如此一记弱势砸在他们身上 那可是必死无疑 风邪王亦是脸色凝重 再次聚起功法 整个人化为庞大的鬼头 和第九头龙撞击在一起 通龙一声俱响 似乎整个无根岛都晃动了一下 强大的气流夹杂着爆炸力朝着四面八方冲去 退 李末一声大喝 四女和朱气魂迅速飞退 以最快的速度脱离战圈 但是被他们所钳制着 而距离风邪王距离不远的朱邪道 那就惨了 一个个被气流卷得高飞而起 重重摔落在地 带到气流消失不见时 风邪王站在原地 双臂鲜血直流 脸上带着阴阴暮气 可见刚才那一集绝对没有讨到半点好处 周边朱邪更是不少人身受重创 地上满是血迹 风邪王 你还要打下去吗 你可知道 只要我一声令下 下面的人都会赶过来 而在他们赶来之前 我还可以把你们锁在圈子里 李末怒吓一声 风邪王一脸猙獰 怒瞪着这个青年 想他纵横半届数百年 立位何等尊崇 但是如今却被这个进入半届 仅仅几年的正道小辈所压制 即使对方靠了无根岛的力量 这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羞辱 但是 他更清楚李末所说的是实话 这一战打下去绝无半点胜算 近日之耻 他日我必定让你百倍偿还 风邪王怒吓一声 揍地朝岛外飞去 他这一走 使轨道的人哪敢停留半分 纷纷飙射而起 跑得比兔子还快 一见这状况 罗刹宫的人自也要飞逃 罗刹老祖 你今天就把命留在这里吧 李末一声尘喝 实体龙魂揍地一扬尾 灌神枪呼啸而去 你想要杀我 做梦吧 罗刹老祖哪肯就范 卯足了静朝上飞 只是才飞出一段距离 突然间身体好似 被一股无形之力 所前置注视的 他脸色揍地一变 不好 这时 在李末的身边冒起来一个浑身银白的兽人 可不正是石灵 若是他全胜状态下 石灵之力难以束缚他 只是如今他经过一场大战 体能消耗巨大 石灵束缚已成可能 即使只有一席不到的时间 却已经足够令他丧命 破神杀 李末轻轻吐出三个字 在灌神枪破胸而入耳瞬间 发动了刻印阵法 神光瞬间穿透罗刹老祖的肉身 带起他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这个威名远扬的老魔头 最终没有逃过死结 第二次进入无根岛中成生命的终结地 第七百九十一章大战鬼路侯 一见到罗刹老祖就这么死了 五毒部诸邪直视下的魂飞魄散 一个个狂往外冲 走得掉马 李末尘和一生 背上双翼猛地一斩 杀得化作一道红光横蓝在众人身前 他手持冠神枪 揍地一扬 无数神光喷涌间便将众人震退 五毒部诸人都目睹过他和铁无陀等人一战 岂敢和他硬拼 如今被这么一蓝顿时叫苦之急 而后方四女和朱气魂也已经赶到 二话不说 一个个施展杀招 不过片刻时间 罗刹公一行全部丧命 不容多想 也不容休息 李末带着众人飞落到岛手上 一看到下面的情形这才暗松了口气 虽然岛屿上发生变故 但是岛下的战场尚未发生过多的变化 正道朱强在三国人马的帮助下 局势尚且稳定 不过邪道的攻击也相当凶猛 他们仗着有着三条命不惜冒死前冲 尤其是战圈中央的部分更尤其惨烈 李们驻守在这里 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刻赶来通知 李末朝着一众气魂吩咐道 原本之前他是想着在战场上动用这劈气魂 不过从眼下的情况来看 却不得不提防这风邪王 天知道他会不会杀个回马枪 紧接着 李末带着四女和二魂朝着白雾谷而去 小黑三兽紧随其后 一落到谷地间 一大棚邪道便从周边冲来 吼 小黑三兽瞬间化身去龙之躯 张口就是一团龙席 龙席对邪物本来就有附加的伤害 朱邪道哪里料到这几头狗居然是龙 吓得仓皇后退 次女趁机发招 一件件天气砸上去 直接取了朱邪性命 我到前面去 你们在这里小心些 李末说道 殿下放心 有我们在 保证四位姑娘不会有事 领魂笑道 李末微微汗手 飞身朝着深处赶去 刚穿过一个山口 便见到两人正在那里打得不可开交 正是杀青俊和鬼路侯 杀青俊骑在麒麟兽上 手持一把杖长大腐 挥舞来去 引动道道金光 鬼路侯头戴鹿角罐 手持鹿角叉 骑在一头鹿角蟒身上 全身乌气腾腾 远远望去 二人二手交支在一起 犹如四道红光般 而以李末的眼力 一眼就看出杀青俊明显落在下风 他身上已有不少伤痕 不时趁着攻击的间歇喘上一口气 那麒麟兽的双脚只剩下一只 身上灵甲破碎大半 渗着烟红的血色 相比之下鬼路侯则要轻松多了 攻势灵力凶猛宛如暴风及雨般 他看准机会 一插图从光幕中标射而出 直刺杀青俊 不好 杀青俊大吃一惊 连忙飞升而退 只是任他退得飞快 捕捉到机会的鬼路侯确实咬紧不放 眼看那路脚差距离他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 突然间一道神光标射而来 逼得鬼路侯一插横扫 将神光震歪 待他停下来 冷着脸朝来人望去 大喝一声道 来者何人 殿下 杀青俊一见领墨 顿时喜出望外 大叫道 殿下 你我何力对付他 李墨一闪身落在他身边 伸手将灌神枪吸入手中 微微一笑道 杀宗主先休息一下吧 对付他我一人就足够了 哼 好大的口气 鬼路侯冷恒一声 李墨笑着看了他一眼 眼神陡然变得煞冷汹涌 一瞬将修为提升到最高境界 尸体龙魂从身体里分离出来 呼啸着飙射而去 气魂 鬼路侯分辨出龙魂的真实身份 顿时大吃了一惊 连忙一仰手 鹿角蟒带着咆哮声直挺挺的撞了过去 棒 一声震天暴响 尸体龙魂在撞击之下 微微晃了下身体 但鹿角蟒则被撞得滚飞出十几丈 一瞬间的交锋 龙魂和蛮兽之间的强弱力分 浩强 杀青俊目睹此景 顿时惊呼一声 他寻养出来的麒麟兽 都被这鹿角蟒生生压制 连脚都被咬下来一只 但没想到这鹿角蟒却不及龙魂一击 但这自然也理所当然 龙魂和蛮兽可不一样 他的身体是模拟天气的构造而成的 坚硬无比 而龙魂强大的魂魄力量 在攻击蛮兽的同时 更会对其产生巨大的附加攻击 压制对方的战力 陈通万角之灵 鬼路侯吃惊之鱼爆喝一声 双臂一盏肩 但见大地上无数庞大的鹿角喷涌 殿下小心 这鹿角一旦沾上就会令身体重量倍增 杀青俊显然吃过亏 连忙高声示警 李莫背后双翼自生 待着火龙呼啸而起 人在半空二指一并 大喝一声 万角之灵 顿见鬼路侯身边无数鹿角喷袄 凶猛之急 怎么会 鬼路侯顿时大惊 一跃飞天而起 杀青俊更是目瞪口呆 万没想到李莫居然能够盗用他人的神通 而鬼路侯一飞起 李莫已然发动进攻 灌神枪化作一道极光标射而出 与此同时 双刀现身 化作两道流光喜去 三气成品自行急速行进 狂鹿挑尸 鬼路侯大吼一声 羊叉狂扫 带道将三气震飞之时 他却止不住的身体一晃 嘴角渗出血来 在李莫强大的战力攻击之下 饶是这具鬼王坐下的似鬼猴之意都免不了受伤 而这同时也激怒了鬼路侯 他抖地仰天大笑 身上黑色的魔器开始释放出来 有意思 没想到正道中也有如此人物 正好让本侯今日尽尽兴 也让你们渐渐失眠 他声音一沉 魔化状态 化落之时 但见他身体骚然倍增 一瞬化为实障巨人 在他双臂和背部冒出一根根杖杖的尖刺 身体上也明显覆盖着厚重的鳞片 似铠甲地保护着身体 李莫冷脸看着他 无感渗透下感受到他身体里血液的高速流动 那血液并非是纯粹的人类之血 带着分明的魔性 而随着他体型的膨胀 战力也在翻倍地飙升着 乌气弥漫大地 所到之处万物枯朽 大地碎裂 魔化状态是能够将魔血的力量完全催化 才能够达到的姿态 在这种姿态下 我的战力才完全释放出来 鬼路猴堤沉沉地说道 话落 他微微张开五指 按在鹿角蟒上 而且 魔化的对象可不仅仅是自己啊 那鹿角蟒顿时体型暴涨 面目变得异常猙獰 尖嘴后铃 更竟然伸出四肢来 除了头上五角 当真和龙行没什么两样了 杀清俊看得倒超了口凉气 没想到鬼路猴的战力竟然有所保留 如果对方是这样的姿态的话 那么他早就败了 这时 便听李莫冷笑道 好个唬人的姿态 不过我照样能把你打趴下 放肆 鬼路猴厉笑一声 鹿角蟒蚁咆哮着飞冲了过来 李莫围然不动 火龙魂魄破正面迎接上去 一龙一蟒撞击在一起 双头相抵 四爪相触 张口尖龙席和黑雾 犹如炽热的火焰冲入九天 李莫和鬼路猴也在同时动了 两个人撞击在一起 犹如流光斑不断上升 远远望去犹如两颗上升的流星 二人每一次接触都发出惊天动地的爆响声 在二人凶猛的攻击之下 山峰直视摇摇欲坠 大量的滚石落下来 激起阵阵尘埃 陈勇王竟强横如此 杀清俊仰望着二人的战斗 一时久久回不过神来 然后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两道人影分开来 落在两个山峰上 一边 鬼路猴手持路脚叉 脸上扶着骄傲 另一边 李莫胸口上一条长长的血痕 鼓鼓鲜血正从里面渗出来 小子 能够在本猴手下走这么多招 你也算不错了 只可惜 即使你能盗用我的神通 却没有魔血来强化 始终不会是本猴的对手 鬼路猴笑道 魔血增加的力量确实超乎预想 李莫点了点头 鬼路猴的神通为五等 按理以他四等神通的沉默 应该能够遏止住才对 但是因为魔血力量的存在 使得他无法遏止对方 然后 他深邃的一笑道 不过 这也只是战时的 话一落 他一弹身飞冲而上 好可不怕的小子 见对方主动攻来 鬼路猴力喝一声 飞身迎上 二人如同闪雷 极光般在空中飞速移动着 不断撞击在两边山壁上 即使是受到阵法庇护的山体 也在撞击之下不断崩碎 烟尘滚滚 渐渐弥漫天地间 沙清俊虽然站在场外之地 盯着这一场战斗 他手中的斧头握得紧紧的 一旦李末有什么不测 便要立刻冲上去帮忙 但是 他心里更清楚 这种程度的战斗 已经超过了他能够承受的范围 以他现在的姿态 只怕连这鬼路猴力招都接不下来 轰 一声爆响 一道红光穿破尘雾撞击在山体上 随即被倒他的山石群掩埋起来 沙清俊连忙睁大眼朝另一边望去 这一望顿时间心头一沉 但见鬼路猴从那边落下来 放声大笑 猖狂地笑一刺耳之急 殿下 但见山石堆里渐染的鲜血 沙清俊忍不住大叫一声 这话才落下 便听棒得一声狂响 山石堆炸得粉碎 龙兽化身的李末一步步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伤势绝不算轻 每走一步身上的鲜血就流下一大滩 原本赤色的身躯因为染着鲜血更显得触目惊心 第792章五等神通 见李末还没倒下 鬼路猴眼中闪过几分意外 若患的人早就死了好几遍了 但眼前这小子却像打不死的蟑螂般 居然还能站着 而且明显感觉到有着旺盛的战力和斗志 一边 沙清俊连忙叫道 殿下 我来祝你 不必了 这一场战斗马上就会结束 李末淡淡说道 你倒是知道自己的极限 好 我便一招了结你 鬼路猴大笑一声 挥避肩再放神通 这时 便听李末沉喝道 沉默 话落之时 鬼路猴都敢一股无上力量袭来 额上蕴海的神通之力仿佛竟被生生压制着 怎么可能 鬼路猴咆哮嘶吼 体内磨血沸腾 催动着神通力量暴涨 没什么不可能的 李末嘴角一勾 二指紧绷 体内的泪灵气也在同步飙升着 强化着神通力量 四等神通当然遏止不住鬼路猴的神通 但是 经过刚才激烈的战事 他的第二神通沉默已经提升到了五等境界 两种神通力量不断在虚空中撞击着 较量着 然后随着一声暴响 鬼路猴的神通终于在压制之下爆发出来 那是一股肉眼无法看到的强大力量朝前喷涌出去 一瞬就是千丈 但是 这股力量才冲出去便因为遭遇到李末神通的强烈抵触 骤然间释放 一瞬间无数鹿角喷涌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 一杀距离鬼路猴已不过仗鱼 什么 鬼路猴大吃一惊 万没想到自己的神通放出来居然会落到自己身边 原本这神通应该落到李末身上 以其为中心点释放 但是如今神通一变再飞出去千丈就释放了 李末看准时机趁机一声大喝 催动倒用的神通 两剂神通合二为一 无数鹿角喷涌间 鬼路猴也来不及避闪 盾被鹿角缠住 不好 鬼路猴脸色大变 鹿角作用下它的体重成十倍百倍的增加 动作一下子变得迟钝起来 李末双臂一抬 无量神印发动 在身前凝聚成一个巨大的光印 紧接着 一仰手 灌神枪穿透光印 枪身上顿时神光狂放 飙射而去 鬼路猴眼看事态不妙 连忙催动魔血力量 但是此时已晚 随着胸口一阵剧痛 灌神枪已经破胸而入 枪身上蕴含的力量在无量神印的加成下疯狂爆发 啊 鬼路猴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魔血力量顿时狂暴反噬 他身体立刻呈现出扭曲猙獰的状态 灵甲崩碎 转瞬间化为一具干尸 最终成为一堆粉尘 好 杀青俊愣了愣 然后狂喜地叫出声 李末大吐了口气 收回龙魂之后择定而坐 服了磕丹药开始疗伤 有了魔血的邪道修为都提升到了另一个境界 这鬼路猴原本也就是武毒部一般的角色 不想竟能强到如此境界 比起罗刹老祖都高出一个档次 即使自己提升了一级神通 但仍然没有遏止住鬼路猴神通的释放 这一场战役比起想象中更加艰难 不过半炷香 李末伤势已恢复了两成 他朝着沙清俊问道 沙宗主伤势如何了 已无大碍 足可和敌一战 沙清俊肃然说道 好 咱们朝前面去 李末说道 二人朝前快行 不多时便来到了战场的核心 此时渡狂和惧鬼王护裕正在空中激战 周遭十几个风头所属之地都是他们的战场 二人如同两道光影在空中交错飞旋 一股股先天的气浪撞击着一个个风头 一座山峰中是承受不住这样的冲击 轰然倒塌下来 碎石滚滚 渐起的尘埃弥漫九天 即使站在这战场的边缘处 李末都感觉到那扑面而来的进风 犹如刀子般刮着身体 生生发疼 呼 李末轻虚了口气 二人的战斗已经超过了他能够插足的范围 以他现在的实力只怕并非剧鬼王护裕一招之敌 这样的战场加入进去并不会对战局有任何的影响 倒不如去帮助其他人 走吧 李末到了剧 沙清俊也抽招凉戏 快步跟上 虽说二人在神通境中旗这个境界上都算上位者了 但是始终中旗和后旗之间有着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 而李末经过河风邪王一战更是深深明白这一点 即使用上无根岛那么多的阵法连同九龙浮屠阵 也只是击退风邪王罢了 在通往神通境后旗的道路上始终还有着一大段路要走的 很快的 二人便抵达了另一个战场 这时 孔旭和另一个烟雨门的高手正在激斗着鬼属猴 和当初杀青俊一战一样 这二人都深受鬼属猴压制 那鬼属猴体型瘦小 动作快得惊人 时不时徒弟钻地不见 又如鬼魅般冒起 但是 李末二人的到来立刻让战士逆转 四人合力之下 鬼属猴进入到了魔化姿态对抗 这种姿态之下 若是杀青俊三人只怕都难以抵抗 但是有李末在情形那就不一样了 即使鬼属猴的战力比起鬼路猴要强上一筹 但最终还是死在了灌神枪下 如此一来 四大鬼猴便已去其二 这时 但见远处一道黑光冲天而起 在虚空中化为一个万丈高的巨鬼 正是巨鬼王护欲 他一眼扫过周遭 即使摇摇一个眼神便令猪人皆是惊心动魄 待他眼神落在李末身上时 李末顿感浓浓地杀鸡泥漫全身 但是他丝毫没有半点畏惧 昂着头望着这恶鬼邪道 与此同时 在前方之处升起来一道人影 渺小如陈丽般 但是一身恢弘的气势却足能和鬼王抗衡 据鬼王 你两千人马已去一半 四大鬼猴也只剩两个 这一战你没有半点胜算 杜狂沉生说道 达到后期境界 像杜狂这样的人感知已经到了如神般的地步 半个白雾谷里的一举一动都全在对方掌握之下 护裕目光从李末身上一开 回落到杜狂身上 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真是有意思 没想到你们神师们还能集合如此大的阵容 这一战算是本王失利 不过下一次交锋就不一样了 话落 他大手一挥 撤 一声令下 朱邪道如朝永般退去 而有护裕坐镇 朱正道却也不敢追击 而事实上经过这一场大战 正道的死伤率也并不低 杜天王 你我改日再战 到时候你可要养好伤啊 护裕大笑一声 化作一道红光消失不见 杜狂静静看着他消失 这才缓缓落地 然后又呕出一大口血 只是他人在战圈深处 重重山峰隔断 并无人知晓罢了 此时 百物古里里外外转来欢呼声 孔絮长长吐了口气 朝着李末感激道 此番多谢殿下帮忙 否则今次可真是糟了 出话间 他想起鬼属猴魔化状态之时 仍是有些心有余悸 是啊 真没想到这些邪道服用魔血之后 竟会强到如此境界 杀青俊直是点头 李末微微一笑道 这场大战太过仓促 如果是在一个月后发生 那么二位会轻松不少 二人一听这话 脸上又流露着喜色 由李末传授的两悟 只需要一个月时间 宗门诸人实力便可大涨 这时 苏彦四女从远处过来 一个个神采飞扬的 显然这一战事大出了风头 力压邪道 只是见到李末一身是伤 又不由一脸心疼 没事 只是皮肉伤 李末笑了笑 论内伤其实也有五成之多 只是他身体的自愈能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 普通人这样的伤势至少也要隔把月 但对于他而言 两三天就能够愈合 当真和皮肉伤无二了 这时 周边陆续有人赶来 都是个大宗派的宗主级人物 而李末等人所站的这个地方 恰好是身处出谷的交通要道 是渡狂出来的必经之地 这些宗门的人一过来 孔旭等人立刻询问着伤亡状况 如此一统计 一千多人马的兵力死伤率足有三百多人 然后三国人马也都陆续抵达这里 一到这里 众人都眼中透着惊讶 在他们备受邪道猛攻的时候 就是这些人突然赶来一路力挽狂澜 那惊人的战力令人瞠目结舌 而其功法之玄妙更是闻所未闻 但见三国人马静止而来 朝着李末一功身 一个个毕恭毕敬的模样 此时诸人才恍然大悟 知道他们乃是李末手下的人马 诸宗人马不由得虚声连连 震撼不断 谁也没想到李末此行过来 居然带着这么多强者 而且都是阻挡一面的高手 不久后 身处有脚步声传来 便见道杜狂走了出来 天王没事吧 李末定眼看去 多少察觉道杜狂身上的伤势并不轻 没事 那呼吁的伤不比我轻 杜狂笑了笑 并没把这伤情放在眼里 然后 他朝着李末说道 这次真是多亏了师弟手上的人马 否则的话 这场战役可就没这么简单搁 诸人都是点着头 虽然是前队这场战士进行过估量 不过邪道的凶猛仍是超乎想象 如此也怪不得对方能够一路势如破竹了 今日若非没有李末手下的上百强者参战 那么这一战绝对是以失败而告终 这么一想 都是庆幸连连 那句鬼王呼吁心机深沉 此番剑是不妙而退 下次卷土重来之时只怕声势更要凶猛醋背 李末说道 这一说众人心头又是一臣 是啊 所以我们要立刻联合更多的宗门过来 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 方能够阻止邪道的侵入 杜狂肃然说道 第793章天人山脉 李末略一臣赢 朝着暗王和雷王说道 你们就留在这里协助天王不防吧 若是能够送消息回去 乌拉点人马过来那就更好了 那我们立刻传消息回去 暗王二人不约而同的拱拱手 听到他们还有人马 众人便不由精神一震 杜狂又听出这话众一丝 说道 师弟要走了 李末说道 我自也想留下和诸位一同并肩作战 不过此番我过来是有意见要事要办 如今大战出了 正好腾出些时间 若是做完事情还赶得及下一场战事 那我必定回来 杜狂点点头 说道 师弟极有要事那就去忙你的好了 能够留下这么多人马 来本王已是相当感激了 接着 李末便告别了诸人 登上吴根岛而去 关于吴根岛的存在仍是 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秘密 而众人也都必定保守着这消息 否则的话必定引来邪道寄予 当然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是封邪王已经知道吴根岛的存在并且打过他的主意 即使一次失败也绝对不会放弃 一上吴根岛 李末眉头便是一皱 但见这岛手上 丢着一把把天气 莫非是封邪王又闯进来了 苏燕大吃一惊 不 我没有感受这岛屿上有其他人的存在 李末摇了摇头 身为岛屿之主 他通过正法将岛屿里里外外的状况都了如指掌 那这些天气 苏燕不解道 只怕是过了时间 丙魂在一边摇了摇头 这些气魂虽然靠着心力快速成长 但是这种成长也是有着弊端的 那就是消耗了他们的生命力 如今这时间终于到了尽头 垂魂跟着解释道 可惜了 李末叹了口气 亦是所到之处 上百气魂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所剩下的只是一堆天气 而且这些天气也都从通灵之气降低到了普通 普通的级别 我还想着若是咱们利用无限令碎片养一大堆气魂 那可就能横扫鬼斩门了 现在可没办法了 柳宁悬一脸万息 气魂诞生不易 因此而死实在可惜 李末叹了叹 朝着翼王吩咐道 把这些天气都埋了吧 翼王点点头 立刻带着人去实检天气 接着 李末这才催动无根岛继续朝东面而去 半途中 他可以调整了方向 绕了一个道 避开了鬼斩门的大军驻地 毕竟那具鬼王是后期境界 万一让他察觉到这空中的蛛丝马基那就大事不妙了 夜深了 李末从入定中醒来 走到这岛手上 俯瞰大地 到处都是一片硝烟之井 万千灵田被毁 邪气腾腾 原本昌盛的正道诸所如今已成为一片黑暗弥漫之地 这时 远处有脚步声响起 但见苏燕隐隐而来 落在他身边 伤好了吗 李末温柔地说道 恩 我这纯丹圣体对于丹药的吸收速度和效果都比领骨更强呢 苏燕轻轻点头 看着这黑色的大地 又叹道 半界尚且如此 只怕如今玄门 凡土更是一场浩劫 天下苍生蒙难 真是令人心酸 轻轻搂着家人 李末说道 天道轮回 有些事情并非你我能够插足的 只是邪道再如何猖狂 最终也不过是天地间一朵小小烂花罢了 迟早我们会把这片大地收复回来 恩 苏燕鸣鸣嘴 又问道 这鬼斩门一路过来必定是经过了天人圣玉所 所在之地的 不知道那里又是何状况 李末说道 现在谈什么也都是无端揣测罢了 以吴根岛的速度 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会抵达 到时候就会知道那里的情况了 二人又闲谈了一阵 这才回去 如此接下来一段日子 李末一行长着吴根岛沿途深入 途经各大门派都已经被鬼斩门和一些邪道门派所占领 正道要么隐匿起来 要么就朝着西面赶去 为了不被人发现行踪 李末并没有对邪道发动进攻 虽然以他眼下的兵力要想清剿一部分邪道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么一谎便过了半个月 这时吴根岛已抵达了一片原始山脉 山脉蜿蜒延漫长 犹如窝垫而眠的巨龙 一条条交错着 构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山脉区 参天的古树 漫天的光滑 并没有因为邪道的昌盛而受到影响 这里便是天人礁的发源地 天人山脉 天人山脉是由上百座巨型山脉连接而成 据说曾经有神人将士 于此地开卷授书 普传灵法 婴儿得名 有依女子宝卷实册 修炼至至真之境 自言为与华夫人 在此建宗立派 最终位列十三信徒之期 后来 十三信徒相继隐世 天人脉也必互绝成 不再理会俗世之事 此后数千年 有着无数强者进入这里 试图寻觅到天人脉的踪迹 但却皆空手而归 即使如此 这里仍然是正道圣地 数千年来无人敢亵渎 即使很可能天人脉已经灭绝 但这里仍然没有任何一个门派敢在这里建宗立派 足见十三信徒的威名有多么大了 好一片维俄山脉 漫山其争万宝 数不生数啊 李莫俯看大地 不由得则探一生 即使尽中介中世界繁茂 但和这里一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殿下 那边有状况 翼王突然朝着一侧之地指去 李莫顺着望去 立刻见到有两路人马正在山脉外围的区域高速移动着 好像是正道的人在被追杀 苏彦分辨了一下道 多半是这样 邪道的人马速度又快 人又多 看样子很快就会被追上 既然遇到了那就不能不管 咱们下去吧 李莫说道 幻落 猪人便越下无根岛 直朝着山中而去 此时 山中一行正道十来人的队伍正在高速移动 领头的白发老者一边行进一边大声招呼门人 只是显然他们精疲力竭 速度越发缓慢 尤其是跟在后面的一个轻衣女子 已经慢慢的跟不上队伍 后面三四十个邪道却是卯足近的冲 这距离是越拉越近 哈 随着一声大笑 一个黑脸邪道呼的一下落到队伍后方 一下子将轻衣女子拦了下来 不好 白发老者大吃一惊 当机立断道 你们先走 老夫去救人 不 要走一起走 要死咱们也死一块 一个中年男子沉生说道 朱正道都停下脚步 脸上透着决然 不 是跟你们快走 不要停下来 轻衣女子却是大叫着 不想中师兄为自己送死 那黑脸邪道扬起大刀 狂笑道 想从爷爷我手里救人 你还是看看你有几分斤俩 刷刷刷 后方一群邪道追道 一个个都嚣张大笑 文主 咱们今次情下这么多正道 押解到鬼斩门去的话 说不定咱们也能够加入鬼斩门 一个尖脸男子黑黑笑道 到时候咱们服用了魔血 修为可就翻到另一个境界了 另一个胖脸男子美滋滋的说道 听得猪邪道这么说 白发老者一行都是脸色凝重 他们不少人身上都带着伤 那时在不久前就和这群邪道打过一场 三十多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了这么一半不到 如今再打起来胜算全无 只是 众人此时都是横着心拼死一战 怎么也不能够让两个师妹落到邪道手里 他们一个搁握紧天气 低喘着气 大战直是一触即发 另一边 黑脸邪道等人却是越笑越大声 丝毫没有将众人放在眼里 咦 突然间 见脸男子发出声音 他此时仰头大笑 但见这晴朗的天空中似 有着一大棚黑点在高速降落 众人听得这声音都抬头望天 这一望 徒弟瞳孔瞪大 那哪里是什么黑点 分明就是一大群悬尸 而且大部分居然都长着白白的翅膀 白发老者这边也发现了上空的状况 一个个脸上带着惊讶 不容众人多想 李莫一行三十来人已经落在地上 诸人一线 场中的氛围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 正邪两道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一人国的人 那雪白的羽毛散发着银银光泽 那么真实地长在诸人的背上 杀 看也不看邪道 李莫淡淡吐字 画一落下 诸一人如同闪电般从诸邪道身边擦过 紧接着 黑脸邪道等人发出声声惨叫 一个个捂着喷血的脖子落在地上 转瞬间已丢了命 白发老者等人看得目瞪口呆 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变吓得回不过神来 他们被这些邪道一路追杀 沿途死伤门人诸多 如今居然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全死光了 然后 李莫将轻衣女子扶起来 微微一笑道 师姐受惊了 多 多谢师弟救命之恩 轻衣女子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感谢 这位师弟真是雪中送炭 请容老朽一败 白发老者连忙赶了过来 便要朝着李莫一败 李莫等人一个个都是正气凛然 身份自然昭然可见 赤哥严重了 这些邪道人人的耳朱之 李莫微微一笑 人不动分毫 白发老者却是败都败不下去 一股无形之力反倒将他围攻的身体拖起来 老者眼中顿时闪过浓浓惊讶 眼前这青年年纪轻轻 修为却比他还高深 至于他身边这群人 一个葛修为更是高深莫测 这些肆虐他同门的邪道 只在一瞬间就丢了性命啊 第794章水火联王 赤哥是从附近过来的 李莫问道 白发老者点点头 回道 老朽故友山 暂时掌管青江门 我们宗门就在天人山脉北面 前阵子 徒有大批邪道出现在周围 老朽集合本门上下与之一战 却已惨败告终 唯有带着诸师弟师妹们一路奔逃 哪只邪道仅追不舍 幸亏师弟一行搭救 否则就麻烦了 诸人都庆幸地点着头 一个个面露感激 李莫说道 我这一路过来也看到诸多正道宗门被邪道侵占 不过这也只是战时的 半个月前 杜天王领导正道大军在白雾谷和聚鬼王一战 大胜 那实在太好了 顾友山一行顿时激动起来 然后 顾友山又问道 这么说师弟是从白雾谷那边过来的 这路可够远的 一顿 他又揣测道 莫非师弟也参加了白雾谷的战役 李莫点了点 诸人便流露出羡慕之色 能够在天王领导下参加大战 这可不是什么门派都有资格的 那么师弟不惜长途跋涉深入到这里 莫非是为了行什么机密之事 顾友山又问道 李莫微微一笑道 我来这里和战事无关 只是为了一件私事 那如果有老朽能帮上忙的地方 师弟尽管说 顾友山立刻说道 李莫便道 那不知道师哥对这天然山脉可熟悉 这谈不上多熟悉 老朽来这里已有三百年 山脉外围的地区岛是常常走动 采些灵药 挖些矿石 但是中部以内的地方却少有涉足 顾友山回道 是因为中部区域很危险吗 苏彦在一边问道 顾友山虽然点头道 越往深处走 凶险越大 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 不能够走进天人礁的领域 李莫这时说道 顾师哥 其实我此番过来就是为了寻觅到天人礁 莫非是因为如今大局如此 需要天人礁的帮忙 顾友山揣测道 李莫说道 虽和大局无关 我寻觅他们是有着一件私事 不过 如是天人礁尚且存在 那么将他们请出山自视大好是一件 顾友山迟疑了一下 然后肃然点点头道 如今邪道猖狂 老朽也不是鱼丸之人 眼下是该打破规矩的时候了 其实不瞒师弟 本门宝是中世代供奉着一幅地图 据说是从天人交手里所获 可以直抵天人圣域的入口 李莫听得一喜 问道 那不知道地图是否在师哥身上 顾友山开探一声道 我们走时匆忙 很多东西都上在宗门 其中就包括这地图啊 如此也不打紧 请师哥带路 我们现在就赶往青江门 李莫说道 顾友山虽然说道 师弟的心情我甚是了解 但是如今宗门被邪道所控制 可不是随便能闯进去的啊 一旁 那清衣女子说道 咱们宗门是被水火联王集合的四大邪道门派所占据 他们至少有一百人 而且那水火联王据说修为高深之极 足能够和具鬼王旗下的四大鬼猴相比呢 说起这话 他脸上仍是心有余悸 四大鬼猴有何可怕 其中两个都死在莫师哥手里了 一旁 柳宁玄嘻嘻一笑 什么 众人听得只是大吃一惊 一个个瞪大眼睛看着李莫 此事可是当真 顾友山一脸惊讶地问道 这二人却是死在我手上 鬼路猴为我独立斩杀 鬼属猴是和麒麟宗 烟雨们的诸位一同斩杀的 当然 我所带的人马论修为可也绝对 不会逊色于大宗门的人 所以顾师哥和诸位都可请放心 无论那水火二联王有多厉害 有多少人马 此番过去他们便占不到半点便宜 李莫说道 那字里行间透着无比的自信 让众人顿时心头一暖 一个个振奋起来 好 我这就带师弟回宗门 顾友山下了决定 于是 李莫一行便随着顾友山等人 朝着青江门赶去 至于无根岛 则有顶魂二人在上方守候着 一行人马飞快地行进着 虽然逃跑到这里花了不少时间 但那是为了摆脱敌人 如今直线回奔 速度和进度都自然快上不少 如此在这日傍晚的时候 一行人已经抵达了青江门外 青江门坐落在一片宁静的风头之上 旗下一条江水而过 养育着周边肥沃的土地 空空的山门处残留着打斗的痕迹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石碑被踹倒在地 只是让人心痛 一网领队直言山落而上 李莫等人跟在后面 如此一路上去 直抵风头之上 平坦的山峰上修建着一大片建筑群 处处流露着古仆沧桑 只是如今在这上面又平添了几分凄凉 到处都是被破坏的痕迹 万千古墓东倒西歪 无数良田被烧毁殆尽 此时在风头入口的排坊前 一群守门的邪道正靠在那里笑谈着 见到众人来了顿时吃了一惊 连忙扯着嗓门大喊 对于这些不过灵俏进的邪道 翼王等人并不急着动手 让开一条道来 李莫从中走出来 复首而立 未过多久 一大群邪道就从里面赶了出来 一个葛兄蛮猙獰 煞气腾腾的 只是见到一王一行 感觉到他们的修为 不少人都脸色一变 但是他们仗着人多是重 倒也很快镇定下来 恭迎二连王 这时里面传来叫来 随即便见一男一女坐在连台上飞了出来 那女子二八模样 身材小巧玲珑 看似娇媚 但眼神里分明透着阴毒 男子三十来岁的样子 相貌俊秀 身着大红袍子 莲花上释放着腾腾火焰 一眼扫过猪人 火莲王便笑道 故友善 你可是够快的 请了这么多人过来 不过你觉得这些人会是本王的对手吗 水莲王娇笑道 哥哥 他们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呢 这些正道不过都是些纸糊的玩意儿 两三招就能把他们打趴下 火莲王放声大笑起来 朝着猪人说道 来来来 你们中谁最厉害 出来和本王过上两招 好可猖狂的邪道 还搞不清楚眼下这状况 义王冷横了一声 然后朝着李莫说道 殿下 我在白雾谷一战尚未尽兴 这一战不如就由我来吧 李莫点了点头 义王便大步走了出来 朝着火莲王一勾手指道 来吧 火莲王低沉沉的一笑 手势高举 立合一声 神通火莲降势 通的一声俱响 但见半空中火云凝聚 构造成一个庞大的火莲花 以极快的速度降落而来 小心啊 这一招凶猛得很 故友山显然吃过亏 见到一王一动不动不由的出生示警 故师哥不必担心 就这招还不够巧呢 李莫则是唯唯一笑 话落之时 这一记神通已经结结实实的砸在了一王身上 那火莲花乱箭四射 无数火光辉耀 哥哥 这老头儿可真是行将就木 动作可够慢的 就这么被砸中 可真没意思 水莲王哥哥直笑 火莲王也是放声大笑起来 一脸巨傲的道 中了本王的神通 大罗神仙也要死 朱邪道眼看这状况 也都纷纷大笑 一时间顾虑净除 这就是你的神通 不说还以为是三岁小孩儿的把戏 这时 火苗中传来淡淡的声音 然后一股庞大无穷的力量释放出来 将残余的火苗摧毁殆尽 带到诸人定眼一看 顿时间大吃一惊 义王仍在场中 衣冠完整 不染半沉 分明就是在这一击下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怎 怎么可能 火莲王这才脸色一变 然后双手高举 又是一记神通砸下 火莲云再度砸中义王 众人都瞪大眼睛朝那里望去 但见沉寂已顺 火莲云消散开来 义王仍是那么悠闲的站在原地 这 这是火莲王张大嘴巴 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 凭他两记神通的力量 居然没有对对手造成半分伤害 他竟如此之强 一旁 顾友山等人亦是看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李莫身边随便一个人 居然强到这地步 唯有李莫清楚 虽然和他比起来义王要逊色不少 但是也绝对是大宗门门主这一级别的存在 甚至比起来还要高上一筹 现在睁大眼睛看清楚 这才叫神通 义王不紧不慢地抬起手 五指崩直尖 无数道羽毛宛如极光般飙射而出 快 快的猪人及其目力都难以捕捉到分毫 而带到光雨消失不见之时 众人连忙朝着火莲王望去 但见火莲王低头望着身体 那身上密密麻麻的伤口 每一道都是破背而出 在身体上留下一个窟窿 远远地望过去 虎莲王便好成了格马蜂窝 啊 他发出一声犀利的惨叫声 从莲花座上倒下来 当场弃绝 就这修为 比起鬼路猴可差远隔 李莫看在眼里 摇了摇头 原本想着若二人真如此厉害 今日还算有一场硬仗 不过这么一看 这二人所谓的能够和四大鬼猴相比 应该是还没有服用魔血之前的状态 因此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哥哥 水莲王大吃一惊 然后大叫一声 全都给我上 为哥哥报仇 一声令下 众邪道都狂吼着朝前冲 试图以人力优势击败来人 第795章黎玄图 一个不留 眼看邪道群起而动 李莫淡淡道了句 话一落 三十来个一人国将领便一涌而上 义和邪道接触便似虎入羊群般 带起一阵鬼哭狼嚎之声 但凡邪道 无疑是义和之将 几乎都是在照面的时间就被斩杀 事情似乎就只发生在一杀之间 百来个邪道就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而不容众邪道惊恐 群雄势如破竹般挺进 刀刀皆是犀利的杀招 目睹这景况 故友山一行已是愣的说不出话来 这场面太过震撼了 原本他们想着这该是一场恶战吧 但谁也没想到李莫一行所拥有着的压倒性实力 水莲王一看着景况 顿时吓得脸色大变 立刻窜身而起 朝着后山赶去 神江 苏燕记起神通 巨大的神江瞬间降临 恒澜在水莲王之前 到起之时山野呼啸 仿佛天神灵士般 水莲王哪敢聊其锋芒 莲王朝后一退 这一退之时 背后抖地一梁 一把兵剑透体而过 出手者正是秦可儿 带到水莲王倒地 场中邪道已都死得七七八八了 对于经历过白雾谷战场的众人而言 这些邪道都是在别角不过的货色 即使是水火二莲王 也只是刚刚抵达中旗修为罢了 因此苏燕二女合力之下 便能将其中一人迅速斩杀 带到最后一个邪道被击杀 众人若无其事的收剑 李莫这才朝着顾友山一笑道 顾诗哥 现在可以进去了 好好 好 顾友山机械式的阴着声 脑子临满是震撼 于是 诸人随着顾友山入内 带抵达宗门深处一处殿堂 顾友山打开暗藏的法阵 在其间的密室中将诸多藏宝移出 然后将一个匣子地到了李莫手上 李莫将匣子一打开 只见里面放着一卷泛黄的古地图 带将地图一摊开 眉头却不免的一皱 这地图宛如鬼话陶服似的 随意勾勒着曲线 全然看不出是一幅地图 倒像是三岁小孩儿的涂鸦般 顾诗歌 这真是你们祖传的地图 苏燕一问道 是这匣子没错啊 这东西自先祖时代起放在这里几千年了 一直没人动过 顾友山笃定的说着 凑过头去一看 也稀奇道 怪了 这地图怎么是这个样子 莫兄不如用灵通眼试试 宋书瑶在一边提醒道 李莫便运起灵通眼 这一看确实没有任何发现 按理说如果这地图上有所机关 那灵通眼怎么都能够发现些问题 这时 在一边的翼王图而说道 莫非这是离玄图 离玄图 诸人都忘了过去 翼王便道 上古时代出现过一种名为离玄罗盘之物 此物以特殊的方法铸造而成 相应工艺铸造出的地图便名为离玄图 离玄图的玄机在于纸张和工艺上 必须要用离玄罗盘才能够变读出来 李莫听罢便轻虚道 这么一说 这纸张确实好似千锤百炼般 不似普通纸张呢 翼王你那里可有这离玄罗盘 翼王确实摇摇头道 此物只在记载中方法早已失传啊 那这该怎么办 柳宁玄直视簇着眉 李莫沉吟不语 似在回忆着什么 然后徒儿眼睛一亮 笑道 有了 找到离玄罗盘的铸造法了 众人这才大喜 接着李莫便吩咐人到无根岛上 不过一会儿功夫 一侧古卷便送到了他手中 果然就是离玄罗盘的铸气法 苏彦几人都松了口气 按道幸运 若非有这无根圣者留下的书库 那只怕空有这地图却派不上任何用场了 接着 由翼王挑选几个精通上古铸气法的将领练戏 一天之后便成功铸练出了离玄罗盘 待将地图放置在离玄罗盘之上 这时罗盘顿时释放出浓浓光泽 透过地图渗出 化作一片立体地图 正法 群山如林 苏彦却一眼看到地图上树立着的一根根正柱 真是奇怪 从未听说过天人山脉有正法的事情 顾友山稀奇道 如果地图是真的 那么正法必定也是真的 这么多年没有人寻觅到天人圣域的所在 那么有正法影响也并不奇怪 李莫唯唯一笑 诸人听得都点着 柳宁玄说道 那么我们必须寻找到正柱 通过正柱再来分析式和正法从而破解 李莫点点头 朝着顾友山说道 这里邪道虽然被铲除了 但是难以保证会有其他邪道过来 所以顾师跟你们不能在此久待 顾友山笑道 师弟不必担心我们 我们在天人山脉里原本就有藏匿之所 如今邪道除掉了 我们也会搬到那里去站住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李莫拱拱手 接着低喊了声 小黑 但见他身边那条大黑狗揍地化身一头巨龙 新疆门诸人目睹此景顿时又吓了一大跳 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 李莫一行早已消失在长空中 师哥 这位李师弟究竟是何人物 身边不仅如此多高手对他恭恭敬敬的 居然身边还有头龙在 一个胖脸师弟忍不住问道 诸师兄弟们也细细议论着 揣测着他的来历 故友山出奇的没说话 似在私存什么 然后突然间惊呼道是暗斗龙 暗斗龙 众人望了过来 那大黑狗是暗斗龙 现如今这世上 如此年纪轻轻的天才人物 身边有着几个国色天香的女子 更有着暗斗龙在的 莫非你们还猜不出是谁吗 故友山惊虚着道 燕黄门的神勇王 诸人恍然大悟 一个个顿时面线金色 胸腔里一颗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着 而那被救的轻衣女子更是小脸长红 激动不已 这传闻中的人物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救了他们一命 不愧是千年难见的天才人物啊 没想到比传闻中更强 连两大鬼猴都死在他手里 若是他能够将天人交请出山的话 那必定能够将鬼斩门赶出我们金师国 故友山肃然说道 诸人都点着头 遥望着李莫消失的方向 久久微雨 另一边 李莫一行正在高速深入 正如故友山所言 这天人山脉中蛮兽众多 成群结队 而李莫等人由小黑脊兽代步 自然进展顺利 一堆蛮兽闻到小黑的气味 听到他的吼声便早就逃得远远的 高空行径比起在山中行走速度要快得多 只花了三天时间 李莫一行已经抵达了中部区域 按照地图的指示抵达了一根阵柱所在的位置 然后 众人便分开来 李莫之所以独留了一网一行便在于他们备生双翼 可以很好的在空中行动 这对于山中搜寻是很有帮助的 果不其然 没花多久时间 便有人在附近的一座深谷间寻觅到了一个洞窟 那有黑的洞穴宛如野兽张开的大嘴 一根根倒挂的尖长石柱便好似尖牙般散发着寒光 沿着洞窟进入 可以清晰地闻到野兽的气息 沿途无物 更证明里面藏有极为凶猛之物 不过诸人都是胆大之辈 一个个大步而行 待抵达洞窟最深处的时候 便见到大厅里有着握着一头巨狼 火红的眼睛 如脚长般的耳朵 身上弥漫着一股股死气 不死恶狼 李末一眼便出此物 看来每一根镇柱都有着一个守护者 苏燕说道 这不死恶狼并不好对付 不过 小黑你们加在一起应该足够了吧 李末说道 小黑己兽听得清楚 一个个都露出身形来 转瞬间一和巨狼缠斗在了一起 镇柱有可能是在那里面 李末朝着洞窟一脚的缝隙说道 这缝隙看似不起眼 仅容一人通行 若非李末知道有镇柱在这里 否则必定不会走这条路 而进了缝隙 一路深入不久 便来到了另一个洞窟中 洞窟里空空荡荡的 并没有任何镇柱的存在 当然这并没有让诸人意外 因为很多时候镇柱都是直接埋在地下深处的 现在该让小粉做事情了 李末朝着琴可儿说道 琴可儿拍拍腰囊 小粉便从里面钻了出来 小粉 这地下有镇柱在 你去把它找出来 李末笑着说道 小粉听得明白 飞快的暴土 这坚硬的地面对他而言 好似豆腐做的斑 一会儿工夫就已经钻到地下深处 李末并不着急 寻宝鼠打洞和寻宝的能力是惊人的厉害 有他在地下寻觅不愁找不出镇柱 果然 没花多久时间小粉便钻出地面 发出一声高亢的声音 太好了 咱们把这通道拓宽些 李末笑了笑 诸人便都挥动天气洼土 一路深入到地下百来丈的距离 这个时候 小粉停在了前方一处岩层边上 朝着空荡荡的地方一指 震住呢 李末微微一愣 任由他打开了灵通眼却都没有发现 咦小粉声音更高了 只是朝着那里指着 莫非这震住入眼无法看到 柳宁玄琢磨着 伸手过去一摸 但是却什么都没有摸到 这诺大的空间里 明明没有任何物质存在 只是小粉的判断决然不会有错误 这寻宝龙的称呼可不是白来的 如果这里真有震住 那么是连人的感官都能够影响到的存在 李末沉吟道 那要如何才能让他现行呢 若看不到那可没办法研究这法阵 苏燕为难道 李末也觉得有点头疼 连灵通眼都看不到 摸又摸不着 那要如何看清此物 第796章天人圣玉 这时却听宋书瑶说道 看到了 几人只是又惊又喜 李末立刻问道 书瑶你是如何看到的 宋书瑶玩耳道 我想着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太过敏锐反倒物了事 如此便将感官降低到普通人类的水平 果然 这震住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了 诸人恍然大悟 一个葛街降低无感 宛如未步入修炼境界的普通人 但这样一来便果是看到那空荡荡的地方明显有着一根震住存在 这是无形之阵 李末定眼一看 豁然清虚一声 诸人听得这话皆是身体一阵 一脸震撼之色 无形之阵乃是和九龙浮屠阵齐名的上古十大阵法之一 这座由临近强者亲自炼制的灰红大阵拥有着迷宫类法阵最强的称号 传说中只有一次触碰到无形之阵的震住才能够从阵法中脱离 但是将震住藏在如此庞大的天人山脉里 要想找到他们那可真是无稽可循 清吸了口气 李末按道幸运 若没有地图 那就算耗费十年百年的时间在这山脉中只怕也休想靠近天人圣域 除此之外 自也多亏了宋书瑶的聪慧才能够看到这震住 接着 众人依次上前触摸着震住 这才离开 到了外面的洞窟里 小黑脊兽还在和不死恶狼激斗着 不死恶狼乃愿灵而成之物 即使打死了也会在短时间内复活 乃是狼族蛮兽中极为难产的凶物 即使小黑脊兽联合攻击之下 仍然没有将他成功击杀 叫上小黑他们 李末一行快不离开 那不死恶狼追到洞窟出口就没再追出来了 至于小黑脊兽虽然没有接触到阵法 但是他们可以急由禁中介进入 所以倒没有什么影响 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 李末一行在深山中心静着 按照地图的指示寻觅到了一根根震柱的所在 无形之阵共有镇柱二十八根 每一根都处在山脉险境之地 大多都有着凶猛蛮兽守护着 而有的则是处于一个小迷宫之内 到处都是岔道 到处都是小洞窟 好在有寻宝龙在 他那打洞的功夫可不是吹的 在硬的地面打起洞来也轻松得很 而且即使在地下也丝毫不影响他寻宝的能力 因此在复杂的地域里他也能够搜寻出震柱的存在 如此在触摸到最后一根震柱时 涂而震柱喷冒出一道灵光 渗透地层而去 李末一行匆匆出了地面 便见到一道道灵光冲天而起 其间有着一条隐隐的光带朝着山脉深处而去 众人立刻飞升而起 沿着光带一路深入 直到抵达了一处悬崖底部的古地间 这里极为偏僻 一眼望去也没有什么稀奇之处 即使有强者涉足到这里只怕也不会驻流 但如今光带直抵这古地边的石壁上 显然那里很可能就是天人圣域的入口 就在众人想着如何进入的时候 却见大家身上都散发出一股股灵光 那似乎是接触阵法石油震柱残留在身上的物质 这灵光一现石壁也立刻散发出浓郁的光泽 紧接着从顶端开始裂开 带裂至底部的时候 石壁开始慢慢敞开 露出一扇巨大的光门 李末将小黑脊兽收进镜中 领队大步走了进去 一入光门 豁然来到另一片白光茫茫的世界中 前方有着一级及天梯直朝上方而去 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李末一行便言接而上 直到抵达了一处浮岛之上 浮岛上荧光白泽 雾气生腾 其正中矗立着一扇巨大的石门 上方至有匾额一幅 上写天人圣域四个大字 大比例苍净的字体蕴含着无上的神威 即使距离这里几千年 仍让人有种崇拜莫名之改 以至于李末一行都深深一败 不敢有半点泄毒之色 即使这提笔之人是他们所怀疑的对象 接着一行抵达门前 推门而入 带跨过大门之时 众人已来到一个小浮岛上 在浮岛边缘设置着好几个传送台 而放眼望去 在前方的长空中悬浮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浮岛 其上街覆盖着茂密的森林 隐隐可见建筑 而其中最大的一座浮岛上更分明有着巨大的城池 天空上云彩朵朵 百鸟飞翔 空气中透着欢悦的气氛 竖其耳朵 甚至可以听到附近浮岛上传来的喧嚣声 几千年了 没想到天人浇镜真的存在着 李末面露惊讶 四女和一王一行也都是眼中带着震惊 按理说 封闭了几千年的天人浇消失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很少有一个宗门能够从上古时代繁衍到现在 即使是处于封闭的状态 与之不同的是 三国势力之所以繁衍到现在 那是因为他们并非仅仅是一个宗派的存在 而是促十个宗派集合在了一起 但是眼下这天人浇分明凡胜之极 即使现在还没看到人影 但城池中必定是车水马龙之景 这下事情可就复杂起来了 苏彦青簇着眉头 逼宇道 是啊 李末也点点头 神色浮起几分肃然 如果宇华夫人是当年的凶手 那么他手里就有着两枚无限令碎片 而这两样东西若代代相传下来 那就是天人浇最为珍贵的宝物 自然 想要获得此物就绝非那么简单了 如果让天人浇的人知道了众人的来意 那后果可想而知 而且 如果天人浇知道无限令碎片是如何来的 那么或许这便是封闭的原因 作为外来人闯入境来 这也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殿下 要不咱们先去探探路 义王提议道 李末摇摇头道 不必了 作为十三信徒创建起来的宗派 这天人浇的教主必定是天王级的人物 我们一到这里便早就被他所察觉 偷偷摸摸的反导惹起怀疑 说吧 他便朝着最大的一个传颂台走去 待到传颂台光芒一闪 一行人已经抵达了最大的福岛上 传颂台前是一条林间大道 直通往中心处的城池 此时在阵外两侧有着两路人马手持长枪 肃然守卫着 李末走下传颂台 拱拱手道 在下李末 舔任燕黄门神勇王 特来拜见天人教教主 赐女和一王等人都是一脸戒备 担心着可能发生的变故 而两边的守卫却是对李末的话 视若无睹似的 一动不动 宛如雕像似的 李末声音一抬 又重复了一下这话 只是两路守卫却仍然没有任何表情上的变化 就那么静静站着 不吭声也没有扭头关注 这些守卫太怪了 莫大哥 现在该怎么办 苏燕小声嘀咕着 天人教的人修炼的是天人圣公 据说不言不语也能千里传音 或许这些人看着没有动静 但关于咱们的事情已经禀告上去了 李末揣测道 然后一摆手道 走吧 咱们也算尽了礼数 无论是服事或兜兜往前走 诸人也都点着头 便随着李末朝前走去 路过两边的守卫时 众人也都不免瞥了一眼 只是守卫并未阻拦 就这么静站着宛如木雕般 众人虽觉得古怪 但却也没有多想 大步朝前走去 大到两边古墓参天 散发着蓬勃的生气 这道路上却是干净的很 连一枚叶子都看不见 足见常常打理 大道上并无他人 一行人快步而行 沐浴着这里充沛的天地之气 但一颗星都是悬着的 不多时城池已是静在眼前 遥遥望去 便见城池大门敞开着 外面两路守卫严阵以待 里面的街道上果是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带来到城门外 李末一拱手道 在下李末 自外界而来 特来拜见跪教教主 话落 两边守卫仍是冷脸素颜 对李末的行动没有半点反应 这些人是木头做的不成 怎么这个样子 柳宁悬促起眉毛 走吧 李末略意沉吟 继续朝前走 众人朝前走去 城门守卫果然也和传送台的守卫一样 并没有阻拦的意思 就那么静静站着 一入城 顿时热闹起来 大街上扑面伶俐 人来人往 甚显热闹 但是 李末等人一进来便都是眉头一皱 有着一种极度奇怪的感觉 要知道 他们的衣着服饰和这些人是全然不一样的 所以一走进来 李英立刻备受瞩目才是 再说了 这封闭的天然交境内人口是有限的 大家大多都是熟面 不认识也是常常见过的 因此李末这一群生面孔进来 自然也会有人注意才对 然而 这些过往之人 没有一个人把目光投向李末等人 大家说笑的说笑 行走的行走 各干各的 各行各事 就好似李末等人是不存在事的 该不会 李末图而冒起个想法 他快步走到一个行人身前 伸手朝着他一摸 这一摸 手势穿体而过 并未触摸到食物 什么 众人一看这情况 只是大吃一惊 然后大家都分散开来 去触碰周边的人 结果却是一样的 这些人都只是幻影般的存在 原来如此 怪不得那些守卫被我们无动于衷了 李末眉头一蹴 有种极为不好的感觉 繁荣的天然交痕 很可能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 第797章幻影之城 建主也是这样 一边 柳宁玄大呼一声 但见他小手轻松穿过了柱子 莫大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燕忍不住问道 李末琢磨道 很显然这是阵法在运行 或许是将某个时段的事情重演 而事实上 这座城池只怕已经被摧毁了 只是我们现在身在阵法中 无法了解实际的情况 那么我们只要从阵法中走出去就可以了解实情了 苏燕明白过来 李末点点头 却又说道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了阵法 要想出去就必须破解才行了 这些人若不亲手去触摸 实难发现他们是幻象 每个人甚至连气息都被完美的复制了下来 这阵法即便不是无形之阵那种高度 只怕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阵法 如今我们渗入其中 要想破解也并非一事啊 柳宁悬一脸凝重的道 诸人听得都心头一尘 正如他所言 若是一般法阵而生的幻象 以众人的目利一眼就能够识破 但是居然花了这么多时间 而且是通过触碰才发现事情蹊跷 足以证明这个阵法的难度 愣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咱们往前走吧 李末说道 诸人便都朝前行去 比起近来时更加戒备 谁也不知道 这的幻象法阵中究竟藏有什么危险 一路朝前 沿着长街而行 路途行人皆是幻象 不久之后 便来到了内城入口 一到这里 气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远处那高耸的城墙 如巨神般怒目俯瞰的石雕和大量高塔式的建筑 给人一种极度的压迫感 即使只是幻象 但给人的感觉 却是无比的真实 沿城门入口走近 里面人缘稀少 但修为的等级却在层层跋升 待抵达宫殿区中央的大殿时 便见里面有两路老者 人人正经为坐 上方宝座上斜躺着一个身着功夫的美艳少妇 私裙下露出雪白的长腿 诱人之极 但是店内朱老却没有任何人敢有半点亵渎之心 而在他背后豁然长着一对黑色的翅膀 宇华夫人 朱人都轻嘘一声 好漂亮的女人 饶是李沫身边四美相伴 仍不由得为宇华夫人的美貌而惊讶 然后她又立刻猝起眉头 这羽毛和我们到手的羽毛并非一样 宇华夫人身上的羽毛有黑发亮 虽然漆黑黑的 但是却分明散发着一股圣洁之感 大殿里 朱老都在禀告着各个福岛的大小事物 宇华夫人微微闭目养神 时不时指点几句 那一举一动都透着优雅高贵何几分拥来 只怕杀了无根圣者的人真不会是宇华夫人 她如此高贵 宛如天仙般让人倾慕呢 苏彦不由轻赞道 如此成熟的风韵直视影的诸人都只点着头 李莫说道 我原本以为这里会有着什么正法的线索 但现在看来似乎线索不在这里 城里这么大 若是这样找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得分开才行 于是 众人便分成几支队伍准备到四周去看看 才动身时突然间与华夫人获地站了起来 她走出大殿 遥望着远方长空 店内的长者们自都一起走了出来 随她观望 李莫等人也扭头回望 这一望豁然见到远方飘来一团黑云 浓黑如墨彩般 黑云行进的速度极快 几乎眨眼间就已经到了这城池上空 这时 宇华夫人沉声说道 何人擅闯我天人骄 轰轰轰 半见黑云中一连窜沉闷的响声 接着无数火焰缠绕的陨石从中喷涌出来 毁掉陨石 与华夫人大手一挥 朱长者立刻发动进攻 一渐渐天气破空袭去 撞击在陨石上 大陨石似乎并不坚硬 被天气撞上后立刻分裂成数十块 但是很快的这些碎石仿佛能够生长般 一下子化作促时没大陨石 力道非但不减 反倒以更快的速度袭来 朱长者顿时大吃一惊 一个个施展浑身解数发动猛攻 但是情况却反倒越是糟糕 越是凶猛的攻击让陨石越是分裂成更多 不过几席时间漫天都是陨石 数量足以千计 目睹如此可怕的景况 李莫等人都是神色一宁 每一枚陨石所携带的攻击都是神通极数的 如此大规模的攻势就好像是上千个神通竟强者一同发动进攻一样 这一次攻击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百物谷的级别 收 但见与华夫人双手合应 漫天陨石突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厉害 李莫不由暗赞一生 能够成为十三信徒之一 果然修为之高深令人精赞 就这么一手他的实力就远远在杜狂之上 沙 与华夫双石一盏 化作一道黑光射入长空 沙时间那黑云化为一尊巨大的鬼怪 那身体仿佛陨石构造而成 散发着一股股阴晕的黑气 一人一人在空中展开激动 声声震天动地 快 快打开城池防御大阵 有长者立刻大叫 诸长者飞快的各行骑士 越来越多的人马召集在了宫殿区 都仰头观望着天空上的景象 黑气泥漫天地 晚如末日之景 然后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声 那陨石怪被重重击落在城中 似乎已没了气息 与华夫人从半空中落下来 手持一把黑光腾腾的长剑 冷然看着这鬼怪 突然间 他似乎察觉到什么 抖地一喝快退 化落之时 那陨石怪涂地爆炸开来 无数细小的陨石朝着四面八方飙射 李莫等人人在近处 即使知道这些都是幻影 仍被这图齐齐来的京殿下的心头一跳 与华夫人持见而立 一声娇喝 一个个巨大的光影陡然现行 环照住爆炸区 不过这爆炸的威力实在太过凶猛 最终光影被打破 陨石喷射的范围几乎笼罩了半个城池 陨石所到之处 箭竹都是催枯拉朽的倒塌 灰红的城池一下子似变成废墟般 而在爆炸的中心处更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待到硝烟散去之时 但见与华夫人手持长剑 嘴角却渗着血色 明显在这场爆炸中受了伤 但是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那些落地的陨石突然间膨胀起来 转瞬间化为了小型的陨石怪 朝着周边人群发动猛攻 战士在几席时间里便遍布了全城 这些陨石怪不仅都有着神通静者的修为 而且攻击方法简单有效 他们口吐火球 落地就诈 威力相当惊人 而且他们一旦被斩杀 就会如同陨石一般开始分裂 而且分裂出来的个体修为并不会降低 与华夫人以一人之力独斗上百个陨石怪 虽然不落下风 但仍被这些陨石怪缠得难以脱身 而城中各处 已是死伤一片 灰红的天人交在这么短短时间里 人口就已经降低到了一半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众人骚然间发现了一个更加恐怖的事实 这些陨石怪的体型正在高速的膨胀 原本最初的陨石怪族有半个城池那么大 但爆炸之后产生的个体也就普通人的大小 然而如今不过一炷香时间过去 陨石怪的体型已大智障于 随着其体型增加的环有战斗力 别说城中强者 就算是与华夫人也在这样的攻击下渐渐落了下风 以我之血 发动 血剑是天硬 与华夫人一口血喷在黑剑上 一剑朝天指去 黑剑顿时化作一头庞大的黑龙 仰天咆哮间 无数陨石怪皆被罩在光影中 动弹不得分毫 好厉害的招数 李莫等人又不免清虚一声 观此一战真是大受震撼 这时修为到了多么高深的境界 才可能施展这等程度的大招 这时 与华夫人又是一声浇喝 给我碎 他身上的伤口处喷涌出一股股鲜血 直朝着黑剑涌去 吞噬了血液的黑剑 催动着黑龙发出又一声惊天的咆哮声 轰轰轰 整个城池里发出凶猛的爆炸声 无数陨石怪被巨大的爆炸力震的粉碎 在陨石怪被炸成粉末状时 与华夫人也因为催动大招而狂吐了一口血 她半跪在地 靠着剑支撑着身体 此刻 城中诸人望着消失的陨石怪 一个格斗上有些惊魂未定 突如其来的邪恶短短时间就酿成了这滔天大祸 打破了这封闭世界中的安宁 不多时 众人终是恢复了镇定 一群长者连忙朝着与华夫人赶来 就在这时 地面上涂又陡身一变 无数黑气腾腾而起 聚合成细小的围城 这些围城高速的凝聚 一具具陨石怪豁然成型 而且 这次陨石怪的规模比起与华夫人出招时 更足足扩张了十倍 上万头陨石怪分布在城池各处 发出凶猛的吼叫声 怎么会 与华夫人嘴角一颤 也为如此景况所震惊 眼中更流露出绝望之色 然后 他就地下了决定 一剑猛扎在地上 大喝一声道 启动万物流光法阵 轰轰轰 一根根阵柱从大地上冒起 转瞬间释放出浓郁的极光 在陨石怪扑向众天人教徒之时 被这极光一并淹没 紧接着 李牧等人只觉得视野一晃 周遭陨石怪和天人教徒都已经不见了踪迹 剩下的便是一片废墟之地 阵法 自动解除了 李牧轻盈了一声 诸人四目相对 眼中流露着深深的震撼 这万年前的一战 如此真实的呈现在眼前 仿佛亲身经历一般 即使幻象已除 这心脏已在砰砰狂跳不止 背脊上更冒着冷汗 第798章穿越时空门 这就是万物流光法阵 久久之后 苏彦这才说道 李牧摇了摇头道 不 这只是万物流光阵附属的影像阵法 将阵法启动之前一段时间内的影像资料重演出来 一旁 柳宁玄说道 万物流光法阵虽未列入上古十大阵法 但论玄其奥妙却更甚之 此阵一经启动 能够在时间流中打开一个缺口 使得其他人能够极有此缺口 进入已经流逝的时间中 而且即使这法阵已经被摧毁 但其核心也拥有复原的能力 竟有如此厉害的阵法 还能把人传送到以前的时间里 秦可尔也吃了一惊 这阵法我倒是从记载中看过 只是如今时间过了这么多年 是否还能够起作用 宋书瑶说道 李莫便道 这就要看核心究竟是否真的还存在 现在影像法阵已经解除 我们可以自由活动 说吧 他便和柳宁玄讨论起来 根据影像资料中万物流光法阵阵柱的位置 来推断出其阵和的所在地 和其他法阵不一样 万物流光法阵是埋藏在地下深处 和阵柱并不处于一个界面上 不多时 二人便有了一个确定的思路 然后便分成两支队伍深入宫殿区寻觅起来 李莫这边很快找到了一个地宫入口 进入到了宫殿区的地下搜寻 这里破坏的已是十分严重 大量的地下设施被摧毁 但却不见任何遗谷或是天气 柳宁玄则从一侧地面上的塌陷处深入地下 即使随行有寻宝鼠在 但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整个城池的防御大阵被破坏 地下全都是各种阵法的遗迹 所以众人主要的工作并非寻找 反倒是从诸多阵法中分辨出 哪一个才是万物流光阵的阵盒 很多阵法被破坏的非常严重 阵柱只剩下半尺不到高度 那么一点体积上刻画着的阵文也非常有限 要想分辨出来是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 好在无论林默柳宁玄或是宋舒瑶 在阵法知识上都是非常博学的 当然 翼王等人承袭上古之学 这方面的知识也一点不差 如此经过了整整三天时间的搜寻 终于在地下深处一个半塌陷的洞窟里 寻觅到了阵盒所在 而阵盒只剩下了小半尺的高度 这真是万物流光阵的阵盒吗 苏彦问道 李莫点点头道 此阵盒内藏天心时 此时正是阵盒能够复原的关键所在 它能够通过吞噬周边的天地之气来进行修复 不过 看样子它被破坏的太过严重 以至于多了这几千年时间尚未修复完成 若是其他人遇到这状况那只怕棘手 不过诗歌身上有无限令碎片 若引动星光修复的话 那么效果会好很多 柳宁玄说道 李莫汉首道 我也正有此意 便试试看能否行得通了 此时正好夜幕降临 天空上群星闪耀 李莫催动无限令碎片 天空上亿万星辰仿佛受到感应式的 散发出灿烂的星光 朝下射来 亿万光束在李莫的指引下射在残缺的阵盒上 那阵盒顿时释放出浓郁的光泽 破碎出缓慢的生长起来 众人直呼玄妙 于是便在一边静静等待着 修复正合式的漫长的过程 花了一夜时间修复的成果也不过半尺 但是从影像资料上看 镇柱的规模足有百丈高 这么算下来的话 要想修复完成需要两年时间 不过因为随着修复 天星时的力量也在逐渐膨胀 因此修复的速度也成阶梯的上涨 如此经过了足足一个月时间 百丈高的正合终于修复完成 当正合完成之时 其释放出巨大而浓密的光芒 天空乌云密布 雷光闪烁 仿佛有什么异变要发生似的 接着前方虚空中便缓缓撕裂开来 化作一扇光门 这就是能够回到以前的时空门 李末嘖嘖称奇 诸人也都是只点着头 这种事情真是万年难遇 那若是穿过这时空门 会回到什么时候呢? 苏彦问道 李末神色一素 万物流光法阵在时间上打开的缺口 随着施法者修为的高低也不同 但必定是逆流的 因为历史上没有过多的记载 也很难说以天王的力量 能够把这时间逆流到什么程度 有可能是半炷香 也有可能是十天半月 众人听得都神色凝重 那陨石怪强大的在短短时间毁掉了天人焦 以众人这点修为进去 若是时间在半炷香前 那简直就是杯水车星 对那场战役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而且如果进入时空门 出现的地点就是在这里的话 那么立刻会和陨石怪对上 绝无生还的可能 这是一个比起以往任何事态下都要生死攸关的决定 然后李莫肃然说到 这一趟我是非要去不可的 陨石怪的出现 天人焦的陨灭 和无根圣者被杀绝对有着紧密的关系 只有进去才可能了解到事态的真相 而且 与华夫人在最后时刻启动这阵法 就是为了让人能够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既然遇到了 我也绝不会坐视不管 莫大哥既然决定要去 我们自是一并跟着 若死那就死在一块儿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苏彦轻声说着 次女虽是娇柔女子 但一个个却都是巾帼不让须眉 论胆识论气魄丝毫不在男儿之下 李莫看得一阵感动 心里却暗暗发誓 即使进去后情况在如何的危机 也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边 一王素然说道 我等级追随殿下 自是誓死相随 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也绝对不会改变 诸随行者皆是重重点头 一个个都早是只生死于度外 好 既是这样 咱们就进去吧 李莫沉声说吧 带头进入时空门中 一步踏进去 便来到了一个巨大的通道中 四壁都是光纹闪烁 可关闭外之地四有着极强的激流在涌动着 带到众人一走进来 时空门迅速地关闭 直到消失不见 这里是在时间流中打通出的通道 大家要小心 千万不要接近边上 如果掉出去的话 只怕连灵魂都会被碾成粉末 李莫肃然告诫着 众人都点着头 跟着他快步朝前飞去 一开始 是小心翼翼的 提防着这里可能出现的状况 毕竟关于万物流光法阵的记载非常少 这时间通道更是只有寥寥促言 未曾详细过 可以说 众人是半届 历史上这万年时间里第一批进入的人 随着前进 周遭并无任何异象 众人胆子便渐渐大了起来 开始加速飞行 很快的 通道就变得不稳定起来 好似一根管子般被人甩来甩去 时不时涂地一扭 那光碧便直朝着众人冲了过来 好在众人反应都极快 一个个都拉远着和光碧的距离 不好 柳宁悬途而叫了一声 诸人顺着他目光望去 一个个脸色奏变 但见光碧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似乎是通道承受不住时间流的冲击 已经开始了崩坏 而前路漫长根本就望不到头 大家把速度提到最快 李莫大喊一声 背上双翼一盏 抱着苏燕和柳宁悬 宋书瑶穿有飞天雨衣 可以轻松飞行 便又他带着琴可儿 一人国的人则都翅膀狂扇 诸人犹如流光般 在时间流通道中飞快地行进着 轰 透方途地传来一声巨响 光碧终于承受不住冲击而破裂 一大鼓大鼓的流光犹如海浪般呼啸而来 众人大惊 卯足了进朝前狂冲 一口气悬在嗓子眼里 尚不得下不去 前路漫漫 终点一点也没有出现的征兆 反倒是流光海浪越来越近 冲冲冲 诸人狂飞不止 背上大寒淋漓 滔天的光浪距离诸人已不过十来丈 这样的距离一个浪头打过来就能够把人卷进去 而一旦卷入其中断然没有生还的可能 全人 李莫大鹤一声 柳宁玄自是会议 背后五行一轮 小手一扬 棒棒棒 一个个传送阵坐地现行 将末尾的艺人国将领一下子转移到前方 这一瞬间恰恰是浪头翻起之时 若是柳宁玄的动作慢上半拍 那么几个末尾的将领必定已经卷入浪中 但饶是如此 众人还是心有余悸 因为这光浪的速度和势头越来越快 越来越大 柳宁玄不断催动传送阵 闪电般的起阵 闪电般的转移 容不得丝毫的插错 此刻的他肩负着所有人的生命 如此重担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抗得住的 但是柳宁玄一脸冷静 跟随着李莫这些年见过了这么多大的世面 生死历险早是习惯 以至于在这种状况他仍能最大限度的镇定着 喜阵收阵严丝合缝 也幸亏他修为到了终其境界 如此才能够赶在一波波光浪袭来之前不断转移人马 如此 前方终于有光点出现 那是一座光门 众人只是大喜过望 此时吃奶的镜都使了出来 一个个狂吼着飙射 但是 光浪的势头已大如滔天般 众人顶部的光碧也在此时崩碎开来 上下左右四路光浪涌来 在瞬间将诸人包裹 沙 正法在那瞬间的瞬间启动 在众人即将被包裹之前 以那么毫离之差的速度将诸人转移了出去 人便已在光门之前 就在众人窜入光门之时 光浪重重急在上面 将光门震的粉碎 第799章万年之前 与此同时 李沐一行人出现在了福岛传送台前 望着周遭福岛和那长空上飞过的白鸟 听闻着远处福岛上船来喧嚣声响 众人全都松了口气 全人 辛苦了 李沐说道 没事 柳宁玄擦擦额上的汗 嘻嘻一笑 一路上高速放阵消耗的体能也是相当巨大的 但在那么危机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全人通过 光这点就足值得骄傲了 艺人国将领们则都投来感激的目光 若没有柳宁玄出手 他们只怕早就葬身在此了 影像资料中的天色没有这么暗 看这样子我们至少是回到了陨石怪抵达的一天之前 宋书瑶分析道 不管是一天还是几天 时间都很紧迫 我们走吧 李沐说道 于是诸人立刻踏上传颂台 一瞬移抵达了城池所在的福岛上 刷刷刷 就在众人一现行的时候 周遭一群守卫立刻抬起枪对准诸人 领头的中年男子陈生直问道 什么人敢擅长我天人骄 李沐立刻说道 在下自外而来 有要是欲面见与华夫人 教主早有言令 天人交以封事闭门 外人不予入内 李们速速退去 勿要扰乱这里的安宁 首位头目冷脸叫道 此事关系到贵教的生死存亡 还请诗歌魄力通报 李沐神色一肃 首位头目冷冷说道 我叫封门 便与万事无关 李沐要在此纠缠 否则的话休怪我等不客气 诗歌 这事情 李沐声音一抬 坚持继续朝下说 把他们赶出去 首位头目大喝一声 朱首位立刻朝前挤走 枪势如长虹灌日般 试图将众人逼回传送台中 李沐眉头一皱 淡淡说道 既然诸位诗歌如此固执 那我们就放肆了 话一落 十来个一人国将领们便纷纷出手 三五朝下便将首位们击退了 见来人如此凶猛 首位头目脸色一变 大手一挥道 立刻去禀告严诗歌 话落 几个首位立刻飞奔赶往内城 不多时便有一大批人马 从里面赶了出来 领头的是一个身着黄袍的长须老者 李沐一眼认出此老便是之前 在大殿里出现过的人物 严诗歌 这些外人闯入这里 不离我们好言相劝离开 还试图闯 丑位头目连忙赶过去说道 一人门的人嘛 真是好大的胆子 可知我天人交封门必逝 再不理是奸之逝 颜诗歌肃然说道 李沐立刻说道 此事确实实观重大 关乎跪教生死存亡 颜诗歌听得大笑一声 失笑道 自本门必逝以来 你们不是第一个闯到这里的人 哪一个不是满口钥匙 更把我天人交托下去 但是无论你们有天大的钥匙 今日的结果也只有一个 他大手一扬道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若然再不离开 我便将你们投入我教的 封神山中 让你们永生永世不得离开 这些人怎么都是死脑筋 怎么说都不肯通融下 苏燕嘀咕道 这么说只有硬闯歌 柳宁悬促起眉头 不行 一旦开打事情 只怕会变得更加复杂 宋书瑶断然摇头 诸人也都神色一素 陨石怪一战天人交所呈现 出来的战力是非常可怕的 比李莫修为高的人都不在少数 等惠儿若打起来 只怕非但见不到与华夫人 反倒会被经历一场恶斗 陨石怪来袭来疾 这个时候受伤绝不是一件好事 这时便见李莫俗然说道 在下乃是洞湖真人门下 还请严石哥破例 洞湖真人四字一线 天人交诸人脸色都微微一变 严石哥也变得更加严肃 上下打亮他一眼道 你有何凭证 凭证自然有 只是不知严石哥认不认的 李莫淡淡说吧 一枚闪烁着流光的碎片 从胸膛中分离出来 此物一线 顿时天地万物都似受到影响般 大风呼启 云彩飞扬 九天之上的星辰逐次灿烂 这时 严石哥瞳孔放大 虽然不知这东西为何物 但是却深知这绝对不是普通物件 就在这时 徒弟一道黑影落地 淡淡香气如深谷幽兰 笑脸妩媚似百花盛开 那身段玲瓏凹 诱惑中又透着无上高贵 可不正是与华夫人 无限令碎片 他定眼看着碎片 目落到李墨身上 说道 洞湖真人 死了 一句话落下 天人交众人顿时大吃一惊 此事说来复杂 请前辈容我慢慢道来 李墨拱拱手道 深深看了青年一眼 与华夫人轻轻点了下头 说道 带他们进殿吧 话落时 他如同幻影般消失不见 这时天人交诸人脸上冷峻不见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脸恭敬 十三信徒中 洞湖真人排名第三 在地位上比起与华夫人是要高出不少的 这青年身上既带有洞湖真人秘藏之宝 身份自然无庸置疑 请 严师搁浅着身 将李墨一行朝城中引去 沿途入城 关于洞湖真人弟子抵达的消息已火速传遍 一时见到路两边诸门人凌厉 接目带恭敬 李墨一行沿路而行 亦不由暗暗清虚着 万物流光阵当真太过玄妙 竟然真的将众人送回到了万年前的时空 以至于过了这么一会儿功夫 仍然如坠梦中一般 显得不甚真切 不多时 一行人终于到了大殿 此时 殿中诸长者列位 一个个目光锐利 上下打亮着来人 与华夫人坐在宝座上 没了慵懒的神色 取而代之的是半分凝重 拜见与华夫人 李墨公公声道 好了 不必多礼 说吧 洞湖真人出了什么事 否则他不会将无限令碎片传到你手上 与华夫人一摆手道 李墨便道 其实 我们是经由万物流光阵 从万年之后赶过来的 什么 众长者虽早有彩测 可能洞湖真人发生了事情 但李墨所说的事情 却比他们所想的要震撼人百倍 以至于与华夫人都伸促起了眉头 一双美目紧紧盯着李墨 万物流光阵是天人交最高的机密之一 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高层 如今一个外人道破这事情 便让气氛顿时诡异起来 李墨接着说道 我知道这事情令诸位可能难以接受 但是这是事实 而且在下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 其一 我知道万物流光阵的正和所在 话落 她嘴唇微动 您话成丝 直接传进了与华夫人的耳中 与华夫人瞳孔为放 眼中流露着惊讶 虽说高层都知道万物流光法阵的存在 但是其正和所在位置却不出三人知晓 接着 李墨问道 不知道过几天时间 前卑会召开会议 商讨关于扩建北端辅导修炼场的问题 这一说 与华夫人脸上惊讶之色更浓 只因为这事情她可从未跟他人提起过 这脑袋里的东西被人知道了 足可印证来人话语的真实性 此刻 她神色一宁道 明日我便准备召开会议来商讨此事 果然 只是把时间提前了一天 李墨促了下眉 这么说明天我教将会发生一件 足以令我启动万物流光法阵的严重事态 与华夫人显然聪慧过人 已捕捉到了一些事情 李墨点点头道 正是 说吧 她便将进入影像法阵所展现的过程 详细地说了出来 这一说 店内众人顿时凝重之急 陨石怪嘛 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存在 居然连我的血剑是天鹰都无法湮灭 而且还能够那么快就再生 与华夫人紧促着眉头 叫主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一个白发老者连忙问道 当然是将这陨石怪从这世上抹杀掉 与华夫人眼神一凝 她站起身来 沉声说道 我一手创建起来的天人骄 怎么可能被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所摧毁 她得逞过一次 便绝不可能得逞第二次 诸人皆神色一肃 恭敬答道 我等警厅教主之命 是要保护天人圣域 这时 李末说道 那前辈可有什么方法来对付这陨石怪 这一仗一旦开打的话 就没有任何后路可循了 那么 你怕了吗 与华夫人看着她说道 当然不怕 否则的话我就不会穿过时间流了 李末傲然挺着胸膛 与华夫人眼中闪过一抹欣赏 然后说道 小小年纪 便是一身虎歹 若洞湖真人见了你 收你为弟子也并不惜情了 话落 她神色一肃道 那陨石怪的能力确实可怕 但是我从你的描述中得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沉默信息 众人都好奇问道 与华夫人便道 这些陨石怪在分裂之后开始不断的成长 甚至于被我击毁之后还能够迅速再生 这说明他们的背后有着一股庞大的力量作为支撑 这种力量若不在空中 那就只有在地下 诸人若有所思 李末则一下子明白过来 前辈的意思是 陨石怪在吸取天人圣域的力量 与华夫人轻轻点头道 没错 那么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可深入到了地下灵脉 晚辈去过地下灵脉 那里已经完全枯竭 这时 一个艺人国将领攻身大道 第八百张龙羽塔 完全枯竭 李末皱了皱眉头 将领回道 正是 看样子似乎是灵脉的力量被完全剥夺了 莫非 前辈怀疑对方力量的来源竟是灵脉 李末若有所思 与华夫人轻轻点头道 没错 如果他们的力量来自地下 那么毫无疑问就是灵脉 唯有此物才能够为他们提供足够强大的力量 这东西当真古怪之极 灵脉在重重阵法的保护之下 他们居然还能够吸取灵脉的力量为己用 一个长者不免惊奇着 不过 如果知道他们力量的来源 将灵脉封印起来的话 就能够遏止住他们的力量 另一个长者扶须说道 与华夫人立刻吩咐道 传令下去 立刻布阵封印灵脉 是 有长者攻身而退 快步朝着地攻而去 这时 李末说道 即使他们的力量真的来源于灵脉 但也不代表没有其他方法来吞噬周遭的力量 与华夫人点点头道 确实 连地下那么深远的灵脉都能够吞噬的生物 以周遭万物为能量也并非什么稀奇事情了 所以 封印灵脉只是辅助 真正重要的则是对付他们的方法 那就是 不直接采取攻击的方式 而是封印他们的行动 李末等人都点点头 按道与华夫人聪慧 说话真是一针见血 与华夫人朝着下座一个青山老者说道 玉刚师弟 你立刻前往宝库 取出八门峰行镇 将其布设在大殿周边 一夜的时间应该足够了吧 青山老者立刻答道 教主放心 明日大早之前 我必定能够将此镇布设完成 与华夫人唯唯点头 又道 此镇乃是我何几位师哥当年涉足险境而获之物 虽不知出自哪位前辈人物之手 但论封印之力却是天下无出其诱 被此镇困住 就算那陨石怪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从中逃出 听得这话 李末等人都不免生起几分信心来 之前一战打的仓促 但如今与华夫人将宗门压底的宝物都用上了 这一战的胜算便注定大增 而与华夫人说完 又沉吟道 不过 万物皆有万一 这陨石怪能毁掉我天人交便绝不能小看他 胡云师弟 你立刻去宝库取来天人定魂阵 调集十八高手设置阵法 作为我方最后一道防线 是 一个长脸老者公公身 快步而去 接着 与华夫人又吩咐了些事情 很快店内长者们便已经走的一个不胜了 这时 李末说道 不知道我等能够帮上什么忙 还请前辈吩咐 与华夫人轻轻一笑道 不必了 你们辛苦过来通知已是做了最重要的事情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本教吧 晚辈知道论实力 与其宗门高手相差甚至远 但是允实怪不除 威胁道的不只是天人交 更有天下正道 作为正道的一份子 即使是绵薄之力 我们也想帮些忙 李末诚恳地道 与华夫人静静看着他 然后便道 既是如此 你们随我去一个地方吧 说吧 与华夫人便带着众人朝深处走去 穿过一片片殿堂区 直到来到一处传送台前 经由传送台 一行人抵达了另一座福岛上 古墓参天而立 周遭郁郁葱葱 微风伏伏而来 惊动了一群栖息的林鸟 沿路前行 直到抵达了一处临寻的古塔外 这古塔似由山石堆砌而成 其上棱石突帽 风如刀刃 乌黑的影子在地上拖得长长的 有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孔意 与华夫人朝着这古塔一直道 你们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李末等人皆是摇摇头 与华夫人便轻叹道 果然万道沧桑 在这个时代名扬天下之地 万年之后却也早绝基于人世 不为人所惜 探罢 他这才说道 相传在遥远的太古时代 有神人自天而降 广谱万法 事实万万修道 那便是大地玄道之法的初始 随着玄法流通 玄门出力 便也有魔物自天外而来 又人入邪 邪道自此而生 不可避免的 正邪相斗 神魔相战 铸就了太古时代无数传说 而在这期间 有一头通灵龙族 被一位神人所看中 当之作祭 在其麾下受其教化 不过 这头龙并未升天 而是在一场大战战死 后被神人埋在一座灵山峰头之上 李末等人静静听着 街内心澎湃 太古时代是比如今所在的年代更加久远的地方 据说那个时代满是神魔 玄道之夜如日中天 非现世可比 与华夫人继续道 那龙族死后 据说魂魄仍在 吸取日月天地之气 渐渐化作一座石塔 此后 有人发现这石塔而进入其间 便能听得龙语低音 皆是万道功法 婴儿的此奇遇 竟有如此玄奇之事 诸人听得皆清虚出声 这龙魂画塔 竟还能够受人玄法 这种事情当真是闻所未闻 与华夫人轻叹道 这么多年我游历天下 得到宝物无数 但这龙羽塔却绝对是最稀罕的存在 就连我现在所修之功法 其实也是从这龙羽塔中得知呢 众人听得又吃了一惊 要知道与华可是获得临近强者传承呢 而他眼下修炼的却是这龙羽塔中之物 莫非这里的传承比起临近强者的传承更胜一筹 看出众人所想 与华夫人一笑道 我的功法名为万道归一 修炼越多的功法 我觉得威力越是强大 永无巅峰可言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自又免不了惊讶 不愧是十三信徒之一的存在 就连这功法也变态到了极点 居然可以融合其他功法 不断增强威力 这时与华夫人说道 我深知时光通道之险恶 你们不惜冒着性命危险感来通知 我自要以大礼相赠 而且你们若是在这龙羽塔中有所收获的话 那么或许也能够在即将的大战中帮上一些忙 多谢前辈馈赠 李莫感激道 众人自也纷纷败谢 与华夫人浅浅一笑 月光下说不尽的妩媚多姿 龙羽塔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 授予不同的传承 以你们的资质而言 所得之物必定都是高深艰涩之物 你们定要集中精神将龙羽之言记在心里 因为有时候他只会说一遍 众人都点点头 然后与华夫人一仰手 使他底部的大门缓缓打开 李莫带头朝前走去 进入石塔之中 众人一走进去 石塔立刻缓缓关闭 出现在众人之前的是一条幽长的大道 刚才在石塔外 看着这塔虽然高大 但占地范围却不算大 如今一走进去才发现是另一片天地 随着众人朝前走 大道两边的石壁内慢慢闪过一抹抹的光泽 那石壁好似由龙族骨肉石化而成 光泽不断闪过 通透中带着几分玄妙味道 不多时 众人便抵达了一层塔厅中 说是塔厅 但更像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洞窟 一道道似乎龙骨之物沿着石壁延伸着 其间道道流光闪过 众人正唏嘘之时 徒儿有人惊喜道 声音来了 大将领话一落 立刻闭目凝神 不再多言 李莫环视周遭 有好几人都似听到龙羽声 皆在闭目聆听 除此之外的其他人 包括李莫在内却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就在这时 上方传来微微的声音 诸人抬头一看 便见到上方石鼎散发出浓郁的光泽 紧接着 李莫等人便受到吸引般 自动地朝上升去 而之前听到龙羽的几人却仍然站在原地 原来如此 李莫恍然大悟 众人字也都是聪明人 一下子明白了里面的玄机 这塔楼应该是根据一些条件进行筛选 自制越高会抵达更高的楼层 自然也会得到更高的传承 接着 众人不断地上升 每上一层楼 人数就会少上一半 到抵达第六层楼的时候 就只剩下了李莫四女一王和少数几个高手 到了这一层 李莫 苏燕 宋书瑶和一王又继续飞升 抵达了第七层 一到这里 苏燕三人皆是眼神一鸣 肆意听到了龙羽声 三人立刻闭目凝听 这作为神人作戒而化的龙羽塔 早就消失在历史中 无畏世人所知 如今众人穿越万年而来 能够有机会到这里 这可是万载难逢的机缘 即使谁也不知道明日和陨时 怪异战胜算几何 但是这一刻 所有人都只静静聆听着龙羽声 在生命上在之时 希望将修为再生一层 上方 石顶散发着银银光泽 李莫轻飘飘的朝上升去 抵达了第八层塔厅 一到了这里 李莫估摸着差不多了 这一级集的上来 每一级实力的分化其实都挺大的 以差距来推算它到这第八层也是恰当的 只是这时 却见八层上方的石厅散发出浓浓的光泽 李莫自然受到力量的吸引 很快上升抵达了第九层 到了第九层 李莫也不免暗虚了口气 脸上带着激动 这楼层越高 获得的传承自视越深奥 虽然无论吞磨刀法还是无量神印都是绝顶功法 但是好东西可不嫌多 就这么想着时 上方竟又传来声音 在李莫暗暗惊讶中 又被吸到了第十层 这时 站在塔外的宇华夫人正仰望着龙羽塔 根据塔身上闪烁的光泽能够清晰的变青来人所在的位置 而看到光亮一直闪到第十层 连它也微微促起了眉头 狄姑一声道 怪了 那小青年到第八层就该足够了 怎么会升到第十层 那可是天王级的人物才能够抵达的地方 当我认为一个序盾 isel君 今天当我认为一个序盾 男女是国家的华夫人 我认为一位激烈 永远有8分汉的 传绝endo 让我们重复到 时此还是我们的 他说 感谢观看